神通级别的法术威力巨大 神通的前置法术威力自然也不会小到哪里去 就拿雷世仙族珍藏的这门腹地印法术来说 只要能够将其修炼到小城之境 打出来的腹地印几乎就相当于同级别的铸鸡七修饰 使用一柄下品灵器在全力攻击 如果是普通的大法术 那是万万不可能有如此效果的 可见神通级别的前置法术威力惊人 此印不限修习人群 只要是铸鸡七以上的修饰 什么灵根什么天赋都可以学 只是修成的速度有快有慢而已 做家族底蕴 拿回去给玄灵他们修炼倒是很不错 灵依非常满意地收下这门神通的前置法术复地印 只凭此印的价值 今天这一架就没白打 回家回家 拍了拍不知道何时走进船舱的闪电 灵依操控着灵州一路飞顿数百里 直到抵达大荒外面 也没再发生什么拦路埋伏的事 等灵州使进大荒之后 灵依让闪电直接站在灵州的甲板最前面 释放专属于他二阶中品妖兽的狂暴气势 一千多里的大荒外围路上 同样没有出现任何意外 直接潇洒汤果 正是一日夕阳西下 正在劳作的灵氏普通人族地上方 一艘巨大的灵州 忽然排开大荒之中茂盛的枝叶 缓缓使进玄武湖畔的领空 所有的灵氏族人都认识这艘巨大的灵州 并且印象极其深刻 那正是就他们走出火海 重唤新生的主家少爷 灵玄一的代步法器 看见渊溪灵州的刹那 立即就有族人 去通知目前灵氏族地的两位首领 灵超贤和灵超父 俩人得知灵一降临之后 踏着夕阳的余晖 急匆匆地就赶了过来 两位堂哥 这里共有三百名姑娘 是我从一个交好的住基仙族之中带回来的 他们都是自愿前来我灵氏居住的好姑娘 日后你们必须凭自身的本事打动人家 不许硬来 也不许乱来 否则若是被我知晓 必将严惩不待 灵一他在灵州之上 语气极为严肃地说道 知道知道 我们都知道 你就把心放肚子里面吧 这些妹妹们这么好看 我们疼还来不及呢 怎么可能去欺负他们 我们保证一根头发丝 都不会让他们伤到 俩人过来一抬头 就看见了同样探头探脑 好奇地打量着下方环境的数百名美貌少女 顿时眼睛一亮 馋的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看见俩人这么没出息的样子 灵一略为有些无语 不过他也算能够理解 毕竟这些族人 都在暗无天日的矿洞之中 待了一年有余 那段时间 恐怕他们的眼睛里 除了矿石就还是矿石 这么一群青壮汉子憋了那么久 现在估计看见母猪 都觉得亮爆了 我记得 给你们的储物袋中 还有许多建筑材料 你们自己图时间住木屋也就算了 但这些姑娘们 可没你们那么操 这你们速速建成一批 真真正正的房屋 不求凋梁化洞 怎么也要精致小巧 知道吗 灵一皱着眉头 扫了一眼足地之中 仅能遮风挡雨的一排排木屋 对着两人说道 这没问题 包在我们身上 灵超贤把胸脯拍得帮帮响 贼有动力 那就好 灵一与灵超贤 灵超父交流完毕之后 就降下灵州 把三百名少女留了下来 他也不担心 这些人会不喜欢灵氏足地 这里前底大荒 后裔玄武胡 首先风景就是绝佳 其次因为二阶下品 防御阵法的原因 这里的空气之中 也同样含有少量 溢散出来的灵气 几乎不亚于一些一阶的灵脉 居住在这里 不仅可以让人感到心情愉快 身体舒适 还可以少量增幅人体的素质 这种待遇 别说是普通的石家族人了 就是飘雪仙城里的 那些石家修仙者都没有 石家的宅院不小 要是全部不下阵法 就算是石松年掏空了 老底都办不到 再加上 灵一还准备时常 打一些湖中的鱼虾蟹 等对人体有大补之效的 低阶妖兽 送给灵氏族人实用 他就不信 灵氏族人的夜色 成舟离去 穿过波光灵灵的百里玄武湖 重新回到了腾龙岛上 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 他准备接下来的九年之中 不在外出 就安心地一直修炼到 百年一度的大荒兽巢爆发之前 届时 玄武湖周边作为大荒外围 肯定是一部分妖兽的主要攻击目标 腾龙岛有百里玄武湖这样的天险 和三重大阵守护 自然是安全无忧的 无需他操心 但玄武湖畔的 灵氏普通族人的族地 却还是很危险的 他必须要再度增强实力 才能助力这些族人扛过这一劫 甚至他还有一种想法 等灵氏族地的 兽巢抗过去之后 若是弟弟妹妹们 也能够成长起来 他还要带他们一起出岛去 真真正正地见识一下 这广阔无边的扬州修仙界 天下虽分九州 但只扬州一进 就不知几万万里 寻常金丹镜修士 光靠脚步使用传送阵的话 恐怕一辈子都走不完一州之地 所以 灵依压根也就没想 过去探索什么九州之地 一个扬州就足够他忙活了 等他再次回转之时 腾龙岛寂静一片 别说是人了 就连鬼影子都看不见一个 显然 弟弟妹妹他们都陷入了 极其严重的内卷之中 全部都在埋头苦修 灵依摸了摸闪电脑袋 站在灵州之上 忍不住苦笑一声 这样一搞 倒显得他好像 每天都在不务正夜似的 也罢 既然如此 那我也就认认真真 好好地闭一次关 这段时间 你就自己溜达着玩吧 记得时不时地去玄武湖里 抓几条一街夏品的鱼虾 送到灵氏足地 另外这段时间 你也多帮忙照看一下那里 灵依向闪电 交代了一番要做的事情 随后又重新制作了一块灵石玉牌 挂在他的脖梗 这样 小马居以后就可以自由进出腾龙岛 而不会再有阻碍了 岁月如梭 光阴荏然 轮转之间 便是九年之后 闭关九年 又不缺资源和灵脉 灵依的修为 早已经连破两极 从当初的筑基四层 变成现如今的筑基六层巅峰 他也从一个少年 变成了一个健眉心目 个子高挑的青年 值得一提的是 目前他好像进入了一个瓶颈期 不是真元的瓶颈 而是神石 其实他早在闭关六年之后 体内真元 就已经修炼到筑基六层巅峰了 足足69滴真元之夜 而现如今 他已经卡在这个境界 已然三年未动分毫 不过灵依非但没有着急 正是神石之力 原本他在筑基四层之时 神石之力就已经堪比筑基九层大修士了 探查范围乃是筑基七的顶峰 999丈 已经生无可生 再往前一步 便是子斧 筑基四层的他 神石之力是999丈的极限探查距离 在真元突破到筑基六层之时 他还是999丈 也就等于说 虽然他的真元连升两层 但他的神石 却依然卡在这个界限 不过经过几年的冥想苦修 灵依还是能够察觉到 脑海之中的神石之力 正在自主发生某种潜移默化的变化 而这种变化 就是灵依数年如一日 虽然未曾再次突破 但信心却未曾降低丝毫的来源 他感觉到 神石之力一旦孕育出变化 他的修为立即就会突破 助击后期之境 并且日后再通往子府的道路之上 将会顺风顺水再无瓶颈 而这一天 好像并不是很遥远了 正在灵依躲在灵石矿洞之中 静静等待神石之力发生变化的时候 腾龙岛的上空 忽然传来灵气聚集 倒转惊息的异状 察觉到这种状况的 灵一二话不说 直立即收工 破开几年前 建在灵石矿顶部的房屋 急匆匆地 冲向四阶灵脉的中心 二阶下品的铁木巨树 其实这种情况 在近一年之中 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 如果全部加起来 这应该是第四次 而每一次出现这种异象 就都代表着灵石先祖 又增加了一位助击期的强者 没错 这正是炼气七休士 晋升助击期的必经之路 在这之前 分别是灵玄灵 灵玄星 华琳雅三人 先后抵达炼气九层大圆满 在彻底稳固了境界之后 每个人又在灵一的操视下 带着两颗 从岛上新鲜摘取的二阶灵果 两块上品灵石 以及两粒助击单 来到四阶灵脉的中心 铁木巨树之下 正式闭关突破 在四阶灵脉 二阶灵果 上品灵石 以及足足两粒助击单的供应下 三人突破的概率直线上升 最终 三人也没有让灵一失望 也就是说 加上灵一 此时的腾龙岛上 已经足有四名助击七修士 专属于灵石先祖的 四名助击七修士 而且 这第五名 也很快就要诞生了 铁木巨树之下 有一个前几年 才搭建起来的石屋 是灵一专门搭建 用来让众人突破境界之时 不受外界打扰的凭借 而此时在里面的 正是老三灵玄兵 等灵一火速来到这里之后没多久 岛上的其他人也纷纷赶来 其中速度最快的几个 无疑是已经突破到助击七 炼化了上瓶法器 可以遇见飞行的灵玄灵 灵玄星 化灵雅三人 三人到达之后 剩余的人 这才从四面八方 紧赶慢赶地跑了过来 三哥终于突破了 大哥 这下我们灵石先祖 可是一门五助界 彻底崛起来啊 七妹灵玄星 喜滋滋地 朝着灵一的方向说道 是啊 这么些年过去 我们灵石先祖 也终于有了一些自保之力了 灵一双目火热地扫尸了一圈 所有的人 全部都与有容颜地与他对视着 毕竟除了包括灵一 和即将突破助击七的 灵玄兵等五位助击七修士以外 大家的修为也都没有落下 甚至是进步很大 老四灵玄斗 如今已是炼气九层后期 老五灵玄阵 炼气九层中期 老六灵玄炼 炼气九层中期 八弟灵玄前 炼气九层初期 九妹灵玄炼 炼气九层后期 妖妹灵玄宇 炼气八层后期 石烟烟 炼气九层大圆满 石云运 炼气九层后期 石小虎 炼气九层初期 其中灵玄斗 石烟烟 石云运三人 无限接近助击七了 大概率在一年之内 也要闭关突破 届时 恐怕就不是一门五助击了 而是一族八助击 堪称警喷 在众人都在憧憬未来的时候 铁幕巨述之下 晋升异象 已经缓缓消失 这说明 此时的灵玄冰 已然马到攻城 若是放在一个修仙家族之内 那就是妥妥的铸鸡老祖 只是 二十岁上下的铸鸡老祖 可能略显年轻了些 有点扎眼 看见动静逐渐变小 众人也没有离去 反而是盘歇而坐 就这么静静地等待了起来 心境突破了大境界的修饰 都是需要一段时间 来稳固修为的 这个时间说长不长 说短也不短 主要还是看资源 像成龙岛上 这样啥也不缺的情况 之前灵玄灵和华琳雅三人 突破的时候 只是用了小半天 就已经稳住境界 破关出了 这要是换作 没有高阶灵脉 没有上品灵石等 资源的修饰 估摸着这个时间 最起码得延长好几倍 灵玄冰同样也是什么也不缺 灵一等人 只是等了两个多时辰 铁幕巨树下的食物大门 就已经被一个 红光满面的青年 给迫不及待地推开了 大哥 我如今也是铸鸡气秀士了 灵玄冰刚一出关 立即就跑到灵一的面前 紧紧地抱住了他 好兄弟 受苦了 不过我们日后 并不会止步于铸鸡 我们还要突破子府 突破金丹 灵一重重地 拍了拍灵玄冰的后背 打心眼里为其高兴 其实几乎所有人 突破铸鸡之后 第一时间想到的 感激的都是灵一 因为他们都知道 这些资源 都是灵一找来的 没有灵一 就没有他们的今天 在灵玄冰突破铸鸡之后 灵一忽然心有所感 好似在冥冥之中 有个声音告诉他 他的神识即将开始蜕变 也来不及打招呼 他就在众人惊诧的目光之中 顿离了现场 重新回到了 专属于他的灵石矿洞之中 呼 怎么来的这要巧 盘西坐在熟悉的矿洞之中 灵一紧闭双目 开始在体内运转功法 悬扬雷金 他心里清楚 如今他的神识之力 陷入了瓶颈 连带着真元 而如果想要突破这个峙谷 让神识和真元继续上涨 就必须要先把神识之力升华 突破现有的瓶颈 而这一切 其实就是提前突破 子斧镜的前兆 让神识之力 抢在真元之前 率先破入子斧之镜 如果能够突破 想来也就可以称之为 半步子斧了 甚至有可能 灵一以后 在通往子斧镜的道路之上 将会一帆风顺 畅通无阻 如果不怕根基出现问题的话 用大量的灵物 直接堆上子斧镜 也是轻轻松松的问题 而想要突破子斧 就要先了解子斧 何为子斧 有两枚中间入内 一寸为明堂 二寸为洞房 三寸为上丹田 神识入主上丹田之后 将会迎来新的一轮奇异变化 如此 便是子斧致敬 如今经过数年的耐心孕育 灵一的神识 早已经自主穿过明堂 洞房 抵达了上丹田的门外 只要轻轻一扣 灵一或许就可以窥见 一片崭新的天地 但谨慎的灵一 并没有轻举妄动 强忍住推开那扇大门的冲动 他陷入了迟疑之中 灵旋一以前看过不少 记载纸上的游记和传说 但那些本子上面 都只是粗浅地介绍了一下 何为子斧 何为上丹田 其他的压根也就没说 而且 那些纸上也曾记载 不是没有人神识 提前破入子斧过 但那些人大多都是 筑基九层之后 但却还未到筑基大圆满的 筑基之中顶级强者 像他这样 筑基五层过后 神识就陷入瓶颈 欲要突破子斧境的 实乃第一力 到底推不推呢 空荡的灵石矿洞之中 悠悠地回想着灵一的自言自语 无人回答 他也没再问 因为他已经控制着 脑海之中的神识之力 化成人形 手掌抵在上丹田的大门之上 开始缓缓用力 早死早超生 大表再穿越一回 有什么好怕的 刚牙一咬 灵一顿时下了决定 嘎吱 石海里仿佛传来一声异响 上丹田之中的那扇子斧大门 被推动了 同一时间 灵一的脚踝空间里面 也传来一声轻疑 却是白娇忽然从沉睡之中苏醒 倒是个好运的小子 也罢 既然都被惊醒了 那就再帮你一把 白娇小声地嘀咕了一句 张嘴吐出一口气息 随后脚踝空间里面 就再也无动静传来 与此同时 刚刚推开子斧大门 一条缝隙的灵一神石所化的小人 忽然定在了原地 因为无论他再怎么吃力地去推 那扇大门 除了刚开始的时候 轻易裂开了一条缝隙 过了一会儿之后 就再也纹丝不动 什么情况 怎么推不动了 灵一愣住了 因为灵根出众 不缺资源的原因 他在修炼之途中 几乎就没有出过什么意外 一直都是很迅速地在稳步上升 像今天这样的情况 完全还是第一次遇到 再次努力了数次之后 桥剑依然还是 一动不动的子斧大门 灵一彻底傻住了 难道自己今日注定要失败吗 子斧之境就这么难入 他渐渐开始 对自己的实力产生了怀疑 但他同样也没想到 他今日的举动若是传出去 将会有多害人 真元才筑击六层 没有准备任何辅助 突破子斧的丹药和灵雾 他就敢控制着神石之力 直接冲击上丹田的子斧之门 如果此刻 有已经突破子斧境的大能 出现在他身后 一定会被灵一的举动 活活吓死 这踏马明显是 实死无生的作死局面 一旦接触了子斧大门 中途只要是失败或者松手 轻则走火入魔 重则当场神石紊乱 变成傻子 灵一当然不知道他在作死 此刻他还在自我怀疑中呢 一直以来 他都对自己傲于常人的神石之力 感到沾沾自喜 也没想到这次的举动会失败 谁知道那么大一扇门 他竟然只是推开了一点点 就再也不得寸进 他没有任何经验 除了看过听过一点传闻游记之外 没有任何的手段 可以助力此时的自己 他非常的后悔 后悔不该这么急着闭关突破 后悔自己应该准备充足了 在遵循着神石之中传来的异动去突破 可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 一切的一切都晚了 世上没有后悔药 也没有能让时光倒流的神通 最起码此界之中肯定是没有 就在他急得团团转的时候 石海之中忽然响起白胶的声音 小子 你很有吗 突破子府这么大的事情 你连一粒辅助突破的丹药 或是灵雾都没有准备 这也就是 还好你龙哥寄宿在你的体内 要不然你今天必废 瞧好了 度过今日之劫后 记得多长长记性 随着白胶的神石传音落下 一道狂风忽然在灵雾的石海之中刮起 并且还愈演愈烈 最后更是夸张地 直接在灵雾的石海之中 演变成一道飓风 小蛇 啊 灵雾刚刚从白胶的声音之中反应过来 就看见那道已经形成了规模的飓风 直接一头撞在了子府大门之上 咔嚓 灵雾很清晰地听到了一声脆响 就像是身体内的某个关节 某个骨骼忽然碎了一样的声音 随后他就目瞪口呆地发现 原本阻挡着他的子府大门 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然整体消失了 就是那种 很莫名其妙的消失 很离奇地直接消失 哄 下一秒 他突然感觉到了 身体被包裹在一股暖流之内 疯狂上升 他的无感 他的六十都在蜕变 他的神石 他的真元都在暴增 他的神石之力 竟然真的成功率先破入了子府之境 一直到过去了小半个时辰之后 这种感觉才缓缓消失 灵依睁开眼睛 发觉自己体内的真元 早已经突破到了下一个境界 也就是注击七层之境 并且还是注击七层的巅峰 随时可以突破到 注击八层的那种 在闭上眼睛展开神石之力 发现竟然可以一直延伸到 一千九百九十九丈 子府进一千丈为一层 一千九百九十九丈 那就代表了 是子府进一层的巅峰 在网上 那可就是子府进二层了 不得不说 这次还真是得感谢那条小说 没有他 我现在可能早已经功败垂成 灵依在心里暗暗想着 再加上之前的赠宝赠法之恩 他对白交的印象 已经大为改观 神石的瓶颈破除之后 灵依拍拍屁股就想出关 算一算 此时距离百年一次的 各处大荒爆发寿潮的日子 也没多久了 这次侥幸突破驻击后期 神石之力又大涨 让灵依的信心 无疑又增强了许多 他打算亲自去镇守玄武湖畔 抵挡有可能出现的妖兽入侵 但就在他刚刚走出 灵石矿洞的时候 眉头忽然微微一皱 他突然察觉到 自己的储物袋中有东西在动 自己的储物袋里 可从来没放过活物 也放不了活物 怎么回事 灵依狐疑地缓缓打开自己的储物袋 一眼就看到了快玉牌 正在剧烈颤动着 这玉牌是 灵依忍不住拿起玉牌沉思了片刻 绞尽了脑汁 这才算是想起来 这块玉牌的出处 这不是当初刚去飘雪仙城 参加拍卖会之后 那鉴定是老赵 亲自送到他手上的东西吗 好像还说是什么 拍卖行的行主仰慕所赠 叫什么来着 哦 叫做赵韩俊 这玩意儿 怎么还突然动起来了呢 灵依满脸的莫名其妙 最后实在没办法 看他一直抖个不停 只能尝试着 探入自己的真元和神识之力 咦 终于接通了 可是灵道友当面 一个很清冷 但同样很动听的女子声音 忽然从玉牌之中传出 嗯 你是谁 灵依不打反问 看来的确是灵道友当面 本宫 本人乃是飘雪仙城 赵氏拍卖行的行主赵韩俊 这块玉牌 便是我托赵磊送给你的 道友莫非忘了吗 女子对灵依的警惕不以为意 继续用清冷中 带着些许热忱的语气说道 哦 你这么一说 我有点印象了 灵依假装出恍然大悟的样子 浮夸的声音 显得非常的刺耳 不知道赵行主找我何事 还有 这块玉牌 为何可以隔空传音 赵韩俊显然是有急事在身 没有半点遮掩 只是一一解释道 这块玉牌 名为三千里传音牌 看来灵道友此时 应该距离我不足三千里 倒是巧了 说完这句话 赵韩俊又微微地叹了一口气道 本不想动用这种联系宝物的 奈何现在局势严重 不用却是不行了 局势严重 赵行主是在指大荒受潮 没错 我这边得到可靠的消息 如今赵氏先国方圆 数十万里中的各处大荒 都已经开始有所异动 而且规模很大 甚至极有可能 远超往年的百年浩劫 可这与我又有什么关系 赵韩俊的语气 很是严肃认真 但灵依回答的 却是非常的纳闷 他又不是救世主 赵国帝界 或将受潮严重 关他什么事 而赵韩俊既然敢联系灵依 自然是有所准备 当下 他就立即将自己的想法 合盘托出 我知此事不关灵道友的事 之所以通过预牌联系道友 也就是简单问上一问吧 道友肯定知晓 飘雪仙城 勉强也算是处在 赵氏先国势力范围之内 而更巧合的是 仙城之外数百里 就有一处大荒丛林 此处的大荒丛林 虽然规模不大 今次的浩劫 同样不比以往 在妖兽数量与质量 都很有可能 大幅度上涨的情况下 飘雪仙城之外的 这处大荒丛林 同样很有可能 聚集大量的妖兽 道友或许会觉得 我在危言耸听 但在下可以 以赵国皇室的名义启示 我已经从某种渠道中得知 这次领军冲出大荒 欲要涂探赵氏先国 数十万里疆域的妖兽 最高的几名首领 来是十名相当于 人类金丹七修士的 四接妖王 比往界最多数名 四接妖王来袭时 大不相同 十名妖王旗下 还有数十近百名 相当于人族子府境的 三接妖将 这近百名三接妖 将会在各大妖王的派遣下 奋兵多路 攻打我赵氏先国境内的 各大仙城 方式 宗门 飘雪仙城 毗邻一处大荒丛林 很有可能会遭遇 一致数名三接妖将的觊觎 实不相瞒 我此番联系领导友 就是向领导友求援来了 此番受潮来势凶猛 我已以飘雪仙城 肇事拍卖行的名义 发布荡妖征召令 征召有志之士 齐聚飘雪仙城 并保卫飘雪仙城 当然 这征召令 也并不是 想要白嫖各位道友 相反 除了荡妖征召令以外 我还会以个人的渠道和关系 开启资源兑换权 只要是印下了征召令的道友 在保卫飘雪仙城的过程中 所掌握的各种妖兽材料 皮毛 血液 挨之妖丹 都可拿来置换我赵国皇室宝库中的 一些较为珍稀的修仙资源 怎么样 不知道领导友有没有兴趣 这么长的一段话 玉牌对面的赵寒俊 却是说得又快又熟练 连半点刻八都没有 显然 他是早有副稿 荡妖征召令 斩杀妖兽用妖兽身上的材料 兑换赵国皇室宝库里的高阶资源 微微沉思了一会儿 林一并没有一口 回绝赵寒俊 反而是极为理性地问道 不知道以赵行主的人脉和渠道 大致能在赵国皇室的宝库里 拿出来一些什么等级的东西 看菜下酒 人之常情 赵寒俊丝毫不以为意 而且林一并没有直接拒绝 这就说明此事已成一半 于是赵寒俊很快就达到 以我的权限 大致可以兑换出 最高为三阶上品的灵丹 三阶上品的服录 各种类型的上品灵器 神通级别之下的各种大威力法术 甚至是 如果妖丹之类的材料 多到一定的程度 我还可以做主 从赵国皇室宝库之中 调出几条可以改善灵根天赋的黄金灵理 如果道友觉得不够 我这里还有 赵行主不用说了 这荡药征兆令我接了 一把抹掉嘴角渗下来的口水 林一直接打断了赵寒俊 语气斩钉截铁 小姐 如您所说 此子只是一名练气劲的少年 那您为何还专门邀请他 这不是雷坠吗 飘雪先成 赵氏拍卖行后院之中 一个瓜子脸 眉下有泪质 扎着马尾便 脸模样颇娇俏可人的少女 正侧着头满脸不解地看着赵寒俊 他实在是想不通 前一秒小姐还说 此人只是个练气劲的少年 但下一秒 他就眼睁睁地看着赵寒俊 用传音玉牌 联系上了那个练气劲的少年 此人并不简单 既拍了助击单步说 一场拍卖会 更是直接动用了数十万块下品零食 其背后必有大势力作为依靠 我之所以特意通知他 就是考虑到 若是此人愿意前来飘雪先成 说不定能够给到我们一些意想不到的惊喜 挂满了白色帷蔓 香气肆意的闺房之中 赵寒俊一袭唇白长裙 气质清冷地侧躺在床榻上 一边梳理着自己的三千青丝 一边波澜不惊地回答丫鬟周秀的问题 好吧 小姐一向冰雪聪明 计魔无双 我就不操这个心了 小丫鬟样样地叹了口气就离开了 他觉得自己和小姐的智商差距太大了 俩人每一次交流 都是以他被说服而收场 希望你真的能够给我带来一些惊喜吧 要不然这次皇族考核 我大抵是要落后于他们了 丫鬟的离去 并没有让赵寒俊的心境出现半分的涟漪 他依旧宛若睡美人似的靠在床上 思考着本次父皇给他们五个皇子皇女下达的考核任务 赵氏先国立足至今已有万年 当今一届的掌控者为赵寒俊的父亲赵通天 一位子府近后期的准大能 他也是目前赵氏先国的帝皇 当然 在赵通天之上还有几位辈分更高 实力更强的赵氏皇族老祖 不过那些人神龙见首不见尾 除了每百年一度的大荒寿节 基本上不会出现在赵通天的眼前 而因为这一次受劫的特殊性 赵通天干脆就直接拿来做一次 对自己下面五个儿女的考核 五个人每个人分配一座偏远的仙城 凭猎杀妖兽身上的各种材料 结算价值评价优良 直选两优三优 最后评价为优的两人 皇室将会向其倾斜资源 助力成长 远离皇族 被派遣去各处受朝前线独自作战 这无疑是非常危险的 以这次的劫难来看 若是不动脑子 及整个飘雪仙城 包括飘雪仙城附近数千里的所有修士 以赵氏皇族宝库里的珍惜资源 来调动诱惑所有人 为他猎杀妖兽 迎娶考核 其实早在联系灵异之前 刚刚他就已经把整个飘雪仙城境内的 所有的家族势力和散修 就已经被他全部通知过了 在听到赵韩俊许诺的 各种可以兑换的高阶资源面前 没有一个修士 可以忍得住心中的躁动 几乎99%的人都是 当场就接下了荡妖征召令 反正大荒兽巢 是同时波及九州之地的灾难 现阶段跑去哪都是危机四伏 留在飘雪仙城 既可以守护族人和朋友 又可以猎杀妖兽 从赵氏拍卖行那边 换取更加高阶的资源 何乐而不为 不过 即便是集结了全城之力 赵韩俊心里还是没有什么把握 他太清楚 自己的那三位皇兄 和那一个腹黑无比的皇妹了 这四个人从小生在皇族 心眼是一个比一个甚 和自己这个阴病寄养在外的 压根就不能比 自己能想到的 他们肯定也能想到 甚至极有可能会比自己做的 更好更出彩 唉 赵韩俊忍不住发出一声 悠悠的长叹 另一边 腾龙岛上 刚刚结束 和赵韩俊传音的灵衣 兴奋地直搓手 其实早在赵韩俊说出 他能搞到三阶上品灵丹的时候 他就已经下定决心 再去飘雪仙城走一遭了 因为他刚刚突破到助击后期 而白胶所赠的换宝盆 各种类型的上品灵器 神通级别之下的各种大威力法术 甚至是可以改善 灵根天赋的黄金灵力 那些东西 都是让他更加坚定 心中所想的念头罢了 别看如今 灵是一门五住机 但各种底蕴 却是远远不足 像赵韩所说的三阶上品 别说是三阶上品了 就是三阶下品的 灵丹灵式仙族之中 都没有一例 如果不趁这大好机会搞一些 灵衣可没有门路 再去弄到如此高级的丹药 或许日后修为高了 参加一些修士之间的交换 会能碰到一些 但那可太浪费功夫了 而且还不一定就能换到 在之后的三阶俘虏和上品灵器 那就更是刚虚了 灵衣的几个弟弟妹妹 包括同样晋升了 筑基7的华琳雅在内 几人既然已经筑基 日后肯定是要闯荡修仙界的 兜里要是没有几张 大威力的俘虏和灵器 作为杀手锏 生存的几率将会大大降低 灵式如今人手 可经不得任何一人的损失 最后的大威力法术 和黄金灵里 法术直接被灵衣抛到爪哇国 和黄金灵里比起来 就算是他刚刚从雷赵江手里 得到的前置神通附地印 都是垃圾 能够改善灵根资质的黄金灵里 珍惜程度和价值 双双堪称逆天 这也就是赵氏皇族这样 拥有数位金丹大能的势力 才有可能培养出一群 珍贵至极的珍宝 当时正是因为赵寒俊说到此处 灵衣这才不再犹豫 果断答应 他是优秀的风雷双灵根不错 但他那些弟弟妹妹们 可都还是三四灵根 若是有幸兑换到一两条黄金灵里 大家分而食之 就算是灵根天赋 不能直接暴涨一大截 但想来这些弟弟妹妹们 日后也可以少走一些弯路 多一分突破紫府境的把握 没想到 我与这飘雪仙城竟然这么有缘 灵衣无奈地摇了摇头 随后直接仰天 发出一声长笑 没过片刻 除了不知道溜达到哪里 去潇洒了的闪电以外 腾龙岛上的所有人 全部都赶到了灵衣身边 玄冰 玄星你们俩收拾一下 跟我离岛一趟 玄灵和华伯母 你们俩依旧驻守腾龙岛 兽巢将至 腾龙岛虽安全无忧 但玄武湖畔的足地 却还存在风险 闪电没有过来 刚好留下帮你们的忙 他如今已有驻击后期的战力 配合你们俩 再加上还有一块 二阶下品的阵盘守护 想来应付一些 二阶妖兽带队的兽巢 应该不成问题 假如玄武湖叛兽巢来是凶猛 不要硬撑 带着族人 退手腾龙岛即可 灵衣非常干脆利落地分配了任务 大荒之中 灵衣带着三弟灵玄冰 以及七妹灵玄星 正在遇见飞行 再度赶赴飘雪仙城 之所以带玄冰和玄星出来 刘老二灵玄灵和华琳雅助导 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相对于灵玄冰和灵玄星来说 灵玄灵以及华琳雅的性格稳重多了 也更适合防御手导 而性格较为跳脱活泼的灵玄冰和灵玄星 则是需要拉出去好好地练练 长长见识 有自己在身边 也不怕俩人出事 这应该是灵玄冰和灵玄星 十年来第一次 踏出玄武湖的范围 刚刚学会遇见飞行没多久的俩人 因为有大哥在身边的原因 也不怕危险 脚下踩着一柄中平法器 手上拿着一柄上瓶法器 就这么肆无忌惮地穿梭遨游在丛林之中 十二你追我 十二我追你 玩得不亦乐乎 因为是在大荒外围的原因 灵玉也没有阻拦二人撒野 但是等进入大荒丛林半个多时辰后 他却是不得不叫停了二人 自从进入大荒之后 他的神石之力就一直保持着警惕 虽然没有极限释放 但也一直保持着一千丈左右的探查范围 就在刚刚 他的神石警戒范围里 忽然出现了二阶妖狼的身影 而且一出现 就是三只 果然是兽巢要来了吗 刚刚离开玄武湖区域才半个时辰 二阶妖兽就成群扎堆地出现了 灵玉皱着眉头勾了勾手 示意灵玄灵和灵玄星二人 慢慢靠近他 大哥 怎么了 灵玄星靠过来后 极为好奇地问道 如今的灵玄星 也早已经出落成了一个 停停玉立的大姑娘 但灵家的几个兄弟姐妹 唯一不变的是 对大哥灵玉的依赖和信任 看见灵玉招手 他立即就拉着灵玄兵 就跑了过来 没事 只是前面有几个挡到的畜生罢了 你们随我一起 去杀了便是 灵玉摇了摇头 语气平淡地解释了一句 他看得清楚 前面只是三只二阶下品的妖狼罢了 对他来说 只能算是勉强值得动手的那一类型 毕竟 妖兽只有近身二阶 才能诞生妖单 一身的皮毛和血液 同样也价值不菲 如果是一阶妖兽 身上的东西 就不止几块零食了 可能灵玉连看都懒得看一眼 畜生 可是二阶妖兽 大哥让我来让我来 灵玄星旁边的灵玄兵 一听这话 顿时激动地连连请站 他刚刚突破注击 正是意气风发 信心大涨的时候 而能让灵玉皱眉头的 想来必然不是路上那些脆弱地扛不住 他一招的一阶妖兽 确实是二阶妖兽 而且还是刚好对应 你的二阶下品妖狼 但不是一只 而是三只 灵玉的声音刚刚落下 原本同样蠢蠢欲动的灵玄兽 顿时紧紧闭上了嘴巴 一旁的灵玄兵 也同样愣在了原地 三 三只啊 那还是算了吧 我还想多活两年 灵玄兵善善一笑 凭着手中灵玉赐予的上品法器 和中品法器各一柄 他有信心独占一只 二阶下品的妖狼 但要是两只三只 他就只能认怂了 灵玉又望着眨巴着大眼睛 满脸无辜的灵玄兴 别 大哥 我只能对付一只 那附地印我还没学会呢 要不然打一个半都没问题 灵玄兴天赋较好 是中等片上的三灵根 所以后来居上 抢在了三个灵玄兵的前面 突破了助击 而在岛上的每个人 突破助击之后 灵一都会再送他们 几瓶二阶下品增援单 然后找块空白预检 刻意一份神通前置 法术附地印 交给他们自行休息 那要是我帮你们解决一只 剩下的两只 你们一人一只呢 灵一看着静静地看着俩人 这个好这个好 俩人顿时点头 他们也知道 自己的实战经验太少 所以想要和同级别的妖兽先练练 行 勇气尚可 随我来吧 满意地点了点头 灵一直接带着二人 大摇大摆地 飞到了三只目瞪口袋的 二阶下品妖狼面前 大抵是妖狼们也没想到 有一天 居然会被三个人类 就这么光明正大的找上门来 所以 一时就有些愣神 看好了 我先帮你们解决一只 剩下的你们俩自己分 既然找到了目标 灵一也不啰嗦 已经突破到注击七层的他 欺负一只二阶下品的妖狼 压根都不需要释放法器 他只是用大拇指和中指 微微那么一搓 一道紫红色 蕴含了毁灭之力的闪电 就已经直直地落在了三只妖狼 其中一只的头上 扑齿 只是区区一道雷西法术而已 那妖狼却直接硬 身而倒 大哥威武 大哥太强了 这边的灵玄冰和灵玄星 看得热血沸腾 大呼小叫不已 而那边剩余的两只二阶下品妖狼 却是浑身一个机灵 看见同伴在身前瞬间惨死 俩兽夹着尾巴 就想要逃 别拍马屁了 快点上 灵一见状立即喝倒 放心吧大哥 他们跑不掉 其美我们上 三个我们来比比 谁先把他们打趴下如何 在灵玄冰说话的时候 灵玄星早就机灵地 提前一步踩着飞剑追上去了 有何不可 灵玄冰不甘示弱 操着法器大笑着紧随其后 仗着尚平法器飞剑的速度 俩人很轻松就追上了妖狼 片刻之后 叮叮当当的打斗声 就在大荒丛林之中弥漫开来 灵一边挖腰单边 关注着两人的战况 可能是被灵一那道闪电 给吓到了的原因 两只妖狼全都无心恋战 一心就想摆脱对手逃跑 所以虽然灵玄冰和灵玄星二人 没有什么战斗经验 但一时之间 凭着法器之力 倒也没有处于下风 两人两郎 就这么庞若无人的 在大荒之中 你来我往交起了手 若是有人刚巧在这边 或许耳边竟是 剑尖与狼爪的对拼 法术和妖术的对轰之声 这三只妖狼来得倒也及时 既可以当作陪练 没有利用价值了 又可以直接杀了 多少也能减轻几分家族那边 和飘雪仙城的压力 灵一收起被他秒杀的 二阶妖狼内单 妖单是妖兽身上 能吃一些零食 但灵一闲脏压根懒地去弄 和同级别的妖兽战斗 是个体力活儿 尤其是同级别之间 妖兽的实力 普遍还比普通修士强上一些 这就更要斗智斗勇 稍有不慎 那就是伸手易出的下场 大荒丛林之中的妖兽 哪个不是身经百战 一步一步从底层 踩着尸山血海爬上来的 所以 即便是灵玄冰和灵玄星 仗着有上品法器 又有灵一这尊大高手压阵 也只是在战斗之初 占了些小便宜 然后很快就被两只妖狼 给逆转了局面 到底还是没经验 太年轻了啊 看见俩人被狗急跳墙的妖狼 逼得手忙脚乱 满头大汗的模样 灵一忍不住苦笑道 又等了一会儿 发现俩人的确都已经有 招架不住的迹象之后 灵一只能祭出飞剑 直接强杀了两只妖狼 从狼口救下灵玄冰 与灵玄星二人后 灵一也没怪对他们 反而是鼓励道 这话半真半假 真的是 他当初第一次走这条路 去飘雪仙城之时 虽然成功地穿越过去了 但最后的确很狼狈 连衣服都搞得破破烂烂的 假的是 他那次招惹到的 乃是二阶上品的西翼妖兽 和二阶下品的妖狼 完全是一个天上 一个地下 不过就算是这样 听在俩人的耳朵里 也足够他们振奋的了 掏出两枚妖单之后 灵一三人就继续上路了 可能是大荒兽巢 真的临近的原因 这一路之上一千多里的路程 哪怕是在大荒外围 三人依旧 还是先后碰到了十几波妖兽 其中足有五波是二阶妖兽 最强的 更是一只二阶上品的巨蟒妖兽 除了那只二阶上品的巨蟒妖兽 零一 没有过分纠缠以外 路上遇到的十几波 一二阶妖兽 全都被零一几人斩落剑下 经过数场恶战 林玄斌和林玄星战力大掌 也逐步适应了自己 驻击期的实力 如果此时 再让他们遇到原先的那种 二阶下品妖狼 二人不说稳胜 最起码打个平手还是可以的 经过零一刻意的锻炼 二人如今的实力 在同级别的注击一层修饰之中 称不上无敌 但也勉强算是中上等了 一天一夜之后 三人正式走出大荒 没了妖兽作为阻挡之后 三人的速度暴增 没多久就来到了 强高壁后的飘雪仙城之下 这次零一 没有第一时间过去石家 而是带着恍若乡下进城 到处观望的林玄冰和林玄星 直奔位于仙城中心的赵氏拍卖行 他需要先去见那赵韩俊一面 虽然料定 此人的话十有八九是真的 但不当面确定一下 属实难以安心 走在路上 整座飘雪仙城 也都呈现出一种黑云压城 风雨欲来的凝重气息 显然 这里绝大部分的人 应该也都知道了 百年一度的寿朝浩劫 即将降临 赵氏仙国境内 仙城不下数百座 再加上一些散修势力建立的方式 诸多独立的宗门 足有整整上千个修士聚集的据点 而据传 这上千个人类聚集的地方 每经历一次受潮浩劫 死亡率最轻微的时候 都在十分之一左右 也就是说 只要战争一旦爆发 一座仙城里面 平均就要损失十分之一的人口 如果这座仙城运气不好 实力不够 就是直接被妖兽屠城 也是同样有这个可能的 飘雪仙城毗邻大荒 上次灾难就足足死去了 全城十分之三的修士 有小道消息说 这次会更加严重 怕是直接过半 都有这种可能 这让飘雪仙城境内的修士 怎么还能开心得起来 修士不开心 凡人又如何敢笑 在这种氛围下 灵一带着灵玄冰和灵玄星 溜溜答答的 走到了赵氏拍卖行的门口 看见两男一女三名青年走了过来 赵氏拍卖行门口的侍女 立即上前拦下三人问道 诸位客人所来何事 我找你们行主 是他约我来的 灵一回道 哦 几位客人 想必是接下荡腰征召令的修士吧 我们行主有令 所有映照而来的修士 包括城内各大仙族的人 以及一些散修 都在烟雨楼集合 行主此刻也正在那边主持局面 侍女微微行礼解释道 烟雨楼 我知道了 灵一带着灵玄冰灵玄星 扭头就走 路上 玄冰忍不住笑眯眯地问道 大哥 这烟雨楼是什么地方 莫不是那青楼 可还还 三哥 我可还在呢 谁知灵玄冰一句话还没说完 立即就被灵玄星给堵上了 看见灵玄冰一脸尴尬的模样 灵一笑着说道 这烟雨楼 乃是飘雪仙城最大的酒楼 同样也是档次最高的酒楼 并不是什么寻花问柳之地 物要多想 哦 好吧 三哥 你该不会是在岛上待了十年 突然一出来就四川了吧 哪有 七妹 你别胡说 三哥怎么可能是那种人 我看你就是 死鸭子嘴硬 七妹你 灵一美里身后 吵吵闹闹的两个火宝 在前往烟雨楼的路上 他暗自用上古灵引述 将自己筑基七层的修围 压缩到筑基一层 要想活得久 先把修围搗一搗 光这样还不够 灵一又从街上买了三个斗笠 一人一个带了上去 他们三个人的脸庞 实在太年轻了 老辣的人一眼就能看出来 是三个二十上下的年轻人 让人看见了恐生火端 这要是像之前参加拍卖会时 一人一个包厢 拍完从秘密通道 直接撤走也就罢了 没人发现的了 这次可不一样 他们这次过来 可是要和上百名筑基七同道 打招呼 甚至是并肩作战的 妖兽要杀 宝贝要换 自身却不能暴落 跟身后的灵玄兵 灵玄星二人 神石传音 认真地嘱咐了几句之后 整体建筑两层半 仅仅只比赵氏拍卖行 低上半愁 古色古香 鲜味十足的烟雨楼 也终于静在眼前 灵一还没进入烟雨楼 就已经嗅到了 里面传来的一团团 强大的气息 灵一的神石堪比 子府一曾巅峰的修士 这烟雨楼里的情况 无疑是一扫而清 足足数十团 筑基七修士的气息 聚集于此 这要不是灵一知道前一后果 还真就不敢进去 大哥 怎么 灵玄兵二人 看着灵一站在门前 迟迟不入 不解地问道 没事 刚刚在想些事情罢了 进去吧 我们可能是来得最晚的了 灵一紧了镜头上的斗笠 抬脚跨入了烟雨楼 身后的灵玄兵 灵玄兵俩人见状 连忙跟上 刷 三人刚刚踏进烟雨楼的大厅之中 数十道犀利的目光 就非常一致地扫射了过来 挨者何人 若是接下荡妖争赵令的道友 还请报上名号 数十人的中间 一个迥异于常人 身穿白色净装 长发竖起 脸上不失粉带 却依旧精致白皙 身材高挑健美的女修 霸气和道 听到这熟悉的声音 灵一想都不要想 立即就知道了 这女修的身份 这样貌的还不错 没掌外 如果要人灵一打分的话 满分一百 怎么也能打个八十五分以上 就这 还是雪哥没有打扮 穿着净装的样子 若是穿上一身粉色长裙 再落下些青丝 点着一些珠红胭脂 想来九十分应该跑不掉 在这里能看到 这位飘雪先成大名鼎鼎的天才女修士 灵一真不意外 想来如今雪是子府先祖的门面 也就是她了 有什么事都派她出场 多精力多磨练 也能为日后突破子府 多积了一些经验和把握 而且除了雪哥 灵一还看见了 已经突破到筑基中期的石松年 和她猜想得不错 九年过去 在一粒粒增援单帮助下 石松年修为大劲 如今混在一群筑基修士的人群之中 再也不是低声下气的那一拨人了 浑身的气势都无形微然了许多 收回目光 灵一压低了嗓音 故意使得嗓音稍微低沉了些 这才说到 我们三人 是在麒莲山脉穷仓洞府修炼的无名散修 受飘雪仙城赵氏拍卖行的刑主邀请 特意前来助阵 麒莲山脉 穷仓洞府 树在下见识浅薄 有哪位道友认识 压根没听说过呀 飘雪仙城万里之内 有这么一座麒莲山 我也没听说过 死 三位筑基七的散修 虽然都是筑基一层 但也实属不易 这三人不简单 不简单呐 哦 道友这么一说 我倒是也发现了 三个筑基七的散修 这可不常见 许是此三人有些奇遇吧 要不然 也不会被那位神秘的 造型主单独邀请 烟雨楼大厅之中 数十位筑基七修士 听了林依瞎扯淡的介绍之后 立即陷入了议论纷纷之中 飘雪仙城境内 是不止几十位筑基七修士的 所有的家族修士和散修 以及少部分流动的修士加起来 勉勉强强 是可以够得上一百位的 但是今天烟雨楼里 只来了数十位 那是因为 许多族里 有不止一位筑基七修士的 只派来了一个筑基 但现在这数十位筑基七修士 讨论了半天 硬是没一个人 知道这奇连山脉穷仓洞府在哪里 察觉到有些不对的雪哥 顿时再次看向林依三人 三位 不好意思 我们这些人 真的没听说过什么 奇连山脉穷仓洞府 不若你们先开斗笠 让我们瞧一瞧真身 否则的话 我们也不能轻易放来 路不明的人进来不是 就是就是 平时倒也罢了 如今正值关键时期 却还带着斗笠 梦中人 我看他们仨也像是魔修 我们伞修之中 哪有运气如此好的人 三个筑基伞修 这可是足足三粒筑基单 他们是魔修 关键时期 宁可错杀一万 也不能放过一个 快快快 诸位道友速速一起上 先擒下他们再说 善 可 好 继雪哥说完话之后 情势急转直下 一转眼的功夫 林依三人 竟然被渲染成了 人人喊打的魔修 这一点 当真是林依进来之前 万万没想到的 不过他也不拒 面对第一波掏出法器 正准备打过来的 十几个筑基七修士 林依张开双臂 护着身后弟妹 压着嗓子吼道 过来就死 我看谁敢 笑话 你们就三个筑基一层 竟然还敢猖狂 你看我敢不敢 一个筑基三层的麻连伞修 宁笑着 就要打出自己的 中品锥子法器 住手 就在锥子法器 即将打出的刹那 二楼忽然传来女子清冷 并具有威严的阻止声 谁 谁敢阻拦我 麻连伞修 也是个狠角色 仗着筑基三层 在伞修里 都算得上拔尖的实力 恶狠狠地瞪向二楼 我是飘雪仙城 赵氏拍卖行的行主 也是此次荡妖征召令的 发起人赵韩俊 阁下有什么意见 随着冰冷冷的声音落下 从二楼便缓缓走出 一个猛着白沙 身着纯白色长裙 浑身散发着 冰雪气质的冷傲美人 看见赵韩俊的瞬间 林依的眼前瞬间一亮 即便是蒙真面纱 只凭外在的气质 和展露出来的如化眉眼 林依也可以给其 打上九十分的高分 这是一个一眼 就能让人产生高不可攀 只可远观 不可泄完感觉的绝世佳人 单凭气质 就吸引的林依 忍不住多看了两眼 啊 是 是赵行主 我没意见 没意见 麻连伞修 先是贪婪地瞅了几眼 赵韩俊完美无瑕的身段和样貌 随后就低下头收起法器 连连白手 赵氏拍卖行 隶属赵氏皇族 那可是金丹靖的大势力 给麻连伞修十个胆子 他也不敢跟赵韩俊对着干啊 没意见就好 这三位的身份不用验了 他们确实是我找来的帮手 赵韩俊对着林依的方向点了点头 显然是通过某种方法 认出了林依的身份 一场即将发生的冲突 就这么被赵韩俊化解于无形 那些想要动手的助击七修事没道歉 林依也没揪着不放 他此来只是为了猎杀妖兽 其他人 自己祈求天道吧 人都来齐了吧 此番颁布荡妖征召令 是我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 妖兽是大 为了大家的安危 也为了守住飘雪仙城 大家只有团结一心 方可以最小的损失 换来最大的战果 想必大家也知道 此次除了征召令以外 我还开通了赵氏先国皇族宝库里的一些珍稀资源兑换权 只要大家猎杀的妖兽足够多 将他们身上的材料 全部聚集起来交给我 都可以以一定的比例 兑换出你们想要的各种宝物 赵韩俊稍微放开了一些气势 站在所有人的前面侃侃而谈道 令众人感到惊讶的是 他的年龄看上去还没雪鸽大 但身上的气息波动 竟然同样也是助击出气 并且一些境界在助击中期以上的修饰 还能看出来 赵韩俊的修为明显比雪鸽还要强上一筹 这无疑让许多表面客气 内心却非常轻看的老滑头修饰 暗暗一柄 天赋如此强悍的天骄 又有赵氏皇族作为依靠 将来前途必然不可限量 给认真点 不能太敷衍了 看见自己的目的达到 赵韩俊非常满意地点了点头 自己年轻归年轻 但你们也休想轻视于我 不过也有人提出疑问 问的也都是大家好奇的 兑换比例的问题 就拿二阶夏品妖兽身上最珍贵的那单来说 兑换同级别的二阶夏品灵丹的比例是多少 兑换更高一级的二阶中品灵丹又是多少 还请韩俊仙子解惑 提问的人倒也巧了 正是石家老祖石松年 他如今刚刚晋升驻击中期 正是意气风发的时候 基于二阶夏品的妖兽不足为奇 看着大家纷纷投来的目光 赵韩俊也不知道 是不是被石松年的一具韩俊仙子给打动了 颇为慷慨地说道 诸位不必担心 此事我心中早有定数 就如这位道友所问 二阶夏品的妖兽妖丹 乃是炼制二阶夏品灵丹的主要材料 只需要再配置一些一阶灵药 就可以炼出整整一炉 大约七八粒灵丹 我赵氏拍卖行背靠赵氏皇族 多年幸运有目共睹 所以肯定不会让大家吃亏 我你的一颗二阶夏品的妖兽内丹 除去材料费 炼丹师出手费 一共可以换取四粒左右的二阶夏品灵丹 若是换取更高阶的二阶中品灵丹 那就是一比一 只能换取一粒 至于想要换取二阶上品的灵丹 或是同级别的服录 法器等等宝物 那就需要大量的二阶夏品妖兽内丹 或是少量的二阶中品 和二阶上品的妖兽内丹了 照韩俊说完之后 场中很是议论了一会儿 片刻之后 石松年这才点了点头说道 这样算来 一颗二阶夏品妖兽内丹的价值 大致在两千块夏品零食上下 韩俊仙子果然公正 在下同意仙子的兑换方案 我们也同意 仙子高益 如此方案甚好 石松年说完之后 一时之间硬者如云 其实这里大部分都是 住击初期和住击中期的修饰 他们最需要的 基本上都是三阶以下的宝物 一旦超过了三阶 除了飘雪仙城那 有限的几个住击后期修饰 他们也没那个本事和手段去兑换 当然了 这里面最最重要的一条 那就是 飘雪仙城并不在 赵氏仙国的中心位置 地位较为偏僻 在这里能买到的高阶宝物 实在不多 而现在 赵韩俊却开放了一条通天大道 只要杀够妖兽 收罗足够多的妖丹妖学 他们就可以兑换到 平日里飘雪仙城 根本买不到的宝贝 为了这个目标 就算是赵韩俊压架到一颗 二阶下品妖兽内丹 仅能换取两粒二阶下品灵丹 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同意 妖丹可以组团去猎杀 但能兑换到高阶的宝物的机会 可不是那么容易碰到的 就像01 他之所以应邀而来 为的就是高阶的灵丹灵器 以及可以改善 跟资质的黄金灵力 为了达成自己的目标 他必须要斩杀大量的二阶妖兽 才有可能实现 至于单纯的妖丹妖学 他要了有什么用 他不会炼丹 也不会化福 这些东西对他而言 只是一些可以留着日后碰到 需要的修士交换的物资罢了 想到到时猎杀妖兽 兑换各种宝物之后 实力大增的模样 许多修士就笑得很适当样 但是还没等他们快活多久 赵韩俊就泼下了一大盆冷水 诸位 现在还不是能够轻松的时候 虽然很不想说 但为了飘雪仙城的安危 我还是要把一个最新得到的情报告诉你们 却强行忍住了的康氏老祖康师傅 根据宪报 有一路妖兽大军的目标 正是我们飘雪仙城 带队的乃是十大四阶妖王手下的 一位三阶下品大鹏妖将 其不重之中 二阶妖兽多达百余之 一阶妖兽 恐有十万 什么 十万妖兵 三阶大鹏妖将 康师傅顿时傻眼 其他人也有心猛 十万一阶妖兵也就算了 飘雪仙城家族伶俐 再加上诸多散修 炼气竞修士的数量 同样也有七八万之多 就是百余之二阶妖兽 他们也同样可以已成抵挡 但这只三阶下品的大鹏妖将 他们却是根本无法抵挡 三阶下品的妖兽 还是实力凶悍的飞行 这玩意儿 可是能够力战人族 子府竞中期修士的存在 就算是此时雪氏的 子府老祖云游回来了 恐怕都够呛能挡得住 更何况他还不在 这 这可如何是好啊 数十位原本还在 冲紧着的铸鸡七修士 被赵寒俊泼下这盆冷水后 顿时没了刚才的从容淡定 全都挤得团团乱转 不就是只三阶下品的 飞行妖兽吗 看把你们吓得 香八老 就是香八老 至于这么紧张 正当众人愁眉苦脸的时候 烟雨楼外 忽然传来一个年轻男子 奸细的声音 官兄此言诧异 在这偏僻的地方 突然冒出来一只三阶妖将 他们没有直接吓到 弃城而逃 就已经很不错了 最起码 我个人还是很欣赏他们的 紧接着 外面又响起 另外一个男子的声音 两人一唱一鹤 看似寻常 但字里行间 却全是对飘雪仙城 诸多修士的冷嘲热讽 谁 是谁在外面大放厥词 暴脾气的雪哥 直接插着小蛮腰 对着门口吼道 其余等数十位 飘雪仙城境内的 助击妻修士 同样也被拉住了仇恨 均是一脸愤慨地 看向烟雨楼外声音 传来的方向 哟 两个衣冠楚楚的青年 和两个眼中金光闪闪的老者 信不跨入大厅 我倒是谁 原来只是两个练习九层的小败 众人神识一扫 最前面两个青年的境界 便了然于凶 之前差点和林依 交上手的马脸助击散修 顿时便吃笑道 嗯 哼 就在马脸散修灭笑之时 两个青年身后的老者 忽然双双一摆宽大的袖袍 一股惊人的威压 瞬间弥漫开来 登登登 两个老者的气势凶猛 而马脸散修又首当其冲 煞时被震得连连退后 不只是他 在场的数十位助击妻修士 除了躲在角落里的灵衣 依旧微然不动以外 其余人等 都被突如其来的强悍威压 给逼迫的身躯后仰 面色大变 竟然是两个助击后妻大修士 雪哥强自撑住自己的身体 与气力充满了惊讶 区区一个助击三层的垃圾 也敢对我家少主无礼 到底是谁给你的狗胆 一个助击后妻的老者 冷着脸立合道 上位者的气势 压得马脸散修 一屁股就坐在了地上 看见马脸散修的惨状 飘雪仙城 数十位助击修士的脸色 愈发难看 但即便如此 也没人敢替马脸散修出头 这两个助击后妻的老者 一看就知道 是两个青年的护卫 而能用助击后妻大修士当护卫的 背后的势力 最起码也得是 顶级子府先祖那样的存在 这里 可没人能惹得起他们 同为子府先祖第一天才的雪哥都不行 看见场面陷入了停滞 刚刚踏入大厅的两个青年 却是一人摇着一把折扇 勾起嘴角看起了戏 看上去潇洒至极 够了 关键 周涛 你们二人此行所来何意 就在局面越来越僵硬的时候 赵韩俊开口了 他显然是认识这两人 一口便倒破了两个青年的名字 韩俊 我们万里迢迢地 赶到这个鸟不拉屎的小城 什么心意你会不明白 韩俊 我们好不容易打听到 你在飘雪仙城 你看 我们立即就赶过来了 包括身后的两名助纪后期休士 也都是我们从各自的家族客亲供奉之中 千挑万选出来的 为的就是 过来之后 能够帮得上你的忙 俩人一看到成功 吸引了赵韩俊的注意 立即殷勤地说道 很明显 他们俩就是奔着赵韩俊来的 我知两位心意 但韩俊志在大道 无意寻找道理 再次奉劝两位一句 没必要再在我这里浪费时间了 赵韩俊看着俩人狂热的眼神 皱着柳眉 强忍着耐心解释道 这两人身后 都是顶级的子府先族 来头不小 并且也都扎根在赵氏先国的皇城之内 自从多年之前 在自己的铸鸡大会之上遇到之后 就对他发动了极其猛烈的攻势 就算是自己曾经数度明确地拒绝了他们 他们却依然还是坚持几件数年如一日 本想着 借着这次的考核顺带 也可以避开这两摩人精 谁能想到 他们居然还是跟了过来 这怎么能算是浪费时间呢 追你是我们自愿的 你不答应也没事 反正只要我们一直能陪在你身边看着你就好了 是不是啊 观兄 周涛收起折扇 摆出一副自以为很帅的造型 问向旁边的关键 啊对对对 周兄说得很对 我们不急 再等十年二十年都可以 而且 这不是兽朝将近吗 这次来 我们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和你一起抵挡兽朝 关键疯狂点头 看见二人从高冷的世家子弟 秒变舔狗 灵依的斗笠都忍不住笑到抖了抖 他猜测 这赵韩俊在赵氏皇族里面的身份地位 应该相当不低 要不然 仅凭一副绝世面容 是不可能让这两个连护卫都是驻击后期大修士的公子哥 如此上赶着捧铁的 赵韩俊也是无奈 看见二人滚刀肉的模样 再加上 他们还带着两个驻击后期的好手撑场面 自己也没能力驱逐 最后只能退后一步说道 如果只是过来帮忙守城杀妖的话 那我自然是拍手欢迎 多一个人也多一份力量 至于其他事 那就不要再说了 不说 绝对不说 我们本来就是来守城的 木老 快快收起你们的气势 要记住我们的敌人是妖兽 两人嘻嘻哈哈地应付着赵韩俊 同时又让身后的两个驻击后期老者 收起狂暴的气势 等两个大修士收起威压之后 烟雨楼中的气氛 这才轻松缓和了不少 但是还没等 众人松一口气 楼外忽然又传来修士 急匆匆的脚步声 行主 行主 最新献报 那三街妖将带领十万妖兵 已经聚集在城外的大荒之中 目标基本明确 就是咱们飘雪仙城 如果他们速度快的话 预计明天早上就能兵临城下 赵氏拍卖行员鉴定师赵磊 气喘吁吁地跑进了烟雨楼 说出了一句让众人如遭雷击的话 什么 他们怎么可能来得这么快 距离百年之期 可还有一个月的期限啊 众人明显被突如其来的消息 打得有些措手不及 灵异抖立下的嘴巴 也微微张了张 心中暗自庆幸不已 他没想到 自己前脚刚刚走出大荒 还没过几个时辰 那大鹏妖将 就已经带着十万妖兵 来到了他曾经走过的地方 好险 差点就踏马地撞脸上了 飘雪仙城南门城墙之上 灵异带着林玄兵和林玄星 正在赶往专门划分 给他们三人的防御阵地 由于妖兽大军实在来得太快 赵韩俊也无法再细致地 准备各种作战计划 只能先把所有炼器 中期以上的修士拉上城头 各自划分防御阵地 飘雪仙城共有四面城墙 每面绵延一千五百丈 也就是十里左右 绝对可以算得上是一座雄城 未免妖兽从四面攻城 所以东南西北 每一面城墙之上 都要安排好足够的人 城内共有106位铸鸡七修士 包括关键和周涛二人 所带的家族护卫在内 所有人都被赵韩俊 以修为的高低 分配到了四面城墙之上助手 其中 助击初期修士神石范围 普遍是100丈上下 所以 助击初期的修士 每个人大约都分配到了 50丈到80丈的防御阵地 在这块阵地之内 所有冲上来的妖兽 都归期斩杀 助击中期修士 相比助击初期修士 就要强了很多 安排的防御阵地 也都在100丈到200丈左右 至于数量极少的助击后期修士 则是作为机动队 哪里有支撑不住的迹象 就往哪里扑 城内还有七八万练器进的修士 但修为在练器中期以上 拥有战斗力的只有三万余 这些人基本上都被扑洒在四面城墙之上 是家族的就跟着家族老祖 是散修的就跟着散修之中的助击期修士 而零一三人 就被分配到了直面大荒的南城门之上 最靠近右边角落的一段300丈防御线 以表面上三个助击初期修士的战力 去申请 相当于四五个助击初期修士防御范围 零一还记得 他神识传音之时 是这么说的 毕竟南城门直面大荒 危险性要比其他三面城墙更高一些 他虽然希望零一能够带给自己惊喜 但零一却并不是他想象中的那个惊喜 不过零一却是摇摇头拒绝了他 最后只是多说了一句 你帮我把十家参战的修士 分配到我旁边就行了 其他的不需要 赵韩俊文言默默地点了点头 便没再说什么 天色渐渐擦黑 飘雪仙城的四面城墙之上 却灯火通明 数之不清的人族练器进修士 同样也是这波浪潮之中的一群鱼儿 正在随着十松年的步伐 赶往专属于他们的阵地 赶路的途中 十家的三长老 还特地跑到十松年旁边询问道 族长 您和那韩俊仙子是不是有什么渊源 要不然没道理 人家这么照顾咱们啊 乱说 我和那赵韩俊八竿子都打不着一起去 哪里来的渊源 十松年脚步微微一顿 扫着老脸呵斥的 那为什么明明知道 族长你已经是驻机中期修士了 还只给我们分配了一百张的防御阵地 我看别的驻机中期修士 最少都是一百五十张嘛 十家三长老继续低着头 小声嘀咕着 就你管得最多 范围小点不好吗 越小代表越安全 这场受潮来势汹汹 我情愿小点 这样 咱们身后的这些家族的未来 也能少死一些 十松年看着后面的百十位 十家炼器进修士 微微一探道 他也不知道 为什么赵韩俊会给他这个驻机中期修士 安排一百张的防御范围 不过这总归是件好事 到了 半竹箱后 响应并拥护赵韩俊号召的 十世仙族一百余人 终于赶到了目的地 十松年环顾一圈 周围的情况就了然于心 在他的左手边 刚刚来时就经过了 乃是一个不太熟悉的驻机仙族的防御阵地 其足中最强的 也就是个驻机二层的修士 而右手边 也就是这面城墙最角落的地方 则是孤零零地站着三个头戴斗笠的修士 咦 怎么和这三个人一起并肩作战了 左手边的人压根就没引起十松年的注意 倒是右手边的三个斗笠人 很是让十松年惊奇 不过他也没有贸然上去打招呼 而是直接盘膝坐下 开始继续修炼 战场之上局势瞬息万变 大家无亲无故的 指望别人还不如指望自己 有着搭话扯淡的功夫 还不如多修炼一会儿 增加一点自身的修为来的实在 大哥 你为什么要让我们多帮衬一点隔壁的家族呢 十松年的另一边 林玄星有些疑惑的神识传音给林一 刚刚十松年等人到的时候 林一忽然给他和林玄兵神识传音 告知他们俩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多关照一些隔壁的修士 这句话立即就勾起了林玄星的好奇心 听到林玄星的疑惑 林一微微笑了笑道 不为什么 只因为这个家族姓时 乃是我们林家第一个附属家族 能帮就帮一把吧 哦 原来这些人就是燕燕姐 他们原来所在的家族啊 林玄星恍然 这次出道 华林雅性格稳重 就被林一留下来 和林玄灵搭档手倒了 石云云和石燕燕两姐妹 兵临突破 也没出来 至于石小虎 她还早 不谈也罢 等到林玄兵同样问起原由时 林一同样再次叙述了一遍 这下好了 两人看向隔壁的眼神都变了 好在有斗力阻挡 石家众人也没发现什么端倪 不过要是被这些人知道 隔壁还有三个驻机器修士 在关注着他们 并且等战争爆发的时候 还会适当地对他们施以援手 心里估计会安全感爆棚 大哥 你说这寿潮什么时候 才会到啊 等到夕阳西下 夜幕彻底降临的时候 欣赏了半天日落的林玄星 忍不住小声地问道 等到天色渐明 晨光破晓 应该也就差不多了 林一懒洋洋已靠在墙壁之上 眯着眼睛 看着繁星点点的一界星空 语气中 全是对于明天的期待 以四面城墙石城时来计算 飘雪仙城的总面积 足有上百里 这百里大的城池 自然是没有阵法笼罩的 如果想要庇护住 这么大一座城池 没有四阶以上的大阵 根本就不可能 不过虽然没有阵法护佑 但飘雪仙城厚重高尖的墙体 勉强也算是一道天险了 除非是飞禽妖兽 否则面对数十丈高 厚度也极其可观的城墙 三阶以下的妖兽 想要翻阅 难度很大 更别说城头之上 还有人族修士施法阻挡了 所以 兽朝虽然听上去非常的凶猛 但登上了四面城墙之上的修士 心中还是微微镇定了些许 反正就目前来看的话 飘雪仙城最该头疼的 应该就是 那只三阶下品的大鹏妖将了 只要有手段可以拖住此疗 仙城的伤亡就不会太大 那 在雪氏仙祖子府老祖未回的情况之下 飘雪仙城 还有办法阻拦堪比人类子府近修士的 三阶妖将吗 本来是没有的 但现在有了 事业 深业 飘雪仙城烟雨楼之中 如今城内所有的住击后期修士 都已经被赵涵骏召集于此 有关剑舟涛二人 带来的两位住击九层大修士 也有子府仙祖雪氏的两位住击九层 一位住击七层 共计三位住击后期修士 有张氏仙祖 三位住击后期修士 其中两名住击七层 一名住击八层 有王氏仙祖 一位住击七层的修士 有徐氏仙祖 一位住击八层修士 散修之中的住击后期修士 也有三名 分别是这名女修曼华仙子 以及凶名赫赫的双生子散修 住员 住击两个住击七层的后期修士 若是全部加起来的话 那就是足足十三位住击后期修士 当然 已经陨落的雷兆江 本来也该在此列之中的 但却被雷氏目前仅剩的一个住击老祖 推托强行解释 说雷兆江正在避死关 故而暂时出通知不道 雷兆江陨落一事 他是万万不可能透露出去的 要不然 本就已经处在风雨飘摇之际的雷家 将会更加支离破碎 此番单独召见诸位前来 为的就是商议 如何对付那只大鹏妖将 不挡住此妖 飘雪仙城 便会一直处在摇摇欲坠之境 烟雨楼的大厅之中 赵寒俊依然还是 那身纯白长裙 面折血丝沙金 高冷的立于十几个 全部都在住击后期境界的大修士之中 虽然修为低了些 但气势却是丝毫不弱 身具肇事皇族血脉 又长得美若天仙 让他天生就有一种凝聚力和领导力 在座的十几个修士 每个都比他修为深境界高 但却下意识地都愿意受其指挥 这不仅仅是其身份的原因 同样也是人格魅力出类拔萃的展现 韩俊仙子说得没错 只是此妖一听名号就知道 是属于非常难缠的那种 本来普通的三阶下屏妖将 就已经很凶悍了 拥有急速的大鹏妖兽 那就更是难以揣测 想要对付他 难 难啊 雪氏的一位住击七老祖 忍不住苦着脸叹息道 别看他们 这里有足足十几位住击后期修士 乍一看 好像很牛逼很强 实则不然 见识过子府境修士恐怖手段的雪氏 住击老祖知道 就他们这十几号人 只要那大鹏妖将阵翅打上一个来回 说不得就会有数人直接受伤 住击后期修士 和三阶下屏的飞禽妖兽之间的差距 实在太大了 堪比对上一位人族子府境中期的修士 听了雪氏住击七老祖的话 其余人也都是愈发沉默 显然是和雪氏住击老祖一样 秉持着并不乐观的态度 就连赵韩俊的眉头都有些打结 显然是知道 三阶下屏的飞禽妖兽有多厉害 慌什么慌 好歹也是一群住击后期修士 这么容易就怂了 就在气氛有些尬住的时候 关键的声音突然响起 立即引得众人看去 见他先是不懈地扫尸了一圈 紧接着伸手拍了拍腰间楚无怠 一卷画轴顿时出现在骑掌中 一旁的周涛见状 立即充当了解说员 满脸高傲的大声说道 慈宝乃是关凶特意从家里偷 拿出来的 乃是一卷三阶一宝 斩妖阵图 有了他 再加上场中的十几个住击后期修士 区区一只三阶下品的 妖匠不足为惧 本来以周涛和关键的修为 是不足以位列这次会议的 但架不住人家出身好啊 两个住击九层的大修士 是他们的保镖 现如今 既然是召集住击后期以上的修士意识 总不能光请保镖 不请主子吧 所以 二人也就这么魄力地 站在了大厅之中旁听 真的假的 就这一卷画轴 能顶什么用 双胞胎住击后 散修中的弟弟祝方 有些不幸地上下审视着关键 对他的画池 严重怀疑的态度 镇图 这是镇图 比高阶镇盘还要稀有 还要强大的宝物 不是画轴 关键看见 居然有人怀疑自家的宝贝 顿时有些气急败坏 心中直骂 驻方图老帽 早就听闻 观世仙族之中 有一件一宝名为斩妖阵图 此宝一旦展开 可以吸收最少数位 最多数十位同阶修士的真元 转化为一道更加高阶的力量 通过阵图 在反补进每一位修士的身体之内 让每一个修士 都拥有远超自身的实力与敌对战 没想到 今日居然能够有幸得见 赵涵俊颇感惊讶地 看着关键手中的斩妖阵图 真有可以抵挡三阶下品妖将的宝物 看见赵涵俊 一副如释重负的模样 场中众多助击后期修士 军士再次认真地打量起了 关键手中的阵图宝物 看见十几刀目光射来 自觉大出风头的关键 得意洋洋地一把 将斩妖阵图递给赵涵俊 随后便用非常深情的语气说道 韩俊 我早和你说过了 此番前来 就是为了助你一臂之力的 为了你 我什么都愿意做 这 关键的突如其来的举动 让赵涵俊有些不知所措 在这件事情上面 略训了一筹的周涛 立即揭察道 可嗨嗨 关兄 阵图虽好 但也要演练配合 才能发挥威力 我想 此时还不是说这些话的时候 寿朝就要到了 时间紧任务重 还是抓紧让大家熟悉熟悉 如何利用阵图作战吧 他俩虽然是一同前来 但同样也是竞争对手 在大家的追求进度都一样的时候 自然是表面融洽的不得了 但只要对方的进度超过了自己 那肯定是要下脚半一半的 整个赵氏先国境内 能让他们巴巴往上贴的 统领与修 没有多少 而赵涵俊在这些人里面 各方面 无疑全部都是佼佼者 这么优秀的道理 岂容你那么轻易得手 飘雪仙城 见成立三万年整 天色刚蒙蒙亮 这一日注定不平凡 因为百年一度的兽朝和往界不同 这次竟然提前了整整一个月 就冲出了大荒 无数的妖兽 借着时间差 开始疯狂肆虐在 人族亿万先辈 千辛万苦打拼出来的 九州大地之上 而赵氏先国 方圆数十万里的所有势力 同样也没能避过这一截 例如飘雪仙城 此刻四面城墙之上 就有数万修士 正在严阵以待 尤其是直面大荒的 南门城墙之上 气氛极其压抑 在这面城墙之上 万余修士的目光尽头 云层早已变得乌黑低垂 漫天的烟尘喧嚣直上 在十万只妖兽的冲击之下 几乎形成了一道 巨型龙卷风 好大的阵势 比一百年前震撼多了 这次的寿潮 还真的和以往不太一样 南门最右侧的一段 防御阵地之上 石松年点着脚眺望远方 嘴里情不自禁地 喃喃自语道 他曾有幸参加过 百年之前的那一次 大荒寿潮 那时候的他 刚好抵达炼器四层 有了参战的资格 其实目前 飘雪仙城之内的 这些驻姬七以上的修士 有一大半 都是百岁以上的年龄 参加过上一次寿潮的 更是不知反几 可能唯一有些不同的 就是 上一次指挥全城修士作战的 并不是那一届 肇事拍卖行的行主 而是雪氏仙族的子府老祖了 是啊 百年之前来袭的妖兽数量 恐怕连如今的一半都不到 也没有三阶下品的妖将 最强的 不过就是十至二阶上品的妖兽 就算是这样 那一战 我们在子府老祖的带领下 将近三万的修士 还是死伤了足足数千名 也不知道这次的寿潮 会死伤多少人 石氏仙族的左侧 那名驻姬二层的家族修士 同样有些悲观地叹息着 大哥 这妖兽数量 好像确实有点多啊 咱们能挡得住吗 林玄斌听了两个老头子的唏嘘 到底还是年轻 心中有些发慌的问道 那边的灵依还没说话 林玄星就习惯性地对起来了 三哥 不是我说你 你好歹也是个驻姬七修士 怎么比那些练气七修士还胆小 林玄斌瞄了一眼 最靠近他们的石家练气竟修士 发现大多数人 的确如林玄星所言 虽然面色凝重 眉头紧锁 但士气还算充足 没有半点畏惧的意思 相较而言 他这个已经走在前头的 珠基七修士 倒是显得确实有些丢份了 七妹你别胡说 我哪怕了 有大哥在 我有什么好怕的 林玄斌连忙扯皮 顺带还搬出了 林一这尊制胜法宝 直接堵住了林玄星 还要接着对的小嘴 哼 待会看你表现 光说可不行 好了 都把法器准备好 给你们的服务和丹药 也都放在除物袋里 最显眼的地方 妖兽就快过来了 林一收起一只外放的 神石之力 提醒二人道 同一时间 飘雪仙城之内 也响起了震天的战鼓声 略微提升一些士气的同时 也代表着兽朝将至 一场恶战即将来临 咚咚咚 随着时间的推移 兽朝之中的情况 也渐渐明朗 十万只妖兽 以万为单位 分成了整整十个方阵 每个方阵中间 都有最起码 十几只二阶妖兽压阵 这么粗略一扫 兽朝之中的二阶妖兽 就足有一百多将近二百只 这可比飘雪仙城 这边的人足助击修饰多多了 情况不是很妙啊 林一看着铺天盖地的兽朝 又对比了一下 双方实力悬殊的高端战力 不由得暗暗地 开始替飘雪仙城担心了起来 不过他很快就没时间 飞剑欲要寄出去的时候 十个妖兽方阵 突然又开始进行迂回运动 他们有六个方阵绕过南门 将整座飘雪仙城 都给团团包围了起来 如此 除了飘雪仙城南门之前 有四个方阵以外 剩下的三个城门 都是两个方阵 按照一个方阵 一万妖兽的数量来算 东西北三个城门 分别要面临两万只妖兽的进攻 而南门则是双倍四万只 将整座飘雪仙城 都彻底包围起来之后 妖兽大军这才从容不迫地 派出了大量的一阶下品 炮灰妖兽 开始试探性的工程 南城门这边 第一波只有三千多只 一阶中下品的妖兽工程 分配到我们这三百丈 防御阵地的也就几百只 威胁性太小 就由你们俩练练手吧 切记不要浪费太多的真援 灵仪对冲过来的 数千只炮灰妖兽 一点兴趣都没有 杀这种炮灰 只会平白浪费他的真援 估计那大鹏妖将 也是这么想的 对着城下 向着他们三人防守范围 杀来的数百只妖兽 就丢了出去 妖兽体型基本上都偏大 数百只妖兽聚在一起 更是压根不存在 打不中的可能 林玄冰和林玄星二人 更是筑机七休士 百丈之内 足以预示飞剑纵横来去 只是一个照面 两柄飞剑就直接穿杀了 十几头妖兽 同时 随着二人的出手 四面城墙之上 也像是吹响了防御战的号角 一时间各种五颜六色 七彩缤纷的法术 铺满了飘雪仙城附近的天空 飞剑 长刀 葫芦 玉瓶 盾牌 大顶 长脊 细针 长灵 香炮等等 各种乱七八糟的法器 也都纷纷朝着妖兽们的身上 打了过去 啊 好好好 嘰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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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嘰 妖兽们丝毫不知道 他们从冲上来的那一刻 就已经被抛弃了 面对数倍于他们的人族修饰 他们的下场只有一个 那就是死亡 而他们所能造成的价值 也就是消耗一些四面守城修饰的法力 与真缘了 仅仅一个时辰不到 四面城墙之下冲过来的炮灰妖兽 就已经死伤殆尽 林玄星和林玄斌二人 杀完最后一只妖兽之后 也是不停地扶着城墙喘着粗气 明显是累着了 不要傻愣着 抓紧坐下服用复原单 恢复真缘 这是妖兽的天游战术 第二波攻势很快就要来了 而且远比第一波凶险 林玄捏着嗓子冷喝一声 足足小半个南边城墙 都听到了她的话 有人听了不以为意 继续沉浸在首战告捷的喜悦之中 和朋友 和亲友垂天谈地 有人听了恍然大悟 立即服用丹药 盘膝坐下 恢复法力与体力 但是 很快那些不以为意的人 脸色就变了 因为真就如林玄所说的那样 妖兽第二波的攻势 很快就来了 并且这次还是整整一个方阵 足足万只妖兽 这大鹏妖将 不愧是三阶下屏的妖将 智力已经颇为不凡 天游战术 虽然通常都是战场大计 但用在这里 却是妙用无穷 林玄看着城下 再度凶猛冲来的一个妖兽方阵 心中对那大鹏妖将的警惕性 忍不住又拔高了一层 在对数十丈高大的城墙 进行攻坚战时 利用从小到大 从少到多 不间断地连续攻势 极易让守城 一方的人族修饰 产生疲劳 法力恢复不及时 警惕性降低等各种负面情况 而妖兽一方 因为掌控着主动攻击权 想什么时候 攻就什么时候攻 想什么时候撤就什么时候撤 只需要几次车轮战滚一下 疲惫不堪 法力消耗过剧 来不及补充的飘雪仙城 一方守城修饰 几乎就将面临无力再战的窘境 偏偏人族修饰这一方的数量 本就占了劣势 也不太好调整战术轮流休息恢复 因为那样面对数倍余己的妖兽 极有可能会直接支撑不住 现在就希望赵寒俊他们能想到办法 破解妖兽的连环车轮战了 只要能缓过一两轮 这天游战术就不好使了 灵依看着前方铺天盖地袭来的上万只妖兽 上凭法器飞剑已经被他悄悄取了出来 此时 距离灵依他们一千多丈的南城墙中间防御阵地 赵寒俊和十三名驻击后期修士 以及主凭蒲贵的周涛关键二人 正在静静地凝望着越来越近的滔天烟尘 也难以寻到有效的办法去组织破坏 想想看也是 四面城墙每个方向冲过来一万只妖兽 总计得有四万只妖兽 这波攻击飘雪仙城的重修士 能抗肯定是能扛下来 但挡住之后 四面城墙之上必定消耗甚大 若是此时 妖兽不间断地发动第三轮冲击 众人恐怕就无力抵挡了 妖兽可能只需要几个冲锋 就能彻底杀进飘雪仙城 必须要准备一种手段 用来抵消遏制妖兽大军第三波攻势 为所有人赢得一段宝贵的恢复时间 而且必须得是消耗法力 和真元非常少的方法才行 什么宝物基本上不需要消耗法力 威力又还算可观 数量又足够妖兽们吃一壶的呢 赵韩俊鸣思苦想 绞尽脑汁 一直到第二波战斗打响之后 他眼角的余光 恰巧看到一名修士 打出几张符路进行防御之时 才惊叫一声 有了 我想到办法了 哦 韩俊仙子有何妙计 有修士立即问道 其他人也都各自停下思绪 静静地看着一副 非常笃定自信模样的赵韩俊 符路 只有符路几乎不怎么需要什么法力 就可以催动 并且一阶中品以上的符路威力 也都还算可以 最起码可以伤到同级别的一阶中品妖兽 多来几张 甚至可以治残 乃至直接打死 甚至于每个练习后期以上的修士 哪个都理不装几张一阶中上品符路 作为应急手段的 我建议立即征用全程所有的符路 包括那些店铺和修士身上的符路 当然 我们也不是白白征用 凡是提供符路的修士或者店铺 一律记录在案 等兽朝退去之后 收减妖兽尸体的时候 按照提供符路的数量和等阶 优先并多分配一些 以做补偿便是 赵韩俊一谈到正式 整个人身上的冰冷气息都消散了几分 当然 这也有可能是他一次性说了太多话的原因造成的假象 符路 用全程的符路去拼掉下一波的妖兽进攻 以换取一段极为宝贵的恢复时间 老夫看行 徐家的助击后期修士持赞同意见 全程数万修士 就算是平均每个人身上只有三四张符路 加上城内的那些受符制符店铺的话 凑个数十万张的符路应该不难 倒是可以一试 三位张家的助击后期老祖 其中一个也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我觉得可以 同意 复义 善 此法最终全票通过 很快 十三名助击后期修士就兵分两路 一小半的人去了城内搜刮那些店铺去了 一大半的人则是在四面城墙之上四处支援 每走到一处 就把吉福之士通知到了那块防御阵地的助击漆 以及炼器漆修士 听到有补偿 优先多分配一些东西的时候 大家也没什么抵触的心态 纷纷抽空扔出了自己身上的一些存货 这三万多修士里面 身上基本上装的都是一阶中品的符路较多 一阶上品和二阶的符路非常稀少 有些人也并不舍得全掏 所以虽然行动很是顺利 但等四面城墙上所有的修士 全部征兆完毕之后 最后只收到九万多张 不到十万张的攻击符路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的赵韩俊 脸色并不是很好 因为他知道 绝大多数人肯定还是藏了一手 不过他也能理解 没人愿意把自己的家底 全部投入到战争之中 所以只能暗自等待城内店铺方面的消息 在南边城墙之上 帮忙狙杀了几只一街妖兽之后 去搜刮城内店铺的数个住机后期修士 这才姗姗来迟 韩俊仙子 好消息 好消息啊 我们在城内一个名为万福格的店铺之中 弄来了足足六万张一街中上品的符路 其余几家同样经营符路生意的店铺 就没那么多符路存货了 加起来还比不上那万福格 只有五万张 所有店铺加起来一共是十一万出头 十一万 如果再加上从四面城墙上征集到的九万 那就足有二十万张 就算是平均分配到四个方向的城门 那也有足足五万张符路 以一个妖兽方阵一万只妖兽 作为行动准则的话 一面城墙分配到五万张 那几乎每一只妖兽 都要面临着五张符路以上的绞杀 够了 足够了 赵韩俊胸有成竹地说道 他仿佛已经看到了万福齐发 妖兽们被杀到尸横遍野的盛况了 说起来 这二十万张符路里面 林玄斌和林玄星俩人 还支持了十张一阶上品符路呢 这些一阶上品符路都是 林玄星和林玄兵二人手里的 也足有二三十张了 所以 一个人掏出五张 他们倒也不心疼 毕竟过来收集符路的助击修士都说了 凡是提供符路的账后 都会有补偿 不会让大家吃亏 大哥 你说他们收集这么多符路是要干什么 林玄兵有些吃力的玉石飞剑 竟直洞穿一只一阶上品巨熊妖兽的脑袋 瞧见巨熊的身躯轰的一声倒下之后 立即抹了把头上渗出的汗水 有些疲惫地看向林玉 他斩杀的第五十六只妖兽了 其中大半都是一阶中下品的妖兽 像这样的一阶上品妖兽 他一共才杀了三头 每一头都杀得非常吃力 旁边林玄星的战绩和他差不多 不过在猎杀的一阶上品的妖兽上面 数量却是比他多了一只 这时候就能看出来 三灵根和四灵根之间的差距了 林玄星不但修为是后来者居上 就连战斗力也明显超出了林玄兵一截 集齐全城所有一次性服录 用来抵消妖兽第三波攻势 飞剑在城下拥挤的兽巢里 串起一片腥风血雨 只是说一句话的功夫 十几只妖兽就已经污液着 躺在血泊之中 十万只妖兽分散到四个城门同时进攻 有利有弊 例在此举同样也可以分散人族修士的战力 让飘雪先成的三万余修士 没有换班接替作战的能力 只能把全部兵力都摆出来 续航能力大大缩减 必在己方的持续作战能力 也跟着急剧下降 就拿南城门来说 虽然陈兵四万 但一轮攻击就是一个方阵集团冲锋 四万妖兵最多也就只能冲击四轮 虽然每一轮都只是会损耗个小几千妖兵 但四轮下来最多也就只剩下三万的残兵了 陈兵四万的南门尚且如 此东西北三面均是只有两万妖兵 那就更是冲不了几轮了 了不得三轮就会掩其息骨 俗话说一而再 再而三 三而解 三轮之后再冲杀的话 效果就远远不如之前了 这也就是零一等高阶修士 一直在思考 只要挡住的妖兽军团 一开始的这凶猛的三板斧 飘雪仙城就不会轻易告破的原因 如今南城门的战斗已经进行到第二轮 第一轮数千只炮灰妖兽试探性的工程 早已经被铺天盖地的法术和法器 碾成了古山血河 第二轮的战斗正进行的如火如荼 零一解答了林玄冰的问题之后 就不再分神 一柄上品法器飞剑被他用的如臂之时 南城门最右侧的三百丈防御阵线范围内 足有近千只妖兽冲阵 其中更是有上百只一阶上品妖兽 两只二阶下品的妖兽 但这么庞大的妖兽阵容 竟没有一只妖兽 可以冲击到零一三人城墙之下 五十丈之内的区域 每一只妖兽 只要刚刚踏入到城下三百丈的区域 就会被零一的飞剑钉上 直接绞杀 只有少量的漏网之余 才会出现在林玄星和林玄冰的神石范围之内 然后被二人联手灭杀在五十丈以外 而就算是这些漏网之余 林玄星和林玄冰两人打得也颇为吃力 毕竟还是吃了刚刚晋升助击期和经验不足的亏 不过这一幕在旁边的石家一百多名修士看来 可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要知道 此时他们所在的一百丈防御阵地范围内 妖兽早已经冲到了他们的眼皮子底下 跟着他们互相对射着各种五颜六色的法术 虽然凭着头脑和地力 往往妖兽的死伤率是他们的数倍乃至十倍 但这样的情况持续了一段时间后 石家百余修士还是死了好几个 伤了十几个 就这 情况都已经算好的了 隔壁的家族百戏之前 当当差点被一群善于攀爬的猿猴妖兽给强行登上了城墙 他们家族的铸鸡二层老祖 则是被一只二阶下品妖兽给拖住了全部精力 压根无法出手 还好石松年见状不对 害怕隔壁沦陷影响了石家的防线 皱着眉头给搭了把手 要不然 此刻那群猿猴妖兽早已上了城墙大沙特杀了 不过这也不是特例 像石家隔壁那样的情况 如今在四面城墙之上到处都在上演着 毕竟各个家族有强有弱 妖兽之间也是同样如此 如果恰好有一段防御阵地之上 人族修士力量薄弱 最强者只是个铸鸡一层的修士的话 冲上来的妖兽实力却颇为强盛 乃是二阶中期的话 那么就算是有城墙作为天险阻挡 局势同样也会一边倒 好在每每到最后关头 都会有相邻的铸鸡修士 或是13名负责茶缺补漏的铸鸡后期大修士 出手化解危机 所以万寿攻城 虽然造成了一些慌乱和伤亡 但总体来说 目前的局势还算稳定 先程并没有要覆灭的迹象 不过战斗到如今这个地步 灵依却是有些不耐烦了 他目前所在的防线之前 近千只妖兽 早已经被他一人就斩杀了三分之一 也就是三百余只 这其中全部都是一阶下中上品的妖兽 连一只二阶妖兽都没有 这一千只妖兽里面 就两只灰狼是二阶下品 但这俩狼仔子 竟然一直猥琐在兽群大部队之后 兜着圈子硬实不过来 其实 妖兽突破二阶之后 只要不是一些特殊的种族 基本上灵智都能达到五六岁孩子左右 已经懂得一些最基本的趋级避凶了 这两只灰狼 刚刚过来的时候 是想冲上城墙 痛杀饱腹一顿的 但是数百帐外 那个带着斗笠的人族修士 只用一剑就斩破了他们的胆狼 让他们半天都没敢随着兽群冲阵 那一剑 直接把五六只一阶上品妖兽 和十几只一阶中品妖兽 开膛破肚 送入了畜生道继续轮回 妖兽之中 最狡猾 最阴狠 数量最为庞大的族群 必有狼的一席之地 无论是灰狼青狼 白狼黑狼冰狼 只要是狼 就都是极为谨慎的 处在灵一阵线之前的 正是这么两只二阶下品的 灰狼妖兽 这两只灰狼 见识了灵一的飞剑锋芒 竟然眼睁睁地看着手下损失过半 也不愿意冲上来 和灵一斗上一场 所以灵一急了 他此番前来帮忙守城 可不是为了杀一些 价值不大的一阶妖兽的 他的目标 是那些二阶以上的妖兽 想要从赵国皇室宝库里面 搞到一些好东西 没有几颗二阶妖兽 身体里面最直签的妖单 怎么能行 你们两个在这继续守着 我下去一趟 灵一对着灵玄星和灵玄兵 两人招呼一声 不等二人反应过来 人就已经舒展着双臂 跃下了数十丈高的城墙 大哥 灵玄兵忍不住尖叫一声 你好什么好 大哥既然赶下去 自然就有手段再回来 安心杀你的妖兽 灵玄星在旁边无语地称怪道 你说得也对哦 灵玄兵后知后觉地拍了拍脑壳 随即继续扑入 斩杀妖兽的浪潮之中 灵一的异常动作 除了灵玄兴和灵玄兵以外 也就隔壁的石家 众人看到了 炼气劲的石家修士 自然是没什么发言权 只能在心里按道几声卧槽 就继续沉浸在 妖兽大军疯狂的冲击之中 唯有几个石家长老 和驻击中期的石松年 才有余力关注着冲出防御阵地 正在火速接近 妖兽族群的那道身影 族长 此人是疯了吗 石家几位长老纷纷则舌 这是他们看到的 第一个逆向反杀妖兽大军的修士 不 恰恰相反 敢这么做的人 要么是狂妄自大出出茅庐的新手 要么是对自己实力 充满了自信的高手 依你们看 他像前一种吗 石松年一边控制飞剑 压制着城下的二阶下品妖狐 一边向着旁边的几位 石家长老反问道 几个石家长老顿时沉默 他们又不是瞎子 右侧的三个斗笠修士 都快把他们防御阵地之前的 冲来的近千只妖兽 给杀了一半了 怎么可能是新手 甚至于 由于右侧这三个斗笠修士的实力太强 导致他们城下的土地有些空旷 属于他们石家这边的一些妖兽 还会经常流传到右侧 然后被轻易斩杀 间接性地缓解了石家这一百丈防御线的压力 此人也不知道 究竟是何方神圣 不过既然分配到了我们石家的旁边 也算是我们石家运气好 石家三长老 收回被一只妖兽科飞的法器飞剑 黑笑着说道 老三这句话说得还算中听 碰到这样的邻居 绝对是我们石家走运了 要是都像我们左手边这样的家族 恐怕现在 咱们石家的伤亡早就海了去了 石松年忍不住称赞了三长老一句 但是下一刻 他的脸色便忽然一凝 什么情况 只见原本和他已经斗了数十个回合的 二阶下品狐妖 突然极其诡异地停下了动作 任由他的飞剑 卸掉了一条狐尾 啪击 破 就在他的飞剑 透过妖狐胳膊的时候 足有水桶大的狐狸脑 脑袋也咕噜咕噜地滚落到地上 脖梗之间的热血 像喷泉一样涌出来 正在石松年疑惑的时候 一个头戴斗笠的修士 已经落在二阶下品妖狐的尸体旁边 一件掀开妖狐的头盖骨 取出了一颗闪闪发光的妖单 正是灵依 就在刚刚 他一跃下城墙 就已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直接强杀了那两只二阶下品的妖狼 区区二阶下品的妖兽 被他盯上之后 压根就没有还手之力 本来两只灰狼看见灵依跳下来 还想逃跑来着 但他们的速度 如何比得过灵依的飞剑 更何况 灵依还亲自跳了下来 为的就是 防止这两只紧剩过了头的灰狼跑掉 他轻松在百兽丛中 砍下了两只灰狼的脑袋 并且还挖出了二阶妖兽身上 最值钱的妖单 之后看见石松年 还在和那只已经打了数十个回合的妖狐激斗 想也没想 顺手就从妖狐的背后 给了他一剑 一直能够和助击四层修士交战半天 只是略微落入了下风的二阶下品妖兽 就这么稀里糊涂地惨死在灵依手中 三颗二阶下品的妖单 这才对吗 杀那些一阶妖兽 都快杀兔了 灵依收好斩获的第三颗二阶下品妖单 满意地嘀咕了一句 等灵依收起妖狐的尸体 踩着飞剑 重新回返城墙之上的时候 石松年立即神识传音道 感谢道友出手相助 道友手段惊人 实在是令人佩服 石松年此刻还不知道 斗力修士乃是灵依 所以极为客气地感谢道 毕竟如果灵依不出手 他想要拿下那只二阶妖狐 虽然也可以 但耗时肯定非常的久 有这被拖着的功夫 说不定石家修士又要伤亡好些 所以他打心眼里 是感谢斗力修士的 而不是恨斗力修士 抢了自己的对手和妖单 无妨 举手之劳罢了 灵依压着嗓音回道 他暂时还不想让石松年知道 也不知道是不是灵依的强势反击 接连击杀了三只二阶下品妖兽 产生了某种连锁反应 没过多久 四个城门的第二轮兽巢攻势 渐渐呈现疲态 半个时辰之后 南门这边的兽巢 率先停下了继续进攻 在几头高阶妖兽的命令下 留下了数千只同伴的尸体之后 就开始进行有序的撤退 剩下的东西北三面城墙之下的妖兽大军 也紧随其后 各自丢下了一部分尸体 开始匆匆撤退 很显然 那只大鹏妖将见此情况已经知道 仅靠两轮兽巢 是不可能攻下这飘雪仙城了 于是也就不再愿意白白消耗兵力 妖兽大军虽然有浩荡十万之重 是飘雪仙城一方 守城修士数量的三倍还多 但也没有平白浪费的道理 不得不说 三阶下品的妖兽的确不好对付 这要换作二阶上品的妖兽 可能到手下妖兵打光拼光了 也不一定会撤 等妖兽撤得远了 四面城门之上的修士 呼啦啦的 全部争先恐后的跳下了城墙 这都是抓紧时间去抢收获的 妖兽的这二轮攻势加起来 在飘雪仙城四面城墙之下 丢了不下两万的尸体 而攻势最为凶猛的南城门更是惨烈 死在南门的妖兽两轮加起来 绝对有八千之数 当然了 人类这一方同样损失不小 虽然还没统计 但被零一三人暗中照顾 损失堪称最小的石家 都折损了将近五分之一的人手 其他的一些防御阵碟 就更不用说了 走吧 你们也下去收拾一下 记住 那些一阶下品的妖兽尸体 就不用管了 价值太小 一阶中品的 能不管也不要管 主要先收拾一阶上品的 赶那些值钱的皮毛 和炼器材料先收拾 零一叮嘱完弟弟妹妹 看着二人兴冲冲地跃下城墙 自己也抖了斗楚无怠 将三只二阶下品妖兽的尸体 放出来 开始鼓道了起来 二阶下品的妖狐和妖狼皮毛 是制作一阶上品符露 和二阶下品符露的上好材料 妖血同样是 灰制符露不可或缺的东西 牙齿和爪子 可以用来炼器 遇到厉害的炼器师 炼制出两三把上品的法器 不成问题 这些材料的价值 虽然比不上凝聚了 妖兽一身精华和修为的妖单 但也还算可观 当然了 促使零一做这种粗活的 还是因为惦记 肇事皇族之中的奖励 战场之上斩杀的 妖兽身上的各种材料 都是可以计算总价值 兑换宝物的 要不然 以灵一家里灵石矿的富有程度 何至于做这种事情 原先从大荒丛林之中过来时 他杀了三只二阶下品的妖狼 也就只取了三颗价值最高的 妖狼内单而已 等妖兽再度聚集 欲要发动第三轮猛攻的时候 南门最右侧的城墙之上 林玄冰和林玄星 也已经各自抱着自己 鼓鼓囊囊的储物袋飞回来了 三人在城墙上微微一统计 发现这两轮兽巢过去 他们三人一共阻杀了 将近七八百只各种等级的妖兽 收获了一大堆 一阶上品妖兽身上的灵爪 初步估计可以练制出 数十柄中品法器 还有一阶上品妖兽的皮毛若干 卖给制作师扣掉失败率的话 最起码还可以练制出 上百张一阶上品的服录 当然了 最最珍贵的 还是林玄斩杀的那三头二阶下品 妖兽身上的皮毛材料和腰单 大哥 第三轮兽巢快冲过来了 咱们赶紧服用丹药 拿几块灵石 恢复些真元吧 要不然 待会怕是要撑不住 林玄斌看着林一孩 在那收拾那几只二阶妖兽身上的东西 顿时有些急了 这眼看着妖兽大军第三轮攻势 已经凶猛冲来 来得同样还是一整个方阵 足足万只妖兽 不恢复一些法力真元 如何能行 这回林玄星罕见的没有对林玄斌 反而是同样劝说道 大哥 三哥这次说的有道理 你虽实力强劲 但我们前方足有四个妖兽方阵 就算是冲一轮会损耗五千妖兵 他们也足以杀上八回 这二阶妖兽身上的材料虽然珍贵 但毕竟什么时候都可以分解 咱们还是先恢复一些真元比较好 不怪林玄星这么说 南城墙这边的情况 与其他三门很不一样 其他三个方向只有两万妖兽陈兵攻城 如今两轮攻势过去 最多还剩下一万二三的战力 再来一轮 肯定就要上二阶以上的主力了 但飘雪仙城的南门这边 却是足足成了四万 整整四个方阵的妖兵 无疑 这里就是大鹏妖将选择的主攻方向 作为压力最大 伤亡最大的一面城墙 绝对不是三四轮战斗就会结束的 自然是能多恢复一点真元 就恢复一点的好 但 灵异会不知道这个道理吗 只见他拍拍手收起 还没完全收拾干净的 三只二阶下品妖兽的尸体 眸光微微一转 示意二人看向城内的方向 我之前猜的没错 妖兽的第三次攻城 恐怕是要吃个大亏了 而且 这次我们完全用不着消耗体内的真元 灵弦星和灵弦兵 下意识顺着灵异的目光看了过去 只见城中忽然出现了一群 大概百余位的统一制服式样的侍女 他们一经出现 就闷头向着四面城墙跑去 这些侍女们 人人端着一个托盘 托盘里面 则是一叠叠一答答的符纸 这么多符络 二人瞧见几个 向着他们这边跑过来的侍女 托盘上少说 都摆着十几二十打 足足一千多 甚至是两千张的各种符络 在零一三人看向城内的时候 其余四面城墙之上 也有许多神石之力 强大的助击七修士 发现了城中的异常 等他们扭头观望 看见一名名粉群 侍女手中捧着的巨量符络之时 同样也是吓了一大跳 虽然也有聪明人知道 之前十几位助击后期的大修士 在征收全城修士身上的符络士 为了集中在一起 很快一群侍女就跑到了南城门之上 开始分发符络 而此时 南门之下冲杀过来的第三轮妖兽大军 也已经接替第二轮撤下的数千残妖 抵近城墙之下近千丈的地方 林依瞅了瞅手中刚刚发到的 七张一阶中品的符络 斗笠下的脸颊 蹬得很紧 林玄星和林玄斌二人加起来 可是支持了十张一阶上品符络 而且 这十张符络还都是自己之前赐下的 关于自己支援了十张一阶上品符络 却换来七张一阶中品符络这件事 还好那十张一阶上品符络已经登记在侧 事后被这些符络集火轰死的妖兽尸体 会被统一收集起来 优先补偿那些掏出符络支援的修士 要不然 林依指定的无与死 飘雪仙城有四门 守城修士 目前还剩不到三万 二十万张符络分发下去之后 基本上是人手六七张 为了防止有修士发灾难财 每个侍女发放符络的时候 还会警告一番 各个防御阵地的修士们 不许藏私 第三轮兽巢抵达城下之时 符络必须有效地打出去 再有十几位助击后期修士 立于在四面城墙之上 用神石监视 双重保险 足以确保万无一失 此次的符络灭妖计划 已然整体布局完成 在西城门之上 最后一名修士领到符络之后 十三位助击后期大修士 也已经踩着各自的法器 冉冉飞起 数十期后 等第三轮兽巢 带着地动山摇一般的动静咆哮着 怒吼着 降临四面城墙下面之时 一直在掌控大局居中调度的赵寒俊 忽然仰天打出一张 极为少见的火箭符 看见火焰长剑升空的刹那 十三名助击后期修士 几乎同时凝气入喉 蛇战春雷 放 嗖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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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时之间 得到命令的四面城墙之上 近三万名修士人手 打出一张符路 别看小只这一下 那可是相当于 近三万道法术齐齐传摄 如果不看其中蕴含的 滔天杀气的话 整个飘雪仙城 好像在瞬间 就被浸染成了 七彩缤纷的童话事件 四面城墙之下的妖兽大军 哪里会想到 有这种情况 就以南城门之下 杀过来的万妖方阵来说 陡然遭遇 近万张俘虏的急火 前端冲得最快的 那两三千只妖兽 当场就被放翻了数百只 更有近千只妖兽的身上 近接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势 不得不说 万夫激发的效果 就是比人族修士 各自为战的 使用各种中下品法器 刮杀来的强 最主要的 还是省力气 省法力 不过这样子 打狠消耗灵石就是了 要知道 四面城门这一轮俘虏骑射 消耗的三万多张 俘虏起步价值 便是百万块下品灵石 而百万灵石造成的收益呢 只是一两千只妖兽死亡 三四千只妖兽受伤而已 不过这一轮骑射 终究还是打了妖兽们 一个措手不及 打得他们有些蒙圈 等四面的妖兽方阵 重新集结 再次发起冲锋之时 势头明显降低了许多 急 再放 看见妖兽大军还不死心 再次卷土重来 一只火焰箭矢 再次响彻清空 看见火箭升空的 十三位助击后期大修士 不敢怠慢 再次齐齐怒喝一声 嗖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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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嗖 数万名修士 均是下意识地 朝着黑压压的妖兽大军 打出手中的第二张葫芦 好 我 一片腥风血雨过后 四面城墙之下的妖兽大军 再次灰溜溜地 留下一大堆尸体 退出到数百丈之外 数万道最起码都可以威胁到 一接中品妖兽的 顺发法术 当头打下来 几乎堪称遮天蔽日 这么恐怖的法术攻击 连续两轮集火 就是灵至低下 汗不畏死的妖兽也怕 南门城墙之上 灵衣瞅了瞅城下 堆积如山的妖兽尸体 以他子辅一层巅峰的神石之力粗略一扫 心中就大致清楚了两波浮露骑射之后 妖兽大概损失了多少兵力 四面城墙合起来 最起码死了四五千 伤了七八千 加上之前的两轮兽朝攻城 十万妖兵的死伤损耗 估计也达到三四万了 这大鹏妖将再怎么能沉得住气 此刻也应该快要火了 灵依捏着手中剩下的五张浮露 自言自语地猜测道 两波浮露骑射 确实是取得了还算不错的战果 最起码这些妖兽 肯定是被人足修士的手段给震住了 按照现在的局势来看 只要那大鹏妖将不是傻鸟 就该知道 再接着拼底层战里 已经没什么意义了 故 啊 果然 随着灵依的思绪刚刚落下 妖兽大军的最后方 忽然响起一道极其怪异的鸣叫声 紧随怪叫之后的 便是一只一盏石树杖 浑身金鱼 瞳孔之中凶光闪烁 英手顾叛神飞 力找森寒冷力的剧情 腾空乍起 不好 是那只三阶下品的大鹏妖兽 南城门之上 看见大鹏升空的数位 助击后期的大修士 脸色突变 连忙此起彼伏的仰天长笑 呼唤在其余三面城墙之上 监视的助击后期修士 等接到南门修士 球员的其余助击后期大修士 赶到的时候 大鹏妖将 已然携带着滔天的杀翼 拍打着双翼 悬停在距离飘雪仙城之外的 数百丈天空之上了 呼嘎 哄 瞧见十几位助击后期大修士 聚集的一瞬间 察觉到了一丝威胁的 大鹏妖将阴谋威缩 侧方的两只巨翅 忽然猛地合并 随手扇出 便是一道 由千炳风认组成的巨型风暴 此妖凶吗 不可立敌 诸位速速列阵 看见巨人风暴 正已急速刮来 不知何时 已经来到南城墙之上的 赵韩俊 宁声娇和道 韩俊你且放心 有我家的斩妖阵图在 此妖今日断然猖狂不起来 狗屁高药关键和周涛 不知道什么时候 也出现在赵韩俊的旁边 说话的正是春风满面的关键 不管怎么说 今日若是 挡下这三阶下品的大鹏妖将 最初风头的 必然是他拿出来的一宝斩妖阵图 而他作为斩妖阵图的拥有者 自然也是余有容颜 希望如此吧 赵韩俊没有搭话 只是简单礼貌地回复了一下 余下的目光 就一直盯在 已经踏入斩妖阵图范围之内的 十三位助击后期修士的身上了 这斩妖阵图能大能小 轻轻松松便容纳了 十三位助击后期大修士的身体 等十三人全部踏进阵图之后 更是不知道用何种办法 竟然让十三人的真元 全部凝成了一股 量变直接引起了质变 非常轻松地升华为 一股更加精纯 更加庞大的力量 而从现在开始 十三人每打出的一道法术 一柄法器 都会拥有堪比子府进 中期修士的实力 什么 你问这么强的一宝 有没有缺陷 当然有 斩妖阵图 既然可以融合多股力量 化为一股更强的力量 自然是有缺陷的 它的缺陷就是 不能持久 十三个人 最多每人攻击一下 就得掩气息鼓 直接被抽空体内的所有真元 也就是说 他们虽然战力提高了两个层次 但 也就只剩下了十三次出手的机会 如果这十三招之内能够打伤 或是直接打死 这只大鹏妖将 那么就将皆大欢喜 若是不行 大概率死的 也就是他们了 不过关键却是对自家的 斩妖阵图 信心十足 他就不幸 足足十三下子府中期修士的攻击 还打不上一只三阶下品的妖棚 十三位助击后期大修士 同样也是信心满满 首先便是徐家的助击八层老祖 率先发难 他将阵图之中 传递过来的磅礴力量 直接注入手中的一面 绿色小盾法器之中 小盾法器顿时灵光大放 去 随着徐氏老祖的一声令下 小盾法器 立即从竖尺大小变化为十丈大小 然后静止迎上了 大鹏妖将山过来的巨人风暴 叮叮叮叮叮叮 一连串的格挡声过后 风暴就像是 遇到了铜墙铁壁似的 全部都被小盾轻松拦下 而千道锋刃消失之后 徐氏老祖的小盾法器 却还是不动如山地 坚立在半空之中 只是盾体之上的灵光少了小半 明显还有一挡之力 好 干得漂亮 徐道友的手段果然不凡 哼 这三阶妖将也不过如此 徐氏老祖的从容抵挡 甚至还拥有余力的样子 顿时让剩下的十二位 助击后期大修士 信心再度大涨 连带着 他们看向大鹏妖将的目光 也不再那么畏惧 畜生 你也来尝尝 老夫丧魂夺灵中的滋味 继徐氏老祖之后 三名助击后期散修之中的助方 粗暴地灌入 然后对着大鹏妖将的方向 狠狠一摇 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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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听一阵极昼的灵音响彻云天 原本双目寒煞 杀气腾腾的大鹏妖将 受到助方法器的攻击 顿时眼人一翻 连翅膀都忘记扑腾 静止从云端坠落 好 久闻助道友的丧魂夺灵中 乃是罕见的 直接攻击神魂的上瓶法器 此番一见 果然不俗 有大修士 立于云端吹捧道 哈哈 王家道友谬赞了 要是换做你上 恐怕战果 比我好上 不知多少 助方一击得手 有得同辈赞赏 顿时开怀大笑 可惜他 笑得还是太早了 原以为直接被丧魂夺灵中 直接夺走幸运的大鹏妖将 竟然在垂直落下近百丈之后 突然又苏醒了 本来还有两个助击后期大修士 正准备飞过去补刀呢 见到突然睁开眼睛的大鹏妖将 顿时心肝一颤 硬是没敢动手 啊 猛地吐出一口血痰 大鹏妖将稳住身形 重新展翅飞腾而上 情况不妙 诸位快退 两个想补刀的修士 急促地呼喊一声 吓得剩余的十一个助击后期大修士 也注意到了掀起百丈巨峰 挥动着巨翼扶摇直上的大鹏妖 不好 此疗竟然如此凶悍 快退 快退 不可能 我这一中得到阵途增幅 乃是子府进中期 才能扛得住的神魂攻击之法 这大鹏妖兽 只是三阶下品 快跑 他冲你来了 祝方的大胸助员 瞧见大鹏妖将气势汹汹地 直奔弟弟所在的方向掠去 顿时惊恐万分地呼喝道 大哥救我 祝方后知后觉地看着 几乎已经冲到他面前 三十丈处欲求复仇的大鹏妖 浑身都吓到直接僵硬 他的一击之力早已经消耗掉了 如今体内空空 就连维持飞在天空之上的真元 都是刚刚浮下去的一粒丹药恢复出来的 哪里还是三阶妖棚的对手 只来得及发出一声求援 其他什么事也做不了 好在此人也是命不该绝 那徐氏老祖刚巧就在其二十丈之外 看见妖棚凶猛袭来 立即就把灵光还未散去的小盾法器 挪移到祝方的身前 只听砰的一声闷响 十丈大小的盾牌法器 直接被大鹏妖将不管不顾地迎头撞上 啊 老夫的法器 小盾法器被妖棚撞上之后 人气相连的徐氏老祖 先是猛地喷出一口热血 紧接着就目自欲裂地看着灵光 瞬间被撞散 盾体更是直接四分五裂的小盾法器 大鹏妖将这叙事含恨一击 直接撞碎了小盾之外的保护壳 也撞碎了整面盾牌 不过盾牌裂的也算值得 因为祝方的这条小命是保下来了 在盾牌碎裂的时候 祝方就已经顾不上心疼 一口吞下了自己身上仅有的几粒二阶丹药 最后凭着体内微微回转的一些真元 几个闪身就溜到了哥哥助员的身后 徐道友 你今日的救命之恩 我祝某人记下了 别看我等乃是有些臭名的散修 但一定会择机报答道友 躲在哥哥身后的助方心下大定 看着徐氏老祖还在心疼自己的小盾法器 连忙说道 可 今日是我自己何该有此一劫 无须道友还恩 好人好事都做下了 徐氏老祖也只能苦笑一声自认倒霉 他深知这些散修的德行 平日里他们不吭徐氏先祖就算好的了 报答 那种场面话听听就行了 真要当真你就惨了 好了诸位 现如今我等已经损失了两个战力 而妖鹏却仅仅只是受了些轻伤 闲话少说 还是盯住此聊 防止他突然抱起为好 雪氏的一位助击后期老祖皱着眉头 看向破开盾牌之后就顿出千丈之外 游离不定 将他们看得死死的大鹏妖将说道 我看这家伙 也是被助导友和徐道友吓着了 多半是不敢再轻易动手了 王氏先祖的那位助击后期老祖也插嘴道 此时的大鹏妖将 确实是有些惊疑不定地看着几人 他那会儿破开徐氏老祖的小顿法器之后 得知是不可为 也没在搅风搅雨 反而是又退回到了妖兽方阵之中 大概在他的心里也很是不理解 明明只是几个境界不如他的人族蚂蚁 为何能够突然爆发出 比他还要强上一筹的力量 如王氏先祖驻击后期大修士所说的那样 他还真就是有点被吓着了 不过 虽然被王氏老祖说中了 但这也并不代表着 他就愿意继续这么干好下去 只见大鹏妖将漂浮在妖兽方阵之上 仰天嘶吼数声 原本隐藏在四面城墙之下 负责威慑压阵的各种二阶以上的妖兽 纷纷探出头来 然后便毫无犹豫地 黄奔向南边城门的方向 他们要干什么 不清楚 我的天哪 足足一百多只二阶妖兽 莫非此聊是想及其精英战力 聚其一点 强势破城 死 不是莫非 他就是想这么干 不知道什么时候 赵韩俊也已然乘着一条白色斯帕法器 飞到了十几个铸鸡后期大修士的身边 语气非常严肃地看向城下 正在火速集结 越来越多的各种二阶妖兽 这要真让这群二阶妖兽集结起来 一同冲击的话 在我等十三位大修士 要拖住大鹏妖将的时候 南门必然是守不住了 而只要南门一破 你们这飘雪仙城同样为已 关键带来的铸鸡九层大修士 不紧不慢地分析到 他确实没什么好紧张的 本来他和周家的 铸鸡九层供奉就是旁观者 最多算是帮把手 飘雪仙城破不破 与他们两人也没什么损失 这 这可怎么办呢 他们两人不急 但场中还有十一位铸鸡后期修士 乃是在飘雪仙城附近 或者干脆 直接就是城内扎根生存的 这些人可做不到不急不躁 眼看着大鹏妖将 已经将手下一百多只二阶妖兽集结完毕 那最前面体型最大 气势最强的十只妖兽 一看就知道是二阶上品的超强妖兽 剩下的一百多只 也都是二阶下品以上的妖兽 若是真的让这些妖兽冲过来 飘雪仙城 恐怕撑不住半个时辰 就得负面 这是死局 未经之际 只有硬碰硬一条路好走了 赵涵俊挥手招来三名铸鸡七修士 语速极快地嘱咐道 你们三位道友速速将四面城墙之上的铸鸡七道友 全部集中起来 记住一定要快 接下来必然有一场恶战要打 三名铸鸡七修士也不啰嗦 陈着脸立即抱拳 各自挑了一个方向 急急顿去 三人走后 赵涵俊也没闲着 立即带着隶属于飘雪仙城拍卖行的三名铸鸡七修士 以及跟辟重关键周涛二人 开始整合南面城墙之上的铸鸡七修士 这里非常值得一提的是 为飘雪仙城的赵氏拍卖行效力的三名铸鸡七修士中 铸鸡中期的赵磊赫然在脸 其实严格地来讲 鉴定师只是他的一个副业 做这些事情 也只是为了多赚点零食资源 给未来的自己更好的攀登大道而已 就在一百多只二阶妖兽排列整齐 在大鹏妖将的指挥下 开始逐渐向着南城门慢慢靠近之时 其余三门之上的铸鸡七修士 以及南门之上的铸鸡七修士 也已经全部匆忙集结到位 四门铸鸡全员再列 打眼一扫就能看出来 一共还剩下多少个 原本一共是一百零几个铸鸡七修士 去掉十三个 需要拖住大鹏妖将的铸鸡后七大修士 再砍掉三轮兽巢之中 不小心牺牲的数名铸鸡 如今整座仙城之内 也就剩下了九十位铸鸡七修士 灵一与灵玄星灵玄兵三人 当然也在其中 诸位 城下的二阶妖兽 虽然比我们的数量 还要多少二三十只 但就凭这点差距 就想要占我等城池 吞噬我等性命 却是万万没有那个可能 此番 我们必须要背水一战了 届时 万一死战爆发 大家有什么手段 有什么底牌 可千万不能藏着掖着 务必要狠狠地朝着妖兽的头上扔 只有把他们打疼 打怕 这次的百年兽巢 才能安稳度过 这番激昂的言语 当然不是冷美人赵韩俊 能够说出来的话 而是赵磊座的战前总动员 此时的赵韩俊 早已经取出一柄灵动非凡的秀气匕首 跃跃欲试准备出战了 他可也是一位货真价实的助击 出其修士 静静地等赵磊把话说完 赵韩俊这才祭出白色香怕法器 漠不作声地第一个飞下了城墙 迎上了已经冲到距离城墙 还有二百丈丈远的一百多只二阶妖兽 其余八十几位助击七修士 哪里好意思让一个女流之辈打头阵 顿时都扫着脸 踩上法器 化作一道道流光追赶了过去 原本林玄斌二人 也想跟随大部队冲出去的 但却被林一给暗戳戳地拽住了 等所有人都走远了之后 被南门之上的众多练器 进修士怪异的目光 盯得脸颊有些发烫的林玄兴 忍不住小声问林一道 大哥 咱们为什么还不走 一旁的林玄兵 也是情不自禁地竖起了耳朵 想要听听林一的葫芦里 究竟卖的什么药 别急 我们慢点走 等他们打起来之后 从右侧悄悄地插入战场 看见林一放出飞剑叙事待发 林玄兴林玄兵二人 也不好再问什么 只能同样硬着头皮 暂留在城墙之上 另一边 第一个杀出去的赵韩俊 已经与一只巨大的二阶下品 千族乌公妖兽短兵相接 并且出人意料的是 只是出出一个照面 他手中的小巧匕首 就直接像刀切豆腐似的 一头扎进了乌公的脑袋 这离奇的一幕 直接把人族和妖兽两方 全部吓得浑身一抖 到了二阶以上 同一个境界之中 往往都是妖兽的实力 更为强大一些 可今天却实实在在地反了过来 凝望着乌公妖兽脑袋上 被开出的大洞 看着洞口周边 见出来的红白之物 妖兽一方的气势 明显一下子衰弱了许多 而飘雪仙城 数十名助击修士这边 则是战役热烈高涨 韩俊仙子好强的实力 二阶下品的妖兽 竟然能一招秒 不愧是金丹大势力 出身的天骄人物 我观仙子手中的法器灵光流转 隐约不凡 恐是灵气之流吧 还费什么话 趁着妖兽缩头缩脑的 赶紧上啊 熟练地挑出一颗妖丹 一边将其收好 一边对着重修翠声说道 就听仙子所言 大家并肩子上 弄死这群低贱的妖兽 一个助击中气的修士 带头祭出两柄法器 立即就在一只躲闪不及的 二阶中品蛮牛妖兽身上 划破了树道口子 蛮牛妖兽吃痛之后 立即用蹄子践踏大地 下一颗树石根 都有杖许大小的巨型吐刺 便凭空凝聚 浩浩荡荡自下 而上次向那名修士 来得好 看我吃眼火雨朔 修士结印树西 终于在吐刺将将射到身上之时 成功将一道大法术施展出去 以火雨同吐刺互相对攻 同等的境界对战 虽说是妖兽更强一些 但人类到底是万物之灵 懂得计谋 在先手偷袭得逞之后 这一人一兽之间的差距 就没有那么明显了 所以 一时之间 竟也不能准确地奋出高下 不过这一人一兽的交战 也算是彻底拉开了 两军之间高等战力的大战序幕 数十柄法器纵横来去 上百道法术贯穿东西 直接打得南城门前面的十里范围 地裂天崩 日月无光 城墙之上 看见彻底浇上火 打得一团乱糟的战场 灵依满意地笑了 该到我们出场的时候了 你们俩跟紧我 听好了 我专制负责杀妖 你们俩负责护航 以及收取妖弹 明白了吗 灵依将封银剑缩小 并暗暗扣在手心 不容置疑地 对着身后的俩人说道 知道了大哥 听到灵依只让他们俩 给负责警戒和扫尾的工作 俩人的明显有些情绪不高 不过这点小问题 灵依显然是不会去管的 对他而言 弟弟和妹妹都只是出入筑基期 是筑基期 修饰之中垫底的存在 那一百多只二阶妖兽 随便挑一只出来 他们都未必对付得了 更何况 还是这种百人百兽大乱战 走 灵依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静止 踏着上瓶法器 飞剑斜斜地插入一群 镇压着几只人族 注击暴打的二阶妖兽身侧 他 盯上了这几只妖兽 中 破 一道极为灵动的剑光 自天空中如流星划过 从一个非常刁钻的角度 直接插进了一只 二阶中品猎狗妖兽的腹部 三 猎狗妖兽响叫 但体内正在急速流失的生命力 却不允许他 做出如此的举动 他费力地张开嘴 不但一个音调都没有嚎出来 反而还吐出了几块 已经碎裂的内脏 呵呵呵 最终 他还是四肢一软 无力地栽倒在地 看见猎狗死掉 灵依立即将正在和林玄冰 林玄星二人对战的两只妖兽 圈到了自己的攻击范围之内 去 你们快去收拾那只猎狗 这两只妖兽我来解决 大哥 你这实力也太强了 少啰嗦 快乖八狗皮 这种粗活 你总不能让你亲爱的妹妹做吧 林玄冰刚拍了个马屁 就被林玄星给拉走了 吃吃 在林玄星和林玄冰 两人收拾猎狗妖兽的时候 两人的头顶上 呼啸而过两道近风 随后就听到两声一响 原本和他们纠缠了十来招 压得他们有些喘不过气来的 两只二阶下品妖蝎 就翻着死于眼 直直地坠落在他们的身旁 狗皮刚扒了一半的林玄冰 和刚刚取出妖单的林玄星 直接愣在当场 大哥 照你这样的杀妖速度 我们就算是只负责后勤 他也跟不上啊 林玄星忍不住吐槽道 他们三人插入战场 还没到百息的时间 死在林玄手上的二阶妖兽 就已经有三只了 其中一只 还是二阶中品 看见林玄如此干脆利落地 斩杀三只二阶妖兽 林玄冰和林玄星二人 这才算是明白了 大哥林玄一 真实战力的冰山一角 同样 虽然林玄选择加入战场的位置 非常的隐蔽 动手也非常的干脆利落 但他近乎于秒杀 二阶妖兽的夸张举动 还是引起了混乱的战场之上 几只二阶上品的妖兽 和几名人族修士的注意 少废话 跟不上就用力跟 这三只妖兽 是大哥我占了出其不意的效果 才轻松斩杀的 接下来的战斗 可就没那么容易了 林玄警惕地盯着两只 正向他急速接近的 二阶上品妖兽 这两只妖兽 分别是一只身高三丈 足有三四层楼 那么高的的大地暴雄 以及一只一展五六丈 浑身充满了腐蚀气息的突就 这两只妖兽等阶 均是高达二阶上品 在林玄顺杀三名二阶妖兽的时候 他们俩也已经生死 火吞了数名 飘雪仙城一方的 助击七修士 如今 看到林玄正在大肆 屠杀自己一方的同伴 顿时就直接扔下了 对手连没杀来 本来飘雪仙城这一边的修士 也有数人注意到了 林玄这边的情况 但如今飘雪仙城一方人少示弱 压根也没能力过来持缘 所以 几人也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两只二阶上品妖兽 将灵衣围住 没想到这么快就被盯上了 也好 就让我掂量掂量 二阶上品的妖兽的分量 灵衣眼中寒忙一闪 召回飞剑 也没怪看到 却不来帮忙的那几个修士 且不说 他们是真的无法脱身 甚至于这些人当中 有好多都自身难保了 这种情况之下 怎么可能还有余力来帮助别人 突就妖兽既是飞擎 速度自然不是大地暴雄这样 只有发达行动缓慢的大块头 可以比你的 在大地暴雄还在半路上的时候 他就已经携带着漫天的腐臭味道 先一步 杀到灵衣身前数十丈了 烈 一声刺耳的肩鸣过后 突就妖兽对着灵衣张口 吐出一团漆黑色的黑水 真他妈恶心 灵衣可没有接别人口水的习惯 连忙踩着飞剑闪避躲过 黑水趴击一声掉在地上 方圆百丈 顿时变成了一滩恶臭难闻的沼泽地 来而不枉非离也 你也吃我一剑 灵衣屏住呼吸 甩出风银剑 立即还以颜色 如今 他早已不是十年前 刚刚晋升筑机初期的时候 筑机七层巅峰的真元 配合着上品灵气无比的锋芒 只是刚刚寄出 察觉到不对劲的突就妖兽 便瞳孔狂缩 震翅欲逃 哪里跑 雷来 轰动 看见突就妖兽想跑 灵衣如何能答应 右手继续操控着风银剑 左手立即高举招来 一道天罡神雷 雷法的速度和威力 从来都是其一直位列 顶级攻法手段的第一要素 并且诡异程度 同样也是天下之罪 如果在配合速度 同样如幻四影 剑气犀利无双的上品灵气常见 双管齐下 直接堪称 紫辅境之下无解的存在 就是紫辅境修饰亲自下场 看见零一这道剑雷双绝 恐怕也得不自觉地皱紧了眉头 这几乎已经是不属于 助击七范围的力量了 那突就妖兽 虽然是二阶上品 但二阶上品的妖兽之中 那一档次 而零一这道剑雷双绝 就是血脉最为高贵 手段最为强大的甲类妖兽 都得小心应对 不敢怠慢 区区一只第三等的飞禽妖兽 如何能挡 只见随着零一的召唤 晴空之上忽然闪过一道霹雳雷光 那突就妖兽 根本没反应过来 整个右侧的翅膀 就被雷电劈中了 这还不算 就在突就妖兽浑身竞篮 抽出着冒烟的时候 风宁剑恰到好处的感到 并且还绕着突就妖兽的脖子 飞了一圈 下一秒 一颗非常丑陋的鸟头 在血液的挤压冲击下 直接像皮球一样 被踢入空中 秒杀 又是秒杀 而且 这回秒杀的 还是二阶上品的妖兽 还在和谐腰外壳 较近的林玄兵愣了 刚刚收好两只蝎 腰内单的林玄兴猛了 已经接近零一百丈距离的 大地之雄 更是紧急划产 试图停下急冲的身形 混战中的一些人族修士和妖兽 也发现了端倪 甚至于 就连一直互相对峙着 谁也不敢轻举妄动的大鹏妖将 以及十三位驻击后期大修士 也都关注到了 突然陨落的突九妖兽 毕竟 这可不是什么喽啰 而是一只货真价实的 二阶上品妖兽 正在压着两只 二阶下品妖兽 打的赵涵俊 同样注意到了 战场之上发生的异常情况 其实也由不得他看不到 此时整块混乱的战场 几乎每三只妖兽 或者每三两个人中 都会有一个向着右侧平平张望 就好像那里有什么东西 在吸引着他们似的 赵涵俊虽然境界较低 但他的战斗直觉 和隶属于女人的第六感 却是极其敏锐的 脚踏迷宗 略微切换了几个位置 他立即就看到了一副 令他大惊失色的场面 只见一名斗力修士 正在纵见 从一只二阶上品的妖雄身上 来回穿梭 每穿梭一次 二阶妖雄 都会嗷嗷叫着惨嚎一次 而在这个狂虐二阶上品 妖兽的斗力修士旁边 还有另外两个斗力修士 只不过 这两个斗力修士 正在旁若无人地收拾一只 同样为二阶上品妖兽的 突救尸体 最离谱的是 在这两个斗力修士的身后 还有三只明显 已经剖解完毕的 二阶妖兽尸体 他竟然这么强 这是赵涵俊心里 冒出来的第一个念头 难道他真的可以 给我带来惊喜吗 这是他的第二个念头 好好好 修修 试吃 扑扑扑 碰 他的第三个念头还没滋生 就看见斗力修士 先是平射着 打出一柄灵光沾沾的飞剑 然后又一脚踹飞足下的飞剑 仿佛觉得这样还不够 斗力修士 双手又狠狠一搓 又搓出一颗紫红色的雷电之球 朝着正在垂胸怒吼的 巨熊妖兽砸了过去 然后 就没然后了 看上去皮操肉后 吼声今天的二阶上品大地 暴熊妖兽 看见三道充满了 寂灭气息的攻击同时射来 下意识地挥掌抵挡 结果两只熊掌毫无意外地 被第一道剑光斩断 鲜血喷射的刹那 第二道剑光则是如光似电 齐根没入了他的胸膛之内 等第三道雷光随后赶到之时 直接送了还没彻底隔屁的妖熊一程 就这么死 死了 一直关注着这边情况的人族修士 顿时心中大惊 这可是仅在三阶下品 大鹏妖将下面的二阶上品 超级妖兽啊 整个妖兽十万妖兵 就十个这样等级的妖兽 就这么草率地死了 而且眼尖的人还能看见 距离巨熊妖兽尸体没多远的地方 一只体型更大的突旧妖兽 正在被另外两个斗利人分解 这么快就宰了两只二阶上品的妖兽 别人怎么想的 赵寒俊不知道 但此刻他冰封已久的心脏里面 却是悄无声息地裂开了一条缝隙 他赌对了 那个姓林的少年 真的给他带来了惊喜 不过他又赌错了 原先他想的惊喜是 林一背后有可能护卫的前辈高手 但现在很明显他猜错了 近十年不见 当初那个少年成长得竟然如此之快 你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今年刚刚三十出头的赵寒俊生平 第一次对一个异性产生了非常浓烈的好奇心 林一身上包裹的重重迷雾 深深地吸引了他 少年之时 一场拍卖会挥手撒出数十万零食 如今已是青年 却已经可以轻松力斩二阶上品的妖兽 据他所知 就算是在那些拥有原因期大能的超级势力之中 如此精彩绝艳的天才都甚少出现 刚刚火力全开 接连动用了一柄上品法器飞剑 一柄上品灵器 一道雷锡大法术 三法旗下 这才成功斩杀了皮操肉厚的大地暴雄的林一 当然不知道 赵寒俊已经对他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 自从加入战斗以来 他已经连斩了五只二阶妖兽 虽然战果颇风 但是这样持续高强度的作战 让他体内的真元也已经消耗得七七八八 此时 他正背对着众人 握着两块上品灵石 疯狂地恢复真元 只是五只妖兽他可不满意 他想要的东西 需要更多的妖兽内担 另一边 一直和大鹏妖将对峙着的 十三位助击后期大修士 也已经全部被灵异打扮的斗笠人 给吸引了目光 虽然大家都好奇 他一个表面上才助击一层的修士 如何能够接连击杀这么多的二阶妖兽 其中更有二阶上品的妖兽 但这对于己方来说 终归还是一件好事 再加上他们此刻实在也脱不开身 实在也无法去询问那几个斗笠修士 于是就只能这么静静地看着 可飘雪仙城一方的修士不着急 对面的大鹏妖将却急了 灵异的出现 就像是在一群正在打架的羊群里 放入了一条恶狼 已经足足有三只小羊 两只大羊被他咬死了 他麾下的二阶妖兽总共才多少 怎么经得住这么个杀法 大鹏一急 顿时便把十三名助击 后期大修士的威胁抛在脑后 两边距异微微一扇 气流卷动漫天风云 下一瞬就已经毫无征兆地 出现在灵异的头顶 畜生放肆 好胆 倒有快撤 这些助击后期大修士 压根就没想到 这大鹏妖将竟然这么不上路子 说偷袭就偷袭 关键是 此疗认真起来的速度确实极快 一直盯着他的十三名大修士 根本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 他就已经杀到灵异所在的头顶天空了 正在恢复真元的灵异 并没有其他人想得那么脆弱 以他紫辅近的神石之力 大鹏妖将在刚刚动身的时候 他其实就已经发现端倪了 不过 一来他现在已经用灵气精纯的上品灵石 恢复了大半的真元 二来 他的确也是 想和三街妖兽碰一碰 看看他如今的实力 到底在什么程度 所以 在大鹏妖将冲过来的时候 他却依然在不紧不慢地吸收手中上品 灵石里面蕴含的庞大灵气 啊 大鹏妖将才不会管灵异在想什么呢 他看见目标之后 立即抬招俯冲了下来 他要用堪比灵气的风锐利兆 直接掀开此人的头盖骨 让他知道 屠杀自己手下 要付出的代价 是何等的严重 哼 剑来 雷来 面对三街妖兽的凶猛突袭 灵异再次使出两柄飞剑 和仪器天罡神雷御敌 为防万一 他还在袖袍里面 悄悄地又捏了个很是繁琐的法绝 如果雷势仙族仅剩地铸击老祖此刻 在他旁边 一定能认出来 灵异袖中掐着的 正是雷势仙族的镇足法绝 前置神通 副第一 事实证明 灵异此举 实在是太聪明了 三街妖兽 到底不是二街 妖兽可以比的 面对足以强杀二街上品妖兽的剑雷双绝 大鹏妖将只是 蜷缩起两侧的翅膀 充满了暴虐毁灭之意的天罡神雷 就被其羽翼之上的金玉无伤挡下 挡下神雷之后 他又挥舞了两下寒光闪闪的铁肘 两柄冲天立剑 就被他轻松磕飞 这么猛 大鹏妖将的凶悍属实 有些超出了灵异的预料之外 不过仔细想想此聊的等级 以及他极有可能拥有 堪比人族子辅进中期修士的战礼 能够轻松撇开灵异的剑雷双绝 似乎又在情理之中 战场之上 正在乱战的诸多人族修士 以及城墙之上 正在急速赶来 想要支援的十几位助击后期大修士 也在心里暗自给斗力修士捏了一把汗 他们感觉 这个在妖兽之战中突然横空出世 战绩极其彪悍耀眼的斗力修士 今天很有可能要栽了 但其实真是这样吗 不 最起码在此时的大鹏妖将的心里 就不是这样想的 接连挡下了零一三道强力手段 强如大鹏妖将都有些暗呼吃不消 最明显的表现便是 他现在的速度已经再没了刚刚的迅疾 因为他的翅膀 挨天钢神雷电了一下之后 变得有些麻痹迟缓了 虽然凭着强悍的妖兽身躯 没有出现僵直停顿的状况 但速度依然受到了很明显的影响 其次 他的爪子此时同样也正处于巨统之中 零一的两把飞剑 凑数的那柄上品法器还好 但封银剑这样的上品灵器 大杀器 却还是让他暗中吃了一个小亏 他的指甲 不小心被封银剑削断了几根 要不是现在众多手下 和那些人族修士们都在看着 啊不下那个面子 他估计会疼得嘎嘎乱叫 总而言之 零一的三道强力攻击 还是给大鹏妖将造成了一些麻烦 虽然远远谈不上受伤 但也算是有所收获 不过这一切零一自然是不知道 他的眼中此时倒映着的 全是大鹏妖将从天而降的庞大妖区 还好他也不是完全没有准备 直此危难之际 他先是用脚掌踢出一片灰尘 遮蔽了所有的视线 然后这才双手翻转 用尽全身的力气和真元 对着近在咫尺的大鹏妖将 狠狠地打出一记腹地印 红卡 一阵剧烈的音爆声 响彻方圆千丈 啊 遭到腹地印强烈抵抗的大鹏妖将 猛得利明一声 随后便拖着鲜血淋漓的利爪 静止飞向天空 头也不回地逃之妖妖 随着大鹏妖将的离去 战场局势急转直下 一百多只二阶妖兽 看见大鹏妖将都跑路了 也不再熬战 纷纷吼叫着 带领四方城门之下的各自步众撤退 飘雪仙城一方的修士 虽然有些发症 但这种乘胜追击的好机会 却没人会傻到放弃 一个个地跳下城墙 就熬熬叫着追了上去 一直到追着妖兽大军的屁股 眼杀了树里 这才慢慢地停下了脚步 等仲修兴奋的凯旋归来之时 发现刚刚大展神威 打退大鹏妖将的斗笠修士 早已消失不见 一起不见的 还有另外两名斗笠修士 飘雪仙城 赵氏拍卖行的后院之内 赵韩俊引着两名头戴斗笠的修士 匆匆进入 如果仔细看的话 依稀还能从其中一个斗笠修士的背上 看到一个已经陷入了昏迷状态的青年修士 快 你们快把它放下 此时的赵韩俊 早已经没了平时冷弱冰霜 不急不缓的模样 与其非常急促地指挥着灵玄冰 将灵依的身体 放在自己平时修炼用的箱塔之上 没错 灵依打退大鹏妖将的同时 自己不免也身受重伤 甚至于 就连头顶之上的斗笠 都在大鹏妖将的扑击之下 直接被震成了粉碎 这要不是旁边的灵玄星和灵玄冰反应够快 再加上赵韩俊的帮忙 他此刻肯定是容貌暴露 并且还在坑里躺着起不来 按道理来说 他使有手段挡下 或者说是反攻击的 当时那种情况 他完全有机会逃出冤析灵州 或是直接打出金丹福堡反败为胜 但他没有 他宁愿硬抗这一下 也不愿意在这么多人面前 暴露出自己的杀手锏 不知 也不愿 最后造成的结果就是 他的腹地印被大鹏妖将直接打破 他整个人 更是直接被三阶妖兽 一下垂到昏迷 当时的灵玄冰和灵玄星二人 显然是没料到有此情况 救下灵玄之后 下意识地就想往城内跑 半路之上 刚好又遇到了有心帮忙的赵涵俊 于是 三人便直接背着灵玄 趁着寿朝撤退 重修追击的空荡 先一步撤到了飘雪仙城 在赵涵俊询问二人 有弯置灵玄的地方之时 他们自然是回答没有 于是 灵玄就这么稀里糊涂地 被带到了赵氏拍卖行的后院之中 看着躺在床上 脸色苍白昏迷不醒的大哥 灵玄冰和灵玄星 急得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这还是他们第一次 见到灵玄受伤的样子 这个时候 就能看到经验多少的问题了 看见灵玄受伤 灵玄星灵玄冰二人 只是在旁边干着急 而赵涵俊 却已经从储物袋里 逃出一粒丹药 正准备给灵玄服下 看见赵涵俊的动作 二人 这才恍然大悟 其中灵玄星 立即上前阻止了赵涵 而灵玄冰 则是一拍储物袋 取出了一粒百花玉露 疗伤灵丹 喂给了灵玄 虽然赵涵俊 看上去一身正气 人畜无害的样子 但知人知面不知心 二人可不敢 让自己最崇拜的大哥 随随便便吃下别人为的丹药 赵涵俊 看见两人的举动也没在意 只是静静地坐在床边观望 一粒灵丹入口即化 很快灵玄的脸色 就稍微好了一些 但也就仅限于此了 距离醒来 却依旧遥遥遥无期 怎么回事 你快些再多喂几列 林玄星焦急地推散林玄兵 林玄兵二话不说 立即又取出了 足足三粒百花玉露丹 眼看着就要喂下的时候 赵涵俊却是突然摇了摇头说道 没用的 你们的灵丹等级太低 就算是给他服下整整一瓶 他也不会醒来的 等级太低 这可是二阶下瓶的疗伤灵丹啊 你居然说他等级太低 林玄星一把取下头上的斗笠 露出了一副年轻娇俏的玉容 反正大哥的脸都被此女看到了 他遮不遮得又有什么意义 林玄兵同样也有学有样的掀开了斗笠 瞪大了眼睛瞅着赵涵俊 好像在说 别看你长得像仙女 气质又高贵清朗 这事儿如果不给出一个解释 我们照样会凶你 好年轻的样貌 看上去似乎是床上那位的弟弟妹们 二人在掀开斗笠之后 露出的面容把赵涵俊又打吃了一惊 脸蛋的确可以一容作假 但古灵和性格却不会 尤其是这么近的距离之下 古灵几乎无所遁形 他自己也是20岁上下突破的助击妻 完全可以说是一位刚刚走过来的过来人 综合了二人说话的语气 做事情的举动 实际的古灵和样貌 赵涵俊直接就能断定 二人绝对是两个刚刚走出家族 闯荡修仙界的菜鸟 其实总的来说 一个助击初期修士的身上 能够带着一些二届下品的疗伤灵丹 已经算是身家很富裕的了 最起码 比起大部分修士来说 算是富裕的 也刚好可以对应自己的修为 但这二届下品的丹药 用在灵依身上 却是大为不妥 首先 虽然此时的灵依陷入了重伤昏迷状态 身上的气息也忽强忽弱 但如今已经助击三层的赵涵俊 还是能够勉强察觉到 灵依的真实修为 绝对在助击中期以上 看着灵依那副比自己看上去 还要年轻上许多的面孔 虽然很不愿意相信 但他还是必须要承认 灵依比他优秀太多了 甚至于 这是他目前见过最妖孽的天才 没有之一 试想一下 给一位受了重伤 而且最起码都在助击中期 境界以上的人 服用二届下品疗伤灵丹 能好吗 能好就怪了 只见赵涵俊再次举起 手中捏着的灵丹 面纱下的红唇微微开合 认真地介绍道 此乃未立二届上品的疗伤灵丹 紫阳灵丹 只要是助击七范围内的修饰 不论多重的伤势 服下一例便可痊愈大半 2 二届上品 林玄星与林玄兵 呆滞地盯着赵涵俊手里 捏着的丹药 有些不敢相信 二届下品的疗伤灵丹 一例就价值数百块灵食了 更何况二届上品 那一例 都是以几千块下品灵食为单位的 灵食倒还是其次了 关键二届上品的灵丹 可不是那么好买到的 正是丹药过于贵重了 导致他们才有些不敢相信 赵涵俊为什么又凭什么 花费这么大的代价 帮他们救治大哥 赵涵俊冰雪聪明 仿佛是猜到了二人的想法 难得的弯了弯嘴角解释道 林公子应该是没和你们讲过吧 他之所以过来帮忙守城 就是应我之邀 所以 如今他抵挡大鹏妖兽身受重伤 我当然不能视而不见 啊 我说 大哥在岛上待得好好的 怎么突然带我们出来 原来是因为 三个你话太多了 林玄星气急败坏地瞅了一眼 暴露了些许临时信息的林玄兵 嗯 林玄兵立即后知后觉地 封上了自己的嘴巴 林依附下紫阳丹之后 阳装什么都没发生过的说道 好了 丹药已经给他服下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他半日到一日之间就可苏醒 这里是我的房间 就由我顺带着照顾林公子吧 毕竟他是因我之邀而受伤 你们也无需担心 我会加害于他 如果我真的要那么做的话 刚刚在路上 或者是在丹药里面做个手脚 实在太简单了 这后院之中 还有两个屋子 你们自行搬进去即可 明日等他苏醒了 我自会派人通知你们 赵寒俊重新摆起了一副 双寒满面的样子 对着二人讲道 这好吧 林玄斌二人仔细一想 好像确实也是这个道理 人家要是想害他俩的大哥 早也就害了 再说 他们也清楚赵寒俊的身份 知道在大哥受伤的情况下 他们是绝对反抗不了 赵寒俊的意念的 于是只能放下心中的担忧 磨磨叽叽地退出了房间 好笑地看着二人磨蹭着离去 赵寒俊先是忍不住 扭头上下打亮了一番 男人的容颜之后 就直接取出一方蒲团 盘膝坐下 开始修炼 他今日也是刚刚经历了一场恶战 虽然吃了不少丹药 但真缘还是损耗过度 需要好好地打坐恢复一番 至于外面的事情 自有赵磊这个经验 更丰富的人去替他除脸 事业 大鹏妖将富商 带着寿巢退出百余里的当天夜晚 整个飘雪仙城之内灯火辉煌 一片喧嚣 虽然今天一天死了不少修士 有不少的地方 均是传来了伤心欲绝的哭泣声 但绝大多地方 还是欢声笑语的多 毕竟 今天也算是人足一方占了优势 算得上是小胜一场 不过 虽然整座仙城都在狂欢 但四面城墙之上的防御重修 还是没放下的 这是关乎所有人生死的大事 没人敢不重视 此刻的四面城墙之上 每一面都留守了足足一千名修士 加起来 那就是足足四千 除了这四千名修士以外 每一个方向的城墙之上 还会驻守一名铸鸡后期的大修士 以及数名铸鸡初中期的修士 当然了 这些人都是轮番执行 时间一到 就会换另外一半 所以也没人有意义 而就在此时 两个包裹在浓雾里面的人影 忽然从飘雪仙城的北门墙角之下 破土而出 他们冒头的地方 甚至已经属于城内了 至于城墙之上守城的修士 目标大多都放在前方 哪里会注意 脚下忽然出现两个人影 哎呀小姨 父亲给我的这张土顿符 还真好使爱 一个语气非常交调 甚至还带些许妖媚的女子声音 在墙下悠悠响起 神石传音 神石传音 你这孩子小姨 不是早就告诫过你了吗 咱们可是魔修 一旦被人发现就完了 另一个女子 有些不满的神石传音道 正是战况停缓之时 飘雪仙城之内 竟然翘无声息地 潜入了两名魔道女修 而这一切 却无一人发觉 两个魔修 小心翼翼地离开城墙范围之后 便收敛起自身的气息 戴上面纱 扭着仙妖 毫无违和感地融入了城中 正在狂欢的修士大军之中 魔道修士也是人 或者说 还有些是正道修士转变的 只要不主动攻击 就不会暴露 他们修炼的魔道法力真元 虽然此戒之中 算是道长魔修的情况 但无孔不入的魔修 还是让许多正道修士 吃尽了苦头 或许在一些大势力之中 还有鉴别防护妖魔混入的宝物 但在这飘雪仙城之中 显然是不可能拥有 此等剑魔之宝的 所以 两名魔修 就靠着一张土顿服 轻轻松松地混入了城中 准备实施他们的计划 这两名女子魔修说起来历 其实和之前那楚雄 倒是同出一脉 同样都是修炼血魔禁断大法 来自于血灵神宫的魔女 这血灵神宫 仅靠肇事先国发展 乃是这一片区域里 势力与实力最强的魔道宗门 不过他们俩的身份地位 却是比那楚雄高多了 二女一大一小 都是血灵神宫这一任 公主思成风的嫡亲之人 小的是思成风的独女思里里 也是她唯一的掌上明珠 大一些的 则是思成风的小姨子玉子鱼 也就是思里里的亲小姨 此番正是思里里强 拉着玉子鱼不远万里 感到这飘雪仙城之中的 不为别的 只为了她安插在 赵氏皇族之中的眼线 前些日子传回来的一条消息 她最看不顺眼的人 她的死对头 在这飘雪仙城 赵氏皇族与血灵神宫 是互相倾讶多年的老对头了 而上面掐架 下面自然也不可能有多和谐 小一辈中 思里里的几个实力最强的师兄弟 和赵氏皇族之中的几个皇子皇女 互相看不顺眼 而她却独独和着赵寒俊看不对眼 两人从练气期斗到助击期 手段都是相差仿佛 每次虽然各有胜负 但也都是小胜小负 根本威胁不了对方性命的那种 久而久之 战胜 并且斩杀赵寒俊这个死对头的想法 已经成了思里里的心结 思成风乃是子府境后期的修士 如何看不出思里里的异常 为了帮助自己的宝贝女儿 解开这道心结 思成风不惜耗费巨大的风险 直接以雷霆手段 图了赵氏先国境内 一个刚刚晋升子府境先族的修仙家族 而又收取了这个家族数百名炼气净修士 和十名铸鸡七修士 以及那名刚刚晋升子府境初期修士的精血 熔炼了一粒三转魔神丹 魔神丹 乃是一种非常适用于修炼血魔 净断大法的血灵神功门徒弟子的一种魔丹 甚至只要投入的精血够多 质量够高 炼出达到一转或一转以上的魔丹 伏下之后 魔功修为便会大涨 而且几乎没什么副作用 例如 伏下一粒三转魔神丹之后的思里里 真元连蹦三层 直接窜升到筑基中期 直接就有了 吊打赵寒俊的实力 但就在他准备再去寻找赵寒俊约战 信心满满地准备避功于一役的时候 皇室之中的探子却报 赵寒俊不在赵氏先国的皇城之中了 具体去了哪儿 也无人知晓 从那之后 十年 这十年 赵寒俊就像人间蒸发一样 突然从赵氏皇族之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没人知道他去哪了 他寻了赵寒俊整整十年 他一度认为赵寒俊是死了 可现在结果告诉他 赵寒俊原来是躲起来了 躲到了这远离赵氏皇城的飘雪仙城 十年之后 再次收到这条消息的私里里 差点没气炸了废 不过他也不蠢 不至于认为 一个人就能挑战一座仙城 所以就直接拉上了 平日里关系最好的小姨 一同来到了这里 如今十年过去 他的修为 已然更进一步达到了筑击五层 自信打杀那赵寒俊绝对是足够了 拽上筑击九层的小姨 只是为了以防万一 可以借助玉子鱼的飞顿灵器 逃命而已 两人穿梭在这一城他乡 虽然绝世的容颜 被面纱遮挡住了 但火辣辣的身段 和妖魅的气质 还是吸引了好几波 纵九过度的胆大修士 一个阴暗的巷子里 解决掉第四波 企图对他们动手动脚的修士 私里里照出一团清澈的水流 洗了洗自己的魔器小刀 有些厌恶的嘟囔道 这就是自诩正道的修士 脑子里竟是一些惊虫 我瞧着不去跟咱们一起 当魔修 真是可惜了 旁边负责警戒的玉子鱼 好笑地伸出如葱玉手 挑起私里里的嫩滑下巴 洋装好色之徒般地说道 这还不是你的魅力太强了 戴着面纱 都把这些臭男人 迷得神魂颠倒 依我看呀 还真怪不得人家尾随咱们 小姨 私里里撑怒着 一把拍掉玉子鱼的玉手 说道魅力 玉子鱼比她只强不弱 毕竟一个是色瓜 一个是熟瓜 但只要俩人混在一起 被好色之徒盯上 玉子鱼却总是把责任 推到她的头上来 行了行了 不和你闹了 就在你刚刚收拾那群人的时候 小姨我也终于找到了 挂着赵氏拍卖行牌匾的建筑 你那死对头赵韩俊 既然是赵氏皇族中人 想必落脚之地 肯定就在这赵氏拍卖行之中 咱们速速潜入进去 解决了此人 玉子鱼瞧见 斯里里有要生气的迹象 连忙转移话题 这个话题明显转移得很成功 立即就吸引了 斯里里的全部注意力 她此刻一门心思的 就是想弄死赵韩俊 不 简单弄死还不够 她要让赵韩俊求生 不得求死不能 她最讨厌的 就是赵韩俊那一副故作清高 其实心思比谁都重的模样 这与她向往的自由 直率 随心所欲的道路完全不同 还跟我躲 躲得过去吗 小姨快走 我今日是要斩下此女的脑袋 斯里里拉着玉子鱼 示意她速速带路 放心吧 今日必定让你得偿所愿 玉子鱼微微松了一口气 随后便带着斯里里 直奔赵氏拍卖行 那三层建筑走去 深夜 赵氏拍卖行后院 一股非常奇异的香味 缓缓地透过窗户 和门缝之间的缝隙 悄无声息地弥漫进屋子里面 嗯 这是什么味道 正在修炼的赵韩俊 忍不住轻轻吸了吸 小巧挺立的穷鼻 什么味道 哥哥哥哥 老朋友 许久不见了 你连我的拿手好戏 实觉迷魂伞的味道 都记不得了 实觉迷魂伞 听到这个名称的赵韩俊 煞食一惊 他立即停下修炼 想要起身 但平时只需要半个呼吸 就能完成的动作 今天却用了足足实习 并且还非常吃力 不好 中招了 赵韩俊俊靠着床边 脸色瞬间变得非常难看 别挣扎了 我这样你又不是不知道 就是子辅静的修饰 不小心闻上一些 都要四肢乏力许久 体内的灵力运转晦色 甚至还不如注击器的真源来得好用 这句话刚刚落下 赵韩俊的房间门 就被两个戴着面纱的 妖娃女修给推开了 斯里里 真是你 赵韩俊强撑着无力的身体 咬着背齿 恨恨地看着门口 站着的两个女修士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赵韩俊啊 赵韩俊 你现在是不是特别好奇 好奇我怎么知道你在这里的 好奇我为什么 感光明正大的点 相迷翻你 斯里里一把扯开面纱 露出了一张 足以倾国倾城的面容 更让人迷怀的是 或许霍国殃民这个词语 说的就是这样的主 谁知道赵韩俊却是摇了摇头道 我不知道奇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的 毕竟连关键和周涛 都可以打听到我在哪 那就说明 我在飘雪仙城的事情 已经被有心人散播出去了 你能找来实属意料之中 我只是好奇 以你的修为 恐怕还不能如此轻松 简单地潜入飘雪仙城 甚至是直接侵入赵氏拍卖行之中吧 你倒是聪明 没错 这次为了杀你 我特意搬来了我小姨 这位筑鸡九层的大修士 他身上宝贝众多 别说是 潜入你这小小的拍卖行了 就是你赵氏皇族所在的皇城 他也照样去的 斯里里介绍玉子鱼的时候 活像之骄傲的小母鸡 你们在外面布下了阵法 瞧见斯里里旁若无人 肆无忌惮的样子 赵韩俊忽然问道 那是当然 不弄一套阵法罩住 惊醒了旁边那两个筑鸡出气的修士 打草惊蛇了怎么办 斯里里大大方方地承认了 哼 你这次还真是有边来啊 赵韩俊坚最后一点希望也熄灭了 顿时失望地闭上了眼睛 连通外界的渠道已经被阵法隔断 此时房间里又只剩下了他与灵一两人 灵一身受重伤昏迷不醒也就不谈了 自己这个唯一的战力 现在也中了对方的实觉迷魂伞 实诚实力发挥不出一成 等于是个废物 他承认自己这次大意了 他是真的没想到 自己这个老冤家居然这么大胆 就凭两个人就敢独闯正道修士 所占领的一座仙城 要知道 这可还不是平时松松垮垮的时候 而是寿巢来袭 全城修士空前团结的时候 摩修就是摩修 出乎常人意料 走常人不走的路 这种事情 普通的修士压根就做不出来 也就是习惯了肆意妄为的魔道修士 才能做得出来了 则则则 小姨你快瞧瞧 这就是咱们血灵神宫多年的死对头 照顾皇室的四公主呢 死了 看看 多么漂亮的脸蛋啊 比起我和你 也就只略微逊色了一丢丢呢 斯里里眸子里闪烁着兴奋的光芒 几步走到几乎已经无力反抗的赵韩俊身前 先是狠狠地 扯开他脸上戴着的白色面纱 然后又用小手轻条地抚摸了上去 同为青城家人 但斯里里不得不承认 赵韩俊的姿色和身段 并不逊色于自己一丝一喉 只是两人的风格不太一样而已 一是妖魅如火 一是清冷如水 也何该他们两个互相看不顺眼 试问 要杀药寡随你的便 但你万万不该羞辱于我 哟喝 你都沦落到如此境界了 要求还这么高呢 我就羞辱 就羞辱你 你能拿我怎么样 赵韩俊不说还好 一说斯里里手上的动作反而越来越快 本来绝世风华的一位仙子 竟是在他的手上变成了一块橡皮泥 揉捏个不停 好了 抓紧杀了他 小心持责生变 看见斯里里还在胡闹 门口负责警戒的玉子鱼 皱着眉头催促道 他们如今可是身在狼窝虎穴 一个不慎就会生死盗销 由不得他不谨慎 好了小姨 我知道了 这就送他上路 斯里 虽然还没过足影 但也知道事情的轻重缓急 但就在他刚刚举起手掌 欲要直接震碎赵韩俊这个老对头的天灵盖之时 眼角的余光忽然透过赵韩俊的衣服 看到了床上躺着的灵依 小姨你快过来看 这里居然还有个男人 斯里里顿时无嘴惊呼 怎么可能 听到斯里里的话 玉子鱼顿时从门口跑了过来 一眼就看到了床上躺着的灵依 此人的呼吸极其微弱 脸色苍白既无血色 应该是受了重伤 导致昏迷不醒 再加上他和此女实在靠得太近 所以这才侥幸瞒过了我的神识探查 玉子鱼分辨道 可是斯里里却根本没有听进去 他这会儿正蹲在赵韩俊的面前好奇地问道 靠得这么近 说他不是你男人 我都不信 赵韩俊你什么时候偷吃男色了 你曾经不是说一辈子不嫁 给他一个地方疗养罢了 斯里里 这是你我之间的仇怨 切莫扯到别人身上 要杀快杀 赵韩俊看见两人的注意力 都放到了灵依的身上 语气里难得的出现了情绪波动 谁信啊 不是你男人 他受伤了 你靠这么近贴身守护 斯里里却是吃笑一声 随后便在赵韩俊焦急的眼神中 来到床边细细打量了一番 容貌还行 有点小帅 有小白脸的前置 就是这年龄 看上去比你最起码 要小上七八岁吧 好呀 赵韩俊 你居然老牛吃嫩草 斯里里就像是发现了新大陆一般 用不可思议的目光 在灵依和赵韩俊身上扫来扫去 我再重申一遍 他不是我的道理 我也不认识他 更别提什么 老牛吃嫩草之类的乌言慧语 今天赢了 能不能不要啰嗦了 给我个痛快行不行 赵韩俊都快疯了 任谁一个清冷高傲的黄花大闺女 被人这么说 都会扛不住的 他承认 他是对灵依有一些好奇心 但那只是出于 对神秘事物的基本尊重 并不代表着他喜欢她 不过严格来说 灵依这次先是被大鹏妖将 打成重伤 现在又面临魔修的毒手 都是受他所连累 所以他就想摆脱 和灵依之间的关系 杨庄不认识 不熟悉 虽然他知道即便是这样 灵依能够生还的机会也不大 但怎么也算是尽力了 你确定你们不认识 斯里里狐疑地 盯着赵韩俊猛看 不认识 赵韩俊闭着眼睛答道 真的不认识 斯里里又确认道 真的不认识 赵韩俊的语气非常的坚定 那真是太好了 哥哥哥 既然你们不认识 那我刚好 让你们仔仔细细 轻轻秘密地好好认识一番 只见斯里里妹笑着 一拍腰间除无带 取出一个玉瓶 从里面倒出一粒红烟烟的丹药 随后便直接一把 塞到了赵韩俊的嘴里 你给我吃了什么 赵韩俊无力抵抗 只能恨恨地瞪着脸上 表情非常古怪的斯里里 没什么 只不过就是一粒 普通道不能再普通的丹药 就在这里好好地享受吧 斯里里满含深意地 轻轻抚了辅赵韩俊 吹弹可破的如玉脸颊 随后拉着玉子鱼扭头便走 那玉子鱼走的时候 还忍不住回头 露出了一丝极其怜悯的神色 不过怜悯归怜悯 但她的手速可不慢 一把抢过赵韩俊腰间的 所有储物袋 这才鸟鸟离去 至于床上躺着的男人 一个气息如此微弱的小白脸 也就赵韩俊可能把她当得薄 储物袋里能有什么好东西 她玉子鱼 好歹也是筑基九层的魔道修士 可不是剪破烂的乞丐 回来 斯里里你这个妖女 你快给我回来 你 你告诉我 你到底给我吃了什么药 回来 你 赵韩俊敏锐地感觉到不对劲 于是便再也不能保持平静的理智了 她和斯里里争斗了那么多年 太清楚她的脾气了 这粒丹药里面断然有猫腻 要不然 她根本不可能这么简单自信地拔腿就走 果然 在斯里里和玉子鱼走后没几息 赵韩俊的身体便开始急剧地升温 可能是要笑非常霸道的缘故 仅仅片刻之间 超强的高温就已经灼烧到 连她的神智都有些模糊不清了 没吃过猪肉 还没看过猪跑 到了此刻 她哪里还不知道 斯里里给自己下的什么药 而且 以斯里里那个妖女善于掉药的手段 这粒丹药必然不可能只有这一种变化 最后很有可能还会让她凄惨无比的死亡 妖女 若有来世 我必斩你 嗯 好热好想梁快些 另一边 刚刚溜出赵氏拍卖行没多远的玉子鱼 有些犹豫地说道 其实 咱们直接杀了她也就是了 你这粒丹药一味 以她的性格 日后恐怕会生不如死 小姨 你说对了 我的确就是要她生不如死 她不是向来清高吗 她不是一直瞧不上咱们这些魔修吗 明明就是偷藏男人 还舔着脸说自己不认识 不认识好啊 我给她下一个最猛最烈的药 以后她们肯定是最熟悉的人了 斯里里今日终于得偿所愿 非常解气地说道 算了 知道你和那丫头有仇 这事我也就不说了 不过以后你那招裂丹还是少用 此丹存于你身上 早晚会害人害解 玉子鱼缓缓说道 招裂丹怎么了 我觉得挺好的呀 服下此丹的人 再纯白如纸 再真裂守身 也会在一百戏之内 变成只知道索取的荡妇 而且最妙的是 服下此丹的人 如果她身边没有男人 不出一时三刻 必然欲火焚身而亡 如果有 嘿嘿嘿 只要女子的那里 一碰到男人的那里 她就会像涌动机一样 不到修为散尽 便不会停止 只要一想到 那平日里高高在上 清冷如月的赵国四公主发现 只是一夜之间 她的真结和修为全部丢失之后 可能滋生的糟糕心情 我就开心极了 斯里里的脸上 笑得如同百花盛开 灿烂至极 但说出来的话 却是让人听了 汗毛直竖 心中振战 就像玉子鱼说的那样 赵寒俊服下招裂丹后 虽然不会死 但恐怕会比死了还痛苦 踏上修仙路的女修 在乎的东西不多 无非也就那几样 其中 真结和修为 肯定并列其中 如果不是主动 而是被动被人坑害 没了其中一个 想必他们 肯定会直接崩溃 而如果一下子没了两个 那就真的 还不如直接去死了 斯里里这一招 真的是比直接杀了赵寒俊 还要来的 屈辱数十倍 不过 自古正魔不两立 血灵神功和肇事先国 更是万年死对头 双方的修士交手 哪怕是正道这边的修士 也偶有施展下作手段的 魔道修士做出来 那就更是家常便饭 不足为奇了 行了 既然你此次任务 已经大功告成 那我们就抓紧回宫吧 总在这修仙者聚集的城池里待着 稍微有点风吹草动 就有可能暴露身份 危险太大 玉子鱼自己也是魔修出身 能够修炼到筑基九层的境界 手上早就脏了 也懒得再去说四里里 别啊 咱们好不容易出来一趟 虽然事情是办完了 但也不能轻易就这么走了啊 要不 咱们再去搞点副业 四里里的语气里充满了诱惑 让玉子鱼即将要说出来的话 立即卡在了喉咙里 她知道四里里说的副业是什么 无非就是人族和妖兽的精血罢了 而差一步就能突破紫腑境的她 目前最缺的就是大量的精血 这 太危险了吧 要不咱们 还是回去的好 玉子鱼修为高见识广 但胆子反而还要略训四里里一筹 爱你怕什么 万一行踪暴露 咱们不还有我娘亲赐下的那件 专攻速度的逃命魔器 香云飞车吗 走走走 四里里一把拽走愣神的玉子鱼 在旭日刚有生起之意的时候 躺在床榻之上的灵依 有些昏昏沉沉地睁开了眼睛 嗯 刚刚那真是梦境 我没死 是玄心玄兵救了我吗 灵依睁开眼睛之后 立即前言不答后语的自顾自 呢喃了两句 自从被大鹏妖将打成重伤淤迷之后 他就好像陷入了一个 非常奇特的梦境之中 刚开始的梦境非常的痛苦 仿佛有刀山火海 在时刻折磨于他的梦境体 他逃 他跑 但那种感觉 却始终如同复古之躯一样 紧紧地跟着他 好在没过多久 他的体内就无端端涌出了一列轻拳 将这番难以承受的痛苦 扑灭掉了一小部分 自那以后 虽然还是很难熬 但最起码不是那么要死要活了 就在他稍微松了一口气的时候 毫无预兆地 一股磅礴的极寒冰泉 从他的四肢百骸之中冲击而出 疼痛立即被浇灭了一半 天知道 那股冰泉在他的经脉之中 肆意流淌的时候 灵漪是多想呻吟而出 那种感觉 就像是前世 在烈日炎炎的酷暑之下 喝上一口冰阔乐 那种透心凉 心飞扬的感觉 一个字 爽 这种感觉持续了好一段时间 让灵漪的情绪 也随之安定了不少 一直到 他看见了一名气质清冷 身姿曼妙的仙子 从天而降 仙女的面部 好似被迷雾包裹 让他有些看不清楚样貌 但直觉 让他下意识地断定 此女必然是天香国色 就在他好奇地 想要过去打招呼的时候 那仙子忽然一把擒住了他的手 极其主动地凑了上来 灵漪知道 这不是真实的 只是自己的梦境或是幻境 于是便挥舞着手脚 强行推开了那仙子 推开之后 也不知道是不是距离太近的原因 他竟然隐隐约约模模糊糊地 在那一层迷雾之中 看到了一张精致到 足以让任何男人 感到窒息的绝世容颜 这人看着 怎么有点像赵韩俊 赵行主呢 对于自己的梦境之中 为什么会出现 神似赵韩俊的女人 灵漪属实有些猛逼 他满打满算 也就和赵韩俊碰过几面 而且基本上 还都是在这一两天之中碰到的 对方虽然气质出尘 符合他心理理想道理的模样 但毕竟戴着面纱 看不清具体面容 所以 自然也就谈不上爱慕之意 了不得也就是略有好感罢了 灵漪沉思的时候 那神似赵韩俊的仙子 竟然不依不饶地又贴了上来 而且这回更狠 竟然直接要伸手扯他的衣服 仙子请自重 自重 灵漪被这女子的凶悍 吓得连连后退 这么直接的人 就算是在前世 他也没见过啊 既然神似赵韩俊 姑且就先把他当赵韩俊吧 可赵韩俊却依旧我行我素 扮咬着红唇七十二上 颇有蛮不讲理小辣椒的意思 不可能啊 这明明是我的梦境 为什么我控制不了他 灵漪惊恐地看着赵韩俊连部轻移 昧笑着缓缓向他走来 他刚刚试图用意念控制赵韩俊 但却屁又没有 什么时候 自己的梦境竟然不受自己的控制了 难不成 这不是我的梦境 还没等灵漪想明白 他就被毫无还手之力地推倒在地 反过来了 我 我这是被 一注香后 反抗无效的灵漪 只能无力地垂下了挣扎的双手 接受了命运的安排 以上的一切 就是灵漪刚刚做的梦 一个真实道 压根不像梦的梦 那场战斗 足足持续了将近三个时辰 他不知道是自己太弱 还是对方太强 反正最后 他选择了彻底躺平 在数个时辰之后 灵漪突然醒了过来 然后就出现了开头的那两句 非常不大的呢喃细语 死 身体各处 怎么都这么酸疼 略微缓过一些劲的灵漪 揉了揉肩膀 就想要坐起来 但是手掌刚刚撑下去 就触碰到了一团滑溺凝枝 阴明 什么东西 察觉到异常的灵漪 扭头望去 下一瞬 立即面色大变 只见一个不着寸的女人 正气象的小猫咪一样 安安静静地蜷缩在她的旁边 睡得正香 女 女人 这个女人立马让灵漪 联想到了之前的那个梦境 她连忙环顾四周 只见这方明显是女子风格的床榻之上 如今早已是一片狼藉 各种被撕扯到粉碎的衣物 以及多了一朵暗红色鲜花的白色床单 不 不是梦境 灵漪看着自己同样光 溜溜的身上 又看了看旁边睡得香甜的女子 整个人顿时如同被九天之上的雷霆击中 她不明白自己 就算和大鹏妖降对了一个回合 为何醒了之后 原杨就稀里糊涂地没了 注击之后 失去原杨 对修为静静并没有什么影响 她在乎的是稀里糊涂四个字 再次看了一眼旁边睡得很沉的女子 灵漪忍不住伸出手指 挑起了她的脸颊 反正没都没了 她总要知道 是谁夺走了自己的第一次吧 可就在她刚刚抬起女子的半边脸庞之时 手就像触电似的抽了回来 赵 赵韩俊 没错 睡在她旁边的女子 正是刚刚在梦里 把她逆推了的那个 神似赵韩俊的仙子 我睡了赵韩俊 呸 赵韩俊睡了我 灵漪看着满床的白色碎布 此时才反应过来 有一部分明显是自己身上的 也有一部分 是属于赵韩俊身上 穿的那件纯白色长裙 虽然两人都喜欢穿白色的袍子 但颜色还是略微有些差别的 在灵漪子府尽一层的神石之下 先毫必现 一眼轻 难道我并不是被玄兵玄星他们救下来的 而是这赵韩俊救了我 并将我带到了他的闺房 然后吃了我 他记得在梦境之中 赵韩俊可是极为主动的 自己越反抗 他越是欢喜 靠在床上休息了片刻 灵漪收拾了一番疲惫的身心之后 这才从储物袋里 重新取出一件白色长袍穿上 自己虽然被一个女人睡了 但对方好歹也是个身份尊贵 容貌绝世的美女 这样一想 他一个小家族出身的普通修士 也谈不上什么吃亏 毕竟天底下不知道多少人 想要这种厌服 却不可得呢 穿上衣服 把床上简单地收拾了一番 再给赵韩俊椰上被子 灵漪就轻手轻脚地走出了屋子 他和大鹏妖将对赵所受的伤 已经没什么大碍了 就是被赵韩俊在床上蹂躏得有些惨 身体各处酸疼酸疼的 尤其以腿部 腰部 这两块地方最为明显 感觉走起路来都轻飘到 似乎随时可以乘风而去 推开房门 灵漪一眼就看到了 外面布置的阵法 不过他倒是没在意 还以为是赵韩俊为了吃他特意不下的 轻松破开阵法 灵漪立即在隔壁的两个屋子里 察觉到了灵玄星和灵玄兵的气息 嗯 他们俩怎么在这里 灵玄兵和灵玄星两人出现在这里 是灵漪万万没想到的 既然弟弟妹妹们也在这里 那赵韩俊除非是疯了一样地缠他身子 不然段无可能胆子大到这种程度 他不相信 玄兵玄星两人会坑害自己这个大哥 赵韩俊疯吗 一回想起赵韩俊所求无度 半是清纯 半是娇媚的模样 灵漪就颤颤地打了个哆嗦 谁能想到表面上清纯冷兵的韩俊仙子 人后却是那么凶猛如虎呢 发现了弟弟妹妹也在旁边之后 灵漪没有去打扰二人 因为就算问他们 他们肯定也说不出个子丑银帽来 他重新回到了赵韩俊的屋子前面 随手找了个垫子 盘膝坐下 一边恢复剩下的伤势 一边等待赵韩俊苏醒 他想当面问问赵韩俊 自己真就那么帅 值得他如此大费干戈 当太阳慢慢攀爬至中间的时候 屋子里沉睡了半天的赵韩俊 终于醒了 等灵漪收工推开房门 准备质问他的时候 赵韩俊的状态 却是直接吓了他一大跳 只见他就这么睁着一双无神的大眼睛 正正地看着屋顶 虽然没有动作 也没有言语 但却把毫无声气四个字 展现得淋漓尽致 你怎么了 灵漪吞了下口水 轻轻地问道 他原来想着 一进门发现的 肯定是红光满面 容光焕发的韩俊仙子 谁能想到 会是这么一个场景 灵漪站在门口 等了足足一炷香 才等到了赵韩俊的回答 我的原因没了 修为也没了 什么都没了 赵韩俊似乎是终于缓过来一丝 侧头用空洞的眼神看向灵漪 他没有流泪 因为早在私里里离去之时 他就已经猜到了 自己会有此刻 如此大好的机会 那妖女 怎么可能放过他 只是虽然知道 但真的到了这步境地 他还是难免有些失魂落魄罢了 随便一个人 从高高在上的天才公主 陡然衰落 倒到修为进去 真结丢失的废物 想来都不会好受 他如今只是这番作态 没有直接去寻死 已是心境修为非常不错的了 等等 你原因这事儿 我勉强知道一些 可你的修为 怎么会突然没了 灵漪看到身上 没有半点修仙者气息的赵韩俊 满头的雾水 这剧本 怎么和他想得完全不一样呢 哼哼哼 赵韩俊有气无力地惨笑一声 说起来 还是韩俊对不住林道友在先 是我 邀请你来这飘雪仙城助力守城 以至于道友被大鹏妖将打伤 陷入重度昏迷之中 道友乃是受韩俊所邀 见到道友受伤 韩俊又岂能不管 于是我便扔下敌手 与令帝 令妹 合力将道友带回城中 肇事拍卖 形养伤 可就在昨晚 我一时不慎 竟遭到了魔道萧小的暗算 那魔修与我素有仇怨 所以 我便被强迫着 服下了极其猛烈的春 春 说到这里 赵韩俊的像是嗓子 忽然卡住了 站在门口的灵依清晰的瞧见 两行青泪如断了线的珍珠 缓缓地从美人软玉温香的脸颊上落下 魔修 敏锐地抓住这个敏感词汇 灵依轰的一下 立即打开了全身的气势 堪比紫辅进的无匹神石 也直接把方圆树里全部覆盖 没用的 他们早就跑了 这要歹毒无比 不但让我浑身燥热 魔火缠身 还让我丧失了一身的修为 赵韩俊无力地解释道 如果在一日之前 他知道了灵依真正的修为 乃是助击后期的话 恐怕还会忍不住震惊一番 可现在 他的修为和原因禁失 却是再也打不起精神 去关注这些身外之事了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灵依恍然大悟般地 收起了神石和气势 但是下一秒 他又冷汗迭身地问道 可为什么那来袭的 魔修不杀我呢 你当时重伤昏迷 浑身的气息 都已经下降到几点了 比这一般的练气期 修事都不如 他们许是懒得杀 赵韩俊胡扯道 其实他心里跟明镜似的 私里里之所以不杀灵依 就是为了留着灵依羞辱他 如果没有灵依的存在 赵韩俊跟谁去鼓掌 凳子腿 真要是那样 还不如直接一掌避了省事呢 赵行 赵仙子 你不必自责 魔修突然来犯 这是谁也想不到的事情 修为没了 只要丹田还在 咱们重新修回来便是 我相信以仙子的天赋 重回住基 最多也就十几年 灵依安慰着说道 谁知听了灵依的话之后 赵韩俊却是极为苦涩地摇了摇头 没意义了 一切都没意义了 领导友根本不知道 赵国皇室的内部倾压程度 像我这样的人 一旦修为落下些许 可能就会步步落后 直至被淘汰边缘化 而此时的我修为尽失 日后又何止是指落后一步 恐怕这件事一传回赵国 我便再也不会获得 任何的资源倾斜 又何谈十几年恢复修为 这 灵依虽然知道 多般无情罪是帝王家 但修仙者掌控的国家也是如此 他还真是头一次见 看见香榻上失去了精气神 显得愈发颓废的绝世家人 灵依沉色片刻 犹豫再三 最后还是硬着头皮认真的说道 不管承不承认 你我虽然没有道理之名 但在阴差阳错之下 也算是有了道理之时 如今你跌落云端修为不在 我灵某人 却也不是那薄情寡义之辈 这样吧 若是你相信我 这段时间就先跟着我 你重新崛起的修炼资源 我灵依全包了 而且保证 你十年之内 可以重回住机器 届时 若是你想走 我不拦你 若是你不想走 我也自会对你负责到底 灵依真的是鼓足了勇气 说出的这段话 他知道 像赵寒俊这样出身高贵 天赋和容貌 又都是上上等的人 身上多半都是早已养成了傲骨 想要让他这样的人跟着自己 别说是他目前只是修为散尽 依然还有重新崛起的机会 就算是他丹田直接被废了 没了修炼的可能 恐怕也不一定能成功 他此举就是再赌 赌赵寒俊 对他应该是怀有一丝好感和愧疚之意的 如果是这样 那今日也许就还有一丝希望 他可不希望自己 刚刚发生过关系的女子 就这么香消玉允了 那也太糟心了 你可知十年之内重新修到住机 需要消耗多少珍贵的修仙资源 这一层层的快速晋升 若是折合零食一算 最起码需要消耗数十万块下品零食 住机之上更是花费剧增 没有将近百万零食 根本就不可能在十年之内 恢复到我之前的住机三层之境 我想 林道友还是不必费心遭见 那些宝贵的资源了 赵寒俊先是和零一对视了一阵 发现零一的眼睛里 近视真诚之后 本是冰凉的芳心 顿时暖和了一些 但他还是拒绝了零一 他觉得自己已经亏欠零一不少了 不能 也不该再去坑害这位 和他已经有过肌肤质 你我之间 如今还需要分得这么清楚吗 十万零食如何 百万零食又如何 我零食先族 虽然综合条件 比不上掌控了一方 先国的赵氏皇族 但若只是多养一个赵寒俊 却是毫无压力 此事我就做主了 无需再做多言 日后你就先跟在我身边 我供你吃喝 供你修炼 零一的眼睛多贼 早就看到了赵寒俊的眼神变化 知道他是为了自己考虑 但无论怎么说 赵寒俊真真切切 是他此生第一个女人 而且还是个心里 会为他考虑的绝世仙子 他会缺自己的女人那点资源 于是直接挥了挥手 替赵寒俊下了决定 你真的没有必要这样的 你这样会让我感觉 欠你的越来越多了 看着男人坚定严肃的眼神和面容 赵寒俊躺在床上弱弱地说道 其实 如果玉子瑜不抢走他的储物袋 他也不会如此绝望 要知道 他身为赵国皇室的四公主 储物袋里的家底 可着实不少 就连一些外界 根本看不到买不到的灵器 和三接灵丹之流 他那储物袋里都是有的 各种临时物资 也是数不胜数 足够他从头再来 修炼到助击之境了 可惜的是 魔修也没那么傻 虽然灵异的储物袋 两人当时没看得上 但赵寒俊身份尊贵 储物袋却是不可避免的 要被顺走的 不过赵寒俊 也不是所有的东西 都在储物袋里 例如 他自己祭练的两件灵器 一方相怕 一柄匕手 就还在他的丹田之中 酝养着 一些皇室委托他 带到赵寺拍卖分行 来进行拍卖的物品 也都在拍卖行的宝库之中 这两件灵器 是他仅存的财富了 而且还是暂时取不出 也不敢用的财富 行了 再说欠不欠的 就显得生疏了 昨天晚上的你 可不是这样的 灵依看着侧躺在床上 肌肤白到反光的赵寒俊 忍不住调笑了一句 呀 你不许看 转过去快转过去啊 见到灵依眼神中的异样 赵寒俊这才惊觉 自己此刻浑身上下 连一块布料都没有 顿时羞得连连尖叫 都看了大半天了 有什么好害羞的 灵依随手取出一套 自己的衣物 扔到床上 嘴里嘀嘀咕咕地 转过了身体 随着一阵子 嘻嘻嘻嘻的声音过后 灵依这才得到赵寒俊的允许 重新回正了身体 这一回身 立即看到了一副美景 不得不说 赵寒俊的颜值 确实扛打 灵依的这身 明显大了两号的白袍 穿到他的身上 非但没有半点臃肿 反而还显得赵寒俊 更加的衣美飘飘 犹如折仙乘风下凡 轻力不可方物 有那么好看吗 盯着我看那么久 见灵依目不斜视的 愣神模样 换上衣服 气色明显比之 刚刚好了许多的赵寒俊 竟然带着些许 娇称的语气问道 经历过昨晚 亲密无间的那番事情 再加上今天灵依 灵依特别负责的态度之后 他对灵依的态度 不知不觉之间 已经发生了某种变化 而这种变化 代表着愿意亲近 和信任一个人的开始 有没有人曾对你说过 你美得根本不似凡间生灵 也不知道 我上辈子 究竟是做了多少善事 今生才有缘与你相逢一路 只是可惜了 可惜了呀 灵依凝视着赵寒俊的 无缺容颜 感慨着摇头 为什么叹可惜 赵寒俊歪着头 疑惑地看着灵依 本来前一句话 他听着 心中还是很欢喜的 只要是女人 哪有不爱意性夸奖的 虽然他从小被夸得 都有些麻木了 但灵依不一样啊 这可是第一个勾起他好奇心 又得到了他 被他得到了身体的妖孽添娇 能被这样的男子夸赞欣赏 清冷如他 心里也是跟吃了蜜糖一样的甜 不好说不好说 算了 咱们还是不说了吧 灵依话题一转 故作神秘 顿时惹得赵寒俊 微微撅起了嘴 可能是和面前 这个男人早已坦诚相见 再加上如今修为禁尸的缘故 赵寒俊在灵依的面前 是越来越没有之前 那清冷高贵的气息了 这 灵依也是第一次见到 赵寒俊这样的美态 下意识地 就把心中的想法倾吐而出 其实我是可惜 你还不是我真正的道理 若你是真的 那我到底就不会再有遗憾了 灵依说得很是认真和动情 虽然只是坦诚相处了没多久 但赵寒俊这样面冷心热 即便是原因和修为 禁尸的情况下 却依然还不愿再拖累她的绝美女子 深深地打动了灵依 如果换位思考一下 把自己变成赵寒俊 设身处地 恐怕灵依还真的不会有赵寒俊做得好 这样优秀 善解人意 气质绝佳 又长得毫无瑕疵的女人 正是她理想中的大道之旅 灵依作为临时修仙家族的一员 未来当然是 要在族中留下自己的子嗣血脉的 家族家族 自然是有家才有族 以血脉之情搭建而成 都不生娃 而床上的赵寒俊听了灵依的话之后 也沉默了 他不否认自己对灵依有好感 自己最宝贵的东西也都给了灵依 如今更是准备活在灵依的庇护之下 说实话 两人即便不是道旅 也胜似道旅了 所以在床上思虑了片刻之后 赵寒俊忽然发现 自己好像并没有拒绝的理由 想通了的赵寒俊 罕见地展颜一笑 非常洒脱地道 修仙之人敢爱敢恨 承蒙阁下不切 我赵寒俊愿与君结成道旅 此后共赴大道 灵依同样郑重地说道 此生尽得一如先知己 灵依必不负清 王军 夫人 两人对视一眼 君是会心一笑 谁也没想到 因为两个魔羞作乱 竟然成全了一对家偶 快下来吧 咱们出去走走 你如今既是我灵侍先祖的媳妇 我得带你重新认识一下 我那两位弟弟妹妹 灵依脸上全是止不住的笑意 也好 赵寒俊乖巧地答应一声 刚想下床 忽然摁着大腿 跟不交呼一声 痛 好疼 怎么了这是 灵依急忙凑到床边 谁知迎接她的 却是捏在一起的两根千千玉纸 能是怎么 还不是昨晚你干的好事 赵寒俊称怒地用一双美眸 刮着灵依 昨晚我干的好事 灵依愣了愣 旋即反应过来 捧腹大笑道 你还好意思说 那是我的锅吗 那明明是你自己了 但是笑道一半 灵依力却突然戛然而止 因为她的腰间软肉 已经陷入了赵寒俊的 两指包围之中 半住香后 灵依搀扶着走路 依然还有些困难的赵寒俊 慢慢地走出了屋子 昨夜整整三个时辰的荒唐 再加上修为又一路暴跌 也不怪赵寒俊 有些支撑不住 此时的她 还没有重新修炼 勉勉强强 只能算是拥有 助肌气肉身的普通人 各方面素质 肯定要比凡人好些 但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所以 灵依只能搀扶着她 缓缓走出 修修 两道真园 分别设在灵璇星灵璇兵 二人七夕的房门之上 七夕过后 两人纷纷收工推开门 大哥 看见已经恢复如初的灵依 灵璇星二人 煞时笑容绽放 嗯 这是你们的大嫂 叫大嫂 灵依指着赵寒俊 面无表情地说道 大嫂 两人冷不丁有些发症 他们就打坐了一晚上的功夫 大哥就勾带了个嫂子 但这也不对啊 两人回想起灵依昏迷的那个样子 大哥有能力去勾的 让你们叫就叫 废话那么多作善 灵依看见这两个小滑头 盯着赵寒俊 哪里还不知道他们的想法 于是立即喝道 哎哎 大哥息怒 息怒 大嫂 大嫂好 嫂子好 嘻嘻嘻 灵璇兵灵璇星二人 虽然还是搞不清楚来龙去脉 不过他们 当然也不敢去违抗灵依 立即点头哈腰的喊道 嗯 服 寒俊 他们俩一个是我的三弟灵璇兵 一个是我的七妹灵璇星 日后随你喊他们三弟七妹 还是玄冰玄星都可以 另外 咱们家里还有一些弟弟妹妹 等日后 有空再一一介绍给你认识 灵依又给赵寒俊 正式介绍了一番自己的弟弟妹妹 只不过当着两人在场 他有些喊不出口夫人 这个极度亲密的称呼 于是只能转而轻换寒俊 相比较灵依 赵寒俊一旦接受了自己的新身份之后 明显就大大方方多了 直接对着灵依抖 知道了琳琅 玄冰和玄星我之前就和他们说过话了呢 息息息 早知道您和我们的大哥关系这么亲密 昨天那会儿 我们怎么也不会怀疑 您别有动机不是 大嫂 对不起哈 灵玄星仗着性别 一把搂住了赵寒俊的胳膊 摇晃着道歉 没 没事 那都是之前的事情了 赵寒俊连连摆手表示不在意 此刻别说是灵玄星和灵玄冰有些猛逼了 就连他也在心中暗暗赋肥 真是世事奇妙 变化万千 昨天还是几个陌生人 结果今天就成了一家人 这速度 属实有些快了 行了行了 你们俩继续修炼去 我带着你们的嫂子再转一转 好嘞大哥大嫂 祝你们玩得开心 灵玄打发走了两个弟弟妹妹 扶着赵寒俊开始在拍卖行的后院之中散起了步 走了片刻之后 灵玄忽然悠悠地说道 在别人面前我还是换你寒俊吧 叫夫人属实有些不太好意思 扑吃 赵寒俊看着男人红彤彤的脸颊 忍不住笑了 我倒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方面 脸皮子比女人还要薄的男子 你真是逗死了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我不与你争辩 灵玄孽如着嘴回道 在她前世 男女结婚成亲之后 都是喊老婆老公来着 这到了仙霞世界 都是称呼什么娘子夫君 别的穿越者她不知道 反正她一时间是真有些放不开 你呀开心就好 我反正都是你的人了 还在乎你喊我什么 赵寒俊捂着嘴笑颜如花 她觉得自己 好像又发现了灵玄身上的一道闪光点 在赵寒俊乐不可知的时候 灵玄随手递过去 一个储物袋 给我的 赵寒俊立即收声 眨巴着大眼睛看着灵玄 谁是我夫人 我就给谁 灵玄哼哼 行啊 那我就敏为其难的收下 看看里面到底是些什么东西 你要知道 你家夫人可是赵氏皇族的公主之尊 一些普通的资源 可是入不了你家夫人的法眼哦 赵寒俊摆出之前的 那副高冷的样子 装腔作势 说起来 这也是赵寒俊第一次主动对灵玄 说出自己的身份来历 不过灵玄显然是早就知道 赵寒俊地位尊崇高贵 也没有过多惊讶 只是自信满满的一挥袖袍 夫人且看便是 那好 那本夫人就看看 你这葫芦里 究竟放什么药 赵寒俊艰难地从丹田里面 挤出一丝微弱的法力 打开了灵一给的储物袋 灵一和赵寒俊二人走后 灵玄星和灵玄冰 就鬼鬼祟祟地凑到了一间屋子里 两人刚一碰头 灵玄星就愁眉苦脸地吐槽道 这大哥 怎么就突然找了个大嫂呢 要知道 咱们家里可还有两位 一直在惺惺念念地惦记着大哥呢 唉 谁说不是呢 这要是被云韵姐和燕燕姐知道 那还得了 不过 大哥找的这位大嫂 也确实漂亮 漂亮的 就跟画里面走出来的人似的 灵玄冰扎巴着嘴说道 你说什么呢 你到底是帮哪边的啊 灵玄星忍不住踹了灵玄冰一脚 沉道 他与石燕燕的脾气 颇有些臭味相投的抑郁 所以虽然表面上 对赵寒俊的出现不排斥 但心里 还是向着和自己相处了 许多年的好姐妹石燕燕的 我 我当然是你这边的啊 可你也看见了 咱们大哥看向那位大嫂的时候 眼睛里尽是喜爱 而且 这位的背景更是通天 乃是赵氏仙国皇族中人 我反正是瞧着咱们家里的那两位姐姐 怕是有些男了 灵玄冰实话实说 说得灵玄星忍不住又唉声叹气了起来 他细细分析了一波 发现好像确实如灵玄冰说的那样 不论是容貌 气质 出身 这位韩俊仙子 都完全可以压过石燕燕石 云云姐妹一筹 乃至数筹 这怎么比嘛 看着灵玄星不甚开心的模样 灵玄冰脑中灵光一闪 记上心来 脱口出道 咱们临时人缘凋零 你说 咱们可不可以和大嫂那边稍微斡旋一下 让大哥同时娶了 不可 万万不可 最起码是现在不可 灵玄星连连摇头 咱们现在还不清楚这位大嫂的性格 贸然去说 肯定会惹她心里不快 严重的话 灵玄冰很是无奈地贪了贪手 中品灵石五百块 一件一顿两件上品法器 上品灵石二十块 助鸡丹两裂 三接灵药极品血身 这 你怎么连这金丹福宝也给我了 拍卖行的后院之中 赵韩俊开着储物代理装的东西 一脸都不可思议 金丹福宝的话 是我留给你的应急手段 你家郎君如今修为 已是助鸡七层巅峰 身上有灵 常见 有渊系灵舟 这金丹福宝放在我身上 也很难有用到的那一天 就留给你防身吧 我都给你算好了 炼气中气之前 你就一直使用中品灵石进行修炼 炼气四层之后 你立即改用上品灵石修炼 中上品的灵石里面 蕴含的灵气 非常的精准 基本上是直接吸收就行 无需费什么功夫锤炼 你也不要怕浪费 可劲的给为浮躁 目前最重要最迫切的任务 就是你重回助机器 在修炼到炼气气层之后 哪怕是使用上品灵石进行修炼 速度也会逐渐变缓 这时候 你就割下一些三阶血身的根须 辅助修炼 这三阶灵身的根须 也不比一些二阶的丹药效果来得差 关键是药效温和 没有单独 就这样 一直到你炼气九层大圆满 这两粒助机丹 和这株三阶灵药的餐体 就是你重新冲击助机器的资本 至于这飞剑和小盾法器 我知道你储物袋被魔修抢走了 所以拿给你的过度法器 以后有了好的 再给你换 灵依将这些东西的效用一件件 一样样的全部讲了出来 语气中和表情上 近视宠溺 看得赵韩俊好一阵愣神 琳琅 你对我太好了 我感觉自己 有些承受不住 赵韩俊深知这些东西的价值 别的不说 只是供应他前期修炼的中上品零食 就价整整25万块下品零食 后面的三阶灵药 以及助机丹 尤其是那金丹福宝 那福宝与灵州 以及那个名额机缘 都是赵国皇室委托他 带到飘雪仙城拍卖行进行拍卖的 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其中的价值 这些东西全部加起来 恐价值百万之数 这也太夸张了 他虽是赵氏 皇族公主之尊 也曾掌控过数十万上百万 下品零食的调度 但那也只是调度而已 属于他自己的财产 全部加起来 一共也就只有二三十万块 下品零食左右 如今更是被摩修夺去了一大半 可以说 灵依给的这笔修炼资源 就算是见多识广的皇室公主赵韩俊 都感觉有些过于贵重了 有什么承受不住的 你我之间既是道理 那便是最亲近的人 一些灵食灵药而已 我的就是你的 灵依先是否定了赵韩俊的想法 随后又道 若是你实在是觉得我给的太多了 那就全当 是我提前从赵氏皇族那边 给你赎过来的代价吧 皇族多困斗 善权谋 带着束手束脚的多没意思 日后你就是我灵氏仙族的人了 那赵氏皇族 日后我送上一份聘礼 再和他们虚伪一番也就罢了 不必认真 灵狼切莫如此说话 韩俊虽不起皇族争斗 但也不会懦弱地选择逃避 不过我可以答应你 等我拿到应该属于我的那份东西 必将跟随灵狼一起归入灵驾 赵韩俊仰头看着灵依 认真地说道 这好吧 我家夫人要搞自己的试验 我当然要支持 行了 咱们就不说这些闲话了 你抓紧拿着东西回去修炼吧 前方的战士你留一个 可以代表着你身份的东西 我去给你出脸 灵依看着赵韩俊 不愿只做一个 躲在他羽翼之下的小女人 并不意外 于是便催促着他 回去从头修炼 这是代表了飘雪仙城 赵氏拍卖行一行之主的硬性 你持着他 便代表了我 多谢灵狼的理解 韩俊这就回去闭关修炼了 赵韩俊从耳朵上取下一个玉坠 玉掌微微一拍 那耳坠就神奇地化为 一尊三寸大小的玉制应洗 你且安心修炼吧 有我在 这城破不了 灵依接过玉玺 笃定无比 就在灵依接过玉玺 安排好赵韩俊 然后带着弟弟妹妹 一同前去寻找赵磊的时候 修养生息了大半天的兽巢 终于又再度集结了起来 这一幕 很快就被飘雪仙城 南城门之上警戒的人族修士给发现了 于是在声声雷鼓和响剑之中 飘雪仙城再次进入全员战备状态 南城门 靠近左边阵线的一块 由散修助击修士控制的 百丈防御阵线之上 数十个练器中期以上的散修 和一位筑击三层的散修 正在牧师前方 严阵以待 只是这几十个散修里面 这次却是混入了两个新面孔 不过也没人去多管闲事 大家本就是交情淡漠的散修 除了个别朋友 其他的基本上都是生面孔 谁管你是谁 莉莉 这就是你的计划 玉子鱼戴着个斗笠 用厚实的衣服 照着前凸后翘的曼妙身材 对着旁边的斯里里问道 左手边摸到修士斯里里 同样也是后部缠身 带着个斗笠遮住面容 没办法 他们俩的容貌和身材杀伤力 实在太强 也太过惹眼 为了混进守城修士之中 不引人注意 不得已只能做出这番打扮 毕竟你奇形怪状 蒙脸缠身并不打紧 散修之中有的是怪人 但若是两个千娇百妹的大美人 忽然混进队伍之中 人家瞎了眼才看不见 那样暴露的几率太大 怎么样小姨 待会儿等大战一起 我们在这个阵线之上 突然抱起偷袭 直接把人族修士的防线 给凿开一个大口子 只要让妖兽冲进来 我们便可以鱼翁得力 坐享大批精血 斯里里激动的神识传音道 思路好像是没错 为什么我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呢 玉子鱼扭了扭 被封印住的挺翘臀部 很是犹豫 他的第六感 一直在警戒线跳动 直觉告诉他 这个计划并不会很顺利 放心吧小姨 你该不会是在担心的赵韩俊吧 说起来 那个老牛吃嫩草的下贱东西 也该醒了 估计现在应该正在哭吧 没事的小姨 就算她通知了人说城内有摩修 可这妖兽大军 眼看着就要冲上来了 偌大的一座仙城 他们此时也是绝对没有工夫搭理我们的 咱们呀 干一票就走 斯里里斗败了多年的老对手之后 信心爆棚 这 行吧 不过你得答应我 情况一有不对 你立刻就得跟着我顿离 玉子鱼近身子府在即 大量的精血 确实是她难以割舍的 所以 也就只能咬咬下唇赞同了斯里里的意见 毕竟这种好机会 确实太过少见了 就是嘛 小姨 咱们反正处都出来了 不好好的干上一票 岂不是太亏了 刚好也给咱们血灵神功 长长脸 斯里里看着距离城墙 只剩下不到十里的妖兽大军 笑盈盈地将一柄魔道法器扣于袖袍之中 扮烛箱之前 城中 赵氏拍卖行 重新戴上斗笠的林一手持玉智应喜 带着林玄斌和林玄星二人 寻到了赵磊 和几名隶属于赵氏拍卖行的筑基七修士 跟着赵磊身后的 还有关键周涛两人 此时这些人都焦急地 等在拍卖行的大厅之中 等着赵韩俊的出现 这位便是赵道友吧 林一压着嗓子 走上前来打招呼道 咦 阁下 赵磊与其他几人 非常惊讶地看着林一 昨日 林一见着二阶上品的妖兽 打退大鹏妖将的赫赫战绩 让所有人对他的身姿印象都非常地深刻 真实的姓氏 而是随便取了个化形 原来是木道友当面 道友昨日的威风 可是让我等大开眼界啊 赵某佩服 佩服 赵磊连忙拱手道 他身后的几人同样不敢怠慢 就连周涛关键二人 都带着些许敷衍的拱了拱手 别看二人是修二代 但一个可以抵挡三阶妖兽的筑基七修士 他们可能不一定能看得上 却也不会傻到去轻易得罪 赵道友客气了 咱们言归正传吧 你可认得这个 灵依摊开手掌 一方玉玺顿时出现 这是 赵氏皇族特制的拍卖行 每个分行的行主应喜 此物怎会在你手中 赵磊脸色突变 目光煞时死死地盯着灵依 赵道友别误会 我乃韩俊仙子邀请来的助权好友 想必大家应该都知道 此物乃是韩俊仙子亲自交付于我 他自昨日一场大战之后 忽悠所感 觉得突破驻击中期的时机近在眼前 于是便将此物交托于我 嘱咐我代他职责 随后就闭关突破去了 灵依狐猎猎了一个理由解释道 当真如此 但是赵磊 居然还就真被忽悠住了 真不真的 道友看一下应喜的真假不就知道了 韩俊仙子可是和我说了 见此喜应如见他本人 灵依沉声道 赵某不敢 这应喜 我刚刚已经查验过了 的确是真的 如此 我等就暂时听从目道友的吩咐便是 赵磊连忙鞠躬行礼 承认了灵依的地位权利 这分行行主的应喜 乃是每个赵氏拍卖行的行主 从不离身之物 基本上也确实代表了赵寒俊本人的意思 如今手持此应喜的灵依 自然也就相当于赵寒俊的代表 或是使者 拥有大半个赵寒俊的地位 而赵寒俊手握通往赵氏皇族宝库的兑换权 修饰又最终资源和利益 所以 此刻的灵依就相当于代替赵寒俊 掌控了全城修饰的命脉 也就有了号令之权 看见赵磊行礼 剩下的几个赵氏拍卖行的铸鸡 也连忙跟随 好了 诸位不必多礼 目前兽朝再次卷土重来 我们且速速赶赴前线 才是正式 灵依挥了挥手 堪比铸鸡八九层的浩瀚真元 立即拖起了几人 目道有说得及是 那我们这就出发 理应如此 走吧 下一刻 挤到顿光便自拍卖行中冲天起 而挤到顿光的下方 隐约还能看见两个跟着奔跑的修士 正式才练起九层 不会遇见飞行的关键周涛二人 对于自己的潜在情敌 哦不 或许还算不上情敌 最多只能算是自家夫人 是两只舔狗罢了 灵依选择直接无视 在灵依挤人 降临南门城墙之上的时候 寿朝大军已经兵临城下 只不过这一次 那大鹏妖将并没有分散兵力 同时围住四面城墙 反而是将剩余的兵力 全部沉积在南门一方 足足近六个妖兽方阵 近六万只妖兽 在南门城墙之下列阵 这是百明了 要强攻南门 加大进攻力度了 见到妖兽大军如此动态 先一步来到城墙之上的 十三名驻击后期大修士 神石传音交流了一番之后 同样开始收缩 飘雪仙城一方的兵力 把其他三面城墙之上的 绝大部分战力 都调集到了南门之上 以应对妖兽接下来的猛烈攻势 正当双方战役勃勃 又要生死一战之时 灵依与赵雷等人 姗姗降临 一身白袍 却带着斗力的灵衣 还没落于墙头 数万妖兽大军的上空 那三阶的大鹏妖将鹰眼 忍不住就是一缩 同一时间 经过数轮大战 仅剩下七八十名的 飘雪仙城一方的 珠基七修士 有一半脸上都露出了欢喜之色 南门城墙之上的 两万鱼炼气境修士之中 更是惊呼声震震 斗力修士连斩二阶后期妖兽 逼退大鹏妖将的事情 已经于这一天之中 传遍了整座飘雪仙城 几乎人尽皆知 在这种敌强我弱的 守城之战中 几方突然冒出来一名 可以抵挡敌方 最强战力的修士 那当然是会让人 喜出望外的事情 所以 灵衣没有变化的这身打扮 一出场 就直接引爆了双方的眼球 人族这一方 在灵衣出现后 战役大增 气势明显高涨 妖兽一方在灵衣出现后 那些已经有了些许灵智的 二阶妖兽 有许多都忍不住退后了几步 他们记得很清楚 就是这个人族 杀他们二阶上品的同伴 都如同杀狗 甚至还让大鹏妖将 受伤退兵修整了一天 甚至 就连大鹏妖将都 下意识地左掌碰右掌 目光极其谨慎地盯着灵衣 能够让他受伤的 绝对不是泛泛之辈 等前刚刚晋升子府进的人族修士 都不一定有这本事 南门防线的左侧 四里里有些傻眼地 对玉子鱼传音道 小姨这是怎么回事 刚刚不是都快要打起来了吗 我魔器都差点忍不住打出去了 这两方人马 怎么突然又眼气息鼓了呢 你没看见 玉子鱼反问 看见什么 四里里有些抓狂 你呀你 还是经验太少 太过粗心 不知道观察全场的情况 刚刚有几名修士 从后方飞灵 这几名修士刚刚到 城墙之上的正道修士们 气势立马就不一样了 城下的妖兽也愁出了起来 不负之前的凶猛 我猜测啊 这几人之中 一定有战力高强 足以影响全局变化的大人物 所以战况才会暂缓 玉子鱼到底是多吃数十年的饭 较至四里里细心多了 竟一语中地 啊 那这可怎么办啊 他们不打起来 我们也不好浑水摸鱼啊 四里里一听顿时急了 无妨 他们打肯定还是会打的 只是会慢上一些罢了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别急 玉子鱼宽慰道 希望他们快一点吧 四里里嘟囔的道 而另一边 刚刚降临南门城墙之上的林依 也已经通过赵雷等人 成功地与十三位 驻击后期的大修士联络上了 十三名驻击后期的大修士 一听林依 变成了赵涵骏的代言人 意外了一瞬之后 便也用神识传音 各自向林依到了生号 毕竟林依此时 不但掌握着赵氏皇族宝库的资源兑换权 他本身的战力 也是一大不容忽视的亮点 轻松斩杀二阶后期妖兽 独自抵挡大鹏妖将一招 依然升龙火虎 接过了指挥拳 大家对他的态度 甚至比对赵涵骏看上去 还要更好一些 接过指挥拳之后 林依就静静地升上半空 与十三位驻击后期大修士 并肩而立 对峙着大鹏妖将 不过这只是表面上而已 其实林依边和大鹏妖将大眼邓小眼的同时 还撒开了紫府镜的超强神势 他可没忘了 那两个混入飘雪仙城的魔道修士 只此妖兽攻城的混乱之际 乃是最好的浑水摸鱼之机 林依猜 更是最佳的藏身之所 但是 魔修只要不动手 压根也就和普通的正道修士 没什么区别 林依身上又没有可以建魔变妖的一宝 所以 哪怕是用神石之力 扫遍了大半的城墙 也依然没有寻到任何的蛛丝马迹 看来 只有乱起来 才能知道 这两个魔修还在不在城内 林依暗自思量树西 顿时记上心来 他先是传音给十三名跨入阵途的驻击后期大修士 让他们挑衅大鹏妖将 十三人虽然不解 但因为有斩妖阵途的缘故 所以也不是那么惧怕大鹏妖将 于是就听话地招惹了一番 那大鹏妖将很愤怒 但因为 忌惮灵依和十三个驻击后期大修士的缘故 也不敢轻举妄动 于是 他自己依旧悬浮在空中 但手下去全都被他派出去了 随着寿朝崩响 大战 一触即发 来了来了 小姨 准备好动手 城墙之上 斯里里兴奋地拽了拽身侧的玉子鱼 你就放心吧 出不了岔子 玉子鱼的声音刚刚落下 震天的喊杀声 就已经在城墙喧嚣尘上 妖狩大军 再次攻城了 就是现在 在第一只妖狩 被树到法器穿透 倒在血泊中之后 斯里里和玉子鱼对视一眼 同时在心中喝道 只见二人刹那间震碎身上的伪装 任由一袍斗笠的碎片四散飞舞 在一大群散修 惊恐的眼神之中 掀起了漫天血光 果然还在城内 而且居然胆敢混入散修之中 灵依副手立于虚空 身上杀气迎然暴涨 魔秀 拿病来 灵依怒吓一声 纵身遇见 就冲向玉子鱼和斯里里 那大鹏妖 降见城墙之上发生异变 灵依又顿走 阴眼一眯 刚要有所行动 十三名铸鸡后期大修士 就取出法器 冷冷地盯着他 啊 大鹏妖将拾去的干叫一声 停下了心中的蠢蠢欲动 十三人联合阵图组成的战阵 虽然不能斩杀于他 但伤他 却是绰绰有余 他可不愿再受伤了 那滋味真不好受 等灵依带着怒火 来到两个魔修作乱的地方之时 此处的防御阵线之上 大半的散修 已经被斯里里和玉子鱼偷袭斩杀 足足数十名散修 如今侥幸存活的 竟然不过三五人 除此之外 因为没有了修士的阻拦 城下的妖兽 也已经有许多都攀登上了高大的城墙 正在肆意地屠杀父辈受敌的守城修士 而始作俑者的两名凶残狠辣的魔修 见目的已经达到 此时便朝着妖兽大军的方向奔逃而去 那大鹏妖将见状也不阻拦 而是任两人逃至兽朝上方 颇有些狼狈为奸的意思 跑 哼 跑得了吗 你吗 灵依被气笑了 手指倾点丹田 封银剑立即探出头来 追 踏上封银剑 灵依的速度陡然大增 竟然猖狂地以一人之身 直接杀向妖兽大军 沿途有几只飞在天上的 二阶飞禽妖兽 还想阻挡 随手便被灵依的雷系大法术 劈成树道黑灰 不好 小姨 我们后面追来的斗力修士 思莉莉偶然回头 立即发现了 正在急速接近他们俩的灵依 什么 她不要命吗 这里可是数万妖兽大军的领空 玉子鱼回头一看 发现果然如此 顿时也花容是色 谁能想到居然还有这 不怕死的人 竟然敢冒着 深入受潮的巨大危险 来抓他们 小姨怎么办 咱们试战 还是继续逃 面对气势汹汹的追兵 私里里也有些慌了 只能看向玉子鱼 我观此人的顿速极快 就算是我俩用上香云飞车 恐怕也还是慢他一筹 既然跑不掉 那就先不撤 试探试探此人的手段再说 玉子鱼瞬间就下定了主意 他好歹也是一名 驻击九层的魔道修士 只要不遇到 庶民驻击九层的正道修士围攻 或是子附近的修士 逃命的把握还是有的 于是 两人豁然转身 对着灵异的方向 须须就甩出两道 被雪光包裹着的魔器 哦 不跑了 一掌拍碎一只 不知死活偷袭自己的苍蝇妖兽 灵异饶有兴致地 盯着雪光的源头 刚刚离得远 他没注意 此刻离得近了 他才发现 这两个混入仙城之中 霍乱的魔修 竟然还是两个千娇百妹的大美女 不过这两人的手段可不一般 两道雪光里面包裹着的 都是一柄长枪 此雪枪鞋异非常 气味心重 一看就知道 不是那么好相遇的魔道法器 就连灵异看见了 都忍不住皱了皱眉头 不敢小觑 直接祭出了两道一气天罡神雷 这才消敏了雪光 打回了这两只雪枪 雷法 斯里里与玉子鱼 非常诧异地对视了一眼 随后 四道柳眉同时紧锁 他们二人均是雪灵神宫的核心弟子 虽然从小就有练习 抗击雷道法术的经验 但看见有人使用雷法之时 心理和身体 都还是难免有些不舒服 而且他们此行 也并没有携带 可以抵挡雷系法术的魔道宝物 所以心中甚是坠坠 小姨 这人好像有些扎手啊 斯里里瞧着身上气势 明显比自己高出树筹 对比玉子鱼这样的筑击九层魔道修饰 也同样不差分毫的灵衣 有些紧张的小声道 的确是大意了 没想到这么一个偏远的修仙城池 竟然有这等刚好克制 我等魔道修饰的雷系助击后期修饰 最关键的是 他身上的气息比之我 也不差多少 他们二人既然敢进城 自然是察觉到 城中没有子府进正道修饰坐镇 才会搏上一搏的 但突然冒出来个像灵衣这样 境界高 速度快 又兼修雷法的修饰 实在是让二人大吃一惊 灵衣看着二人 看着自己警惕性大增的模样 忍不住冷哼一声 此番 他为了给赵韩俊报仇 已然孤身独闯受潮 别看现在没什么事 但那只是大鹏妖将 想要坐山观虎斗而已 一旦他与魔修奋出胜负 那大鹏妖将 肯定就会跟狗看见了屎一样 疯狂地扑过来 不过 纵然前方是刀山火海又如何 他不拒 你们也知道怕 也会慌 灵衣看见面前的两个 虽然蒙着面纱 但依然娇滴滴的魔修 特意收起了法器 掌心一颗一颗的凝聚起了天罡神雷 他已经看得出来 面前的两个魔修 一个是助击中期 一个是助击后期 不巧的是 他也在助击后期之境 那助击中期的魔修不值一晒 他随便一道雷法 就够他吃一壶的了 只有那个助击后期的女魔修 看上去还稍微有些能耐的样子 应该比当初在九龙山周边 遇到的那个魔修更强大一些 不过 也就这样了 灵衣蓄力半想 凝聚了足足十几道天罡神雷 手一挥 一盏茶后 雷光 符露 魔气 全都化成一团黑灰 缓缓从天空之上洒落 交战的双方 灵衣如同没事人一样 依旧稳稳地立于虚空 而玉子鱼的情况就不太好了 浑身漆黑 冒着黑烟 明显是符露和魔气被破之后 被电到了 更惨的还是斯里里 被辟的浑身焦黑不说 由于境界较低的原因 更是哇的一声 吐出了一口血溅 里里 玉子鱼顾不得自己 瞧见斯里里受伤 立即关切地抱住斯里里 交呼道 嗨嗨 小姨我没事 斯里里一拍储物带 取出一粒血红色的丹药服下 伤势立即被控制了不少 灵衣刚刚那道雷阵 威力堪称绝伦 又恰好克制他们 玉子鱼乃助击九层的魔道修士 挡了一下尚且不好受 更何况他这个助击中期 看来我们还是低估了此人 小姨这就带着你逃 玉子鱼见识到了灵衣的手段 顿时没了再战之心 取出专门适用于飞行的魔器 香云飞车 带着斯里里一跃而上 就准备要逃之夭夭 这香云飞车 酷似一辆五马车厢 通体粉色 刚刚放出来便灵鹰生生 幽香阵阵 一看就知道不是反气 都说了 你们跑不掉了 不过 面对拥有上品灵气飞剑的灵衣 香云飞车的速度 还是差了些 只见灵衣不慌不忙地 踩着风云剑锥杆 只是十几期的功夫 就接近到香云飞车后方 二十丈处 你是何人 为何非要与我们纠缠不休 若是只为了爆破城之仇 如今我俩也都被你打伤 总该罢手了 玉子鱼手持血色长枪 冲着越来越近的灵衣 愤怒地呵斥道 我是谁那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们两个都是魔修 只此一条 就足够我灭杀你们千百回了 灵衣当然不会 傻到暴露自己的身份 万一今天让这两人跑了 说不得吓回什么时候 就会不小心 再次遭了他们俩的暗算 随时可能攻击 于是心下意狠 立即调转了香云飞车的车头 嗯 你们疯了 灵衣惊恐地看着 直奔大鹏妖将方向飞去的香云飞车 被这两个魔道女修士的胆子 给吓了一大跳 你不是喜欢追的吗 那就继续追啊 玉子鱼站在飞车之上讥笑道 脸上没有丝毫的恐惧 甚至就连受伤盘坐在飞车之上的 另外一个女魔修 表面上也是一副毫无波澜的样子 魔修果然都是疯子 灵衣暗暗吐槽 她此时只剩下了一击的机会 这一击 如果不能致使二人伤残的话 再想追击 就会直接撞到大鹏妖将的脸上 届时 肯定就没了再出手的机会 那就 只能这样了 灵衣神思电转 一手结印 一手操控着风银剑 全速前进 等到距离大鹏妖将 还有三百多张距离的时候 灵衣真元狂猛催吐 终于跨入到了香云飞车 十张的范围之内 刚刚一进入到有效的攻击范围 灵衣的手掌就微微翻转 一方透明小鹰静直 对着坐在飞车上疗伤的魔修镇压而去 莉莉小心 玉子鱼的心神和真元 大半都牵扯在飞车之上 只能做到提醒斯莉莉 而不能帮忙抵挡 斯莉莉接到玉子鱼的提示 察觉到对着她急速打来的大硬法术 虽然无奈 但还是只能放弃继续疗伤 双脚在飞车之上重重一踹 借助腾空而起的力道 于千军一发之际 躲过了这继父地印 不过躲是躲过去了 她的整个人也脱离了飞车 留在了原地 莉莉 玉子鱼见状立即停下飞车 又要回头接应斯莉莉 但灵衣却吃笑一声 晚了 只见她栖身而上 仓促之间也来不及 使出什么大威力的法术 只能化拳为掌 重重一掌印在了斯莉莉的胸口 破 斯莉莉再次仰头喷出一口鲜浓的热血 身体如同破麻袋般倒飞而回 莉莉 玉子鱼一把抱住斯莉莉软塌塌的身躯 声音如同杜鹃啼血 可 终于解决掉一个 灵衣略微有些不自然地握了握手掌 刚刚那一下 她也没想那么多 直接就对着最大 也是好下手的前胸硬了下去 结果这一掌打下去 差点被弹了回来 这魔女还真有料 可惜了 你欺负了韩俊 害她数十年修为一招尽丧 我却是留你不得 灵衣看着 被她一掌击中 气弱尤丝 明显没多久好活的魔道女修士 眼中没有半点疑你 竟是杀意 你居然敢杀里脸 你完了 谁也保不住你 你死定了 玉子鱼抱着斯莉莉的身体 默然地盯着灵衣 就像是在看个即将死亡的蝼蚁 谁知灵衣压根就不吃她这一套 反而是冷声回击道 你还是先管管你自己吧 受死 灵衣指尖搓动 一道雷光瞬间电闪而出 眼看下一刻 就要打中玉子鱼之时 天空之中忽然狂风大作 一道巨型风刃 仿佛凭空出现 直接斩断了雷电 并于是不减地斩向她 不好 灵衣见到风刃的一瞬间 连忙操控着风银剑 主动后撤了数十丈 还好风银剑速度够快 这才看看躲过了这一击 大鹏妖将 灵衣神情名重地盯着 突然插入战场的三阶大鹏 嗖嗖嗖嗖嗖嗖 树袭之后 十三名飘雪仙城一方的的 铸鸡后期修士也分踏而来 与灵衣间并肩站立 我们来晚了 墨道友可曾被这孽处偷袭得逞 一位王室仙族的铸鸡后期 大修士问道 无妨 我一直防着她呢 就是可惜了这个魔修 今日恐要放虎归山了 灵衣盯着被大鹏妖将救下的 那个铸鸡九层的魔道女修士 暗暗叹息 这女人倒也机灵 就这么一打岔的功夫 她便已经驾驭着飞车逃远了 道友不必自责 我们在城墙之上看得不真切 但刚刚来时 可是看见了两名魔修如今 就只剩下了一名 道友能够在万妖丛中 力展一名魔修 已是大不易之事 场中唯一的女修 漫华仙子笑着说道 漫华道友说的有道理啊 老夫也觉得漫华仙子说的不错 墨道友已经是尽力了 不必遗憾 魔道修是向来难杀 墨道友已经是很厉害了 道友能够杀的一位助击魔修 同时都在天上围着灵异拍马屁 啊 大鹏妖降在天空之上拍打着赤翼 就这么眼睁睁地 看着十几个人在那边唠嗑 下方的攻城战还在继续 由于魔修的捣乱 如今人族一方备受被动 这也是大鹏妖 将手下妖兽伤亡过半 却仍旧不彻底撤兵的原因 她想再等等 本来她以为 那日抵挡了她一招 并击伤了她的人族修士 已经作化 才发起的攻城之战 如果没有了那个人压阵 人族一方驻击后期以上的高手 就会全部被她拖住 而她麾下 却还有八位二阶上品的妖兽 足以凭借着巨大的实力差距 强行破城 只是现在 看见生龙火虎的灵异 大鹏妖降知道 此次的任务大概是要功败垂成了 魔修的出现 也只是给了她一丝希望而已 所以她才会救下玉子鱼 妖与魔 比之妖与人 本就清净些许 甚至许多地方的妖魔 压根就不分架 就在城墙之上 情势愈发不乐观 甚至已经有近千只妖兽攀登上去 开始与人族修士短兵相接的时候 一直和灵异等人对峙着 是大鹏妖将 忽然仰天嘶吼一声 随后便头也不回地退去了 扭头之际 大鹏妖将还深深地凝视了 带着斗笠的灵异一眼 随着三接大鹏的离去 原本已经攻上城墙 下一步正准备大杀特杀的妖兽大军 也在数万人族修士 疑惑不解的眼神中 突然开始撤离 这这是怎么回事啊 妖兽为何撤军 明明他们已经占据了优势啊 奇灾怪眼 真是奇灾怪眼 管他那么多呢 这是好事不是吗 老夫想不通 城墙之上 守城的修士之中 传来各种嘈杂的话语 不过其中大半的人都是一头雾水 不明白妖兽此举是何意 苍穹之上 灵一与十三位助击后期 大修士并肩而立 看着转瞬 已经变成了一个小黑点的大鹏妖将 双子散修之一的助方得意地笑道 这三阶妖兽的灵智果然不凡 知道自己被我等牵制 束手束脚 干脆也就走了 倒是个聪明妖 我觉得 道友只是说对了一半 诚然 这大鹏妖将撤兵退走有一半的原因 可能是因为 我等配上斩妖阵徒的威慑 但还有一半 应该就是木道友的功劳了 此聊忌惮木道友的战力 生怕麾下二阶的妖兽 被木道友屠杀干净 这才不得不彻底退兵 同为散修的曼华仙子 笑着说道 其余众人听了连连点头 刚想顺着曼华仙子的话 继续去吹捧灵依 却被灵依挥手打断 好了 我官妖兽也已经离去 此番百年寿朝浩劫 也算是化解 诸位还是先下去整顿一番 把我方的死伤人数统计一下 还有妖兽一方的尸体材料什么的 都收拾好 最后汇总给我 等韩俊仙子出关之后 我也好向他交差 另外诸位也尽请放心 猎位虽然没有斩杀什么妖兽 但震慑大鹏妖将同样有功 韩俊仙子 必然也不会亏待各位的 听了此话 除了官家周家的两位 驻基九层修士以外 剩下的十一个人 均是喜笑颜开 他们听命 讨好赵韩俊和灵依扮演的 斗笠修士 为的是什么 不就是为了这句话吗 而官周两家的修士 却是早已经受了 关键周涛二人的指示 他们就是免费来帮忙的 可没脸面具索要赵韩俊的东西 他们想要的 只是赵韩俊的好感与青睐 如此 那我们也就不打扰木道友了 你放心 这些琐事 我们一定帮你办妥 十一人对着灵依行了一礼 随后就兴高采烈地 飞到下方忙活去了 等大半的人都走了之后 灵依也没有 再在天空逗留 来到城墙之上 给赵雷几人嘱咐了几句 随后便带着受了些小伤的 灵悬兵与灵悬星二人 驾着剑光 重新回到了赵氏拍卖行之中 后院之中 让二人回自己的房间养伤修炼 灵依几步来到赵韩俊的屋子之前 先是用神识探查了一下 发现不过数个时辰 此时的赵韩俊 已经恢复到了 炼气一层巅峰的地步 并且正在向着炼气二层冲击 还是有些着急了 看见赵韩俊 境界恢复得这么快 灵依不惜反忧 虽然重新修炼速度快一点 实属正常 但也不能太过心急 修炼一到 从来是稳扎稳打 万丈高楼平地起 太过急切 日后在突破大境界时 难免就会平生阻碍 不过他也知道 赵韩俊此时的心情 也不好多说什么 只能站在门口 暗暗叹息一声 一炷香后 随着屋内两块中品零食 搭崩嘎崩声中 化作两团米粉 已经重回炼气二层境界的赵韩俊 推门而出 灵狼 你怎么回来了 外面战况如何 赵韩俊见面第一眼 就极为关切地问道 灵依搂过赵韩俊的郊区 笑着说道 有你夫君在 区区兽巢岂能翻天 他们已经全都撤了 现在大家都在城上城下 收拾战利品呢 兽巢撤了 太好了 赵韩俊文言轻松一笑 脚脚如跃的玉戎之上 顿时就像是撒上了一种 名为倾倒天下的光芒 让灵依看得愈发心动 夫人 世间怎会有你这等风华绝代的女子呢 灵依盯着怀中仙子 如诗如画的面容 痴痴地说道 呀 你这情话 说得也太过甜腻了 毕竟还是心境道理 赵韩俊听了灵依的表白之后 顿时羞红了脸 一把推开了旗 重新就躲进了房间之中 嘿嘿 灵依也不骚 连忙黑笑着跟了进去 躲进房间里的赵韩俊 稍微自在了一些 看见灵依跟进来之后 也就把赵氏皇族考核之事 给说了出来 哦 怪不得 你一个拍卖行的行主 这么尽心尽力地帮忙守城 原来是赵皇布置的考核 不过如今受朝已退 你的考核 应该也算是完成了吧 就是不知道 在你那四个兄弟姐妹之中 能排地几 灵依听了前因后果之后 顿时对赵韩俊如今的境况 也算是深入了解 父皇说过 我们五人的考核名次 是按照寿朝结束时间快慢 与收获多少加起来一起评比的 这时间 想必我们肯定是占据优势的 只用了数天 就彻底打退了寿朝 接下来就得开着收获了 只要此次守城战猎杀的 妖兽数量统计出来后 还算可观的话 那这考核前两名 应该就没什么问题 赵韩俊颇为自信地说道 其实赵韩俊还是网低了说了 按照正常的百年一次 受潮的战乱程度 九州大地足足要被霍乱许久 一些实力相仿的地方 甚至会熬战数月之久 像飘雪仙城这样 数天就解决了战斗的情况 实属罕见中的罕见 就算赵韩俊那几个兄弟姐妹再强 大家的起步和资本都是差不多的 又能强多少 半月之内能够解决受潮 就已经是够快的了 所以 基本上没可能在速度这方面 超过赵韩俊 当然 这也有大鹏妖将没把飘雪仙城放在眼里 一开始就猛追猛打 最后吃了大亏剑 无法攻下 只能不甘撤退的原因在里面 这只大鹏心里原本想的是速战速决 好去涂下一座被人族占据的城池来着 谁知道会遇到周涛关剑 两个田狗带来的一宝斩妖阵图 随后又意外地遇到了林依这个 屠杀二阶妖兽如屠狗的狠人 眼见飘雪仙城的防御看似飘摇 实则却固若金汤 他不撤 又能怎么办 等数据统计出来之后 我护着你回去 看着林依认真的眼睛 赵韩俊浅浅一笑道 好 哦对了 还有个好消息忘记告诉你了 那两名暗算你的魔修胆子是真大 暗算了你之后居然没有逃走 反而隐藏在守城的散修之中 在兽巢卷土重来之时 搞了一番破坏 不过他们万万没有想到 我早就防着他们俩了 如今这两个魔修已经一死一伤 为父也算是给你报了一件之仇 灵依抓着赵韩俊的御手 柔声说道 死的那个魔修是什么修为 赵韩俊有些吃惊 两人一个是住击中期 一个是住击后期 死的是那个住击中期的魔修 灵依答道 私里里那个妖女 竟然死了 赵韩俊不可置信地 一把握紧了灵依的大手 先中了我一道雷系大法术 又挨了我催心一掌 除非他有能够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 和调命神通 否则不死也惨 有人脸上欢心雀跃 有人脸上暗淡消沉 不过总体来说 气氛不算太过低迷 毕竟逝者已逝 活着的人还是要继续向前看 向前走的 人都来齐了吗 随着赵磊的声音缓缓落下 大厅之内的嘈杂声渐渐停歇 好 既然来齐了 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 因为行主刚刚出关 尚在稳固修为的阶段 此次会议的主持 就由木道有负责 诸位有异议吗 赵磊让出身形 一个白袍斗笠修士 副手挺立 半想无人出声 那好 那我就把这三天 统计出来的数据 交给木道有查验了 赵磊将手中 持着的三本册子 尽数交到01的手上 随后就退到一旁 不再说话 01跨前一步接过册子 神石一扫 就知道 其中分别记载了什么 一册记载了 征集服录的修士和店铺 上面数万个名字 密密麻麻在列 哪个人捐了多少 都有明确的记录 一册记载了 那就简单地说两句 大家有意见 可以直接提 01收起册子 抖立下说出来的声音 不喜不悲 木前辈客气了 我等多相信前辈 有助击初期的修士 连忙抱拳行李 拍着马屁道 木道有直言 无妨便是 也有助击后期的 大修士拱手 如此 那我就直说了 01理了李思绪 开口道 首先是这征集服录一事 当时共征收了二十万张 出去打出去的 那两轮六万多张 大概还剩下十三万多张 这十三万多张 会陆陆续续地返还给每个修士 以及城内的店铺 那六万多张 用掉的 也会用妖兽身上的材料 来作驾零食补贴给诸位 说完这句话的01 微微顿了顿 看见没人有意见之后 又继续倒 其次便是本次受潮的死伤情况 本次百年浩劫 飘雪仙城一方攻击 三万两千名上下的修士守城 经过几天的激烈对战之后 如今还剩下不到 两万五千名修士存活 牺牲的这近七千名修士 大半都是炼气漆 其中还有二十几名助击漆 也在抵挡受潮攻击之时陨落了 我在这里带韩俊仙子答应各位 此次前往肇事皇族 定会多带一些丹药回来 包括助击丹 届时不管是散修还是家族修士 都可以凭身边亲朋好友的陨落证明 低价购置本批灵丹 话 01此话一出 全场都造起来了 这里面的意思 其实很简单了 只要身边有亲朋好友 在抵挡受潮之中 不幸死去了 都可以凭死亡证明 低价购置各种灵丹 甚至是有价无事的助击丹 慕道友大意 大意啊 慕前辈 真乃得到高人 晚辈佩服至极 呜 我家孩于寿巢之中 被咬断了手掌 希望慕道友 可以帮忙带些高阶的疗伤灵丹 低价购置助击丹 我三哥乃助击三层的修士 没想到却惨死在一只 二届上品妖兽的口中 本以为家族就要没落了 没想到慕道友 竟然又给了某一次希望 目前辈 我们等您的好消息 等众人稍微平复了一会儿之后 灵依这才讲起了 本次寿巢的重中之重 收获与战利品 根据统计 本次寿巢 我们一共剿灭了 五万零三百六十七只妖兽 把灵头抹掉的话 那就是五万只 这五万只妖兽 其中有一半都是 炮灰级别的一阶下品妖兽 这种妖兽价值低廉 全身上下加起来 也值不了几块下品零食 就暂不做整理 猎杀的一阶中品妖兽 大概在两万只左右 一只一阶中品的妖兽 全身上下的材料 大概能值五十块下品零食左右 两万只就作价一百万块下品零食 剩下的五千只 除了少部分二阶妖兽以外 基本上都是一阶上品 一阶上品的妖兽 一只作价五百块下品零食 也就是两百五十万 一阶中上品的妖兽价值 合起来 共是三百五十万块下品零食 届时 我们会带回来 价值相当灵丹法器 以供诸位兑换 二阶以上的妖兽 以供猎杀了二十八头 这些二阶妖兽的尸体 每一具都价值不菲 所以不与一阶妖兽 同样计算零食 只换取同阶或更高阶的宝物 我看了看 大家的需求 也都写在这册子上了 届时在赵国皇室之中 若是能搜寻到 各位想要兑换的物品 我和韩骏仙子 一定帮诸位换取回来 若是恰巧没有 我们也会在皇城之中寻找关系 为大家搜罗炼制 若是实在稀缺罕见 那就只能归还妖兽尸体了 还望大家窒息 灵一的语气很认真 不管是低阶妖兽 还是高阶妖兽 不管是低价换购 亦或者是直接兑换 全部都规划处理得仅仅有条 大厅之中的数十位 助击七修士 也只能拱手行礼 一口同声的道 全凭道友 前辈 座主 万里苍兄 碧海云天之上 一只石杖灵舟 拨开重重重云雾 又稳又急地行驶着 夫人 我最后自作主张 答应给那十几个助击后期修士 每人一粒二阶上瓶子韵丹 你不会怪我吧 灵舟的船头舱板上 灵一与赵寒俊并肩而立 正欣赏着云卷云书之时 灵一冷不丁说道 他们抵挡大鹏妖将本就有功 又因此 误了猎杀妖兽的机会 理当奖赏 我怪你作甚 赵寒俊不以为意地回答 不过很快 他又眉头一皱 略微有些迟疑地说道 只是这紫韵丹 乃二阶中的顶尖灵丹 对那些助击后期的修士来说 最是有用 在赵氏皇族宝库之中 甚至比一些三阶下品的灵丹 还要稀少一些 若是兑换出十一粒紫韵丹 那其他地方就要稍微挤一挤了 哈哈 夫人不必担心这个 紫韵丹的事情 既然是我提出来的 那当然是我帮你解决 灵一既然敢提出来 那自然是早有准备 紫韵丹在别的地方 或许很值钱 一粒可能要价值数千块下品灵石 但是在他这里 最多几百块下品灵石 就能复制一粒 划算得很 琳琅莫非要帮我贴补 这可不行 这个考核成绩我可要可不要 让你贴补数万块灵石 实乃亏本买卖 赵韩俊拉着灵一的手劝阻道 放心吧 这次我也猎杀了不少妖兽 亏不了什么 灵一拍了拍赵韩俊的御手 示意他不必担心 此番受潮 他前后一共斩杀了 八只二阶以上的妖兽 其中五只二阶下品 一只二阶中品的妖兽 还有两只二阶上品的妖兽 这些妖兽身上的各种材料 再加上妖丹 足以价值五六万块下品灵石 若是再加上 他与两个弟弟妹妹猎杀的数百只 略有价值的一阶中上品妖兽 再把之前经过大荒斩杀的 三只二阶下品妖兽妖丹也取出来 凑齐十万块不成问题 价值十万块下品灵石的材料 也够在赵国皇室宝库之中 也只能叹息一声 放弃了继续劝说 虽然两人成为道理时间很短 但他已经敏锐地察觉到 自己这个夫君 别看平日里很好说话 看上去好像轻轻嗅嗅人畜无害的模样 但骨子里却是非常的有主见 灵州之上 除了灵一夫妇二人 灵玄星和灵玄兵 自然也是被灵一带上了 他们已经离开飘雪仙城 三日有余 此行的目标便是三十万里之外 肇事先国的皇城 按道理来说 以冤系灵州的速度 三日最起码也前进十几二十万里了 但事实上 目前他们刚刚才赶了八万里的路 不是灵州速度不够快 而是在这八万里中 他们经过了两个仙城和一个宗门 这两城一宗无一例外 全部都陷入了战乱之中 和妖兽大军战得如火如荼 甚至在其中的那两座仙城之中 灵一的神石还扫描到了 魔修曾经活动过的气息 很显然 飘雪仙城的例子并不是意外 这种势力分杂的人族仙城 本就是最吸引魔道修士的地方 在这里 一些别有用心的人 得手的几率也会更大 每次见到这样的情况 灵一也都会出手相助一番 但不会深陷 往往都只是以雷霆手段 强杀数只二阶以上的妖兽之后 就重新驾驭着灵州赶路 不管下方的修士 如何讨好利诱 全都充耳不闻 他不是圣人 也不是烂好人 能在路过之际 能搭把手 已是心善了 怎么可能为了别人耽误自己的事情 就算是这样 连续出手三次 斩杀了十二之二阶妖兽之后 还是耽搁了不少的时间 不过总得来算也不亏 十二之二阶妖兽的躯体 怎么也能再加个五万左右的额度 就算是兑换三阶下品灵丹 也足以多换个四五例了 值得一提的是 在这三天里 灵一也把自己的来历 简单地和赵韩俊诉说了一遍 两人既以明示互为道理 但有些东西 自然也不能隐瞒 在得知灵一出生一个炼气小族 还是得于十年前就已经覆灭 随后重新建立的家族之时 赵韩俊的表情别提多精彩了 我一直还都以为你 最起码和我一样 都是金丹大势力中的子弟呢 不过 你既然能够从威莫中崛起 显然是在各方面 都是极其优秀的天骄 倒是我赵韩俊捡了个宝 赵韩俊凝望着灵一的眼睛 非但没有嫌弃 反而还发自内心的 更加高兴了 诚然 他之前原本是以为 灵一是某个大势力的族人弟子 所以才想着借力打力 用灵一来对付寿朝 毕竟能够有这么大手笔的 来历总不能差了吧 谁知道 老天还就跟他开了个超级玩笑 灵一的表现 无疑很是出乎了他的意料 不但真的给了他惊喜 还直接助他提前解决了寿朝 更让他感到意外的是 灵一并非修二代 而是靠自己的努力 一步步走到如今这个地步的修一代 这就更衬托了灵一的能力 超凡脱俗 我的家在一个美丽的湖中小岛上 等此件事了 到时 我就带你一起回去看看 估计刚巧可以赶上我们 灵一的四人兜里 再次增加了七八颗二阶妖兽内单 可与赵国皇室宝库兑换的额度 也从十五万一月冲到十八万之时 赵氏皇城的轮廓 也终于隐约可见 那是一座怎样的巨城啊 隔着数百里远 就能够看到其高耸入云的墙体 一眼望不到边的城池 数百丈高大的巍峨城墙 上面刻满了各种伤痕 显得格外的沧桑悠久 没有二阶以上 这墙你爬都难以爬上去 几乎断绝了低阶妖兽入城的可能 离得再近些 更能看到他们所对应的北门之中 无数的车马和顿光在这里起起落落 灵一的神识随便一扫 就明白了什么叫炼气不如狗 筑击满地走 甚至就连气度深沉的子辅进修饰 他都发现了不止一人 到底是顶尖金丹大势力控制的核心地盘啊 这气象堪称万千 飘雪仙城那样的小城 根本就没得比 灵一老早就收起渊息灵舟了 如今正驾驭着飞剑低空飞行 剑上还有刚刚才炼气三层 还不能预气飞行的赵寒俊 在二人的身后 灵玄星和灵玄兵也一人踩着一柄飞剑 满目惊叹地看着周围来回穿梭的顿光 只要是能够预气飞行的 那就代表着是助击漆 四人还没进城 他们就已经看到了三四十道顿光了 就这么一个门 就这么一会儿 就有足足三四十个 最起码都是助击初期的修饰 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掠过 其他的炼气境修饰 以及凡人那就更是数不胜数 大哥大嫂 这 这里也太繁华了吧 灵玄兵压低了声音说道 本来他以为自己助击漆的实力 也就很出类拔萃了 谁知道这还没进城呢 就看到了数十个比他还强的修饰 这让他不免大受打击 而灵玄星想的 却和灵玄兵不一样 只见他踩着飞剑 急吼吼地就往城门的方向冲去 繁华好呀 繁华就可以好好逛一逛街了 他在飘雪仙城可是憋坏了 一直除了战斗还是战斗 压根就没有机会 好好地逛一逛飘雪仙城的方式 带上斗笠再进城 灵玄害怕双十年华的筑基 到了这赵氏仙国 皇城之中也会惹眼 忍不住传音招呼一声 你就放心吧大哥 远处的灵玄兴 非常熟练地带上斗笠遮面 灵玄兵和赵寒俊 见了也纷纷带上 就连灵玄自己也带上了斗笠 以防万一 他又用上古灵影术 直接把修为撸到筑基一层 这赵国皇城虎聚龙盘 强者如云 远非姚玉仙城和飘雪仙城可以比拟 他暗暗在心中告诫自己 形势也该稍微收敛一些了 小半炙香之后 赵氏皇城北门闸口 灵玄随手丢了十几块下品灵石给守卫 几人便顺利地进了城 因为有着灵玄兵 灵玄兴二人进城之后 尽管被满街拥挤的人群车马 和无数高楼九四 给震惊得合不拢嘴 但也没有出什么洋相 进了皇城之后 赵氢骏便拉着灵玉说道 灵狼 可否陪我去买几张传音符 我得通知一下 父皇我回来了 这是正事 当然可以 灵玉知道赵氢骏的储物袋 在魔修的手中 所以有些家底得重新置办 于是两人携手 在赵氢骏的带领下 直奔一间店铺阁楼而去 灵玄兴二人人生地不熟的 虽然想随心乱逛 但也怕与大哥大嫂失散 所以只能连忙跟上 这顶级金丹势力控制的皇城之中 建筑风格和气势 完全就是不一样 赵氢骏随便挑选的一家 专门出售俘禄的铺子 就有五层楼高 比飘雪仙城最高的赵氏拍卖行 还要高出两层不说 取名更是嚣张 直接就贴上了 仙福斋三个烫金大字 什么东西 若是能和仙瞻上点关系 那就绝对平凡不了 怀着有些异样的心情 跟着赵氢骏一脚踏进去后 林一顿时 被满屋的福禄给迷花了眼 只见这仙福斋 一楼大厅之中的墙壁上 贴满了各式各样的福禄 粗略的一扫 绝对有上百种 而且 其中等级最差的 也是一阶上品的福禄 甚至绝大部分的福禄 威能都在二阶以上 跟在他身后的林玄星二人 也没差到哪里去 一下子 就被满屋子的福禄给震住了 好在几人都带着斗笠 进进出出地修饰 也看不清他们的脸 要不然 三人指定要给赵韩俊丢人了 赵韩俊身为皇室公主 显然不是第一次来这仙福斋了 一进门就对着一个 身穿灰衣的小丝吩咐道 给我取十张千里传音符 好嘞 这位贵客 十张千里传音符盛会 一共五千块下品零食 您看 灰衣小丝麻利地 从墙上点出十张符录 犹豫着 看向带着斗笠的赵韩俊 我来 一旁的灵衣健壮 非常有眼力地跨前一步 递过一个装着五十块 中品零食的储物袋 逛街买东西 怎么能让媳妇掏钱 灰衣小丝接过储物袋 轻点一番 发现树木没错 立即乐滋滋地 将十张千里传音符 递给赵韩俊 赵韩俊来的目的 就是传音符 皇城广大 他如今修为被废不便 直接闯宫 只能用这种传音符 来联系赵皇 所以买完符址之后 就直接扭投出了仙福斋 也没再去仙福斋的二楼以上 出来之后 赵韩俊也没有单个时间 直接取出一张 千里传音符低语数据 随后双手一拍 传音符便化作一道流光 转瞬间消失在天际 好了 我们就在这里等上一等吧 不出意外的话 马上就会有人来接我们了 赵韩俊胸有成竹地说着 都听你的 灵衣当然没意见 灵玄星和灵玄兵 虽然很想窜出去撒野 但对饰演之后 还是忍住了 就如赵韩俊说的那样 没出一炷香的功夫 一艘五六丈大小的非洲 以及容人量 都远远不及灵异的 那艘渊玄星灵舟 灵异放出神石微微一扫 也就知道了 这艘非洲的等级 只是个普普通通的 上品法器罢了 不过这艘非洲普通 上面的人却不普通 其实早在非洲 还未降落的时候 原本熙熙攘攘的街道上 就已经空出了 好大一块地方 这些行人之中 无论是凡人 还是炼器进修士 亦或者助击器修士 在看见非洲上 那一列十名身穿明光铠甲 手持方天化解的修士之时 眼里除了惧怕 就是尊敬 倒不是说 他们的境界有多高 其实时任之中 也就一位助击初期修士 其他九人都只是 练器进后期而已 修为不高 但威慑力却是十足 显然 这些铠甲修士的来头 肯定不小 诸位 吴皇有请 随我上去吧 果然 随着领头的助击初期 铠甲修士 面无表情地 说了一句话之后 立即就暴露了他们的身份 这些人是赵皇的手下 走吧 他们是我父皇 十万御灵军中的一支小队 我们跟着他们就行 赵韩俊与其平静 对这些人的出现 没有丝毫压抑 明显是非常熟悉这些人 十万御灵军 十万人都是按照 这个小队的标准来的 非洲之上 零一忍不住传音给赵韩俊 没错 这十万御灵军 便是每一届 赵氏帝皇亲自掌控的嫡系人马 练器进后期修士为兵 助击初期修士卫神掌 助击中期修士为百夫掌 还有一正一副两位将军 其中副将乃子府进中期 正将为子府进后期 这十万人 乃是父皇手下 最为精锐的一支军队 整个赵氏先国境内 每个人听到皇族御灵军的威名 都会敬畏有加 法器非洲之上 赵韩俊给零一介绍道 死 好猛 零一听了之后 不由大为震撼 十万御灵军 其中光是助击期修士 就有一万 其中部分 还是助击中期和后期 子府进修士也有十几名 最强的正将军 明面上看过去 都和赵皇的境界差不多了 这就是顶级金丹大势力的底蕴吗 要知道 这还只是 摆在明面上的一部分实力 暗地里 还不知道有多少后手 别的我都不好奇 我就好奇 这么多修士人吃马脚的资源 是从哪里来的呢 零一只要一想到 十万修士的日常消耗 顿时就头皮发麻 这得消耗多少零食丹药啊 赵氏先国境内 属地数十万里 有数百座先城 和无数的宗门落户繁衍 这些先城和宗门 每隔二十年 都会向赵氏皇族 上缴一批巨额的供奉 依靠这笔供奉 再加上赵氏皇族 自己掌控的一些优质资源点 足以让赵氏皇族 有滋有味地传承下去 赵韩骏身为皇室公主 自然是对这些门儿轻 他还补充道 像是飘雪先城 每个拥有 住基七修士以上的家族 二十年一到 都是由本地最强的先祖雪士 去代为征收一笔费用 随后缴纳给赵氏皇族 这些费用不多 正常一个住基初期的小家族 缴纳价值相当两三百块 下品零食的东西 也就够了 住基中期的稍微多一点 三五百 以二十年为一次轮回的话 一年平均分摊下来 也才十几二十块 绝对不难 原来如此 灵一恍然大悟 也难怪他不清楚这些东西 原先的零食先祖 只是个炼器小族不说 所属的姚玉先城 也是个三不管地带 根本就没有势力管辖 就算是飘雪先城 这样的稍微大一些 拥有子府先祖的城池 也才勉强够得上 缴纳保护费的资格 照这样说 那皇室就不担心 那些本地最强的势力 中保私囊 或是卷了资源跑路吗 不对 那赵氏拍卖行的存在 灵一的脑中 忽然闪过一道灵光 琳琅果然聪慧 这赵氏拍卖行 几乎开变了赵国境内 每一个先城 和每一个宗门控制的方式 为的当然不只是 单纯地赚取零食 更重要的 还是监督之责 赵韩俊笑着传音道 一十二鸟 真是好计策 灵一摇了摇头 暗自感叹 这些完全谋的 果然都厉害得很 皇城很大 面积恐有方圆千里 也难怪赵韩俊 要买家更昂贵的 千里传音符 四人在一对 玉林军修士的带领下 肆无忌惮地 飞行在皇城的领空 一般来说 赵氏先国的皇城 只有子府境修士 才有资格任意飞行 子府境之下的 除非你是皇亲国妻 亦或者是十万玉林军的一员 否则非一个杀一个 数百里一化而过 掠过繁华喧嚣的街道高楼 一行人最后降临在一片金碧辉煌 穷楼玉宇无数 占地足有百里的宫殿大门之前 这便是大赵皇宫了吗 灵一瞧着眼前玉石围住 皇经围门的奢华风景 心中暗自好笑 这修仙国度和那凡人国度 好像也没什么两样吗 一样的庸俗 就对着四人的方向招了招手 带着手下的兵士徒步走了进去 走吧 待会儿见了我父皇 你不必多说 都有我来应付 赵韩俊挽着灵一柔柔地说道 好 一切都听夫人的 赵皇乃是子府境后期的准大门 灵一也不想与这种大佬说太多 压力太大 你们两个 待会儿一句话都不要说 这里不是家里 都说说你们的性子 应完赵韩俊之后 灵一更是直接对着灵玄兵 和灵玄星告诫道 赵皇是什么性格他不清楚 不过能当一国之帝王者 哪怕是凡人国度的帝王 也没一个是省油的灯 所以灵一非常的谨慎 知道了大哥 两人也知道 今日面见之人非同凡响 顿时缩了缩脖子 安分规矩了不少 一旁的赵韩俊 虽然很想说不必如此 但此刻也不是争论这些的时候 于是张了张嘴 也就没说什么 皇宫极大 且关卡众多 四人即便是在十名御林军的带领下 也依然被查验了数十次 这才终于来到了赵皇的书房 前阳殿门前 到了地方之后 御林军使长立即带着其余九人 跪地轻呼道 回禀吴皇 人已带道 嗯 知道了 你下去吧 足足半响之后 前阳殿里才传出一个中年男子 低沉且威严的声音 遵令 而等随我退下 一展查的时间后 十个御林军的身影已经瞧不见背影 原地只剩下林一四人 静静等待着 嘎吱 前阳殿的大门无风自开 赵皇的声音也在四人耳边缓缓响起 进来吧 林玄心二人 瞅了瞅林一 林一则是瞅了瞅赵韩俊 赵韩俊无奈地掀开斗笠 露出真容 第一个走向殿门 看见赵韩俊动了之后 林一三人 这才也掀开斗笠跟了上去 一脚踏进前阳殿之后 林一与赵皇几乎同时抬头 两道视线瞬间在空中交汇 就是你 拐走韩俊哪 赵皇明慧赵通天 乃是子府进九层的准大能 此人一身普通的身轻道袍 样貌中上 一副标准的国字脸 看上去并没什么特点 如果实在要说 那就是格外饱满的天庭 和犹如一汪深潭的眼睛了 光看外在的气势 虽然带着些许威严肃穆 但也瞧不出 他是管理着数十万里范围的 先国君主 父皇 看见一进门 赵通天就质问自己的道理 赵韩俊有些不高兴了 赵韩俊的母亲 在他幼年就病逝了 可能是出于某种弥补 所以赵通天 对这个赵韩俊 这个四女儿的态度 一直以来都还算不错 这也是赵韩俊 在赵氏皇族唯一的羁绊了 除了赵通天以外 赵国皇室 还有许多的宗室长辈和同辈 这些人大半都是 基于着赵通天屁股下 皇位的狼子野心之辈 平日里最是不受赵韩俊欢喜 甚至 就连赵韩俊同父异母的 三个兄长和妹妹 因为年龄的增长 也都渐渐地开始 名争暗斗了起来 所以 整个皇室之中 那够让赵韩俊撒娇称怪的 也就赵通天一人 也唯有赵通天一人 你瞧瞧你 父皇这才和这小子说了几句话 你这么快就胳膊肘向外拐了 亏得父皇平日里对你那么好 看见赵韩俊气鼓鼓的小脸 赵通天也装不住了 在林一三人目瞪口呆的眼神中 竟然带着一丝委屈的语气说道 啊 被赵通天这么一搞 林一也不知道说些什么了 只能呆头呆脑地站在原地发乐 女儿哪有要怪父皇的意思 只是您没了解清楚 就不要乱说 赵韩俊辩驳了一句 提到这个事情 他的脸上其实还是有些发烫的 当初明明是他强 醒要了林一的身子 怎么能是林一拐走了他呢 行行行 父皇不乱说 不乱说了好吧 不过 咦 你这修为是怎么回事 赵通天此刻才发现 赵韩俊的修为竟然在炼气三层 要知道 早在他去飘雪仙城之前 他就已经突破筑基了 如今十年过去 修为怎么可能还倒退了这么多 赵通天神色大惊之下 一股惊人的滔天威压 豁然升起 父皇别激动 你且听女儿戏戏道来 赵韩俊连忙压住赵通天的怒气 将在飘雪仙城发生的一切 包括他上了当时 还是重伤之身的林一这件事 也简单地描述了一下 血灵神功的魔修 好 好的很啊 早晚有一天本皇要彻底剿灭了 这群活在阴暗里的杂碎 赵通天先是咬牙切齿地捏了捏拳头 随后就目光古怪地看向林一 别说是赵通天了 此刻就连灵一身后的灵玄星 与灵玄兵二人 也都用非常怪异的眼神 看着灵一和赵韩俊两人 这么说 本皇刚刚还真的错怪你了 嗯 你帮助韩俊在先 又受害在后 灵赵奖赏 这卷万里江山图 乃是一件不错的防御下品灵器 就赐点你吧 赵通天得知前因后果之后 手掌一番 一卷灵光闪闪的画轴 立即飞向灵一 长者刺 不敢刺 灵一再次谢过赵皇 毫不犹豫地 接过万里江山图之后 灵一先是到了生陷 随后眼也不眨地 将这件防御灵器 直接塞到了身后灵玄星的怀里 大哥 灵玄星有些猛 这是赵皇赐下的宝物 我暂时用不着 就先给你炼化了用吧 灵一随意地摆了摆手 说道 好小子 一见灵器你说转赠就转赠了 难不成是瞧不起 本皇赐下的宝物 看见灵一对万里江山图 不屑一顾的模样 赵通天哼哼道 赵皇说笑了 我是真的用不上这件灵器 才转赠家妹的 灵一不卑不亢地拱了拱手 那边的赵通天 还想再说什么 却是被赵韩俊几句话 就拦下了 父皇 你托我带去飘雪仙城拍卖的 冤夕灵舟与金丹福宝 都是灵狼拍下的 他真的不缺这件灵器 赵通天文言一阵语色 看向灵一的眼神 也不再像刚才那样随意 冤夕灵舟和金丹福宝 都被你小子拍下来了 那可是加起来 价值数十万块灵石的宝物 难怪 难怪你敢说十年之内 帮助韩俊东山再起 回到筑基境 林贤直 不知你出身哪个大仙族 哪个大宗门 听到眼前这个青年 竟然花费了数十万灵石 拍下了冤夕灵舟和金丹福宝 赵通天第一次正式起了灵一 这认真一看 忽然发现了 灵一的境界 也已经达到筑基 以如此年龄 冲破筑基之境 显然天赋也不会差到哪里去 于是 赵通天连称呼灵一的方式都变了 哎呀父皇 我回来 不是让你盘查琳琅的 我是回来交付考核结果的 咱们能不能先谈正事啊 在赵通天问出这句话后 灵一明显有些犹豫 他不想在赵通天的面前 将自己家族底的戏透露出去 身为一国帝王 心思肯定博杂 虽然现在看上去还不错的样子 但保不准以后 就会发生什么变化 他可不敢去读 不过好在 赵寒俊冰雪聪明 见到灵一脸上的男色 谁说修为备废 我就不能完成考核任务了 父皇原来就这般小乔与女儿吗 赵寒俊扬装不高兴 可这这这 啪 赵通天还没说清楚话 灵一就已经将一个 鼓鼓囊囊的储物袋扔到了地上 这个储物袋是特制的 容量大的出奇 是灵一费了老大的力气 专门搞来装东西的 赵寒俊在旁边适时地插上一句话 父皇若是不幸请看便是 好 我倒看看 你们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赵通天一把射过地上的储物袋 半信半疑地探出神石一扫 哇 全还真的是 只是随便看了一下 赵通天就惊呼出声 灵一丢出的储物袋里 各种妖兽的皮毛 血液 骨骼 爪汇 全都是一眼望不到边的海样 就连赵通天这个 见惯了尸山血海的帝王 看了都有些触目惊心 你们杀了多少只妖兽 才弄到的这些材料 赵通天收起储物袋 名声问道 四五万只吧 大部分都是一阶下品的炮灰妖兽 这些女儿没药 只有一阶中品以上的 才算是有些价值 赵韩俊刚收到一半 灵一又从腰间拽下两个储物袋 扔给了赵通天 这两个储物袋里面 又装的是什么 赵通天疑惑地问道 这里面装的 都是二阶以上的妖兽内单 您左手中的是 飘雪仙城重铸机修士 猎杀得来 右手中是琳琅一人的战利品 赵韩俊笑着解释道 百十个铸机的战利品 确实有必要单独装个储物袋 可临险只你一个人 赵通天瞄了眼灵一 虽然嘴上没有名说出来 但意思也已经很委婉地表达出来了 您要不先打开看看 再继续说 灵一耸了耸肩 示意赵皇别急着下定论 最多也就几颗妖丹而已 装什么神神秘秘 赵通天内心付菲着 先是打开了左手边的储物袋 十八颗妖丹 还算不错 二阶以上的妖兽难杀 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飘雪仙城的情况 赵通天知道 不然也不会派赵韩俊去那边 以弱势的一方获胜 并斩获了十八只二阶妖兽 已经算是难得 本来总共是有二十八颗妖丹的 但其中八颗是零一的 还有两颗是赵韩俊的 于是就被零一一起取了出来 单独摆放 看完左手里的储物袋 赵通天又打开了右手上 拖着的储物袋 哪里来的这么多 赵通天看着储物袋里 静静躺着的数十颗妖兽内单 整个人都四八答了 他一打开储物袋 就看见了被摆放的 整整齐齐的三十二颗妖丹 就是这么多 还有些皮毛惊血之类的东西 我就没有和妖丹放在一起 省得弄脏了妖丹 我算过了 光是这些妖丹 就已经价值十几万块下品零食了 如果再加上各种妖兽身上的材料 价值二十万 问题应该不大 灵一非常细心地替赵通天分析道 这 这些总不会都是你一人猎杀的吧 赵通天拎着储物袋 有些瞠目结舌 不是 灵一说了句话 让赵通天提起的心刹那放下大半 我就说嘛 你一个人怎么可能杀着嘛 其中有两只是韩骏杀的 剩下的三十只才是我杀的 咚 赵通天的声音戛然而止 手中的储物袋也随之摔落在地上 韶华殿 这是赵世仙国四公主的私人地盘 而此时的灵一三人 正在仰望着那三个大字 久久没有动弹 大哥 还得是你啊 你没看到刚刚赵皇那个样子 就差直接跪下来 求着你当他们家的驸马了 灵玄兵想到一炷香之前发生的事情 乐滋滋地说道 别乱说 那好歹也是咱们大嫂的父亲 让大嫂听见了 万一不开心了怎么办 灵玄兴赤道 但是很快 他的语气一转又说道 不过那赵皇显然是被我们大哥的实力和天赋 给深深地震撼了 要不然 不至于最后还亲自送我们出来 是啊 让一位子府进九层的修士 亲自相送 想想就有面 灵玄兵一点都没被灵玄兴影响到 依旧没飞色舞 你们俩少说点 一会儿你们大嫂就要出来了 灵玄兵鹤道 什么要出来了灵玄 说曹操曹操就到 把战利品都交给赵皇之后 四人本来是要去皇室宝库之中挑选宝物的 但是中途恰好路过韶华殿 于是赵韩俊就想进去换身衣服 这种事又不影响什么 灵玄兵自无不可 此时的赵韩俊已经换了一身广袖流仙裙 乌黑如墨的长发 用一只金布瑶向上盘起 眉若远山 眸似星辰 再配上完美无瑕的精致脸颊 和黄金比例的腰身 简直恍若白日落神 降临凡间 你这个发型 我很喜欢 灵玄上前一步 迫不及待地拉住了赵韩俊的御手 是吗 这是我专门为你盘起来的 赵韩俊的眼睛微微弯起 显然同样很是开心 其实刚开始 他答应灵玄护为道理之时 还是挺犹豫的 毕竟大家都不是很熟悉 也就 刚刚接触了几天 虽然有那一层关系在 但也只是朋友之上 距离恋人还差得远 但是随着这段时间相处下来 他愈发地发现 灵玄是真的不错 两人之间的感情 也越来越火热 看上去甚至比一般的心境道理 还要恩爱美满一些 这富人发病 就是赵韩俊 表达爱意的一种表现 如果不爱一个人 怎么会为他盘起三千青丝 如果不爱一个人 为何要换上他最心爱的 广袖流仙裙 这些灵玄当然都不知道 不过他只需要知道 此刻的赵韩俊很美 这就足够了 你有心了 我们走吧 灵依紧握着手中丝滑的柔仪 柔声说道 嗯 两人宛若热恋中的小情侣 疯狂地在前面撒着狗粮 也不管身后的二人 能不能吃得消 又是一炷香后 赵韩俊轻车熟路地 带着灵依三人 绕过无数眼花缭乱的宫变群 经过数个风景极佳的御花园 这才最终停在一棵 参天大树的树冠之下 赵氏皇族的宝库 莫非就在这里 灵依看着空空如也的四周 非常疑惑地问道 一个金丹大势力 积累了万年的宝库 就这么简单就找到了 灵玄星和灵玄兵二人 也是一头的雾水 是 也不是 准确地说 皇室宝库是没有固定的位置的 它不存于此界 而是存在于另一个空间 洞天之中 并且还随时在这皇宫之中移动 若是没有这块令牌 根本就察觉不到 这个洞天的位置 而且就算误打误撞碰到了 也进不去这个空间 赵韩俊取出一块 刻着赵字的金牌 晃了晃说道 洞天福地 小千世界 这最起码 也得是金丹镜大能的手段吧 听了赵韩俊的话之后 灵玄忍不住感慨道 准确地来说 这个藏宝洞天的原形 乃是一位 半步元英七大能的本命法宝 自从数千年前 侥幸被赵国皇室的一位 金丹镜先辈得到之后 就专门用来藏匿皇室的宝库了 赵韩俊讲出了 赵国皇室的一件秘心 那还等什么 咱们赶紧进去瞧瞧吧 林玄冰有些迫不及待地说道 林一和林玄星 也都期待地看着赵韩俊 好 我们这就进去 赵韩俊也没什么花哨的动作 仅仅只是手持令牌 对着虚空轻轻一按 随后令牌便直接化作了一扇 刻印着古朴符文的青铜大门 赵韩俊当先推开大门走了进去 林一三人也紧随其后 四人穿过一片白色光幕 眼前的景象 也直接从皇宫之中 跃迁到了一片安静祥和的 农家小院之前 这便是藏宝洞天之内 林一呼吸着 周围几乎快要接近 腾龙岛上三阶上品灵脉的 浓郁灵气 打亮着四周 小四 咦 这又是哪里来的三个陌生小辈 四人进来之后 化作青铜大门的令牌 并没有重新回到赵韩俊的掌中 而是飘飘荡荡地落在了一名 正在小院外面的田地里 忙活的老者手里 韩俊拜见三爷爷 赵韩俊连忙示意林一三人 跟着他一同行礼 三爷爷 林一躬身行礼后 漠然一正 这岂不是连赵通天 都要喊三叔的赵氏皇族前辈 比赵通天高一个辈分 又隐居藏宝洞天 气息反扑归真 即便是距离他们这么近 也是他先发生之后 自己等人这才发现 那里还有一个人 这一切的一切 死 林一的身后 林玄星二人 也都好像想到了什么 连连倒昔凉气 年轻人还有待锻炼 虽然修为上来了 可这心性 到底还是差了点意思 被称作三爷爷的老者 直起腰杆 随手招来一团水球 清洗了一番手掌 盯着林一三人 饶有兴致地说道 我这三爷爷 乃是金丹靖二层的修为 是赵氏皇族之中 四大顶梁柱之一 平日里脾气最是古怪 你们切记少说话 莫要惹到他 赵寒俊分别向着 身后三人传音道 果然是金丹靖的大能 林一兄弟妹三人 面面相去地对视了一眼 连忙做出一副 恭恭敬敬的乖巧模样 值得一提的是 出了第一面之后 林一并没有感觉到 老者有多关注自己 想来是自己的上古林饮术 并没有被这等金丹老怪识破 若是真的被看穿了 以他的真实年龄和修为 就是金丹靖修士 肯定也会觉得特别惊异 这点林一非常笃定 回禀三爷爷 韩俊此次来是奉了父皇之命 前来挑选宝物的 这是二十万临时额度的兑换凭证 至于旁边的这位 乃是韩俊的道律 以及其足弟足妹 赵韩俊带着一丝羞怯之意 递过一块玉剑 哟 三爷爷这打个盹的功夫 小四你都有道理了 老者看也没看玉剑 随手收起之后 目光就一直在赵韩俊 和林一的脸上来回扫荡 只不过看向赵韩俊的眼神 只是好奇 看向林一的眼神 就带着些血犀利了 皇室之中 虽然血脉清晴 比之平常人家要淡薄一些 但毕竟还在三代以内 况且 赵韩俊也是 现任赵皇的嫡系子嗣 贵为公主之尊 即便赵吾法作为 赵氏皇族四位金丹镜老祖之中 排行第三的大能 面对如此情况于情语里 也该出手考验一番灵仪 方能得知 此人有没有相配 赵氏先国公主的资格 就在赵吾法即将动手之时 赵韩俊却是眼疾手快地 拦下了赵吾法 随后 他又小声地 把和赵通天说过一遍的事情 又重新对赵吾法说了一遍 赵吾法听了之后 老脸一红 看向林一之时 也没了刚才的审视和敌意 怪不得小四 你的修为变成了炼器三层 老祖还以为是你 修炼了什么脸系功法呢 罢了罢了 此时就算过去了 你们是来兑换宝物的 诺 这是二十万额度 能够兑换到的宝物清单 你们自己看吧 赵吾法善善地甩过一块玉检 赵含俊立即接住递给林一 讲实话 这宝库之行 跟林一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他原以为 宝库就真的是字面上的意思 乃是一个储藏了 无数宝物的仓库或是阁楼 结果谁知道 竟然只是寻找一个糟老头子 随手给了一块玉检敷衍了事 思虑了片刻 他觉得 可能是他想的太多了 修仙者本就与凡人不同 高级的修仙者形势 更加出人意料很正常 他自己也在追寻那条大道 应该慢慢地习惯才行 琳琅 看见林一发愣 赵含俊忍不住在旁边呼唤道 没事 林一摇了摇头 结果玉检贴在额头 随后一条条信息 就出现在他实海之中 二阶上品紫蕴丹 一粒需要6500额度 三阶下品紫霞丹 一粒需要12000额度 三阶中品紫蕴丹 一粒需要3万额度 三阶中品紫蕴丹 一粒需要39000额度 三阶上品玉棘增骨丹 一粒需要8万额度 三阶上品玉叶金丹 一粒需要18万额度 下品灵气狼牙剑 一柄需16000额度 中品灵气是魂刀 一柄需要5万额度 上品灵气连云破魔帆 一件需要20万额度 上品灵气龟灵盾 一件需要20万额度 三阶上品灵药血连 一粒需要10万额度 神通纵地金光绝前置法术 逍遥游需要10万额度 神通五行破天神雷前置法术 两仪神雷需要12万额度 三阶上品云雾困沙符 一张需要36000额度 三阶上品今日药扬灭符 一张需要42000额度 金丹福宝 一枚需要20万额度 黄金灵理 一尾需要20万额度 极品双修功法 阴阳混沌诀 需要15万额度 二阶炼丹师传承 二阶炼器师传承 二阶阵法师传承 我要兑换一尾黄金灵理 浏览片刻之后 灵依放下预见 毫不犹豫地说道 你可想清楚了 赵无法顿了顿 这才问道 可以看得出来 他的眼神之中 全是诧异的神色 这20万的额度 要是兑换灵气和三阶丹药 最起码可以到手好几件 可要是兑换黄金灵理 那就只能兑换一条 莫非是这小子的灵根太差 赵无法下意识地 又打量了一番灵依 随后立即就把这个想法 抛到九霄云外 这小子一看就知道 才双十之灵 以如此年纪 能够修炼到炼气后期 那都能称得上天才了 更何况还是注击一层 所以 这小子的灵根肯定差不了 估计是为了某个 非常重要的亲友买的 晚辈确定 兑换一尾黄金灵理 另一边 灵依再次确定 而他身后的灵玄冰 以及灵玄星两人 却是拉着灵依连连摇头 两人都知道 灵依兑换这条黄金灵理的原因 肯定是为了他们九个弟弟妹妹 因为只有他们 才需要服用黄金灵理 改善灵根资质 灵依天生风雷双灵根 根本就用不着这等灵物 赵韩俊倒是没有说什么 他和灵依处出成为道理 有些事情还支支不深 好 那就如你所愿 赵无法见灵依态度坚决 灰灰大秀 仅于下一秒 凭空射来一团石树杖的溪流 而在这团金银剔透的流水中 一只巴掌大小的金黄色鲤鱼 正甩着尾巴 在左肢右突 二十万额度 兑换一尾黄金灵理 我再送你一口玉镜瓶 用来存放灵理 交易完成 二等退下吧 赵无法将水流和灵理 收纳尽一个水晶瓶 扔到灵依的手上之后 就做感人状 前辈等等 灵依先是收好玉镜瓶 看着灵依 无妨 我心中有数 拍了拍赵韩俊的御手 给了他一个安心的眼神 灵依诉容道 晚辈承蒙族中长辈看重 再加上自认有些手段 这些年倒也存了不少灵石 所以斗胆问一下钱 被 可否用这灵石兑换额度 让晚辈再取一些宝物 啥 灵石兑换额度 你小子真是吃心旺 赵无法牛眼一瞪 眼看就要开喷 当然了 晚辈也知晓 宝库之中的东西 都比外界要经济实惠一些 甚至有些在外面 根本就买不到 所以晚辈愿意溢价购买 如一百块零石 兑换八十的宝库额度 灵依又接着道 嗯 这也不是不行 毕竟你小子 既然得了小四的欢喜 那也就勉强算是半个 我们赵氏皇族的人 你有多少零石 赵无法的脸皮 早就练得厚如城墙 很轻松 自然地就转变了画风 本来是没有零石 换宝库额度这个先例的 外人想要从赵国皇室 这样的顶级金丹大势力的宝库之中 换取一些宝物 必须要完成皇室颁布的任务 才有这个资格 但时逢百年一度的寿朝浩劫 九州大帝皆是生灵涂炭 赵氏皇族必有数十万里疆土 正是急需用零石的时候 再加上零一半个自己人的身份 又主动说将零石折价20% 所以赵无法这才给了一个特例 前辈请看 零一拍拍腰间储物袋 一堆白闪闪 全部由中品零石组成的零石小山 骤然出现 赵无法一时有些愣住 这里一共是3000块中品零石 晚辈愿以这些零石换取24万额度 再从宝库之中兑换一些物品 零一拱了拱手 他的储物袋里还有四十几块上品零石 以及5000块中品零石 上品零石太过少见 他自然是不会舍得拿出来兑换的 那就只能用中品零石了 面对金丹镜的大能 一口气掏出3000块中品零石 他也不怕会被惦记 人家一键法宝 一门神通法术 最低都是以百万块下品零石起步计算的 再加上还有赵韩俊这层关系 怎么可能会惦记他 果然 面对价值30万块下品零石的零石山 赵无法也只是稍稍一惊 就恢复了正常 没想到你小子区区筑基一层 家底倒还不少 行 那就按你说的 3000块中品零石 再给你24万宝库兑换额度 赵无法挥了挥手 欣然接受了这个交易 多谢前辈 那晚辈就在兑换一门法术 就是 那本纵地金光绝的前置法术 逍遥游 灵依也不客气 嘴皮子微微一动 又是十万额度花了出去 臭小子眼光真毒辣 哼 这逍遥游乃是上乘顿法 学会之后 更是有机会领悟 那顿速无双的神通纵地金光绝 赵无法颇为不舍地丢出一枚玉剑 随后又嘱咐道 这枚玉剑 需要当场越过几分 且发心魔大事 不得外传 晚辈知晓了 灵依点了点头表示清楚 随后举起双手 立即发了一道心魔大事 最后才举起玉剑 贴上了额头 脚踏降云踩钢布 三山五岳任我闯 玉须屏风若等闲 纵地金光逍遥游 好精妙的盾法 好强的神通 移住香后 灵依突然睁眼轻盈道 七 这还用你说 这纵地金光 绝在所有神通级别的盾法里面 那速度都是名列前茅的 就算只是这前置法术逍遥游 一旦小成 也能一顿近百丈 若是能够修炼到大成 一顿三五百丈 跟娃似的 最是适合小范围的藤魔交战 赵无法耿着脖子 傲然说道 晚辈受教了 敢问前辈 前置法术都这般了 那这真正的神通纵地金光绝 又是何等的急速 灵依好奇地问道 听到他这么问 其他几人 包括赵寒俊在内 也都不自觉地竖起了耳朵 一门神通级别的盾数 究竟有何等盾速 他们也很想知道 纵地金光绝 赵无法笑眯眯地看了几人一眼 随后摇头晃脑地说道 也不怕告诉你们 这门神通 只要达到小城之境 便可以一顿数十里 若是大城之境的 纵地金光绝 意念一动 更是直接可以奔出数百里 看有几分原因 真君一息之间 顺一千里的风采 其实 按照灵依的需求 当然是兑换神通五行 破天神雷的前置法术 两仪神雷最为合适 他身具雷灵根 一门好的雷系法术 可以让他的占领再增数成 但他如今 怎么也算是一族之掌 灵氏先祖于危难之中崛起 极缺各种大威力法术 若是综合考虑 这门纵地金光绝的 前置神通 逍遥游修炼的门槛和难度 相对都要低许多 兑换起来 自然是要比两仪神雷更加合算 虽然目前只能是他一人先行修习 不好传授 但他有风铃灯在 自信日后 绝对可以将此数修行到圆满之境界 届时将这顿法修改一番 重新刻印附入在预检之中 就可以完美避过 不得外传的心魔大事 为灵氏先祖再添一道底蕴 赵无法当然不知道 灵依心里在想什么 此时的他 还在那吹嘘着 纵地金光绝到底有多快 有多潇洒 但是灵依了解之后 却是不愿再听下去了 于是就打断道 前辈 还剩下十四万的额度 晚辈想再兑换一些灵丹与灵气可否 这纵地金灵丹灵气 反正只要在十四万额度以内 那还不是随你 被打断了兴致的 赵无法有些异性阑珊的说道 那好 那晚辈还想要兑换一粒三阶下品的紫霞丹 一粒三阶中品的紫园丹 以及一柄下品灵气狼牙剑 灵依拱手 嗯 紫霞丹一粒需要一万两千的额度 紫园丹一粒需要三万九千的额度 再加上狼牙剑的话 加起来一共是六万七的额度 这是你要的东西 还剩下七万三的额度 速速用完 赵无法伸手对着院子的方向微微一招 收好两粒丹药 又把飘在半空的灵气狼牙剑 稍微一剥了 递给了身后的灵玄冰 大哥 灵玄冰既意外又惊喜 喜欢就赶紧收起来 有话回去再说 你和玄星一人身上有一件灵气 日后闯荡修仙剑 我也能够稍微放心一些 灵一头也不回地说道 递明白了 灵玄冰立即激动地 把狼牙剑收进腰间储物带 这可是灵气啊 虽然是下品灵气 但那也是货真价实的宝贝 以助击一层的境界 掌握一柄灵气 不但实力会大大增加 走到哪里 也都会被人高看树眼 君不见 那飘雪仙城的雪氏子斧老祖 成名法器 也只是一柄顶尖的下品灵气罢了 而他与七妹灵玄星 已然双双在助击初期 就拥有了一件灵气护身 兑换紫霞丹与紫元丹 都是灵一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下的决定 紫霞丹与紫元丹 都是有助于突破紫辅境的高阶丹药 正常来说 只服下一枚紫霞丹的话 最多也就只能增加寥寥几分的突破几率 但若是配合效果更高一筹的紫元丹 双剑合璧之下 突破紫辅的概率几乎可以增加一成 他自己虽然已经领了直通紫辅境的入场券 但灵玄冰和灵玄星他们可没有 为了临时先足的日后 这紫霞丹和紫元丹 当然是必须要兑换的物品 此时的灵一 还剩下七万三的宝库兑换额度 尽管他非常地眼馋 那三阶上品的玉叶金丹 以及那面上品灵气归灵盾 但他还是义无反顾地选择了 兑换一份二阶阵法的传承 不只是额度不够的原因 更重要的是 灵氏先足现在的确很需要一套阵法传承 练器 有时加暂时替补 练丹 也有纳兰家族作为后盾 虽然两家的人现在 只能够练制出上品法器 和一阶上品的丹药之流 但他们的传承是没问题的 几乎都达到了二阶 如此 也就只剩下了 阵法一道 买是灵氏先足的软肋 今日既然遇到了 恰巧一套二阶阵法的传承 也仅需要六万多的额度 刚好差不多直接清空 灵一就非常果断地说道 这最后的七万三千额度 晚辈想要拿到二阶阵法的传承 一套二阶阵法的传承 你小子让他破烂玩意儿干什么 赵无法眉头一皱 阵法之路向来是冷门中的冷门 他远远没有炼丹师和炼气师那般热门 说实话 这套二阶阵法的传承 自从列入赵国皇室的宝库以来 几乎就没被人正眼看过 就算偶尔有人瞧中了 但也会被七万的兑换额度给吓到退缩 有这额度都可以兑换好几粒三阶灵丹了 这不香吗 久而久之 赵无法都快忘了 宝库之中还有这么一套阵法传承了 他虽然想替皇室挣灵食 但也不想转着昧着到新的灵食 呃婉辈不可明告 但婉辈确实是挺需要这套二阶阵法的传承的 灵异有些知无 你是真心想要阵 算了 老夫要管这些作甚 不过我赵氏皇族向来也不会占别人的便宜 这样吧 这套冷门的二阶阵法传承老夫算你六万的额度 你还有一万三的额度 老夫再送你两张三阶下品的风卷残云符 咱们便做两清如何 赵无法取出一枚玉剪 和两张符露托在掌心说道 前辈高义 晚辈再次谢过 灵依除了道谢 还能怎么说 到底也是为金丹靖的大能 人家做事也算是讲道理 没有贪磨他的灵食 甚至于这两张风卷残云符 完全就是意外之喜 既然收好了东西 那就出去吧 看着灵依将两张三阶下品的符露递给了赵韩俊 赵无法暗暗点了点头 语气也在无形之间温和了些许 随后就把那块进入藏宝洞天的令牌取了出来 又扔给了赵韩俊 那三爷爷 我等就告退了 赵韩俊先是微微毅力 随后便催动令牌 召唤出青铜大门 带着灵依三人离开了洞天 直到四人离开之后 赵无法这才自言自语地嘀咕道 倒是好久没见到过这么有趣的小辈了 不过 想做我赵氏先国的驸马 却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小子 希望你能扛得住 离开藏宝洞天之后 赵韩俊将令牌返还给赵通天 随后就带着三人 直接入住韶华殿之中 韶华殿是公主寝宫 乃皇家宅院 某方面自然也代表了赵氏皇族的脸面 在深宫大院之中 很是占据了一块不小的地盘 起初之前 零一三人只是在殿外还不觉得 一正式踏进韶华殿 这才明白什么叫金丹大势力 什么叫一方先国的皇族气派 越过金顶鸿门 就能听到缠缠的流水声 慢走几步 果然就看到了零莹甲山之中的 一道小桥流水 走下十丈长的小桥之后 入木便是一片异常精致的亭台楼阁 仙仙错落 琉璃静瓦 惊言欲弊 其中最为醒目的 便是一间刻印着 寝宫两个烫金大字匾额的 两层小巧秀楼 三弟 七妹 到了嫂子这里 便像是回到了自己家即可 你们可以随便挑一间 衬心如意的阁楼搬进去 赵韩俊指着寝宫旁的十几间阁楼 转身笑着对林玄星林玄兵二人说道 多谢大嫂 二人也没客气 欢欢喜喜地各自挑选了一间屋子 就去闭关纪念刚刚到手的灵气去了 等两人离去后 林玄忍不住坏笑道 夫人 那我可以也挑一间屋子吗 你还真别说 这皇室公主住的地方 就是不一样 赵韩俊白了某人一眼 却是根本不吃这一套 连不轻仪 直接冲着寝宫走去 你爱着哪里住哪里 我才不管你呢 夫人别走啊 看着赵韩俊娇称着离去的模样 林玄的心中愈发的欢喜 连忙追着其窑窍的背影跟了上去 他虽然人前清冷 但却并不是真的孤傲冰冷 人后也拥有女人该有的韵味 就像是快美玉 无论正看反看 亦或者是斜着看 赵韩俊都是完美无瑕 引人入胜的那种 随着灵依踏进宫主请殿 眼前的一切 立即又让他目眩神秘 只见寝宫内云顶檀木作梁 水晶玉碧为灯 明珠为莲目 黄金为支柱 六尺宽的沉香木阔床边 悬着白色罗杖 杖上便袖洒出银线海棠花 风起霄洞 如坠云山幻海一般 踏上设着青玉爆香枕 铺着软丸残冰殿 叠着玉带叠罗青 殿中宝顶上 悬着一颗巨大的宝珠 异翼升光 似温和的大日一般 地铺白玉 内嵌珍珠 暗底为莲 朵朵成五金莲花的模样 花瓣鲜活玲珑 连花蕊也细腻可变 士族踏上也只觉温润 竟是以罕见的暖玉凿成 直如步步生玉帘一般 让人感叹 何其奢华 到底是先国公主 一方大势力的嫡系子嗣 为父亲第一次产生了 有些配不上你的感觉 灵一驻族在寝宫门口 感慨万千 和这韶华殿一笔 自己家的腾龙岛 简直连狗窝都不如 你看到的只是表象而已 其实我宁愿和玲郎一样 出生在一个弱小的家族 哪怕是生存环境艰苦一些 修为晋升的慢一些 也好过天天在这皇族之中 勾心斗角来得舒服 赵韩俊几步来到床边 一边说着 一边轻轻地吞去鞋袜 露出一双又白又精致的小巧玉卒 那照你这么说 在飘雪仙城的这些年 难不成已经算是你较为开心的时候了 灵一眼睛放光地盯着赵韩俊 呼吸渐渐变得有些急促 在飘雪仙城的这十年 的确是我有史以来最为轻松的时候了 不用担心宗室那些人的暗算 不用烦心上面三个哥哥 以及下面那个妹妹的挤兑 不过也正是过于松懈了 这才给了 司里里那个魔女一丝可乘之机 一想起司里里 原本已经侧卧在床榻之上的赵韩俊 就又坐直了身体 恨得银芽痒痒 夫人恨那摩修 我倒是不太恨 没有她 我如今又怎能抱得美人归 灵一亲手轻脚地摸到床边坐下 仔细看的话 眼睛里竟有火光一出 你刚刚说什么 刚刚在愣神的赵韩俊 没怎么听得清灵一的话 没什么 灵一急忙闭上眼睛装死 赵韩俊先是迷茫了一瞬 紧接着就好像想到了什么事的 我二一笑道 你我继承道理 有些事情我当然是有义务帮助你的 但也请琳琅联系一些 如今韩俊最急迫的乃是恢复修为 却是不能痴迷于那 那种事情 哪种事情 一提到这个 蠢蠢欲动的灵一 立即睁开了眼睛 你 讨厌 赵韩俊看着灵一坏坏的笑容 顿时羞怯地扭过了头 夫人 你可曾听闻过一种 一颗高阶丹药 筑高阶灵脉 还有快速地修炼方式 灵一慢慢地贴近赵韩俊的耳朵 吹着风缓缓说道 什么方式 难道天下还有这种秘法 赵韩俊果然被勾起了好奇心 半转过身子看向灵一 不知夫人可曾听闻过双修之法 灵一目光灼灼地盯着赵韩俊 呼吸出来的热气 拍打的赵韩俊的脸颊 有些硬红发烫 听听自然是听过的 可我现在有些乏了 我不呀 在赵韩俊尖叫声中 灵一火速地脱下衣袍 光溜溜地钻进了薄被之中 夫人 那王我一直处在昏迷之中 竟是一点美好都未曾尝到 不知夫人今日可否为我再掩饰一番 灵一躲在被子里面 只露出一个脑袋 细声细气 活像个小媳妇似的说道 你你这 赵韩俊被灵一搞得不知所措 说到底 他也就才是个新手而已 那天晚上 只是在赵烈丹的催动下 这才像变了一个人 如今在神志清醒的时候 赵韩俊好多了 一见到赵韩俊的模样 当即叹着气说道 也罢 还是让为夫指导你吧 阴落 灯灭 一个多时辰之后 灵一与赵韩俊双双进入巅峰之境 随着体内咔嚓一声闷响 他的修为也水到渠成地 踏进筑击八层 灵灵狼 我我的修为 一番惊天动地 酣畅淋漓的大战之后 床榻之上 正躺在灵一怀里温存的赵韩俊 忽然惊叫了起来 怎么了 我竟然实现了三级跳 从炼气三层 直接蹦到了炼气六层 咱们也没有修起什么双修功法 就是简单的 那个什么一下 效果竟然这么好 可上次在飘雪仙城 为什么就没有这般效果呢 赵韩俊不可思议地内视着丹田之中 庞大了许多的灵气漩涡 修为的巨大突破 让他看起来更加的娇艳欲低 大抵是上次的时候 我们二人都处于无意识的状况 虽然原因原样都被破了 但却没有一丝一毫地利用起来 而这次我们都处于清醒的状态 你残存的原因之气 助我一举推开注击八层的大门 而我残存的原阳之气 却是直接将你的修为 推上了炼气六层 灵依非常冷静地分析到 此时的他正处于闲者模式 思维运转的极快 既然这样 琳琅 那我们继续吧 听到还有这样的好事 赵韩俊的眼睛顿时亮了 啊 你刚刚不还喊累了 吃不消扛不住了的吗 灵依下意识地噎了噎身上的被子 惊恐地看着赵韩俊 那点累算什么 只要修为能够尽快恢复 再苦再累一些 我都甘之如頤 快点的 只见赵韩俊不顾灵依的阻拦 一把掀开被褥 如同飘雪仙城的那天晚上一样 直接 死 灵依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 随后又舔了舔 有些干涩的嘴滴吼道 就是这种感觉 那天晚上 我的梦中就是这种感觉 韶华殿中围杖翻滚 红袖天香 阴阳调和 站得地震山摇 日月无光 两人一连数日都未曾下地 而前阳殿 也就是赵通天的御书房中 今日的气氛 却是有些不同寻常 叫你们回来 你们可曾知晓缘由 赵通天短坐于书桌后方 一双虎木威灵 扫视着下方的三个皇子 唯有一人例外 那便是五公主赵西云 虽然是同父异母 但这赵西云 却生得并不比赵韩俊差 并且相对赵韩俊 略为有些清冷淡漠的性格来说 赵西云古灵精怪的性子 却是更讨赵通天的欢喜 而他 也的的确却是 赵通天五个子嗣之中 最受宠爱的那颗掌上明珠 另一边 听到了赵通天询问之后的三个皇子 面面相去了一番 心中甚是无语 他们本来都在各施手段 紧张激烈地与妖兽大军搏杀 谁知道赵通天突然一指调令 将他们突然从各地边境给召了回来 已经沙红了眼的他们 能知道就怪了 回禀父皇 我等不知 三名皇子只能老老实实地低下头 要说赵通天的基因还真不是盖的 膝下五个子女 除了两个女儿都生得国色天香 资质超群以外 就连这三个皇子也都长得人模狗样 勉强撑得住赵氏先国皇族的脸面 换做平常 赵通天还会在心底略微嘚瑟一番自己的杰作 但是今天却是出奇的 看三人不顺眼 好叫你们三人知道 本皇让你们撒回来 便是准备宣布这次考核的结果 什么 父皇可是说错了 结果 什么结果 三位皇子猛地抬头看向赵通天 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们的考核才进行了一半 赵通天竟然说考核要结束了 这是哪门子的道理 你们还好意思说 本皇怎么会生出 你们这三个不中用的东西 西云 你就代表本皇好好地 跟你这三个废物哥哥说说 你此番在洛日成的收获 赵通天恨铁不成钢地一甩一袖 不再去看三个目瞪口袋的皇子 西云谨遵父皇赤令 赵西云对着赵通天吟应义礼 随后便将一双灵动的毛子 转到了自己的三个哥哥身上 三位皇兄 西云此次驻守洛日成 面对六万来袭的兽朝大军 前后一共花费了不到十天 便将带队进犯的七只二阶后期的妖兽 斩杀大半 独留三只逃逸 至于剩下的五万多只妖兽 没了二阶上品的妖兽首领压阵 面对洛日成的修士守军 根本不堪一击 以大败溃逃 扶出三万有余 剩下的两万余 因为躲进了大荒 西云无力追击 只能明经收兵 这是本次大战西云的缴获 还请三位皇兄过目 赵西云取下杨柳腰间 记者的数个储物袋 分别递给三个皇子 巧笑倩熙 美目叛熙 什么 皇妹你竟然都 听了赵西云的解释 三个皇子这才明白 发生了什么事 其中大皇子赵玉兮 还不信邪地 接过一个储物袋 异常粗暴地直接打开 斩查之后 赵玉兮腿脚一软 任命般地闭上了眼睛 缓缓说道 到底还是皇妹记高一筹 是皇兄输了 其他两位皇子 看见赵玉兮如此模样 顿时也接过 两个储物袋打开看了看 片刻之后 二皇子赵定波 也只能苦笑着叹息道 五皇妹向来质谋超群 此番的确是我等其差一招 而三皇子赵又廷 却迥然与两位兄长 激动地捧着储物袋 大声呼唤道 不对 不对 就算有这些东西 也只是能证明 五皇妹提前夺得了 一个胜利的名额而已 可这次是五争二 我们明明还没有输 没有输啊父皇 对啊 赵玉兮和赵定波对视一眼 顿觉有理 就连赵西云都眨巴着眼睛 好奇地看向赵通天 显然 他也不清楚 赵通天为何指引他一人胜利 便垂定了考核结束 你们是在怀疑 本皇的裁决有问题 赵通天怒目远征地扫了一圈 吓得三人 连忙按下脑袋装鸥鸟 哼 也罢 今日就叫你们 输得明明白白 来人 给本皇去把四公主请过来 对了 记得把那个姓林的 也一起烧上 韶华殿 公主请宫之中 秘密之音 已经不分白昼黑夜的 连续响了数天 由于请宫之外 有数道大阵守护 里面的人不主动出来 外面的人也不清楚 里面究竟在干些什么 林玄兵与林玄星二人 又忙着祭练灵气 所以一直也就没人打扰 但是这一日 请宫里面却是发生了些许变化 也不知道 是第几十度的风雨之后 脸色煞白 没有一丝血色的林玄 吃力地推开横沉 在自己身上的郊区 宛若行将旧木的糟老头子一样 趁着赵韩俊 终于累到睡着了的机会 动作缓慢迟钝地穿上衣物 随后便小心翼翼 脚步蹒跚地走下了床榻 没人看到 在林玄走下床榻的那一瞬间 他 竟然留下了两行浑浊的泪水 连续几天几夜的输出 天知道他是怎么撑过来的 为了尽快恢复自己的实力 赵韩俊真的就像被扯坏了的发条一样 一指索求 这一次 他虽不是之前那样的重伤状态 但却比之前受伤的那次更加的凄惨 强撑了数个日夜 就在他真的要支撑不住的时候 这次赵韩俊终于累到受不了 沉沉地睡了过去 等赵韩俊睡着了 灵依这才有机会扶着老妖走下床榻 不过这几日虽累 但成果也有 除了他注迹八层的境界 已经稳固住之后 赵韩俊的修为也在双修之时 一路暴涨 尽管越往后上涨的幅度越慢 但几天过去 如今的赵韩俊修为 也已经恢复到了练起七层后期 并且可能是由于灵依的原扬之力 质量很高的缘故 赵韩俊练起七层后期的境界 也非常的稳固 体内的法力更是格外的精纯 照这样的速度晋升下去 或许根本用不着十年 在数年之内 赵韩俊就有可能重新踏足助击之境 唉 色字头上一把刀 古人成不起我 成不起我啊 慢悠悠地走出韶华殿 看着天边悬挂着的一轮骄阳 灵依顿时感觉 好似获得了新生 可就在她享受着难得的安宁和自由之时 韶华殿外忽然出现一对御邻居 巧合的是 来者还是熟人 上次接他们入宫的那一对十人御邻居 咦 你们怎么又来了 灵依直起有些勾楼的腰板 不解地看向领头的筑机七屎长 灵公子 吴皇有请 你与四公主前去前阳殿一续 时长抱拳行礼道 赵皇有请 行 我知道了 一会儿就带着四公主过去 灵依点了点头 表示清楚 随后就又转身走进了寝宫 刚踏进宫门没几步 她便敏锐地察觉到 一道灼热的视线正在注视着自己身上 呃夫人 你这么快就醒了 灵依正正地看着 倚靠在床榻之上 紧着一身白色沙衣 无限清纯之中 却暗藏极致诱惑之意的赵韩俊 她不知道 何时竟已经醒来 看见我 琳琅的脸上 为何会出现惧怕惊恐之意 赵韩俊拖着粉塞不解地问道 啊这 哪有的事情 夫人定是看错了 夫人你竟然醒了 那刚好 我们一起去一趟前洋店 据说你父皇找我们俩有事呢 灵依瞅着似乎有些蠢蠢欲动的赵韩俊 连忙搬出正事 这才打消了赵韩俊 想要继续双修的心思 呀 父皇找我们有事 岂容我换一套衣服 再整理整理 赵韩俊立即放开了 继续压榨灵依的想法 开始捣吃了起来 一炷香后 细细地打扮了一番 愈发显得容光焕发 韵味十足的赵韩俊 夸着看上去 气血已经恢复了不少的灵依 缓缓走出了寝宫 走在路上的时候 赵韩俊还好奇地问道 琳琅 你刚刚要那三接血身的根须做甚 灵依身上唯一的一株三接灵药极品血身 早就给了赵韩俊 刚刚他突然问赵韩俊要一只根须 也没说什么缘由 只能插开话题 加速前行 有什么不能说的 赵韩俊皱了皱柳叶眉 虽然还想继续追问 但眼看前阳殿近在眼前 便也暂时吸了那部分心思 数十息后 一脚踏进前阳殿的灵依 哑然地看着殿内同样惊奇 看着他的三男一女四个陌生人 掉在灵依后面 进来的赵韩俊在看见四人之后 表情和步伐同样也是微微一顿 见过父皇 见过赵皇 两人心中虽君是不解 但还是没忘了 先对赵通天行了一礼 来了 来了就给你这三个废物 哥哥说一下 你此行助手飘雪城的掌获 赵通天先是温和地 对着两人打了个招呼 紧接着就指着三个头低的 跟孙子似的三个男子 一同发怒 哥哥 这便是韩俊的三位皇兄 那这个 莫非就是赵氏皇族五公主了 可是他们此刻 怎么会在这里 他们不该 还在边境和寿朝大军站的正嗨吗 林一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一下子就把场中的情况 给摸透了大半 韩俊遵令 赵韩俊虽然不清楚赵通天的用意 但还是朗生达到 此次助手飘雪仙城 我联合全城修士抗击寿朝 历时三天三夜 共击毙五万多只妖兽 其中 打退了一只三阶下品的大鹏妖疆 并斩杀了三十只二阶妖兽 在飘雪仙城杀的二阶妖兽 确实只有三十只左右 还有些都是林一在别的城池和宗门屠杀的 可以算到总战绩上面 但却算不到飘雪仙城那一意志中 三天屠杀了五万只妖兽 也就罢了 难得的事 竟然还有数十只二阶妖兽 四皇妹 你莫不是当我们傻 三皇子赵又廷吃笑一声 竟当场嘲讽 表示不幸 看见赵又廷率先开炮 当了这个出头鸟 其余人野乐的清闲 连赵西云在内 全部都目光炯炯地盯着赵韩俊 似乎想要看他 下一秒要如何应对 三皇兄此言诧异 若是没有相应的佐证 皇妹怎敢胡言乱语 况且 我此次的收获 这便是你们四妹的的战姐 好好看看吧 赵通天也适时地 朝着三人扔出几个储物袋 我不信 我不信 赵又廷红着眼睛 随手扯过一个储物袋 就往下倾倒 大大大 只听见一连串珠落玉盘的声音响起 动静不大 东西也不多 但是等这些东西掉下来的时候 整个御书房之内 煞石变得鸦雀无声 这这这这竟人 全是妖兽内丹 三位皇子已然呆滞到不敢吭声 只有赵西云捂着樱桃小嘴惊呼道 看见这数十颗二阶妖兽内丹之后 所有人都已经知道 赵韩俊说的必然是实话无疑 而赵通天所说 考核结束 也的确是应有之事 事实已在眼前 再多做辩论 已无任何意义 三个皇子必须要承认 他们三个男子之身 第一次考核便大败亏叔 完败两位女子之身的妹妹 尤其是三皇子赵又廷 心中最是苦涩难言 他的灵灯天赋 乃是五人之中最好 修为也一直是五人之中 名列第一的存在 甚至自诩至计 也仅在五皇妹西云公主之下 谁知道 今日却是遭遇滑铁炉 不但输给了赵西云 甚至就连四皇妹赵韩俊 都一军突起 将她给比了下去 她损失的并不只是一场考核 而是一直以来的高傲 哼 本皇就问你们 服气了没有 赵通天可不会去管赵又廷等人 心里在想什么 直接了当地问道 我等 服说 三人有气无力地应了一声 既如此 本皇就宣布 快快上前听上 赵通天大秀一挥 立即定下了此次考核的排名 谢父皇恩典 赵韩俊与赵西云对视了一眼 随后便插开视线 踏前一步 本次第二名乃是小五 本皇便按照之前所言 赏赐你二阶上瓶子运单一瓶 三阶中品阎龙符一张 中品灵器一箭 零时十万 西云谢父皇赏赐 赵西云狡结一笑 宛若一只翩翩灵蝶 结果了赵通天赐予的宝物 赵西云退下之后 赵通天又取出一个储物袋 看向赵韩俊 本次考核第一名是小四 说实话 很出乎本皇的意料 不过奖励都是 早已经准备好的 所以倒也没什么区别 本皇宣布 赏赐小四二阶上瓶子运单两瓶 三阶上瓶翻将倒海浮一张 上瓶防御灵器一箭 万年十中乳一滴 什么 第一名的奖励这么丰厚 上瓶灵器 万年十中乳 父皇我不服 赵通天的声音刚刚落下 御书房里就炸锅了 不但是之前几个认输的皇子 战红了脸在那边跳脚 就连赵韩俊都不可置信地 瘫软在灵一的怀里 夫人 怎么了 灵一连忙揽住赵韩俊的杨柳西腰问道 灵狼 有了这万年十中乳 我便有把握 在数月之内重回驻击之境 赵韩俊激动的郊区都在颤抖 他对别的东西全然没在意 只是在听到万年十中乳之后 冷傲如他 也是难掩兴之情 这万年十中乳这要牛 会不会有什么副作用 灵一知道 随着赵韩俊的境界越来越高 他们二人的双修效果已经越来越差 除非是搞到一本高阶的双修功法 否则提升的效果恐是微乎其微 所以 在如今赵韩俊炼气七层的情况下 即便是有各种顶级资源辅助 但是想要快速修炼到炼气九层大圆满进行助击 最起码也还要个三五年的水魔功夫 而这万年十中乳 据赵韩俊所说 若是服下一滴之后 竟然可以跳过数年的水魔功夫 直接准备注击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此时等我回去再和你解释清楚 赵韩俊稳了稳心神 从灵一的怀里起来之后 便恭恭敬敬地到了巨蟹 从赵通天的手里 接过了装着考核奖励的储物袋 此时的三名皇子还在那抗议呢 但是赵通天根本连理都没理 自己没本事 拿不到奖励 又能怪得了谁 好了 别吵吵了 既不如人便是既不如人 都下去吧 许师被闹得有些烦了 赵通天挥了挥手 一到疾风 瞬间就将六人卷出了御书房 登登登 前阳殿外 灵一抱着赵韩俊连退三步 这才稳住身形 随后便惊骇无比地 看向书房的方向 随手一挥 我便毫无还手之力地被轰了出来 这就是子府境巅峰准大能致敬的实力吗 灵一此时已是筑击八层 综合战力更是堪比子府境初期 她尚且如此 更何况赵西云赵又廷这些 才筑击初中期的皇子公主 只见四人无论男女 全部都狼狈无比地跌倒在地 尤其是三皇子赵又廷 最是凄惨 连脑门上都不小心磕了个骨包 偏偏就是这样 她还在那哀嚎父皇不公 父皇偏心 本来挺精神的一个先国皇子 愣是搞得像是个泼妇 不过这一切都和灵一夫妇二人 没什么关系了 他们俩此行 无疑是收获最大的那一方 心有灵犀的对视一眼之后 就互相挽着准备悄地离开这里 但是他们前脚刚动 后脚两道身影 便如影随形地跟了上来 皇妹且慢 皇姐等等 两人扭头一看 却是二皇子赵定波 与五公主赵夕云追了上来 二皇兄 五皇妹 你们找我有事 赵韩俊一个侧步转身 挡在灵一的前面 平静地看着二人问道 皇姐 你后面的那位眼神得很压 你就不打算介绍介绍吗 赵夕云一双灵动的大眼睛 紧紧地盯着灵一 她刚刚在御书房里面 就已经很好奇了 她的这位四皇姐追求者无数 这种几乎一直贴在她身边的了 四皇妹 我对你身后的这位朋友 同样很感兴趣 据我所知 这还是你这些年 第一次与一个男子走这么近吧 做兄长的 怎么能不关心自己的妹子呢 赵定波同样笑着说道 可以看得出来 虽然同为皇子 但对于考核失利一事 他比大皇子和三皇子 要看得开许多 夫人 你这个皇兄和这个皇妹可不简单 考核落后于你 竟然还能笑着过来探查我的底细 灵一躲在赵韩俊身后 偷偷传音说道 赵韩俊直面赵定波与赵西云 不能传音 所以只是微微汗手 表示赞同 不瞒二皇兄与五皇妹 后面这位 乃是我的道吕灵一 琳琅 这两位一是我二皇兄 一是我五皇妹 赵韩俊大大方方地 介绍了两人之间的关系 灵一也和两人点了点头 打了个招呼 但是听在赵定波与赵西云的耳朵里 却是如听霹雳 什么时候 赵氏皇族最清冷孤傲的四公主赵韩俊 居然也会寻找道吕了 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皇妹 你你竟然已经有了道吕 赵定波不可思议地看着两人 语气里出了震撼 还是震撼 修仙者大半都是晚婚晚遇 更别说是像赵氏皇族这样身份尊贵 全都志在大道地修士了 尤其是赵韩俊这样的 这辈子不找道吕的可能性高达99% 甚至赵韩俊自己也曾说过 此生无心情事 只想长伴清灯追寻大道之事 但 这才多久 就出去历练了一次 就拽了个道吕回来 皇姐你可真是让我大吃一惊啊 此时 赵西云也放下了手掌 一对娇俏的大眼睛 在灵依的身上转来转去 似乎想要瞧出什么端倪似的 我们回去还有事 这就到辞了 赵韩俊不愿意自己的男人 被别的女子这么盯着看 于是拉着灵依的手 便果断离开了 两人离开后 赵西云拍了拍赵定波的肩膀 笑嘻嘻地问道 二皇兄看了这么久 可曾看出来什么没有 赵定波微微一笑 这没事妖不能说的 我想皇妹应该也看出来了 咱们家 这位一向对男人不假鱼色的四公主 这次应该是遇到了真正在意的人了 二皇兄眼光倒是毒辣 妹妹深感佩服 也不知道这个姓林的 究竟有何等高超手段 竟然可以不声不响地 拿下我这位皇姐 赵西云盯着灵依的背影 眸子里的探索之意 愈发浓厚 皇妹 你可别乱来啊 你四皇姐的性子 你不是不知道 赵定波偶然一瞥 立即瞧见赵西云眼里的奇异光芒 联系到这位主平日里的做派 赵定波立即匆忙提醒道 皇兄你说什么啊 我怎么一句都听不懂呢 啊 时辰也不早了 我也该回去修炼了 皇兄告辞 赵西云被发现了心中之事 立即打着哈哈 转身逃跑了 原地只留下赵定波再喃喃自语 完了 这个小祖宗又该惹事了 韶华殿 寝宫之中 琳琅 你说那个赵西云 到底是什么意思 你是我的道理 他凭什么一直盯着你看 气死我了 一路急行 回到韶华殿的赵韩俊 罕见的发了一通脾气 起因 自然是因为赵西云 刚刚那会儿 一直盯着林一打亮的缘故 夫人这是生的哪门子气 他或许只是好奇 什么人能将自己 这个风华绝代的仙子姐姐 追到手吧 林一搂住赵韩俊的预备 轻笑着说道 哼 你别安慰我 我这个皇妹 心机比斯里里那个妖魔之女 也不差分好 往往她眼珠子一转 我就知道 她肯定要打谁的主意 这次她肯定是盯上你了 盯就盯呗 你还不相信韦夫的手段 逗她就跟逗猫似的 放心吧 林一宽慰道 你根本不知道她的手段 你 好了好了 这件事咱们日后再说 现在还是先将的奖励拿出来 韦夫还没见过万年十中乳 这样的天才地宝呢 看见赵韩俊 还有要继续的意思 林一连忙施展话题 转移大法 这一招对付赵韩俊 几乎是百事百灵 果然 虽然心中很是不愤赵西云的举动 但赵韩俊 还是很快就被万年十中乳 给吸引了注意力 那好吧 恢复自己的修为 目前是赵韩俊的头等大势 自然 万年十中乳这样的天才地宝 对于赵韩俊来说 也是一份极致的诱惑 把赵通天赐下的那个储物袋解下 赵韩俊将里面的几样物品一一取出 首先便是两瓶紫韵丹 琳琅 这两瓶紫韵丹 刚好可以带给飘雪仙城的那些 助击后期的大修士 还能胜于几利 赵韩俊一打开储物袋 立即就忘了刚刚的事情 都听你的 灵依只是笑笑 两瓶紫韵丹之后 便是三阶上品符露翻江倒海 这张符 别给我 我不要 这张符就留在你身上吧 这样我也能安心一些 灵依看见赵韩俊有想要把符纸递过来的意思 立即摆手 既然翻江倒海符你不要 那这件灵器你必须拿着 赵韩俊不由分说地 取出一块紫色小盾塞到灵依怀里 防御类的上品灵器 灵依瞅着怀里的紫色小盾 有些惊讶 我目前也用不到这么高阶的法器 你就先拿着练花 有了它 你的战力必然可以再增数成 赵韩俊阴音音地说着 行 那我就先收下了 灵依这次没推托 其一 就是因为赵韩俊确实近期都用不了什么高阶法器 毕竟他的境界还没恢复过来 其二 就是因为他目前确实缺乏高阶的防御灵器 有了这面紫烟盾 他的抗战能力大大增强 战斗力自然也会随之上涨 还剩下这一滴万年石中乳 这万年石中乳 乃是赵氏先国 被我们皇族控制的一处秘境之中所产的天才地宝 乃中天地造化所成 只需一滴 便可以无副作用地提升修饰数年苦修 是真真正正的毫无副作用 灵药灵果月接吸收 或许还会暴体而亡 可这万年石中乳 却是温和到了极致 此宝每千年才产出十几滴 没想到这次父皇竟然拿出来一滴 作为考核奖励 赵寒俊取出一个略小一些的水晶瓶 水晶瓶中可以清晰地看得见一滴 指甲带大小的乳白色液体正在缓缓流动 这便是天才地宝 万年石中乳 看起来也就普普通通 罢了 未免夜长梦多 你还是迅速服下此物 恢复修为吧 外面的事情你不用担心 一切由我 灵依见识到了万年石中乳的真面目之后 反而有些失望 于是便督促赵寒俊 抓紧修炼 如此 那就有劳林郎为我护法了 赵寒俊同样有些迫不及待 便也顺水推舟地印下了 转眼又是三日过后 韶华殿寝宫之中 灵依将一面紫色盾牌 缓缓收入丹田之中进行酝酿 这件上品灵器 其实早在两天之前 就已经被他初步祭练完毕 这会儿他只是 拿出来再欣赏欣赏而已 有了这面紫燕盾之后 再配上风银剑 鸳系灵舟 以及腹地印 仪器天罡神雷 刚刚出窥门境的 逍遥游等法术神通 他已经真正地做到了 紫府之下无可匹敌 别说他狂 而是他真的有这番资本 就算是身家比他富 灵器宝福比他多的修饰 同样不会是他的对手 只因为 他们没有紫府境二层的神识之力 拥有远超当前境界的神识之力 这便代表着同样的修为 同样的手段之时 灵衣可以比对方 多控制数倍的灵器灵符 以及更多变化 诸如撂敌先机 看穿步伐与施法破绽等等先手 甚至要不是体内的真元限制了他 就算他此刻 直接对战紫府境的强者 又有何惧 暗下心中蠢蠢欲动的战役 灵衣收工 扭头看了一眼盘膝 坐在床上 修炼了赵寒俊 三日过去 服下万年十中乳的赵寒俊 身上的气息 已经从之前的炼器七层 变成了如今的炼器八层后期 眼看距离炼器九层也不远了 这万年十中乳的效果的确不错 竟然比初出双修之时的效果 看上去还要更好许多 灵衣忍不住扎了扎嘴 暗自替自己的道理高兴 赵寒俊虽然于飘雪仙城 被魔修阴了一波 导致修为禁师 但最近也算是苦尽甘来 其欲连连 就在灵衣盯着赵寒俊的盛世容颜 微微有些出神之时 寝宫之外隐约传来一丝动静 嗯 有人来了 灵衣也不起身 只是将神识微微探出一些 就已经看到 笼罩在韶华殿寝宫之外的 数层阵法之外的来客 赵黄 他怎么亲自来了 一袭身轻道袍 鼓鼓的太阳穴 方正的国字脸 再加上那一双深不见底的毛子 不是赵黄赵通天 又是何人 灵衣瞳孔俱阵 完全想不到 癌者竟然是赵黄 寝宫之外 赵通天也若有所感的 抬起头 疑神疑鬼的四下查探了起来 刚刚他忽然察觉到 一股比他稍弱一些的 神石之力的探查 不过那股力量烧出即逝 所以他也没能捉住本源 故而只能站在寝宫门口 疑神疑鬼的看来看去 能让赵黄亲自前来 想必应该是有钥匙相伤 还是出去见他一见吧 灵衣自顾自地说了一句 随后便亲手亲脚地离开寝宫 走向外面 灵衣拜见赵黄 不知赵黄此来是为何缘故 出来之后 灵衣立即恭恭敬敬敬地行了一礼 那赵通天随手一挥的风采 此刻还铭记于他的心中呢 对这等大楼 当然要记得 时刻把态度给放低一点 灵贤侄 本皇最近考虑良久 想着 既然韩骏已经与你结成道旅 便决定给你们俩 在小范围之内 举办一场道旅大会 你看如何 看见灵衣出来 赵通天把疑惑收进心底 将此行的目的简单地叙述了一遍 道旅大会 没这个必要吧 灵衣略微有些抵触地说道 他有些不太想出风头 毕竟自家夫人什么容貌什么地位 他是清楚的 若是敞开怀抱 范围内的宣告 仅限皇城之中的一些势力 你的对手不多 本皇不会让你难做的 赵通天看似劝告 其实字里行间已经下了定论 灵衣无奈 此事已经由不得他继续去拒绝了 于是只能样样地答应了下来 还好他此次随赵韩骏回来 已经做好了这番准备 毕竟娶先国之公主 哪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就算赵韩骏没有天仙一般的容貌 仅凭他的地位摆在那 竞争者一样少不了 如此甚好 那时间就定在一个月之后吧 如今九州大帝封烟四起 我肇事先国游气飘摇 本皇办这场大会 也算是为我先国冲冲霉运 招些喜气 就是可能要辛苦临贤职了 不过本皇对你很有信心 你既然可以对付那么多只二阶妖兽 那皇城的这些顽固子弟 拿捏起来 想必那就更加简单了 赵通天拍了拍灵衣的肩膀 心满意足地走了 还真是多时之秋啊 看着赵通天离去的背影 灵衣忍不住有些惆怅 看来得抽空问一下夫人 这皇城之内有多少顽固修二代了 摇摇头 灵衣重新回到了寝宫之中 前阳殿 刚刚回到御书房之内的赵通天 挥手招来一对御灵军道 去 整个皇城之内 凡是筑机以上的势力 都给本皇通知下去 告诉他们 一个月后 便是皇室四公主的道理大会 让他们多来观礼 遵令 一对御灵军立即领命而去 嘿嘿嘿 看着御灵军消失不见后 书房内立即传来赵通天的笑声 半个大会 全些钱财 一剑双雕 何乐而不为 随着赵通天这一道命令颁布下去 一时间引起了整个赵氏先国 皇城之内 所有筑机以上势力的注意 皇室公主乃是嫡系中的嫡系 再加上这一届的公主就两位 且各个都是颜值和天资 进阶出色的美人 平日里不知道多少世家宗门的青年才俊 猛追猛打而不可得 现在突然爆出来 其中一位居然要办到旅大会了 这还得了 整座皇城 一时间都因为这条消息 变得风起云涌 而且 说是只通传皇城 但架不住有心人去传播挑事啊 除去皇城之外 更有无数垂涎公主美色 贪图荣华富贵 妄想成为驸马之尊 或是干脆 只是想要凑凑热闹的年轻修士 正在快马加鞭的赶来 赵皇离去之后的第二十日 赵韩俊从闭关之中缓缓苏醒 正在打坐的灵依 立即收工起身 来到赵韩俊的身边 这么快就练起九层大圆满了 天才地宝 果然不愧是天才地宝 灵依又惊又喜地盯着赵韩俊 是啊 我也没想到 这万年十中录的效果 会如此之好 不过这里面也不是光万年十中录的功劳 和琳朗你给我的上品零食 与三接零药极品血身辅助 也有很大的关系 三者配合 再加上 毕竟我曾经达到过如此境界 经脉早已贯通 这才能在二十天左右 重回练气九层大圆满 赵韩俊察觉到 体内汹涌澎湃的法力 喜极而泣之下 竟是直接扑入了灵依的怀中 真是替你高兴 不过 夫人 你可有把握 在十日之内 重回助激气 灵依宁神问道 十日之内 回到助激气 琳朗为何突然这么问 正开心的赵韩俊 笑容一致 这事儿 还得从你父皇那边说起 灵依有些无奈地 跟赵韩俊解释了一番 道理大会 这 这有什么可举办的 到十万众魁魁之下 岂不是要休死人 赵韩俊一听 反应倒是比灵依还激烈一些 我当时也是这么说的 可你父皇不听劝 执意如此 我猜他可能是有自己的打算吧 灵依拱火道 因是如此了 父皇向来不做无用功之事 此次道理大会 他肯定是有所图谋 不行 琳朗 我十日之内 必然要重回助激之境 否则修为备废之事 肯定要被发现端倪 赵韩俊上一刻还在分析赵皇 下一刻就要急匆匆地回到床塔之上 继续打坐修炼 但是灵依哪能允许 他还有事情没有问清楚呢 夫人莫急 等等 等等 琳朗还有何事 赵韩俊回头问了一句 你先给为夫介绍 介绍皇城之内的势力情况 我好知道 十天后会面临多少情敌 扑齿 怎么 你怕了 赵韩俊也遇到 这倒不是怕不怕的事 只是为夫想要知己知彼罢 灵依毫无聚色地贪了贪手 那倒也是 我挑选的道理 怎么会怕那些 只知道啃老西血的修二代 好吧 反正突破助击 也不急在这一时 我就与你仔细说说 这皇城之内的诸多势力 赵韩俊拍了拍旁边的床铺 示意灵依过来倾听 夫人请讲 灵依立即屁颠屁颠地凑了过来 挨着赵韩俊 赵氏先国以赵氏皇族为尊 明面上便有三名金丹真人 其是暗地里共是四名 当然了 我知道的 也不一定就是全部 但不管明面还是暗里 赵氏皇族乃是第一大势力 这是所有人都公认的事情 而在皇族之下 还有两大势力 拥有金丹晋真人大能 分别是雄居在皇城北方十万里 一族便掌控一座先城的金丹先祖狗士 以及隐匿在大荒之中 神龙剑守不见尾的荡旗剑宗 这一族一宗之内 明面上都只有一位金丹晋初期的老祖 但暗地里 谁也不清楚 有没有隐藏实力 我之所以和你说 这两大势力 便是因为 这两个势力之中 都有嫡系门人子弟 托掌被向父皇提过亲 想要娶我与西云 所以我猜测 这次父皇虽说只在皇城之内宣告 但以这两大势力的性子 必然不可能缺血 琳琅 你要小心了 金丹势力的嫡系门人子弟实力 并不比我们皇族子嗣差上多少 说到这里 赵寒俊的眉头就微微上锁 显然是清除狗士先祖 和荡旗剑宗子弟的难缠程度 无妨 你继续说 灵一却没有太在意 如果按照赵寒俊的说法 那这些人根本就不足以畏惧 和赵氏皇族的嫡系子弟差不多 三皇子赵又廷的天赋最后 在无数资源的堆砌下 如今年过四十五 也才不过筑基四五层罢了 比赵又廷年龄 更大上一些的二皇子与大皇子 甚至都快六十了 也还卡在筑基三层 不得进入筑基中期 或许在别人眼里看来 不到一甲子之灵 便是如此境界 已是天才中的天才 将来子府境必然可以踏破 金丹劲也不是不可以一窥 但在灵一眼里 却统统都是废物 赵寒俊其实提醒完灵一那一句之后 就已经惊觉自己有些过度担心了 别人不知道 他可是知道 灵一如今不过二十出头 修为便已经真挚化尽 达到了骇人听闻的筑基八层 他的道理如此强悍 该担心的应该是别人才对 想通了这一点的赵寒俊从容一笑 组织了一番语言继续说道 在两大势力之下 值得重视的也就只剩下了四宗六祖 这十大势力之内 均有子府境九层的高阶修士坐镇 威慑一方 所以人称赵国十强 不过这十强势力 剩下了六强会来参加道理大会 琳琅需要注意的便是幻宗 御灵和幻宗 官室仙族 周氏仙族 狂蜂仙族 古氏仙族 这六家势力 这两大金丹 六大子府共八个势力 能在赵氏仙国立下根基 声名远扬 都有自己的独特本领 所以不容小 这周氏仙族和官室仙族 不会就是周涛关剑 那两个田狗的家族吧 灵一突然蹦出来一句 两个田狗 此话何解 赵韩俊一愣 有些不太理解 没什么 没什么 你继续说 继续说 灵一打了的哈哈 掩盖了过去 神圣叨叨的 我告诉你啊 这狗氏最擅长潜伏 隐匿 以暗杀手段 名扬修仙剑 同境界之中 极少有修士 可以躲过他们的 蓄谋已久的爆起异计 这也是狗氏赖已生存的根本 琳琅你实力虽强 但也需小心鹰沟里翻船 一想到金丹狗氏的手段 赵韩俊又难免 为自己的情郎担忧了起来 毕竟鸣枪一躲 暗箭难防 不过也有好消息 因为这次乃是明面上的竞争 狗氏仙族的修士 倒也不一定能够发挥得了权力 信狗 擅长隐匿暗杀 还他娘的绝配 灵一听了 只是吃笑一声 我开始对这些 立于赵国之巅的宗门 和仙族感兴趣了 夫人 你且继续说 灵一脱去鞋袜 靠在床榻上 摆出一副聚精会神的模样 赵韩俊见了 便顺势往灵一怀里一躺 用慵懒的语气继续说道 这荡器剑宗呢 许多人都怀疑 他们乃是坐落于邻国 有元英镜真君坐镇的 超级大宗清廉剑宗的支脉之一 哦 那这荡器剑宗 倒还真的不容小觑了 事关元英七的超凡大能 灵一顿时听得更加认真了 这荡器剑宗的战力的确不俗 他们宗内大半都是剑修 讲究一剑破万法 一生只修一柄剑 只奉一剑 战力超群 气势无双 据说荡灭天下一切妖魔斜碎 便是他们的立派宗旨 赵韩俊掀开灵一的衣服 一边用葱白小手 在灵一的胸膛上画着圈圈 一边说道 可嗨嗨夫人 那个玉玲和欢宗和幻宗 又是什么路数 灵一有些不自然地咳嗽了树下 玉玲和欢宗和幻宗呀 幻宗就是字面上的意思 这个宗门擅长趋势幻术对敌 虽然正面对战能力不强 但论诡异和危险的程度 却是几乎不逊色于狗氏仙族的隐秘暗杀手段 至于玉玲和欢宗 他们是罕见的 以双修成道 却不被列入魔道的宗门 据说门内弟子皆是男俊女妹 因为常常双修的缘故 所以晋升速度较快 善于以样貌操控人心 其他方面的本事却是平平 赵韩俊已经渐渐不满足于 只在灵依的胸膛画圈圈了 他挺翘白皙的鼻梁 已经逐渐接触到灵依的下巴 拱来拱去的 夫人 还有四个顶级子府先卒 你没介绍呢 灵依咽了咽口水 暗恨自己 怎么刚刚好了伤疤就忘了疼 居然胆敢躺在床榻之上 其实我刚刚也想过了 莫说 那四个顶级子府先卒了 就是刚刚说的 那两个金丹镜的势力里面 也断无可能拥有比琳琅你 还要优秀的天才 所以 要不然 我们就不说了 赵韩俊的红唇一张一合 在灵依的耳边 吐气如蓝 别 该说 这必须该说 万一就因为这几个先卒没介绍 我就阴沟里翻船了呢 灵依被吓得汗水晶晶 立即就直起了腰板 真没什么好说的 要不我们休息吧 赵韩俊还在试图挽留 说说官氏先卒 和那周氏先卒 对 我对这两家非常的好奇 灵依大声说道 官氏先卒和周氏先卒 一个善于布阵 一个善于炼气 只需要注意一些 他们的阵徒和灵气 除此之外 他们对灵狼几乎毫无威胁 说了作甚 赵韩俊没得到想要的东西 语气听上去有些郁闷 那还有狂蜂先卒 和那个古氏先卒呢 这两族总有些能耐吧 灵依能拖则拖 狂蜂先卒擅长顿术 斗法全靠跑和号 不足为据 古氏先卒以炼要起家 都理灵丹是不缺了 修为也蹭蹭地往上涨 就是这个战斗力 可能要排在赵国十家 顶级子府势力之中的末尾了 可能连御灵和欢宗都比之不上 不过江山大有人才出 也不排除在两大金丹 十大顶尖子府之后 剩下的这些势力里面 不会出现几匹有其余的黑马 赵韩俊显然是研究过这些 将这些处于顶部的大势力 以及有可能发生的 意外情况分析的头头是道 夫人果然是一名闲内主 我嗯嗯 灵异马屁刚拍到一半 人就已经被赵韩俊直接扑倒 此处无声胜有声 九日之后 距离道理大会仅剩一日之时 赵韩俊在上品零食 三阶下品血身 以及一粒助击单的帮助下 终于成功恢复助击之境 就在韶华殿寝宫之中 喜气洋洋之时 整座皇城也已经陷入 躁动之前的宁静之中 据不完全统计 皇室设立道理大会场地的皇宫门口 如今已经被牧民前来官里的修饰 给占满了 其中 光是铸鸡七以上的修饰 就有足足数千名 完全可以说 现在要是搞一块石头扔进去 轻轻松松就能砸倒几个铸鸡 运气再好点 说不定还能在子府进修饰的头上开个包 当然 这只是玩笑 不太现实 不过如此 也能明白现场的火爆程度 而且 这还是受潮图探九州之时 要是换做平常 估计来的人数 最起码还能再多几倍 当日 前阳殿御书房 一名御林军百副长 丹西贵地来报 回禀吴皇 如您所料 除了那四个远一些的 其余八大势力都已经抵达皇城 除此之外 还有数十家子府势力 以及三四千家距离皇城 或者根本就是皇城之内的铸鸡势力 可曾统计过 一共有多少人 赵通天府案关书 头也没抬地问道 统计过了 截止到今天 铸鸡之上的修饰已有七千之中 其中近百位乃是子府近 若是到了明天大会开启的日子 这个数量 恐怕还会再暴增一节 百夫长恭恭敬敬地回答 嗯 也就是说 明日将会有百位子府 八千左右的铸鸡 共同管理了 赵通天听到这个数字 也有些意外 这显然已经远远违背了他的初衷 仅限皇城之地举办道旅大会 看来本皇的这位四公主 还真是鲜明远播呀 一场大会 竟然引来了这么多人 就是可怜了本皇那位驸马 也不知道 他能不能扛得住 赵通天非但没有愧疚之意 反而还在心中暗暗地偷着乐 不过 这也是赵氏先国 一直以来的皇室传统 每一位想要迎娶公主的修士 都需要经过这一关 没有异于常人 独领风骚的本领 想当驸马之尊 就算是公主同意了 皇帝与皇室众人也不会同意 更不用说 隶属于赵氏先国的那些势力了 所以 赵通天从一开始 就没觉得 那个承诺有用 那句话 只是他对自己所言 但是别人若是硬要来凑 他也只能爱莫能助 一日 清晨 还在修炼的灵衣与赵寒郡 便接到了一队御灵军的传训 被带到了前阳殿前 可能是今日举办大会的原因 赵通天并没有在书房里面等着 反而是一反常态 穿着一身玄黄道袍 早早地等在了殿外 林一两人到了之后 赵通天也没有立即说什么 因为很快太皇 赵玉西 二皇子赵定波 三皇子赵又廷 以及五公主赵西云 也都被一队队御灵军 先后带至前阳殿外 等人都来齐了之后 赵通天这才缓缓开口道 今日的主角 买是韩俊与林贤侄 本皇希望过了今天之后 赵氏皇族可以多出一个驸马尊位 而本皇也可以多一名成龙快婿 林贤侄 你应该不会让本皇失望的 对吧 赵通天说是主角有两人 但目光却只放在林一的身上 显然 他的问话只针对一人 其实从他的角度来讲 本次举办道理大会 他也承担了极大的风险 若是林一之前都在吹牛 或者是本次大会的表现不够惊艳 他的脸面也会有所损伤 总体来说 他还是持赞成意见 希望林一 今日可以力压群雄 杀出一条血路 夺得魁首 登顶驸马尊位的 因为如果那样 他将一旦数鸟 有转无亏 虽然心里有些隔音 但林一还是在三个皇子 以及赵夕云的神色各异的注视下 不卑不亢的抱拳行李回到 林某必定不会让赵皇失望 好 那本皇就期待着林贤侄 给我带来一份大大的惊喜 出发 赵通天大秀一挥 下一刻脚下竟凭空 升起一团黄色云雾 拖着他的身体 缓缓升空 这是 飞盾之术 林一看着踩着云朵 破空离去的赵通天 脸上有些哑然 不怪他如此精益 实在是如此高明的盾法 他当真 还是第一次见到 此乃赵氏皇族两大神通 盾法之一的七彩扒云术 与纵地金光绝同等 都是神通级别的盾法 此术共分七层 第一层乃是前置神通之境 第二层乃是出窥门境之境 父皇已经修炼到小城之境 此府七就修成了神通 这一听 林一就更加的惊讶了 父皇天字纵横 此府进七层 就已经将这门神通 修起到出窥门境了 好了 闲话少说 我们该跟上去了 赵寒俊看着天边 已经只能看到一团 黄色盾光的赵通天 背影称道 与此同时 在两人说话的功夫 旁边的赵玉西和赵西云四人 也已经纷纷祭出各自的灵气 化作一道道各色盾光跟了上去 看起争先恐后的架势 明显事都不想落于其他人之后 哼 都过去十年了 他们还是这副老样子 赵寒俊盯着四人的顿光 冷冷一笑 夫人 以前比速度你都是排地几 林一看了好笑 将封银剑取出来后 随口问道 我 我才懒得和他们比呢 幼稚 赵寒俊的翘脸忽然一垮 有些不愿 林一也没有戳穿赵寒俊 只是静止 搂住他的仙妖傲然道 那就让为父带你争一次第一 话音刚落 封银剑就已经拖着二人的身躯 直插云霄 赵寒俊刚开始 只觉得周遭刚风凛冽 脸颊如被刀割 谁知道下一瞬间 耳边就好像听到了 大皇兄赵玉西的惊呼声 怎么了 赵寒俊忍不住睁开眼睛 侧头一看 旁边不是正奋力驾驭着一柄 灵气常见的大皇子赵玉西 又是何人 只是此时的赵玉西 神色明显不太正常 他本来落后于其他三人 就已经很是恼火了 谁知道最后才出发的 赵寒俊和灵一 竟然也超过了他 这让他如何不恼 报警我 咱们下一戏 就追上你二皇兄 灵一在赵玉西 充满了愤恨之意的眼神中 驾驭着飞剑潇洒超越 啊 二皇兄 赵寒俊下意识地惊呼一声 随后就感到疾风拍脸 眼前一花 他就真的追上了 驾驭着一柄灵气折扇 玉空飞行的二皇子 赵定波 四皇妹 赵定波显然也想不到 赵寒俊居然可以后来者居上 语气里充满了不可置信 黄黄兄 赵寒俊有些尴尬地打了个招呼 但一句话还没说完 灵一就已经再次加速 一下子就把赵定波甩在了身后 看来 四皇妹交的这个道理不简单 赵定波盯着两人的背影 暗自思量 他驻击三层的境界 脚下踩着的也是中品灵气 速度几乎已经不弱于 驾驭着上品法器的驻击后期修饰 就这样 却还是被灵一轻松超过 可见 我怕会引起大黄兄和二黄兄他们的嫉恨 这算什么高调 而且 今天真正高调的时候 还在后面呢 反正早晚都要暴露一部分实力 那就先从你这几个兄长和妹妹开始呗 灵一丝毫不以为意 今天就是赵通天给他设置的一个阳谋 说白了 就是想看看他到底有几分本事 有没有资格取走他的先国四公主 作为男人 即便是知道了这一招的内衣 但灵一依旧避无可避 他也不想避 他来这里 本就是抱着打一炮就走 替赵寒俊撑撑腰 绝不久留的想法 所以 能不暴露那是最后 即便是暴露了些许实力 对他来说 也无伤大雅 罢了 等这件事过去之后 我们就离开黄城 一些人的面子 确实也懒得顾忌了 赵寒俊微微一叹 等到灵一夺得了驸马尊位 两人名正言顺的结成道理之后 赵氏先国之内 也已经没有了什么 可以令他牵挂的事情和人了 自然也就想开了 那就好 瞧好了 咱们立马追上你五皇妹与三皇兄 刺激一下他们 让他们知道 什么叫做一山更比一山高 主击八层的精纯真元 输入封银剑中 让飞剑顿时就好像 吃了大补丸一样 搜的一下就顿出了数十丈 来到了五公主赵夕云的顿光后面 四皇姐 赵夕云的性格 显然不是那种乖乖女 所以 她脚下踩着的 当然不可能 是那种重规重矩的女性修饰 经常使用的团扇丝巾 手帕彩带等仙气飘飘 看上去柔和细腻的法器 反而是一柄煞气汹涌 雪光影线的双刃巨剑 一个灵气逼人 容貌精湿的女修 用这么一柄酷似磨气的灵气 说实话 反差感还是挺强的 她刚刚差点一度把赵夕云 当成了那日追杀的两名魔道妖女 实在太像了 皇妹 赵韩俊大大方方地打了个招呼 刚刚她想通之后也放开了 也无所谓 一下子得罪几个皇兄 以及这个皇妹了 继赵韩俊打了个招呼之后 灵仪也瞥了一眼 赵夕云脚下的巨剑灵气 抛下一句女孩子 尽量不要用这种杀气腾腾的法器 便化作一道流光 追赶赵又廷去了 要你管 赵夕云对着两人的背影 凶巴巴地呸了一句 不过很快她又反应了过来 凝神看着二人脚下的急速见光 这姓灵的果然不简单 有几把刷子 今日估计有好戏看了 赵又廷虽然不是 兄弟姐妹几个里面年龄最大的那个 这样的天赋 再加上头抬头的好 有赵氏皇族的权力培养 如今已是五个兄弟姐妹 乃至全皇族宗室之中六十岁以内 唯一的一个驻击中期修士 进阶的碾压 加上同样拥有一件中品灵气飞剑 让她每次竞速都是名列第一 今日同样也是如此 她早早地就甩下了其余四人 独占凹头 正潇洒地乘风于天地之间 幻想着待会儿有可能的父皇嘉奖 嗯 正想到没处之时 赵又廷忽然觉得 四周的气流风压变得有些不对 正诧异之间 一个非常熟悉的声音 悠悠从身后响起 三皇兄好快的速度 果然不愧是我大赵皇室天赋第一人 皇妹佩服至极 赵韩俊真是彻底放开了 这次追上赵又廷之后 竟然在冷嘲热讽 谁 赵韩俊 这怎么可能 赵又廷扭头一看 原本惬意的脸庞顿时变了颜色 不管是练气七还是助击七 每次比拼速度和实力 她都是第一 而以往一向排在末尾的四皇妹 这次竟然追上了她 这让赵又廷如何可以接受 这怎么又不可能了呢 看来是三皇子这些年过得太安逸了 已经忘了山外山 人外人的道理了 罢了 夫人 搂紧我 为父带你去追你父皇 在赵又廷脸色铁青的时候 灵依却是又补了一刀 补完之后 也不看赵又廷由青砖子的脸庞 搂着赵韩俊 仿佛神仙眷侣似的 静止越过赵又廷 光是速度快有什么用 今日天骄云集 你的下场必定凄惨 赵又廷使出了吃奶的力气 也追不上二人 最后只能放弃追赶落在后面 暗自诅咒着 灵依当然追不上赵通天 要知道 赵通天不但修为已至子斧九层 脚下更是施展的神通级别的盾法 别说是现在了 就是灵依突破子斧 也修成了重地金光绝 恐怕也追不上赵通天 子斧之上一层便是一重天 没有类似于前置神通级别的大法术 或是灵器以上的压倒性手段 相差一层便是一条鸿沟 基本上难以翻阅 所以小半注香后 等灵依与赵韩俊 来到皇城之外的广场上时 发现赵通天已经落于临时搭建 而成的主座之上 明显是已经等待了许久了 赵皇 父皇 灵依与赵韩俊降下顿光 来到赵通天的面前 哦 居然是你们第一个道 赵通天没有遮掩 很是意外地说道 不过这是好事 灵依的顿速可观 最起码也代表了 他有几分手段 间接地也打消了赵通天的几分担忧 甚好 你们就在本皇的左手边坐下吧 赵通天的国字脸上 罕见得挤出几次笑容 谢赵皇 父皇 二人立即道谢 挨着坐下之后 灵依立即打量起了场中的情况 刚刚来得及 只是走马光花地扫了一下 只觉得赵氏皇宫之外地广无边 人生鼎沸 无数珠奇妻 以及紫府镜的气势聚集在一起 映照着此时的皇宫广场 先毫避现 好似在发光 如今在代表了赵国皇室的高台上坐下之后 立即就看清楚了四周的陈设布置 只见皇宫之外的这块广场 纵横足有数理大小 一个广场便几乎堪比一座小城 可是就这么大一个广场 此时竟然也被无数牧民而来看热闹的人 给占了个满满当当 一眼过去 光是修士的数量 恐怕就足有数十万 当然了 大部分都只是前来凑热闹的 炼气竟修士 境界真正在住击七以上的 不足一万 这些人也都挤在了最前面 有人直接取出练功用的蒲团席地而坐 也有人驾驭着法器 飞在半空之中来回穿梭 寻情着友 更有许多相熟的修士高谈阔论 把酒当歌 虽看上去拥挤 但也不算特别杂乱 在这些修士之中 灵仪很快就发现了 对他来说勉勉强强 还算值得注意的三宗五族八大势力 尤其是拥有金丹敬老祖 坐镇的狗氏仙族 与荡气剑宗两方最为显眼 虽然只是各来了庶民修士 但却是场中除赵氏皇族以外 维尔拥有专属座位的势力 余下的幻宗 玉灵和幻宗 官氏仙族 舟氏仙族 黄蜂仙族 古氏仙族 这六家势力略差一筹 便只能站着 没有尊位落座 当然 除了这八大势力以外 灵仪还发现了不少紫府进的高阶修士 以及看上去很年轻的筑机器后起之秀 可以说 这场道理大会办到现在虽然还没开始 但赵通天之前 承诺他的话 已经基本上等于废话了 数十万名修士 全场进万名铸鸡 百名子府 这哪里还能算是一个 仅限皇城之内众多势力 可以参加的大会 出天气荡荡 我到日兴隆 今日乃是赵氏先国皇室嫡系第四子 韩郡公主与散修林一的道理大会 能看见如此多的道友 齐聚皇宫之外 一起见证这一时刻 本皇非常地高兴 也由衷地感激诸位 不远千里万里的大甲光临 在赵又廷四人先后抵达之后 眼见时辰差不多的赵通天 立即从座椅之上起来 面向四周朗声道 子府近九层的滔天灵力 将他的声音 如同天雷滚滚传开 方圆十里之内人尽可闻 而原本在赵通天站起来之后 立即近声不再交谈的数十万修士 听到这句话 一多半都愣住了 剩下的一小半 也都在与旁边的亲朋好友 面面相去 不知所言 最终还是八大势力的人头铁 那曾经向赵国皇室提过清 试图迎娶一位公主的 荡气剑宗方阵之上 一位身着黑色道袍 背负一柄连翘常见的青年修士 起身抱拳行礼说道 晚辈荡气剑宗内门弟子 玉池连城 求问赵皇前辈 敢问赵皇 韩郡公主的道律 可是一位无名散修 不错 林仙侄正是一名散修 不知荡气剑宗的玉池小友 有何疑问 赵通天回复道 这本也就是林一自己所言 所以他说的也毫无压力 今日场面巨大 修士众多 林一当然不可能 当着这么多别有用心之人 暴露自己乃林氏仙族的族长 当然 就算他说了 也没人会知道 这么个岌岌无名的小家族 故而 刚刚赵通天询问之时 他便随口用散修二字 叮嘱赵通天 就这样介绍即可 为了营造散修这个角色 今日林玄兵与林玄星 他也都没有带来 这样 就算他今日出多大的威风 也没人清楚他的来历 最多是清楚他的容貌和名字 知道世间有这么一号人物罢了 天下之间羞尸万亿 同名同姓 甚至就连样貌长得相近的 也是一抓一大把 再加上林一的老巢 远在赵国边境的 飘雪仙城附近的大荒丛林 在这数十万里之外的 赵国皇城之中 想要仅凭名字和样貌 就摸清楚他的底细 属实太难 赵通天或许也清楚 林一不愿过多暴露自身的信息 所以也就帮了这个忙 忽悠了包括赵又廷 与赵西云等皇子公主之内的所有人 另一边 荡气剑宗的玉池连城 见到赵通天答得干脆 同样也非常直白地说道 并不是玉池连城瞧不起散修 只是我相信 林道友既然可以散修之身 获得了韩郡公主的青睐 想来必然是有一些特殊之处 连城不才 愿意与林道友切磋切磋 看看散修之中的英豪手段如何 玉池连城的一双眸子 紧紧地盯在赵韩郡和林一的身上 不过看向两人的神色 却大相征庭 看向正经端座 一太万千的赵韩郡之时 一双招子里 是毫不掩饰的火热垂涎之意 看向林一之时 牟子里却全是不屑愤狠之意 玉池连城 今年五世出头 成名于二十年之前 当时的他便 已经是筑基一层的修为了 如今更是刚刚突破到筑基三层 乃是荡气剑宗新一代 排行前三的天才 荡气剑宗之中 与他齐名的 还有两位同样 未满一甲子之灵的筑基七师兄 也是为了他们三人 荡气剑宗曾经向赵国皇室提过清 想要让皇室下架一位公主 给他们宗内之内 三人之中任选其一便可 可惜此事当初 却是被赵国皇室毫不留情地拒绝了 三人全部都空手而归 理由便是 赵韩郡说自己一心只想追求大道 不欲寻求道理 只是现如今 赵韩郡出而反尔 竟然又找了一位道理 三人当即联名尚书 哀求着宗门前辈 带着他卷土重来 起初他们的想法 只是来见见这个夺取公主的修士 究竟是何等天骄 能够让这位公主之尊 破开誓言桥的上演 谁知道现在却告诉他们 这人竟然只是一介无名散修 这让三人之中 脾气最为暴躁的玉池连成 如何还忍得住 立马就抢在两位师兄之前 第一个跳了出来 他感觉 若是今日不虐死这个散修 再抢走驸马尊位 他都对不起他荡气剑宗 年轻一辈前三名天才的称号 哦 你想要和林仙芝切磋切磋 赵通天洋装有些意外地说道 正是如此 还请赵皇前辈成全 玉池连成嘴里虽然这样说着 瞳孔里却充满了杀气 显然 他绝对不只是 想要切磋切磋那么简单 这林贤只以为如何 赵通天看向下手的林仪 既然荡气剑宗的玉池道友 都这么说了 为了不扫道友的兴致 那林某只除了硬着头皮硬下 还能如何 不过我猜 今日想要挑战我的 应该不止玉池道友这位吧 要不大家干脆一起站出来 让林某看看 今日到底有多少对手 林仪知道 这场戏已经开始 他赌不掉 那就只能扛着 不过他不喜欢打败一个 又冒出来一个 于是干脆直接放出了一句狠话 好胆 你一个破落伞修 也敢如此大放厥词 难不成我玉池师弟 还能败于你手吗 本来慢了 玉池连成一拍 懊悔无比的荡气剑宗 另外一名内门弟子 终于逮到一个机会 跳出来喝道 唉 一心寒道友 这话说的就不对了 我就觉得 这位林道友说的很有道理 咱们今天在场这么多青年俊杰 肯定有不少都想见识 见识林道友手段的 这头筹 凭什么要让你们先拔了去 此时我狗无道断然无法同意 林道友 不才在下 也想要与你交流印证一下 在玉池连成和一心寒 这两个荡气剑宗跳的正欢之时 狗是先祖所在的方位 一个身材略显矮小 但眼睛却炯炯有神的青年修士 立即起身抗议道 不过他的最终目标 倒也是和玉池连成 与一心寒两人一样 只是为了率先挑战林一 想要当第一个 把林一拉下马的那个人 狗道友说的对 林道友就一双手 两只脚 凭什么让你们先挑战 谋幻宗令天涯 申请第一 挑战林道友 在下官室仙族关刀 同样申请第一个 与林道友切磋 狂风仙族 狂风涛申请 与林道友一战 古室仙族古城请战 哈哈哈哈 诸位都是金丹与顶尖子府级别的 大家族大宗门 身份尊贵手段抄群 而林道友却是一届散修 若是交手 未免会胜之不武 这种机会 要不还是留给我等小族小修吧 蓝田仙族蓝田暖玉 愿为诸位道友打头阵 蓝田道友说的没错 列位都是我们 赵氏仙国顶尖势力之中的 天之骄子 今日竟然联合起来 欺负一位散修 实在是有些过分了 我张氏仙族乃小门小户 与林道友切磋最是公平 最是刚刚好 张道兄此言诧异 你们张家好歹 也是新晋的子府先族 正是如日中天的时候 哪里算是小门小户 我们林安先成朗家 才是真真正正的小门小户 就让我先与林道友切磋吧 放屁 朗不安 你打的什么主意 我能不知道 哼 林安先成来殷宗诉中 申请在朗不安之前 挑战林道友 诉中你在挑事 你管我 不服来战 你 真没教养 继狗无道之后 无数自命不凡的家族修士 与宗门修士 全部都不甘寂寞地站了出来 其中有顶尖子府 基本的宗门与先族 也有出入子府的新贵 更有一些走了好运 蹦出来一两名天才的 助击级别势力 也想要掺和进来争一争 不过一炷香的功夫 就有数百名助击漆修士 跳了出来 他们互相争论 吵闹着 同为天才 谁也不服谁 把个广场搞得鸡飞狗跳 杂乱无比 看了一会儿的赵通天 实在是头疼 忍不住大声喝道 够了 设于赵通天的实力和地位 场中很快就安静了下来 因临贤职的年龄 只有二十出头 为了防止以大欺小 出现不公 所以本皇宣布 年龄在一甲子之下 修为在助击之上的 才有资格挑战 至于挑战者的先后顺序 就用抽签决定吧 这里共有一百个签 一就是第一位挑战者 一百就是最后一个挑战者 全凭天意 赵通天先用灵力 召来一团云雾 随后手掌一番 又取出百根竹签 投入云雾之中 一个简易的修仙界版本的抽签箱 就这么做好了 抽签箱做好之后 原来跳得 很凶的数百名助击漆修士 也只剩下了八九十位 还傲然地挺立在广场之上 以未到六十之灵突破助击漆 他们乃是真真正正的天才 也的确有资格傲视全场 这些天才 虽然根本不相信 灵依这个散修能撑住几轮 但谁也都不想放弃 那百分之几 可以一举成名 名阳照国天下 甚至还有可能 赢取先国公主的机会 所以 抽签箱形成之后 数十人便争先恐后地上来 抽取属于自己的那一支签 所有人都期望着 自己可以抽到 数字唯一的竹签 再不计 前五名也行啊 那同样代表着 拥有一丝机会 很快 抽到数字一的幸运就出现了 只见一个穿着金黄色道袍 肥头大耳 一看就知道 胃口非常不错的青年修士 举着一支竹签 就像中了五百万块零食一样 忽然一蹦三丈高 一边蹦还一边狂笑道 是我 是我 我是一号 哈哈哈哈 这一幕 让场中的离得近的 练气七修士们 暗暗感慨 助击七修士 就是不一般 三四百斤的体重 一样可以奔跑如飞 一跃数丈高 而那八九十位天才 就只能将艳羡的目光 投向那肥胖青年 心中负肥死胖子 真是踩了狗屎运 很好 既然第一位挑战者 已经抽签绝出 那就请切磋的两位上擂台吧 切记 切磋点到为止 掉落擂台者自动认输 倒地不欺者输 第一个受伤者输 赵通天话音刚落 依旧是手腕翻转 一方百丈大小的擂台 就已经凭空出现在广场之上 哈哈哈哈 谢谢赵皇 在下摄日宗宗主 坐下首席大弟子吴耀羊 临到有请吧 金一肥胖青年 踩着一口上瓶法器据顶 轰隆一声落于擂台之上 非常轻蔑地 对着灵依所在的方向 勾了勾手指 摄日宗是个小门派 门内最强的 也就三名铸鸡后期的大修士 这五耀羊 想必是天赋不错 再加上又有些奇遇 这才能在甲子受碎之前 侥幸突破铸鸡 不过也就仅此而已了 除了修为还算不错以外 其他地方他都平平无奇 此人对你应该没有丝毫威胁 赵韩俊如数家真的 给灵依介绍道 夫人放心 拜他 我只需一招 不过为了这场戏 能够变得好看一些 我准备隐藏一些实力 用实招再解决他 灵依胆了胆袍子上的灰尘 语气平淡道 就像是出去转一圈就回来 我等你凯旋 赵韩俊也没多说什么 只是微微一笑 但就是这微微一笑 却是犹如百花盛开 方向迷人 把广场上一直注意着 这边的众多青年俊杰 都给看得入了迷 可散修灵依 请武道友指教 灵依咳嗽一声 没像武耀阳那样用法器 而是脚踏前置神通逍遥游 极其潇洒地 从看台之上飞跃飘零擂台 从容优雅的身姿 倒也是吸引了不少视线 灵道友盾法练得不错啊 就是不知道 这其他方面 有没有你的盾术飘逸 得罪了 九阳离火顶 去 这武耀阳倒也是个说打 就打得急性子 看见灵依踏上擂台 就像猫看见了鱼 第一时间就脚踏大地 祭出了自己的得意法器 九阳离火顶 为了不那么快解决战斗 灵依将修为和气息 全部都压制在 和武耀阳一模一样的筑击一层 并且同样也寄出一柄上瓶法器 飞剑弓了过去 两人之间 颇有些菜鸡互拙的意思 看得场外观战的一大群青年才俊 连连摇头 他们都认为 这几乎是一场消耗战 因为光从表面上来看的话 两人都是半斤对八两 不过灵依显然是出乎了他们的预料 尽管他已经把修为和气息 都压制到了筑击一层 但他的肉身 他的神石之力 以及同为筑击一层的他 却因为拥有双灵根的原因 还要比普通修士 在精纯束筹的真缘 这些都不是武耀阳可以比拟的 所以 两人出出对碰 就以武耀阳脸色一清 作为结果草草收场 你不是散修 散修怎么可能拥有 你这等精纯的真缘 据顶与飞剑相撞 按理说 应该是飞剑退散 大顶连晃都不会晃一下 但事实却是 九阳离火顶 直接被飞剑顶飞 而飞剑却原地低溜溜地打着转 散修怎么就不能 拥有如此精纯的的真缘了 真是谬论 灵一召回法器飞剑 副手轻斥 好 好 我就不信我堂堂一个宗门的首席弟子 会输给散修 再吃我一劫 九龙纯阳离火 武耀阳气的脸上的肥肉 都在疯狂地颤动 油腻腻的手掌狠狠一挥 九阳离火顶中 就飞出了九条军在三丈大小的蛇形火柱 气势汹汹地杀向灵一 这法术的名字取得不太应景 这哪里算是龙 分明就是九条蛇 灵一看着像自己包抄而来的九道蛇形火柱 心里有些无语地吐槽道 不过说归说 这九条火蛇每一条 基本上也都有一张一阶上品攻击服录的威力了 九条合起来 那就相当于九个练气大圆满的修士 和在一起打出的全力一击 等闲刚刚晋升的助击七初七修士 还真就不一定能够无伤接下 不过 今天遇到了半猪吃老虎的灵一 这种级别的攻击 却是做不了什么效了 只见灵一轻笑一声 展开子附近的神石 九条火蛇的行动轨迹 以及一些难以察觉到的薄弱点 直接反馈在她的尸海之中 清晰可见 破 找到九条火蛇的弱点之后 灵一也不客气 直接操控着法器飞剑 沿着各种刁钻的角度一路穿插 随后就是一连串的炸响声 九条火蛇 于树膝之内 全部被轻松碾碎 这怎么可能 五耀阳长大了嘴巴 本来看不见的小眼睛 竟然可以清晰看到了 不只是五耀阳 就连广场之上 原本无心观战的许多修士 下意识的眼神 也都稍微认真了一些 毕竟能够破掉这九条火蛇不难 只以场中八九十位 未到夹子的天才修士来说 一大半都可以自信挡下 但想要跟灵一一样 这么轻松 这么血液 这么顺畅地接连破开 那就没那么容易了 这更像是直接看穿了 五耀阳的手段 以巧破智 诶 这姓灵的 还有几把刷子呢 看到灵一的表现 许多修士的精神 都微微亢奋了些 若是一轮就结束了战斗 那是真的没意思 但是 灵一现在 却让他们看到了 另外一种可能 这无疑勾起了 他们的些许兴趣 而剩下的数十位 甲子天才 也都稍微收起了几分傲气 神色各异地 继续观看了下去 不可能的事情多了 何必惊讶 五道友 可还有什么本事未曾施展 若是没有 今天恐怕 你是赢我不得了 三只流光星矢 自动凝结搭在旗上之后 却是让广场上的 数千名铸鸡漆 修饰下意识的 都屏住了呼吸 造成这样结果的 无他 只是因为这一招 确实有些意思 境界稍微高一点的 都能敏锐地察觉到 五要阳这一招 射日三星剑 已经超出了 助击一层的水准 有了威胁到 助击二层修士的威力 笔之刚刚的 九龙纯阳离火 高明了不止一筹 与此同时 正对着射日三星剑的 灵一脸上 也有些动容 当然 只限于微微动容 这火焰大功 和那九阳离火顶 同为上品法器 但所造成的效果 却是截然不同 射日宗 射日宗 怪不得叫射日宗呢 这弓箭上的功夫 的确是比平常手段 要强悍一些 灵一正暗自嘀咕的时候 五要阳也满头大汗地 松开了 已经拉到 大半个弯月的弓弦 下一个瞬间 三只剑士呈现 追星赶月的姿态 滑破虚空 带着刺耳的尖笑声 出现在数十丈之外 灵一的瞳孔中 倒映着三只 如光似电的星矢 手掌却是 不慌不忙地抓住飞箭 在无数修士 猛猛然地注视下 毫无痕迹地 从右到左斜斜一批 咔 被五要阳 寄予了厚望的绝招 射日三星剑 便在三声 非常清脆的断裂声中 折一成两截 甚至是由于 速度太快的缘故 境界在注击中期以下的修士 甚至都只听到了一声 而非三声 碰 看见自己的杀手锏 依旧被灵一轻松 勘破斩断 五要阳只觉得 身体内真圆逆流 一口气没压住 煞石跌倒在地 你 绝对不可能 五要阳非常的不甘 他想不通 想不通 为什么灵一可以如此轻松 先后看透九龙纯阳离火 和射日三星剑的破绽 想不通通为注击一层 为什么战斗 却从一开始 就和他预想得完全不同 给你留个面子 自己下去吧 斩断射日三星剑之后 灵一面无表情地 看着摊在地上的五要阳 淡淡地说道 不 我不下去 你必须要给我个解释 五要阳耿着脖子 不愿下去 这是谁也没想到的 这次竟然当众耍起了赖皮 看台上充当裁判的赵通天 看不下去了 立即起身怒斥道 输了就该认 速速给本皇滚下去 瞧见赵通天发怒 五要阳肥胖的身躯 忍不住重重一颤 他的师父 摄日宗宗主 铸鸡九层的大修士 须东来也连忙在擂台下面 大呼响叫 急得跳脚 孽徒 还不快快下来 你是要气死为师吗 事已至此 纵然是五要阳心中再有不甘 也只能拢拉着脑袋 颓丧着收起火焰大功 缓缓走下了百丈擂台 哼 看见五要阳走下擂台 赵通天冷着脸轻吼一声 随后又到 一号已经战败 这一回合乃是林贤直获胜 贤直可要恢复一番 多谢赵皇关心 晚辈暂时不需要 林一微微攻身 好 既如此 那第二回合立即开始 请抽到二号的青年才俊上场 赵通天大秀一百 红亮的声音传遍四面八方 在下蓝田仙族 蓝田暖玉 求叫林道友 话音刚落 一个浑身上下挂满了玉佩的白衣俊朗青年 就偏偏飘落擂台 求叫不敢当 蓝田道友先请吧 林一客客气气地抱拳行礼 不管怎么样 这个蓝田暖玉最起码在态度上 要比之前的那个五要阳要好的太多 俗话说 伸手不打笑脸人 敬我者 我自尽之 林道友爽快 那暖玉就不客气了 蓝田暖玉 取出一柄玉如意法器 没有直接进攻 反而还很有歧视精神地 先提醒了一句 道友不必如此客气 林一对蓝田暖玉的墨迹略微有些无语 暗暗感叹 修仙界之中果然是什么样的修士都有 那好 那就请林道友 帮我品鉴一下我蓝田市的镇足法术 玉化天下 道友 小心了 蓝田暖玉 手持玉如意法器 以此为戒 念念有词 虚语之间 一道温韵如玉的白色光芒 就成扇形喷土而出 目标正是林一所在的方向 又是一个法器与法术 可以完美配合的家族修士 前有五药养火焰大功 配合射日三星剑 后有着蓝田暖玉 驱使玉如意 搭配玉化天下 这些势力能够斩露头角 果然是有其存在的道理 若是只有单独一道法术 或是一剑法器 这气势不可能会如此汹涌 一加一很有可能不等于二 果然成不起我 林一看着向自己射来的一片白色光滑 有些感慨 自己又长了几分见识 不过他也没有光顾着感慨 照例 先是扔出了那柄上瓶法器飞剑 杀向那片白色光滑 准备试试水 就算是隐藏实力后的随手一击 法器飞剑 还是被林一打出来了一道 迅疾无比的剑光 剑光犹如蛟龙入水 摇头摆尾地冲进光滑之中 但是还没等他大开杀剑 无尽的白色光滑 就直接包裹缠住了剑光 随后任由剑光再挣扎 也依旧是无济于事 十几息过后 就像是被施展了定身术一样 剑光滑去 只留下一柄飞剑 老老实实地被困于白色光滑之中 一动不动 并且有境界较高 眼力较强的修士还能看到 林一所操控的法器飞剑 在白色光滑的包裹之中 剑体竟然还在缓缓御化 御化天下 好一个御化天下 同一个级别 竟然可以这么快就困住了我的法器 林一睁大了眼睛 一眨不眨地盯着白色光滑之中的飞剑 林道有过奖了 如今你法器被制 便等于失去一臂 可有反击之法 若是没有 那暖玉便只能到生成让了 蓝田暖玉轻声说道 这蓝田暖玉 看上去倒也有几分正道修士的风骨 就是眼界稍微窄了些 另一边 林一则是暗暗摇头 蓝田道有 你怎知我就这柄法器呢 道有这招御化天下 确实是让林某眼前一亮 但是想要凭这一招就让林某认输 却还是差了许多 不若道有继续向我进攻 且看我还有无手段抵挡 林一法器被困 林气暂时又不想用 于是便空手而立 淡然说道 林道有气 杜菲凡 实乃无被楷模 如此 那暖玉就得罪了 要是换个脾气暴躁一些的 看见林一法器都没了 还如此猖狂 指定要暴跳如雷 但是蓝田暖玉却不一样 依旧文质彬彬的先行失礼 随后 这才手持玉如意 脚踩穿花蝴蝶布栖身而上 竟是想要近身打向林一 勇气可嘉 可惜 林一惋惜地叹了口气 她还是挺欣赏 这个蓝田暖玉的 只是 她要是不选择近身战 或许还能多撑一会儿 选择了近身战斗 那就不能怪她了 蓝田道有 且下去休息一阵吧 林一只用了一息多一点的时间 就完成了一道非常繁杂的法觉 随后 五指往下斜斜一扣 一道仗许大小的虚空大印 便朝着蓝田暖玉冲来的身形 缓缓推出 林道有 暖玉还不累 暖玉 碰 大印与欲如意撞击的那一瞬间 蓝田暖玉的声音 历时被打断 随后广场上无数名修士 就看到 原本占据了上风 形势一片大好的蓝田暖玉 忽然面若精致地倒飞而回 登登登破 终究还是 林一把境界压制得太狠了 只是筑击一层的境界 虽然真元的精纯程度 和神识之力都远超旁人 但还是被限制了太多 前置神通级别的法术 负低应镇压而下 也只是击伤击退了蓝田暖玉 若是生死之战 这一下根本不足以奠定乾坤 不过这是擂台战 而且是很不公平的车轮战 蓝田暖玉已经吐血 便是自动认输 好强的法术 这一方大印 便是对上我的玉化天下 都有有圣志 林道友深藏不露 手段高超 暖玉输得心服口服 蓝田暖玉比武药阳有品多了 知道自己不是灵一的对手之后 非常果断地就认输了 蓝田暖玉撤去法术 当即离开擂台 随着当当一声脆响 林一被困的上瓶法器飞剑 也掉落在地 承让了蓝田倒游 林一对着蓝田暖玉离去的方向 微微抱拳 宣告第二回合的胜利者 依旧是他 在林一连胜两局之后 广场上的众多天才修士 看向他的眼神 早已经从不屑和轻蔑 变成了小心和谨慎 那些炼气劲和子斧劲的修士脸上 也是惊异非常 显然是没想到 林一可以连胜两局 就连赵通天这个临时裁判 也都渐渐开始期待起了 林一接下来的表现 因为最起码到目前为止 林一表现的还算可圈可点 第二回合 依旧是林一获胜 下面就请三号挑战者上台吧 赵通天看林一脸 不红气不喘的模样 也就直接跳过了 要不要休息恢复一下这一步 开始招呼三号挑战者上台 不过此时的三号挑战者 宁建德却是躲在台下 有些不愿意上场 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 助击仙族的后起之秀而已 论法术 论法器 在这群天才之中 样样都是垫底 要不是走了运道 在53岁之石头一铁 只用了一粒铸鸡丹 就侥幸突破 这天才之名 如何也轮不到他 最起码 看了五耀阳和蓝田暖玉 两人的战斗之后 他都是叹息孵如 又如何是接连击败两者的 零一对手 上去岂不是自取其辱 所以在赵通天声音落下之后 宁建德却是磨磨叽叽的 半天不肯上台 三号 三号挑战者速速上台 赵通天的语气逐渐严肃 脸上也有些挂不住了 宁建德见赵通天有发怒的征兆 刚想任命跳上擂台 谁知零一却忽然站在台上说道 赵皇稍安勿躁 可否听我一言 赵通天看见是零一开口 于是也就给了几分面子 点了点头道 林贤侄但说无妨 多谢赵皇 零一清了清嗓子 微微转身 指着台下还在等待着的数十明天 才修士说道 赵皇也看见了 如今我虽已连着战胜两位道友 可台下却还有这么多道友 在排着队等着与我切磋 我天生良善 不愿诸位道友受着等待之苦 所以就想提一个意见 希望赵皇可以采纳 哦 你有办法可以解决此事 赵通天被勾起了好奇心 有 虽然不一定是什么好办法 但最起码可以保证 缩减十倍以上的时间 林一兄你有成竹 好 那本皇就准你就说说看 赵通天也不想一场场地打下去 这样属实太耗费时间了 要是林一在十局之内输了还好 要是一不小心连胜十局以上 那岂不是这么多人 也要跟着一起 消耗这么长的时间 所以林一此举 甚合赵通天的心意 林一的声音不小 场中数十万修士 最起码也有十分之一听到了 剩下的没听到的 也在口口相传 很快就全部都议论纷纷了起来 他们还真不清楚 林一有何妙计 可以大幅度缩短切磋时间 倒也不是什么好办法 但要是让我说出来 希望各位道友 一定要按耐住性子 不要动气就好 林一提前打了个预防针 为了防止预防得不够 他还绕着擂台 直接做了一圈的礼 两件事做完之后 他这才离于台上 吐气开声道 我想 让诸位以十人一组一起上来 放肆 姓林的 你莫不是疯了 林道友 你太过分了 猖狂 实在是太猖狂了 你竟然想以一敌十 你把我等放在眼里了吗 啊 我承认林道友你有几分实力 可这几分实力 并不是道友如此嚣张的理由 真是笑死人了 我还从来没见过如此狂妄的散修 不就赢了两场吗 就认不得自己是谁了 就让我荡气剑宗御斥连城 用背后长剑 叫你找回自我 我古城虽善于炼丹 战斗手段平平无奇 但同样有些不太喜欢 林道友此番做派 林一那句话还没说完 广场上那数十位天才修士 直接就炸锅了 再做的都是天骄 别说是十个打一个了 就算是二对一 在这数十万修士的众目睽睽之下 恐怕绝大部分人都拉不下这个脸 可如今林一竟然狂妄到 让他们十个人一起上 这谁受得了 真当大家都是随你可掐的鸡仔了 可嗨嗨 都说了让大家别太激动了 怎么还这样吗 林一用咳嗽掩饰了一下 随后又摊了摊手道 目前只有这个办法 可以加速切磋时间 否则 我要是和你们一个个这么打下去 十天半个月也打不完啊 道友实在是欺人太甚 在下狂风仙族狂风韬 这就来会会你 哼 来音风诉讼 也要请教请教林道友的精妙道法 林一的提议 直接在半路夭折 不过倒也不是毫无收获 最起码 这次因为过于愤怒 居然有两人同时登台挑战林一 而且 这两人还都不是弱者 最起码在境界方面 都比蓝田暖玉和五药阳要高一些 已经达到了助击一层的顶峰 显然已经不是出入助击的新人了 苏道友 我先上 你为我压阵可好 笑话 我诉讼这辈子 豆法还从来没有落于人后果 要上也是我先上 两人一起登台 倒也不是真的想要围攻林一 只是想趁着愤怒的机会抢战先机 破开手上的千号 提前与林一对战罢了 好了 两位也别争抢了 要打就直接放马过来吧 反正多一个也不算多 少一个也无所谓 林一也腻了 索性不装了 直接摊着牌说道 气煞我也 气煞我也 使我一记火鹰大法术 带 姓林的 也尝尝我狂风家的大风认术 两人也是被林一给拉足了仇恨 也不争先后了 直接并尖子一起上了 而两人也不愧是天才之名 出手就是威力强横的拿手大法术 一只一盏三丈的巨大火鹰 与一团无形无色的大型锋刃 一左一右的直奔林一杀来 风筑火势 火界蜂涌 造成的动静 一时间竟让许多筑机中期的修饰 也勃然色变 至于筑机中期以下的 那就更是瞳孔紧缩 惶惶不安 来得好 哈哈哈哈 出乎诉讼和狂风涛意料之外的 林一面对他们这道 连自己都没想到的超强联合一击 竟然还有心情仰天大笑树生 他莫不是真的疯了 这是下方观战的数十名天才之中 大部分的内心独白 就算是金丹仙族出身的狗无道 以及荡气剑宗的三名内门最强弟子 看见这一套无意间形成的合击法术 眉头同样也是微微一皱 说到底 他们之中最强者 其实也就筑机三层巅峰而已 就算在法术和法器之上有所差距 但总体实力也差不离太多 在他们的心里 让狗无道和玉池连城站出来迎战 一个最多 也就只能同时战败两个同级别的 筑机七天才修士而已 而这 就已经算是天才中的天才了 若是让这零一战胜二人联手 那就说明他 已经有了对战狗无道 或是玉池连城等人的实力 可这姓林的 只不过一届散修 年龄甚至也就是狗无道 和玉池连城等人的一半 他真的能够以一敌二 并且获得胜利吗 几乎没人看好他 只觉得 他可能是零败之前的最后疯狂 不过这些人很快就知道自己错了 不是小错 而是大错特错 两个筑机一层巅峰的修士 联手攻击 而且还是天赋极佳 千里挑一的天才 如果换做一个普通的筑机四五层修士 可能都要小心翼翼地应对 可面对灵一这个斩杀二阶上品 妖兽如土狗 可以和三阶下品妖兽 硬碰硬没死的变态来说 还是差得远 所以 在火鹰和锋刃降临之际 灵一根本没有半点惊慌 只是默默地 把隐藏起来的修为 调整到筑机三层的境界 不是他不愿意恢复 全部的筑机八层的修为 而是他觉得 筑机三层就已经足够了 运起刚刚入门的顿数逍遥游 一步踏出十丈远 轻松躲过火阴锋刃的灵一 对着面露惊恐的二人 轻笑一声道 来而不往非礼也 灵某这就 也请两位吃上一顿大餐 画壁掌心翻转 一方三丈大的巨印 就对着两人的头顶横推而下 不好 他隐藏了实力 筑机三层 何止是他们两人 在灵一解开上古灵影术的封印 稍微透露了一部分的真实实力之后 擂台下等待的数十名天才筑机修士 纷纷变色 尤其是那些筑机一二层的修士 脸上更是直接垮到了姥姥家 灵一展露了筑机三层的修为 那就几乎代表着 他们已经没了胜利的希望 好个伞修灵一 竟然靠着脸吸密法 便把我们唬得团团转 我就说他一个筑机一层的伞修 哪里来的胆子 敢接受上百名同级修士的挑战 原来是在这里等着我们呢 狗屋道阴着脸缓缓说道 筑机三层 他施展的法术 也不像仅仅只是大法术级别的 更像是某种神通的前置法术 此人由于我等一战的实力 玉池连城也不嚣张了 看见灵一真实的境界之后 立马老舍许多 哼 那要怎样 若是交战 获胜的必然是我 只凭一套神通的前置法术 他还差了点 幻宗的令无牙 抱着胳膊 冷冷地说道 就是 师弟你刚刚的气势哪里去了 怎么能长他人稚气 灭自己威风呢 若是你怕了 待会让师兄 替你先站一场 你看师兄拿不拿他就完了 荡气剑宗的另一名内门弟子 拱火道 玉池连城 虽然脾气差了点 但也不会中这种简单的激将法 无视了这位师兄 玉池连城的目光连连闪烁 在他们说话的功夫 擂台之上的局面 已经出现了新的变化 而造成这番变化的 正是零一打出的副低印 苏忠和狂风涛二人 挨了这副低印之后 纵然是两人合力抵挡 也依然是被这大印 蛮横不讲理地 推出了百余丈远 直接掉出了擂台 若是按照规则 两人此时无疑已经落败 散修零一 今日支持我苏忠记住了 隐藏实力 扮猪吃老虎 好的很 好的很 我狂风涛认输 哼 两人抵消掉副低印之后 未免输得太难看 各自留下一句场面话之后 就窜回了各自的家族门派之中 这回没等赵通天宣布结果 战斗刚刚结束 嘘嘘嘘就又跳上来 足足七个助击七修士 领导友 你真缘精纯 法术高强 应该不会介意 我们七个助击一二层的小修 一起向你讨教讨教吧 这七人显然是早有准备 第三轮战斗刚一结束 就齐刷刷地跳到了擂台之上 其实切缩环节进行到现在 拼得位的 已经不是什么驸马尊位了 而是一口气 他们就是想要把灵依拉下马来 看看他狼狈的模样 为此 他们甚至已经开始 从两人联手 进化到七人联手 而且不知道是不是别有打算 身为裁判监主办方的赵通天 此刻竟然没有出声阻止 反而是饶有兴致地看起了戏 你要说 赵通天一人有异常也就罢了 关键是 就连和灵依表现的 很亲密的四公主赵韩俊脸上 从头到尾 也都没有显露过一丝担忧之色 就算是刚刚七名助击初期的 天才修士一同登台 也是如此 这就让许多喜欢 研究微表情的老谋深算之辈 心中暗自嘀咕不已 不明白 为什么两人的状态会如此奇怪 要知道 这可是七位同级别修士为公啊 而且赵通天说了 这灵依就二十几岁 撑死了 也就助击初期的修为 能够以一敌二并获胜 就已经够让人大跌眼镜的了 总不可能以一战七 还能赢吧 场下众多修士满头雾水的时候 擂台之上的灵依却是神秘一笑 对着连妹冲上来的 七人轻轻说道 不介意 怎么会介意呢 我要的就是这样的效果 省事 猖狂 实在是猖狂 本来还想给你留些面子 现在却是留不得了 费 那么多作甚 诸位一起上 我倒要看看 他能挡住我们 联手几个回合 诸道有说的没错 这就杀杀他的锐气 吃吃吃吃吃 七人被灵依平淡的态度 给激荡的胸中意气难平 七剑上瓶法器 携带着滔天怒火 划破长空 肆意扑向灵依 这一幕 在擂台下绝大部分的修士看来 几乎已经奠定了灵依的死刑 七位助击初期级别 天才修士的联合凶猛一击 就是助击后期的大修士 也得慎重抵挡 不敢拖大 一个助击三层的小修 如何有抗衡之力 可灵依却硬是打破了他们的幻想 用一剑上品灵气 诚然 面对七名同级别的天才修士 哪怕是以灵依的强悍 自认也抵挡不住 毕竟他现在隐藏了大部分的实力 对外只是助击三层而已 全部的实力无法展现 因为他怕过于妖孽 会引起有心人的惦记 而在修为不能暴露出来的情况下 唯一的办法 也就只剩下了 使用高阶灵气来拉平 甚至是超越对方了 至于使用上品灵气 会不会同样遭到惦记 哼 自己乃是肇士先国的驸马 拥有一柄上品灵气 又怎么了 谁敢光明正大的来抢 了不起 最后会被人误以为吃软饭而已 没什么大不了的 紫烟盾 灵依记出了 他刚刚祭炼成功没多久的防御上品灵气 紫烟盾果然不愧是上品灵气级别 只差一步便是法宝的顶尖货色 只是刚刚一从灵依的丹田之中窜出来 就直接化作一面高三丈 宽也是三丈的紫色大盾 将灵依的身形 全部牢牢地挡在了后面 等七人的法器攻来之时 也只是发出了七道沉闷的崩响 随后七件法器 就直接捏捏地垂落在地 灵 灵气 上品灵气 这怎么可能 除了一直不动如山的赵寒俊以外 全场煞石哗然 一个散修 身上竟然拥有一笔上品灵气 这能是散修 你确定散修是这样是的 甚至就连赵通天 赵玉西 赵西云等人 都非常诧异地往赵寒俊的方向瞥了一眼 他们都是知道些情况的 晓得这本应该是赵寒俊的考核奖励 只是他们万万没想到 赵寒俊竟然情根深重 连上品灵气这样的宝物 都甘心舍弃给自己的道理 面对皇族众人扫射来的目光 赵寒俊全当没看见 他不用想 也知道这些人在想什么 无非就是觉得 他太傻了呗 可谁又知道 为了帮自己恢复修为 灵依又耗费了多少灵石 多大的代价 区区一件上品灵气 又算到了什么 只要他有 十件百件他也不带皱眉头的 全部让给灵依用 人世间有百媚千红 唯独你 我情之所终 琳郎 今日你注定是赵氏先国之中 最耀眼的那颗星辰 赵寒俊目光迷离地 看着台上的灵依 在心里喃喃自语道 这是第一个走进他心里的男人 也是第一个得到他身体的男人 现在的他 忽然有些懂了 当初两人在飘雪仙城 刚刚成为道理之时 灵依说 要感谢那两个魔秀的话中深意 因为 他现在也很想感谢司里里 送了这么个优秀的道理给他 擂台之上 在灵依祭出紫燕盾之后 这场以多欺少的战斗 已经完全掉转了个局面 欺人根本破不开紫燕盾的防御 而灵依却可以肆无忌惮地 挥洒雷系法术和附地印 欺人很快就被打得节节败退 一意敌气尚且不敌 这让欺人的脸色非清极子 全都难看到了极点 欺人也都不傻 都在试图拖延时间 因为上品灵器和施展各种法术 所需要的真元是极为庞大的 他们都猜测 灵依肯定撑不了多久 所以都一直在咬牙强撑着 等待着灵依真元耗尽 等待着翻身崛起 等待着柳暗花明的那一刻 可他们永远也不可能想得到 灵依的真元池根本不是筑击三层 而是足以让他们绝望地筑击八层 欺人这一招的确奏笑 为了轰下这欺人 灵依也是咬咬牙拼了 他再次解开了上古灵影树的封印 将修为右上调了一个 哄 重回筑击中期之境的灵依压力顿时大减 各种雷霆法术 以及大硬法绝视斩的愈发急咒 在左右手几乎捏出了残影的状况之下 七八道一气天罡神雷 以及三级附地印 很快变在灵依的上空聚集 并在灵依的鹤灵之下 犹如狂风暴雨一般 压向惊恐万壮的七人 灵道有饶命 认输 我们认输了呀 救命 救我 师父救我 轰隆隆隆隆隆隆隆 当末日降临头顶之时 七人之中才有人反应了过来 有求饶的 有认输的 也有求救的 面对已经恢复到 助击中期致敬的灵依打出的十几道 道道都可以威胁到助击后期的超强法术 七人直接崩溃了 这根本就不是他们 这个级别能接下来的攻击好吧 赵皇 场外 有七人之中的师长轻人 忍不住凄厉的呼唤道 他们的境界高 一眼就能瞧清楚场中的情况 若是自家后辈 真的接了这一波法术语 就算不死也得重伤 故而便有人冲着赵皇提醒道 赵通天早就等着这一句呢 非常给面子的朗生说道 第四回合 七人围攻01 七人主动认输 获胜者一就是01 话落 他立即挥了挥大袖 一道狂风 立即将宛若陷入了泥潭洞弹不得的七个人 全部卷下擂台 七人刚刚退下擂台 就听到十几声惊天炸响 原先那个全部用二阶荆棘铁木 制造出来的百丈擂台 在01狂猛的攻击之下 瞬间四分五裂 并且于是不减 甚至还在皇城的广场之上 留下了七八个三丈大小的圆形大坑 以及三个五六丈的长方形大坑 阎尘弥漫纷飞之中 一身白袍 仙尘不染的灵异脚踏逍遥步 好似折仙将士 战神灵凡 重新飘落到自己的座位之中 看见01面无表情地回到座位 全场数十万修士 一时寂静无声 造成场中所有人鸦雀无声的原因有许多 最直白最明显的 就是01的天赋 以二十出头的年纪 晋升筑机中期之境 以筑机四层的境界 却拥有筑机后期的战力 最关键的是 他还拥有连子府今后期修士 都垂涎的上品灵气 今天的这四个回合的切磋比武 实在是让观战的修士们满心震撼 逐渐增加的切磋人数 不断升级的激烈战斗 以及一直屹立不倒 底牌层出不穷的散修01 都让所有观力观战的修士 直直感慨 真是不虚此行 盼你们七人认输 可有不服气的地方 赵通天居高临下地俯视着 劫后余生的七个 曾经也自诩过天才的青年修士 七人十分苦涩地对视了一眼 随后就非常干脆地一起说道 领导有天赋绝世 战力惊天 我等无不服气 全都认输 本来他们之中 有人在看见灵依 寄出上品灵气之时 还想要质问一番赵皇来着 就这还散修 金丹大势力的嫡系门人子弟 都不一定有这身家 但是 在看见灵依又攀升了一大截的气息 和那未能滔天的雷法 以及大应法术之后 他们却是懒得问了 因为他们明白 就算没有上品灵气 灵依同样可以打赢他们 只不过 需要付出的代价 会稍微大一些而已 而且 本来就是 他们以多欺少在先 现在又哪里有资格 据述说不公平 七人战败之后 顿时做鸟受散 各回个家 各找个妈 看见七人的下场 原先那些跳得欢快 一直嗷嗷叫着 看不惯灵依 要挑战灵依的青年修士 不知不觉之中 也已经掩气息鼓 不敢再冒头乍刺 场中一时又安静了下来 怎么 没人敢上台再挑战了 本黄鼠到时 若是无人上台 那灵依便是本黄的成龙快婿 也是我赵氏先国的驸马之尊了 赵通天对灵依今天的表现非常满意 语调也难得的高昂了许多 一 三 六 九 灵依的锋芒泰力 四场战斗 四个回合便镇压的全场天才 无人胆敢应战 就连玉池连城这样走见到的强悍修士 都低下头鼠蚂蚁 不敢吱声 就在赵通天即将喊下十之时 意外陡然出现 赵皇前辈且慢 在下愿与灵道友 再交流一番道法 还有人敢挑战灵依 众修大惊 立即扭头 看向声音传来的方向 狗无道 狗无道虽然身材矮小瘦弱 但一双金光闪闪的眼睛 却是让人难以忘记 此时正是他踏前一步 想要再次与灵依切磋切磋 若是之前 以狗无道金丹先祖嫡系传人的身份和实力 去挑战灵依的话 大家只会觉得 狗无道是在以大欺小 但是如今四轮战斗过后 大家的想法立即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反倒是觉得 此刻的狗无道 乃是在躺壁挡车 不自量力 不过赵皇却是懒得管这些 直接挥挥手 灵力纵横来去之间 很快又圈了一块约莫百丈大小的地盘道 擂台毁了 你们俩将就着 直接在这里比吧 多谢赵皇 狗无道行礼之后 便抢先走到了擂台范围之内 静静地等待着灵依 琳琅你的真元恢复多少了 这狗无道 战力不弱于之前全盛时期的我 此战可有把握 在灵依收起上品零时 起身准备迎战的时候 赵韩俊立即关心地问道 之前还剩下一成 现在又恢复了半成 加起来一共一成半 足够了 灵依给了赵韩俊一个尽管安心的眼神 便缓缓走到狗无道身前实战 灵道有境界 法术 法器 三方面的实力 都远超于无道 无道非常有自知之明 知道自己肯定不是灵道有的对手 所以此战我 只出一招 道有若是能够无伤挡下 那便全当无道输了 若是灵道有不慎受了些小伤 便是无道占了便宜 算是获胜如何 灵依下场之后 狗无道立即刻刻起起地说道 他知道 此时的灵依体内真元肯定已经见底 所以才说出这番话 这样待会儿 就算是他侥幸赢了 也会少些人嘲讽他 就按狗道有所说 一招定胜负吧 灵依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 别看他只剩下一成半的真元 但不管是一招定胜负 还是打消耗战 他都有把握 轻松干掉这个狗无道 不过这回 灵依可能还真的失算了 这狗无道从头到尾 从始至终 压根就没打算与灵依真正的交手 灵道有小心了 无道这一招 不似寻常法术 略微提醒了一句之后 狗无道心中暗和 灵谋神光 开 不似寻常法术 灵依正分析之时 狗无道的右眼之中 忽然射出一道略显昏黄的光束 这道光束的速度极快 几乎已经超脱了 肉眼能见的极限 就算是在神识之力之中 同样也是迅疾无比 灵依一时不察 竟然被当场射中 琳琅 本来非常稳健的赵寒俊 立即花容失色 起身就要冲出去 但却是被赵通天给拦了下来 别急 再等等 这小子没那么容易中招 赵通天乃是子府进九层的修士 自然看得比别人通透 他敏锐地感觉到 灵依并无大事 当然了 也并不是每个人都 拥有他这样的眼力 最起码现在广场之上 就有数字不清的修士 发出了惊叹之声 他们没想到 七个筑机都没伤到的灵依 竟然被狗屋道一个人 给轻松拿下 有修士好奇 询问旁边的同伴道 刚刚那狗屋道用的是什么法术 速度那么快也就算了 居然还是从眼睛里射出来的 同伴见识有限 自然是回答不知 但旁边却有一个刚巧和金丹仙祖狗 是打过交道的 一名筑机中期修士 神神秘密地衔接道 我倒是了解一些 这门法术的信息 哦 道友请讲 两人立即虚心求教 那筑机中期的修士 许是虚荣心受到了满足 也没有藏着掖着 招来两人小声地嘀咕道 此乃狗屋仙族之中 一门鲜为人知 也鲜少有人能够练成的 一门灵谋秘书 名为万象灵谋 灵谋秘书 二人顿时大吃一惊 噓 进山 你们两个不要命吗 这要是让狗屎仙族的人听见了 非得拿了我们三个不可 筑机中期的修士 有些气急败坏地骂道 我们的错 我们的错 道友莫怪莫怪 原来是极其罕见的灵谋秘书 怪不得连这一条气的凶悍之辈 猝不及防之下都中了招 这姓灵的 怕是危险了 我看也是 灵谋秘书 大部分都是直接攻击神石之海 这种招式防不胜防 若是换作我来 恐怕也得吃大亏 圈出来的临时切磋场地之中 此时的狗屋道 却不像场外众人那样 想得大战上风 相反 此时他的脸色 反而极为难看 他确实是修习了万象灵谋秘书 但却还没练到家 想要直接攻击到别人的神石 以他目前的境界 还远远做不到 他的这道灵谋神光 目前仅有的作用 便是堪破虚妄 查探真伪 若是以筑机七修士的实力划分来说 他目前仅能够堪破 比自己还要高上三层境界的目标 也就是筑机六层 但是 此刻神光已入灵谋身体半向 他的眼睛里 竟然还是只能看到一团迷雾 压根就看不清灵谋的 真实修为和境界 这怎么可能 狗屋道数次试探 数次加大神石之力的催动 依然还是没有任何效果之后 只能万般不甘地 撤去万象灵谋的神光 难以置信地看向对面 缓缓睁开眼睛的灵谋 狗道有好强的神石之力啊 竟然让灵谋都差一点中招了呢 听到灵谋的声音 狗屋道的后背之上 立即浸满了冷汗 他哪里听不出来 里面的浓浓沙气 可恰好他此时 也通过万象灵谋 大致地解了灵谋的可怕之处 虽然他没有直接了当地 看出来灵谋真正的底细 但是他又不傻 他会推断 灵谋都看不穿 那就代表了 灵谋最起码 也得是注击七层以上的境界 这是何等可怕的天赋 这是何等恐怖的妖念 狗屋道越想 心中越慌 他生平还是头一次遇到 这么强盗没有边界的人 若是被这种人盯上 或是结怨 他以后恐怕是连继续修炼的心情都没有了 怎么办怎么办 被灵谋杀气腾腾的目光盯着 狗屋道脑中急转 树袭过后 眼见灵谋瞳孔中的杀气 都快凝成实质了 干脆死马当活马一 直接扭头对着赵通天的方向 直接行了个鞠躬大礼 灵谋有的实力高深莫测 几乎可称我先国第一天骄 无道差之千里 莫敢匹敌 甘愿认输 刚刚说完这句话 狗无道在赵通天 以及仲修还未反应过来之时 立马又转身对着灵一的方向 单膝跪地 行了一个更大的礼 无道敬仰道友之才 对灵道友的实力佩服万分 俗话说打者为先 无道虽吃长灵道友一些岁月 但依旧诚心肯愿与灵道友 结成异性兄弟 道友为兄 无道为弟 不知道有 可怨否 狗无道单膝跪地 紧张细细地看着灵一 就差直接在脸上写着 大佬我错了 求求你放过我好不好 狗无道的这通紧急操作 以及这突如其来的莫名画风 差点把观战的所有修饰 给震得人养马翻 没有人想得通好端端地切磋 明明看上去 还占据了绝对上风的狗无道 为什么会突然这样 其实这正是狗氏先族 一直以来的传承精神 狗氏先族以隐秘功夫起家 擅长偷袭 精通暗杀 家族成员的性格 一个比一个谨慎 一个比一个稳健 而且 他们家族之中 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 那就是 不到万不得已 不能主动招惹那些 大势力的天才弟子 无疑 即将成为赵国驸马 实力又超级强劲的灵一 便是他们不想也不愿招惹的人 但现在 既然已经招惹了 那就要先礼后兵 先服而任小弟 如果对方不同意 或是继续不依不饶的话 那就只有埋伏暗杀 最后一条路了 只是狗氏先族 虽然精通暗杀之道 但平日 却是最不想动用这种手段的 因为 能让他们走出这一条路的 基本上都是大有来头的人物 这样的人 往往都很难杀 说实话 灵一现在也有些猛逼 狗屋道此举 用意他是明白一些 大抵就是向他服软称臣 希望他不再盯着自己 双方交好 话有可能的干戈为玉帛 日后互帮互助 成为关系较为亲近的那一撮人 本来灵一是不想搭理狗屋道的 因为他觉得 这人实在太耸了 性格不行 但狗屋道 乃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直接单膝跪地 表达了他的诚意 灵一虽不惧狗屋道 但却也不想平白无故 得罪一方金丹仙族 所以 面上难免有些犹豫之色 狗屋道眼力过人 看见灵一如此模样 立即趁热打铁传音说道 灵道有 在下愿以万象灵谋秘书 以及心魔大士 换取今日闲戏 无道保证 今日之事 只有你知我知 天知地知 不得不说 狗屋道为了少数的一个妖孽敌人 也是下了血本了 这万象灵谋 倒不是狗氏仙族独有的秘书 但能够舍得将其拿出来 也是不容易 万象灵谋秘书 就是你刚刚施展的 那道诡异法术 灵一亚然 正是 灵道有 无道可是诚意满满 狗屋道心里暗乎倒霉 但表面上 还得强颜欢笑 如此 那我就收下你这个弟弟了 灵一沉思片刻 发现自己也没什么亏本的地方 狗屋道愿意发心魔大事 这才是真正的男儿本色 本皇现在宣布 第五回合挑战 依旧还是灵一获胜 如此 他便已经五连胜了 可还有人要继续切磋挑战了 高台之上 看见灵一折服狗屋道 拿下五连胜之后 赵通天就像是捡到个宝一样 乐得见牙不见眼 对于赵通天来说 今日的任务已经圆满完成 他最大的收获 就是发现了灵一这匹汉鞋宝马 如此良绪 堪称万年难得一遇 得知 他也会多出一大壁住 既狗屋道莫名其妙的战败 还任灵一当大哥之后 全场更是一片寂静 连金丹仙族的嫡系传人 都被摁在地上摩擦 谁还敢上台丢面 最关键的是 大家都清楚 这还是灵一已经连战数场 遭遇了数次不平等围攻之后 残存陌路的实力 想到同样是未满一甲子之灵的天才 差距竟然就这么大 剩下的数十名天才助基七修士 就有些脸颊发烫 羞燥无比 天才都如此了 那些老一辈的住基七修士 甚至是子辅静修士 也有许多人暗自感叹 长江后浪推前浪 至于剩下的恋气静小修 那就大半都是崇拜与羡慕之色了 当然 也有少部分修士心中 充满了极度与不甘 但不管怎么样 今日灵一显然已经是一战成名 几乎彻底设服了在场的 数十万名修士 说一句 赵国年轻一辈第一 绝对不为过 赵通天看见场中 无一人再敢站出来 也是非常满意地点了点头 算你们识相 此时的他 俨然已经将灵一 当成了自己的女婿 以灵一为荣 既然无人挑战 那今日的道理大会 便到此为止吧 从现在开始 灵一便是我赵国皇室的驸马 日后他们小两口 若是闯荡修仙剑 还请诸位同道多多照顾 赵通天站在高处 威严的声音传遍八方 虽然说的是敬语 但语气里的维护之意 和威胁之意 却是人尽皆知 若是翻译一番 这句话里面大底的意思 大概可以分为这几种 第一 那就是字面上的意思 请大家以后多多照顾 第二 那就是潜在的意思 就算不照顾 也希望你们别针对 第三 那就是深层次的意思了 若是本皇的驸马以后 与你等发生什么矛盾 请你们先想想 这人你们惹不惹得起 当然了 赵皇此举 最多也就是锦上天花吧 早在灵一连胜三场 又战败同级别的七位天才修士 最后直接连金丹仙族的狗无道 也被弃折服 甘愿充当小弟之后 场下数十万修士之中 就算有人怀着极度恨的心理 也不敢诈刺 君不见 连狗无道 玉池连城等人这样的背景 这样的天才都怂啊 所以 修士们只得老老实实 恭恭敬敬敬地 向着赵通天和赵韩俊的方向行礼 齐齐高呼道 恭喜赵皇喜得家序 恭喜四公主喜得良配 哈哈哈哈 本皇今日甚是欣慰 按理来说 本该大百言习 与诸位同道庆祝三天三夜 但是边境受潮凶猛 所以只能取消这种 颇为奢靡的盛典 不过大家齐聚一堂也不容易 故而 本皇特许皇宫之前的广场上 可以摆摊七日 大家自由交易所需物品 希望大家有所收获 今日一天 可能是赵通天数十年以来 笑得最多的一天了 多谢赵皇 听到脚下的广场 可以自由摆摊交易 许多修士的脸上 都露出了由衷的笑意 哪个修士没有些急缺的物品 而这里现在 足有数十万名修士 可以想象的 许多人的需求 都可以得到满足 就算是有极个别的修士 什么都不缺 但是这么多修士都在摆摊 总会遇到一些比较稀奇 甚至是合乎自己心意的物品 如果遇到了 顺手买下 也不失为一桩美事 这乃是切切实实的实惠 那就这样 本皇去也 赵皇摆摆手 脚下立即升起一团黄色云朵 不过这回 他没有一个人走 反而是对着赵韩俊和灵依招了招手 灵依不解 但是赵韩俊却明白了赵通天的意思 挽着灵依的胳膊 立即走到黄色云朵之上 我在你们一程 刚好还有事要与你们俩说 赵通天笑呵呵地说道 多谢父皇 赵皇 灵依两人连忙道谢 怎么还这么称呼本皇呢 这都已经昭告天下了 你如今乃是驸马之尊 听到灵依的声音 赵通天笑容一致 有些不满意地皱起了眉头 父父皇 灵依一时间 还真有些不习惯着身份的转变 但对于赵通天来说 这两个字便已经够了 我们走 黄色云朵 在这三个人稳稳当当地升空 眨眼间就已经顿出去数百丈 在三人离去之后 赵又廷立即红着眼睛极度地说道 父皇真是偏心 他的七彩 爬云术可从来都没有烧过呢 三皇帝 人家四皇妹如今 替父皇找了个金龟婿 由此待遇乃是应该的 你要实在是羡慕 完全也可以去找一个 原音大势力的嫡系女修士 结为道理 我相信 父皇到时也不会亏待你的 大皇子赵玉西 在一旁煽风点火道 大皇兄此法甚好 可为什么大皇兄 至今还没找到一位 门当户队的道理呢 莫不是那些女修都没瞧得上你 赵又廷老早就看赵玉西不顺眼了 此时见他火上浇油 立即回怼反将一军 你 你放肆 赵玉西被杠到老脸通红 放肆 我说的 难道不是实话吗 赵又廷一点都不虚 你 你不遵长兄 实在无礼 我要去父皇那里告状 切 爱告就去告吧 一旁的赵西云和赵定波 就这么安安静静地 看着两人在那边争吵 就像是看两个智商低下的小丑 二皇兄 我们还是小看了这个姓林的呢 赵西云的眼睛 滴溜溜地乱转 也不知道究竟在想些什么 确实是小看了 还不是一般的小看了 而且 皇兄还得提醒你一句 以后可不能用姓林的 这个三个字来称呼他了 人家现在可是这儿八经的赵国驸马 你的皇姐夫 赵定波也遇到 驸马 皇姐夫 赵西云喃喃自语了一句 随后便抿着英纯 神秘一笑 不再交谈 前阳殿 赵通天的专属 御书房之中 林一与赵韩俊二人 罕见地被刺了座位 盯着好像正在组织 语言的赵通天 足足过了半想 赵通天这才松开眉头 缓缓地对着二人说道 再过十年 便是青莲建宗 辖下六方先国 众多金丹势力大笔的日子 这大笔每三百年一个轮转 大笔的排名 直接关乎到一种 四阶上品林丹 升仙丹的优先购置权 第四名以下什么都没有 第三名与第二名 可以分别获得一枚 升仙丹的优先购置权 第一名可以读得 两枚优先购置权 六国大笔 虽然参与的都是金丹大势力 但却只限子府进以下的修士 参加比试 而本皇之所以叫你们过来 就是希望 驸马可以助本皇一臂之力 在大笔之中 夺取一个好的名次 赵通天非常严肃地看着林一 脸上一片认真之色 六国大笔 四阶上品林丹 林一疑惑地 看向旁边的赵寒俊 谁知道赵寒俊也是 微微摇头表示不清楚 敢问父皇 这升仙丹是何等宝物 林一指的虚心求教 四阶上品的林丹 还真的超出了他的见识范畴 好叫你们二人知晓 这升仙丹 之所以能够位列四阶上品 又号称升仙 便是因为它唯一的特殊作用 它可以帮助子府进修士 提高两到三层 突破金丹镜的成功率 你们也知道 本皇已是子府进九层 但其实 你们也有不知道的 本皇在这子府进九层 已经卡了足足上百年了 要不是修为不得寸进 现在或许也不会有韩俊他们 赵通天也没有隐瞒 一五一时说得很清楚 可以提升子府进九层修士 两到三层 突破金丹镜的成功率 这不就相当于 是超级加强版的助击丹 林一与赵韩俊 骇然地对视了一眼 没错 突破助击之时 助击丹便是最好的晋升之物 突破子府进之时 紫霞丹 紫园丹等 也都是极好的辅助击丹 突破金丹镜之时 自然也有适配的高阶丹药 与各种天才地宝 而这升仙丹 便是其中一种 效果非常不错的导丹 赵通天的眼中 全是对于金丹大道的憧憬之色 很显然 他等这一天 已经很久了 十年之后 我倒是没十一事情 也愿意为父皇分忧 不过还要请父皇 与我们多说一些 有关于这次六国大比的规则和禁忌 而且这么大的事情 应该不只是我和韩骏两个人去参加吧 灵依倒是很爽快的 就硬下了这件事 关键是 不答应也不行啊 刚刚才拿下人家的女儿 想拒绝也拒绝不了 只要驸马答应就行 其他事情 一切都有本皇来处理 赵通天一看灵依如此上道 立即扶掌大笑 这人呢 当然是不止你们两个人 每一方先国境内 都不止一个金丹大势力 但每个金丹大势力 都是一视同仁 均是只有六个名额 本来我是想让又廷带队 带着西云 他们私人去的 剩下的再随便凑一个 但是现在嘛 就由驸马带队 不多不少 刚好六人 至于规则 制定规则的 是主办方清廉剑宗的原因期 真君大能 每一届的大笔规则 他都会更改 尽量防止重叠取巧的事件发生 所以 本皇现在 也不能给你们什么答案 说到最后 赵通天也是非常无奈地叹了口气 既是如此 那就先走一步看一步了吧 父皇且宽心便是 赵韩俊安慰道 本来本皇的确是有些担忧的 因为就算是天赋最好的又廷 十年之后 最多也就是个筑基五层的样子 在此次的六国大笔之上 孔氏难以拿下前三名 但是自从驸马横空出世之后 本皇这心里 就好像一下子安定了许多 赵通天看着灵一 瞳孔里面净是期许 父皇放心便是 我一定全力夺取名次 祝父皇成就金丹大 灵一适当地表示了一下忠心 立即惹得赵通天开怀大笑 驸马的实力 本皇绝对相信 此番有你助力 生仙丹必是囊中之物 而且本皇也承诺你们 这忙也不让你白帮 若是你真的拿下一枚生仙丹 本皇就给你们小两口 一个一起进入紫阳秘境的机会 赵通天笑呵呵地说道 紫阳秘境 紫阳秘境 两声语气截然不同的声音 在御书房内响起 没错 就是紫阳秘境 韩俊 就由你来和驸马介绍介绍 何为紫阳秘境吧 赵通天拿起一本书洋装阅读 卖起了棺子 夫人 灵依立即扭头 看向赵韩俊 琳郎父皇这次还真的大方 若是能够进入紫阳秘境 我们极有可能会有大收获 赵韩俊显然是对于紫阳秘境很熟悉 先是感叹了一番 随后又为灵依介绍到 紫阳秘境 乃是赵氏皇族的立国之机 立足之本 能够改善灵根的黄金灵理 你知道吧 位列天才地宝 笑用逆天的万年石 终如你知道吧 这两样宝贝 全部都是出产自紫阳秘境 而且 这还不是紫阳秘境之内 最珍贵的宝物 那里面最珍贵的 还是一种名叫紫阳宝藤的天地灵根 赵韩俊非常罕见地激动了 更是一口气连说数据不带停的 黄金灵理和万年石终如我知道 的确是不可多得的宝物 但是这紫阳宝藤是何物 灵依不清楚 究竟是什么样的宝贝 竟然可以让赵韩俊如此激动 紫阳宝藤 乃是天地之间少有的后天灵藤 紫阳秘境也正是因为它的存在 才会衍生而成 而有藤自然就有瓜 紫阳宝藤每隔千年 都会诞出一只紫阳葫萝 这紫阳葫萝 便是紫阳秘境之中 最为珍贵的宝物了 赵韩俊一提到紫阳葫萝 就愈发地激动 很显然 这定是个了不得的宝物 他说的不全 本皇再给驸马补充一下吧 这紫阳葫萝自从诞生之日起 便是夏品法宝的级别 而且磁宝有灵 乃是极其少见的生儿法宝 所以 即便是筑基七修士 都可以轻松炼化 若是不断地给他 喂养悬阳天火 或是雷霆闪电 这等制刚制阳的物质 他甚至可以一路 晋升至此阶的法器之巅 灵宝之尊 听了赵通天的话 灵异直觉的 脑中忽然轰鸣一声 状态顿时和赵韩俊 没了两样 诞生便是法宝 筑基便可炼化 更有机会晋升灵宝 这三句话 就像是魔咒一样 在灵一的耳朵里面 一直不停地嗡嗡作响 不过驸马也不要想太多 这紫阳葫芦 也并不是那么好的的 就拿我照顾皇室来说 已经掌握这紫阳秘境数万年了 虽然说是千年出一只紫阳葫芦 但是这数万年来 真正有幸得到 这紫阳葫芦的 也唯有其中一位 精彩绝艳的老祖宗而已 除去那位老祖以外 便也再无一位皇室中人 得到那紫阳葫芦了 赵通天很是不甘 因为他也曾有幸 进去过一次紫阳秘境 但是却连紫阳葫芦的影子 都没见到 等等 父皇 我有个疑问 灵一敏锐地察觉到 自己好像抓住了 赵通天言语之中的一个漏洞 驸马有什么疑问 赵通天看着灵一 若是按照父皇所说 千年变出一只紫阳葫芦的话 而历代赵氏皇族的前辈 又只有一人取走了一只葫芦 是不是代表着 此时的紫阳秘境里面 已经堆积了好几十个紫阳葫芦了 灵一的脑回路很是清奇 让赵通天意识有些发症 半想之后 赵通天这才磕磕巴巴地道 好像 好像是这么个理 我还真没想到 那岂不是说 现在的紫阳秘境里面 足足有几十件法宝 赵韩俊也捂着小嘴 被这个消息给震到了 精确弥罗修仙界的武器 分法器 灵器法宝 灵宝四级 平常的法器之流 就已经足够炼器器 和助击器的修饰 使用了 法器之上的灵器 大部分都是助击后期以上的修饰 才会普遍使用 至于法宝 那更是精丹镜以上的大能 都不一定拥有的宝物 一般来说 普通修饰之中 只有实力够强 资力够老的精丹中期以上的大能 才会普及法宝 精丹镜初期 一大半的人都还在使用上品灵器 当然了 像赵氏皇族这样 抵蕴深厚 传承有度 同时拥有四位精丹镜大能 镇压一方的大势力 自然是不缺法宝的 就像现在 灵依突然一语点出 在赵氏皇族掌控的紫阳秘境里面 就足有数十只法宝葫芦 赵通天沉思片刻 打破幻境 摇了摇头说道 驸马你说的是很有道理 但却也不值得欣喜 毕竟想要得到那紫阳葫芦 不亚于登天之难 这样一想 几十个与一个 其实也没什么差别 也对 此事就先不提了 关于六国大比的事情 父皇就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吧 第一名我不敢说 但前三必然问题不大 这句话直接说到了 赵通天的心坎里了 于是连一国君主的威仪都丢掉了 直接起身重重地 拍打着灵依的肩膀 以示清静 深夜 韶华殿寝宫之中 刚刚缠绵了一番的两人 一边贪婪地 嗅着对方身上的气息 一边缓缓地恢复着体力 琳琅 赵国的整体实力 在六国之中 只能排中下之流 十年之后的六国大比 我怕会不太顺利 赵韩俊在灵依建朔白皙的胸膛上 不停地画着圈圈 每次办完事情 他似乎都非常喜欢 做这样的小动作 怎么 你还不相信我的实力啊 今天之战 你家狼军充其量 也就只发挥了一成的水准 灵依却是不太在意 十年之后 他的实力肯定还会更上一层楼 他今天可以毫无压力地 抱锤赵氏先国的天才 十年后 肯定也能吊打 其余五国的天骄 我当然相信啊 六国天才虽不足为惧 但在这之上 还有那超级大宗清廉建宗 我主要是害怕他们横插一手 都说清廉建宗虽是大宗 但宗内 修士的风平却是不好 我们这次要争夺的生仙丹 也是清廉建宗的 原英七老祖炼制出来的 父皇后来说过 他们宗内尚且不够分这生仙丹 如今只是因为 原英老祖曾经的一句诺言 便已经与六国分了两千多年 最近两次六国大笔 都曾有人爆料说 有清廉建宗的修士 在暗中捣乱 赵涵君越说越是不放心 总觉得这次的大笔危险重重 你啊 就是被那两个魔秀给搞的 现在遇到什么事情 都是一惊一乍的 灵一揽着赵涵君的细腻如玉的苏坚 看着怀里吹弹可破的娇言 可能是这段时间恢复得不错 所以隐约又有些蠢蠢欲动 就在他盯着赵涵君水润朱泽的红唇 就要啄过去之时 韶华殿外的阵法忽然有所异动 谁啊 大晚上不修炼 坏我好事 灵一在赵涵君的偷笑中 气呼呼地展开神识 往殿外一探 咦 哪来的丫鬟 殿外赫然盈盈 站着一个小家碧玉式的侍女 丫鬟 赵涵君也好奇地探出神识 等看亲人之后 柳梅立即一树 这是百灵殿的宫女 她是赵西云的人 五公主赵西云 这么晚了她找你能有什么事 灵一连忙起身穿衣服 我这位五皇妹 坐视向来离京叛道 毫无规矩可言 她还真不一定就是来找我的 找你倒是有可能 赵涵君的语气逐渐冰冷 找我 这怎么可能 我和她又不熟 灵一喊冤道 哼 她要找谁待会儿出去 就知道了 赵涵君披上一条薄纱 气势汹汹地走出了寝宫 只留下灵一站在原地风中凌乱 果然 越漂亮的女人 促进越大 可是 这无名飞醋 又有什么好吃的 灵一搞不懂这些女人的脑回路 只得三两下穿上衣服 急吼吼地跟了上去 只是她才刚走出寝宫 就看到了刚刚回头 欲联紧绷的赵涵君 该不会是赵夕云大晚上的 真是来找我的吧 灵一心里顿时咯噔一下 有些发慌 我只给你半个时辰的时间 时辰一到 你必须要给我回来 赵涵君丢下一句话后 就冷着脸回了寝宫 什么半个时辰 灵一满头的雾水 刚想追着赵涵君回去 却见那百灵便的宫女 脚步微微一挫 就拦在了灵一的面前 嗯 你要坐慎 被灵一封力如刀的眼神瞅着 那清秀的小宫女却也不怕 反而挺了挺 颇有规模的小胸脯 傲娇地说道 你就是灵驸马 我家公主有请 请随我来吧 不是 你谁啊 我凭什么听你的 灵一还真就被这个 小宫女的态度给气着了 想那掌握数十万里 疆土的先国君主 子府进九层的准大能 赵通天 都没用这样的语气 和她说过话 而且现在可是深夜 她一个有夫之夫 去小姨子的寝宫算怎么回事 灵驸马 我家主人可是照顾五公主 我劝你 还是不要问那么多有的没的 老老实实地跟我走 对你对我都好 小宫女压根就不掉灵一 在她的世界里 仿佛天老大 地老二 五公主便是第三 本驸马还真是第一次见到你 这么嚣张的宫女 你信不信我臭 灵一扬起巴掌 刚想扇过去 但是很快 却又把手掌放了下来 我和一个宫女叫什么劲 不过有一点韩俊说的倒没错 瞧着店里宫女的模样就知道了 这赵夕云 可能还真不是个省油的灯 灵一看着养着小脸蛋 毫无畏惧的小宫女 心中暗暗吐槽 你打呀 我不怕 小宫女也是厉害 见到灵一放下手掌 还得寸进尺了 我真是服了你了 走吧 带我去见你家主人 灵一也是懒得在说什么了 反正赵寒俊也算通情达理 给了自己半个时辰的时间 会一会 这位夕云公主又如何 哼 这才差不多 早这样多好 跟我走吧 小宫女见到灵一服软 顿时更加傲娇了 像只小攻击似的 昂手挺胸 转身带路 没想到自己白天横扫全场 设服了赵国大半的天才修士 晚上却败在了一名小宫女的手里 真是造孽啊 灵一摇了摇头 立即苦笑着跟上 深夜的皇宫也不算寂静 隔几步就能听见御林军 穿着铠甲嘎吱嘎吱 巡逻的摩擦声和脚步声 韶华殿距离百灵殿不算远 灵一跟着小宫女 走了大约两里地的样子 就到了目的地 推开殿门 里面的风水布局 倒是和韶华殿差不太多 显然是统一建造的 但是等小宫女 推开寝宫之门后 灵一立即就知道了 赵西云和赵韩俊的性格差距 有多大了 像韶华殿的寝宫之中 大多都是较为 古板冷漠的家具陈列 一些围杖和布面 大多是取用的纯白色 点缀的房间里面 肃静淡雅 清清爽爽 而百灵殿的寝宫之中 却是到处都挂满了 五颜六色的绫罗绸缎 屋子里也全部 喷满了颇为浓烈的花香 一副浓墨重彩的格调 你来了 寝宫深处传来女子悠悠荡荡 带着些许俏皮的声音 不知西云公主 找我有何要事 小宫女早就时序地退下了 此时的灵一正独自一人 站在百灵殿寝宫门口 你躲那么远干嘛 进来与我说话 赵西云的语气里 一沉一怒 三更半夜 林某能来公主寝宫 已是渐远 还是不进去的为好 林一淡然拒绝 说起来 你如今已是皇室驸马 真论关系 我还得叫你一声姐夫 既然都是一家人 又是同道修士 在乎这些俗里作甚 赵西云依旧在苦口婆心地劝着 不过她越是这般 林一还真就越是 不敢进去 不了 天色毕竟太晚了 公主有话还是快说吧 林某时间不多 林一连连摇头 死活不肯在她前一步 好吧 看来四皇姐还真是找了个好夫婿 真是羡煞黄妹了 可能是知道林一的心意坚定 赵西云也不再试探 轻轻地叹息一声过后 寝宫里面顿时采灵飘荡 暗香浮动 风铃银音声中 一个仅仅只披挂了一件 薄薄粉色纱裙的御人 就这么赤着御族 摇曳着足以迷死世间 意万难修的小蛮腰 款款走出 公公主 林一愣愣地站在原地 有些不知所措 姐夫不必惊讶 我平日里在寝宫里都是这么穿的 这样显得轻松 不累 赵西云的容颜精致 一平一笑之间射人心魄 在搭配若隐若现的粉色薄纱 和落地无声轻柔无骨的斗口玉卒 几乎把妖媚无双四个字 给形容得淋漓尽致 她与赵涵俊 真就好像是一根筋上的病地莲花 一朵雪山冰莲 一朵火山红莲 一个高冷清淡 一个火辣娇艳 只是可惜 她今晚却是打错了主意 若是在平日里 林一看见这番美妙绝论的风景 又是无人的深夜 还真不一定能够把持得住 但今天却是巧合得很 她还处在闲者模式之中 没有走出来 所以 林一从头到尾 也只是愣了愣 就回过了神 世间再美再艳的女人 此刻在她眼睛里 也只有欣赏之色 没有半点情欲 西云公主还有事吗 没事我就走了 林一此话一出 还在低了耳边青丝的赵西云 煞事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她忍不住抬头 用一双充满了灵动之意的眼眸 紧紧与林一对视 半想之后 她的眼睛里没有半点欲望之色的 姐夫果然是世间奇人眼 西云佩服万分 赵西云退后树步站定 眼眸微宁 虽然还是那个人 还是那身 粉色的薄纱 但是整个人的气质 却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似乎只是在一瞬间 她就从一个妖媚女王 变成了一个大家闺秀 豪门贵族 姐夫 重新认识一下 我是你的小姨子 照顾五公主 赵西云 赵西云双手叠腰间 禽手微轻 极为标准地行了个宫廷礼仪 张无忌的妈妈说的果然有道理 天下的漂亮女人铁憨憨太少了 基本上都已经成了精 坏得很 灵依看着面前 与之前判若两人的赵西云 完全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看见灵依沉默不语 赵西云还以为是生气了 连忙问道 姐夫可是生西云的气了 西云并不是故意要捉弄姐夫的 只是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需要对美色有一定抵抗能力的男修 才能胜任 故而才会如此这般 若是今日西云有冒犯之举 还请姐夫原谅西云 无妨 我还不至于为这点事生气 只是如今时辰也不早了 要真的有事需要我帮忙的 你就直说吧 灵依摆摆手 表面上装作无所谓的模样 心中却是暗道好险 如果不是自己恰巧闲者模式 定力远超平常 今日说不定还真就在小河沟里翻船了 姐夫没生气就好 赵西云发现了灵依完全符合自己的要求之后 立即叽叽喳喳地解释道 此事有关一位金丹靖大能前辈的一记动符 到时姐夫与我同行即可 父皇已经与我说过六国大笔的事情了 等大笔过后 西云再详细跟姐夫说清楚 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金丹靖大能的一记动符 莫不是 你们在各处赵氏拍卖行分行拍卖的那个 灵依有些狐疑地看向赵西云 咦 姐夫也知道这件事 赵西云有些惊讶 嗯 你黄姐和我提过一嘴 灵依点点头 原来如此 既然姐夫也清楚一些 那我就不多做解释了 等六国大笔结束之后 再邀请姐夫一续 赵西云奄然一笑 好 那今日就再次别过 公主早些休息 灵依瞧见时辰也差不多了 立即提出告辞之意 姐夫回见 赵西云留给灵依一个非常诱惑的火辣背影 随后就笑嘻嘻地关上了寝宫的大门 真是一个让人摸不透心思的小丫头 摇了摇头 灵依毫不留恋地转身大踏步离开了百灵殿 灵依却是不知道 在她的离去之后 百灵殿寝宫之内 赵西云却是紧紧地靠在大门的背面 黄姐 怪不得连你这种对情爱一直无感的人都会陷入情望 姐夫的确是个值得托付的坦荡君子 你本是不想要道理的 可却阴差阳错 得到了一个这么好的郎君 而黄妹 我是想要道理的 可却为什么一直遇不到 符合我心意的那个真命天子呢 赵西云越想越是颓废 越颓废便越是无力 最后干脆蜷缩起一双玉腿 直接滑倒在玉石砌城的地板上 不是说好了 给我半个时辰的吗 我可是一半的时间都没用掉 就回来了 干嘛还锁门呢 类似于这样的话 灵依已经在寝宫门外嘀嘀咕咕一个晚上了 赵韩俊听肯定是听见了 但是他却是理都没理 就在灵依实在无聊 忍不住想坐下修炼一会儿 打发时间的时候 寝宫大门忽然嘎吱一声打开了 夫人 灵依立即起身呼唤道 拿着 谁知道赵韩俊却是冷着脸 直接丢过来一件纯白色袍子 夫人这是何意 灵依接过袍子 很是不解地问道 穿上 赵韩俊依旧只是冷冷说了两个字 哦 灵依只得照办 可以看得出来 这是一件白底金边 绣着数条蛟龙 用料非常考究的上等法袍 因为灵依换一个过程之中 曾不小心地撕扯了几下 要是换做别的袍子 直接早就碎了 但是这件袍子 却是毫发无损 将这件白色法袍 换上去之后的灵依 还看见了胸口处绣着的四个明黄色小字 赵博 啊 一字一字地读出来后 灵依再也忍不住了 捧着肚子 吭吃吭吃地笑了起来 你笑什么笑 我告诉你 这是我用了许多上等材料 亲自练制出来的高阶法袍 水火不清 仙尘不染 可以无视练弃后期以下的任何攻击 以后 你就给我一直穿着这件袍子 不许脱不许换 若是坏了 我便再给你练 赵韩俊强装严肃地说道 只是听在灵依的耳朵里 却是让他笑得更加欢畅 夫人 你太可爱了 你还笑 看见灵依混不令的模样 赵韩俊气得柳眉倒数 日后你再赶深更半夜去别的女人那里 就不是指发你一晚上进不了门了 你清楚没有 明明我不想去 是你让我去的 怪我作甚 灵依收起笑容 暗自嘀咕不已 赵韩俊没听见灵依的嘟囊 把法袍给灵依穿上之后 就拍了拍橱无带 取出一枚千里传音符 此件事也聊聊 我们速速回飘雪仙城吧 那些妖兽身上的材料 和妖丹所兑换的资源 昨日父皇也已经派人送给我了 赵韩俊将告辞之事 装进传音符之中 抛向前阳殿的方向 急急地就想走 灵依知道 他是害怕赵夕云又搞什么妖蛾子 所以才会如此几千 不过这也正合他意 如今他在这皇城之中 已经出尽了风头 此时也该急流勇退 回返飘雪仙城了 行 带我去喊上玄兵玄兴 咱们这就打道回府 灵依确实也有些想家了 说起来灵玄兴和灵玄兵 两人也是运到不好 从腾龙岛到飘雪仙城 从飘雪仙城又到赵国皇城 一路之上 硬是没有好好地玩上一场 平日里 除了跟着灵依打架斗法 那就是闭关修炼 就像现在 灵依惊动了两个房间的 警戒阵法之后 两人这才迷迷邓邓地走了出来 大哥 肿啊 灵玄兴二人 这些天都在玩命 祭练手中的灵器 他们可不是灵依这样的变态 想要彻底练化一箭灵器 哪怕是下品灵器 对他们来说也是 颇有难度的事情 故而 就算是没有出去玩的城 两人也从来没有过丝毫怨言 没什么事 叫你们出来 就是想告诉你们 咱们该回家了 灵依揉了揉灵玄兴的秀法 随手又在灵玄兵的肩膀上拍了拍 回家 俩人脸上有些猛逼 等反应过来之后 一时之间也说清楚 是该开心还是遗憾 嗯 这皇城反正是不能再待了 大哥我昨天做了件大事 如今在这皇城之内 也算是人尽皆知的大人物 所以我们得回去了 不过你们俩放心 在回家的路上 或是到了飘雪仙城 绝对让你们玩得够 灵依也有些无奈地说道 她是本意 其实还真的就不是那么想出风头 只是次次都是事与愿违罢了 就拿这段时间的事情来说 她既然和一国公主结为了道理 那有些东西 必然就要她去承担 去承受 这是躲不掉的结 也是避不开的结 灵玄兴和灵玄兵 两人对视一眼 也是很理解地点了点头道 我们都听大哥的 好 那我们这就出发 灵依也不莫及 仗着自己是驸马 也算得上是 正宗的皇亲国妻身份 直接将丢在储物袋里 许久的渊溪灵州 给取了出来 从天上走 也好 这样被人发现的概率 也会小得多 赵寒俊一看 灵依取出渊溪灵州 立即就明白了他的打算 我也是这么想的 身为公主夫婿 堂堂的驸马之尊 我在皇城之上踏舟遥游 应该不会有人 不长眼的阻拦吧 灵依对着赵寒俊 促瞎地挤了几眼睛 哼 你是驸马 我是公主 谁敢来 赵寒俊本来是还有些气的 被灵依这么一挑逗 也直接烟消云散了 得嘞 有了寒俊公主这句话 小的就放心了 都上来 启航了 灵依搞怪地招呼一声 率先纵身飞上了 已经变化成 一艘十丈巨舰的渊溪灵州 距离赵氏先国皇城 十万里之外 一处灵气冲溢 其风叠仗的苍茫山脉之中 正在发生一场 在修仙界之中 最为常见的正魔大战 交战的双方 一为正道宗门苍渊宗 一为魔道宗门血灵神宫 当然了 血灵神宫 作为可以硬抗赵氏皇族的 金丹级别魔道大势力 出现在这里的 只是其中一部分门人而已 这血灵神宫的魔道修士们 倒也真的鸡贼 专门挑苍渊宗 刚刚打退寿朝 这个极度虚弱乏力的时机 暴起突袭 一下子就 直接把本舅和兽朝 对拼伤亡不小的苍渊宗 给杀得节节败退 师父 魔修蓄谋已久来势汹汹 宗门肯定是保不住了 我们带着剩下的人撤吧 苍渊宗的子府进老祖 坐下首席大弟子 也是如今 苍渊宗的掌门宗主 与不凡一剑 穿透一名助击出气的魔修胸堂 也顾不上那魔修 到底死没死透 向着天上 正在和一名子府进魔修交战的 苍之音急切地传音道 不 不行 宗门之内的那件宝物 还没取出来 我们必须要挡住这些魔修 苍之音红着眼睛 勉力抵挡着对面子府进魔修的疯狂进攻 同一个境界 除了某些极少数的因素以外 正道修士基本上 都不是魔道修士的对手 苍之音是子府进两层的境界 而对面的魔修 也是子府进两层 所以 在交战了数十个回合之后 苍之音已经有了明显抵挡不住的感觉 他尚且如此了 剩下的隶属苍渊宗的铸鸡七长老 和炼七七的弟子 此时就更是一边倒了 刚刚交火半炙香的功夫 苍渊宗一方上千名的修士 就已经死伤了一百多名 而魔修一方因为有备而来 实力又呈现压制的情况之下 目前竟然只是伤了十几个 一个未死 师父可是说那虚天静 那师父且放心便是 徒儿已经派小师妹回去取了 等取出虚天静 我们便撤如何 于不凡再次传音道 什么 你让同龄去取虚天静吗 正在苦战的苍之音 忽然脸色大变 防守一松 差点就被魔修的一道血光打中 是啊 有什么问题吗 师父 于不凡被苍之音的语气 搞得有些心慌 糊涂 糊涂啊 你难道就猜不到 这些魔修的目的是什么吗 他们就是奔着我们 苍渊宗的至宝虚天静来的 你觉得他们既然可以在这里 死死地咬住我们 难道就不会安排 后手潜入宗门之内盗宝吗 李二威已 李二威已 苍之音在天上哀嚎道 这 经过苍之音这一说 于不凡也反应了过来 脸上煞石就凝结了一大片乌云 他们为了战胜寿朝 全宗出动 这才攻城 如今宗内一个人都没有 只有小师妹同龄一人 可有可能出现的魔道修士 这要是两者遭遇 于不凡的呼吸 瞬间紊乱 与此同时 距离苍渊宗和血灵神宫 两方修士血战的战场术理之外 灵衣面色凝重地 缓缓收回了神石之力 怎么样大哥 前方究竟是什么情况 灵玄星虽是昆修 但体内的好战因子 却一点都比难修少 看见灵衣扭头 立即询问道 前方乃是正魔双方大战 估摸着双方各有千人左右 正道修士我不熟悉 但那些魔修我倒是很眼熟 夫人 他们使用的法术魔器 都像是和那日暗算里的魔道妖女 同出一脉 灵衣看着赵寒俊 而赵寒俊下一刻 也是脱口而出道 没错了 一直在肇事先国境内 霍乱四方的 只有血灵神功的那些魔头 这血灵神功 还真是哪哪都有他们 真像是阴魂不散一样 灵衣忍不住吐槽道 这么多魔修啊 那大哥 我们还是快走吧 别拨及了我们 灵玄兵一听到前方有魔修大军 顿时有些饭处 每个魔修都是臭名昭昭之辈 若是遇到单独的一个或几个 灵玄兵可能还会化身份魔 冲上前去除魔味道 可若是一大堆成群结队 数以百计千计的魔修 就连胆子一向很大的灵玄兴 听了腿一脚都有些发抖 难得的 没有去对灵玄兵 走肯定是要走的 那正到宗门的子府进修士 很快就要顶不住了 咱们可不是 那子府进魔修的对手 灵衣瞅了眼最上面的战局 发现那苍之鹰不知为何 竟然已经完全 被那子府进的魔修给压着打了 败亡的时间可能 也就在一柱箱左右 赵寒俊本来还想着 上前去支援一番的 一听这话 都要搭进去的 旁边的灵玄兴 看见灵衣 好像还在等待着什么 立即好奇地问道 大哥 既然情况如此紧急 那我们为什么还不走啊 是啊 为什么还没走 灵玄兵和赵寒俊 也反应过来 再等等 我的神识之中 刚刚发现有一小队魔修症 从前方右侧屋里的地方 绕着战场偷渡而过 这些魔修一肚子的坏肠子 指定不准备干好事 咱们等他们走远一些 然后就掉在他们屁股后面 看看他们不参战 究竟是去干什么 灵衣黑黑笑道 只有一个小队 那倒是可以考虑一下 灵玄兴一听 顿时来劲了 大哥一会儿要是动手 记得留个魔修给我 灵玄兵也瞬间来了精神 这群小魔崽子 溜得还挺快 差不多了 废话少说 都跟紧我 灵衣竖起手指 做近声状 随后 悄悄地起身 沿着战场的边缘 迈步而行 后面的三人见状 立即紧闭嘴唇 无声地跟了上去 藏原宗的山门 坐落于一座千丈高山之上 虽然有一个宗门栖息着 但这座高山 从山脚到山顶 依然还是重玩叠杖 郁郁葱葱 就好像是从来都没有人 居住过的荒山一样 此时 藏原宗数百名修士 都被魔修 困于距离山脚之下 还有十几里的地方 而本该空无一人的山脚 却是突然献出一个 扎着双马尾 穿着小一号青色道袍的 少女修士 一眼看去 这少女绝对不会超过二八年华 妥妥的修仙界小萝莉一美 师兄 让我来取虚天镜 说这是师父最为看重的宝贝 可哪家的宝贝 会天天悬挂在入宗的牌匾上 童林急不起喘 吁吁的跑到山脚之下 抬头一看 赫然便是刻印着 苍渊宗铁化银沟三个大字的牌匾 而在这块牌匾之上的三个字中间 那个渊字的头顶上 还悬挂着一块 看上去有些残破的宝镜 这便是师父最心爱的宝贝虚天镜 童林狐疑的从牌匾之上取下宝镜 上下打亮了几眼 发现实在看不出来什么之后 刚准备将其装进储物袋中返回 七八道血色顿光就从天而降 操 还以为信仓的 那个老东西会把这件法宝放哪呢 没想到这老小子到野间 竟然就放在山门的牌匾之上 是啊 白侠我们尾随一路 早知道这么简单轻松的 就能得到虚天镜 还搞那么多计划干什么 行了都少发些牢骚 只要虚天镜可以成功得手 这点小麻烦算得了什么 七八身穿血色大灰的魔道 铸鸡七修士旁若无人地 慢慢逼近童林 你你们竟然跟踪我 童林只是个练气七层的小修士而已 哪里独自面对过 七八名铸鸡七魔修的包围 顿时背下的 连说话都有些不利索了 跟踪你 小妹妹 你想的太多了 一个魔修非常平淡地回答了童林 但让童林没想到的是 这句话刚刚说完 那魔修忽然又节节节节怪笑道 我们不但跟踪了你 还要杀了你 夺取虚天镜 诶 促鲁 你怎么对人家正道的小妹妹说话的 一个更加强大些的魔修 立即呵斥第一个节节怪笑的魔修 但是还没等童林放松一些 这个筑基三层的魔修 却是更加变态地 伸出新红的舌头舔着嘴唇笑道 这么好的双修顶炉 不想用一番再杀 岂不是抱歉天物 嘎嘎嘎嘎嘎 还是三师兄说的有道理 但师弟拿下此女 三师兄先上吃肉 我们喝汤 这个筑基三层的修饰 明显是地位颇高 话音刚刚落下 立即就有魔道修饰响应 只见这名响应的魔修撒开气息 筑基一层巅峰的滚滚气势 顿时压的童林 连头都抬不起来 嘎嘎嘎嘎 居然还是只雏鸟 看我一招血手擒下你 看看童林不堪承受的小模样 这个魔修竟然越来越兴奋 操控体内的魔猿 化作一双一丈大小的血色巨手 携带着浓重的腥臭味 就对着少女狂懒而来 或许是从来没经历过 如此可怖的场面 看见魔修血手袭来的那一刻 童林竟然非常干脆地脑袋一歪 晕倒了 就这 师兄 这正道修饰也太脆了吧 魔修傻眼了 他穿过钢风钻过血雨 什么对手没见过 但是这样的 倒还真是第一次见 一个被宗门里的长辈和师兄姐们 灌多了的花瓶而已 有什么好惊讶的 把徐天静抢过来 把人扛上 我们走 筑基三层的魔修 见多识广 很是平静地挥了挥手 好嘞 只是 这名魔修刚刚朝着童林 伸出罪恶之手 一道气冲陡消的灰红剑光 便划破虚空 静止刺穿了他的臂膀 噓 嗖 吃 扑 啊 我的手 由于剑光速度太快的原因 剑音声几乎和魔修的惨嚎声 一同响起 谁 谁在暗处装神弄鬼 给老子滚出来 三师兄看见师弟齐根断裂 血流如注的右手手掌 眼皮子一跳 立即四下张望着怒吼道 剩下的六个魔修 也都各个操起魔器警戒了起来 场中气氛一时有些紧张 笑话 躲在暗处装神弄鬼的 难道不是你们 一见废了一名助击魔修的灵一 满意地从藏身之处走了出来 他的身后 还跟着两女一男三名青年修士 他在暗处早已经查探清楚 这些人只是七八个助击出气的魔修而已 最强的也就是那个被称之为 三师兄的助击三层魔修 对付这些喽啰 灵一压根就没有遮遮掩掩 大大方方的就带着人走了出来 只不过 灵一和赵寒俊四人非常自信的一幕 看在几名魔修的眼里 却是轻蔑无比 就你们四个助击一层的修士 也敢招惹我们 还敢偷袭斩断了我师弟一只手掌 三师兄的脸上越来越戏血 明显是把灵一四人当成了傻子 不过也难怪 正到修士之中智障最多 出现这种情况 他倒是一点都不意外 除了他以外 其余还完好的六名魔修 也直接放下了警惕之色 开始流里流气地上下 打量着灵一四人 其中一个魔修目光 掠过灵一和灵玄冰 静止停在灵玄星和赵寒俊的脸上 哟 这里还有两个漂亮的小娘子 不得了不得了 三师兄 你快看 这个小娘子长得真踏马殆尽 魔修指着赵寒俊的方向 对着三师兄献宝道 三师兄顺着魔修指着的方向望去 一眼就看到了 秋水为荣誉为谷的赵寒俊 死 真乃人间角色 三师兄也算是见过大场面的魔修 正魔两刀的仙子和魔女都见过不守 但是眼前 这位女修的颜值和身段 绝对可以排得上他 所有见识之中的前十名 拿下他 速速给我拿下他 男的全杀 女的留下 老子要当场把他练成顶炉 三师兄越看越是欢喜 越看越是垂涎 他与女数百 还真就没有尝过 这样的角色是什么味道 愿为师兄分忧 六名助击魔修 显然不是第一次做这种事情了 非常默契地高呼一声 随后就直接打出六把形太阁异 但却都被雪光包裹着的魔器 另一边 林依和赵韩俊还没来得及发怒 林玄星和林玄斌二人 就好像受到了骑士大辱一样 狠狠地打出了两柄上瓶法器飞剑 胆敢口出狂言 寄予我家大嫂 而等全部都要死 两人一人迎上了一个助击七魔修 在怒火的驱使下 暂时倒也没落下风 因为两人都有灵气护身的缘故 林依倒也没有太过担心 两个魔修被拖住之后 林依直接因着脸 用手圈住剩下的四个 助击魔修 对旁边的赵韩俊说道 你刚刚恢复到助击一层 不宜大动干戈 且让为夫先替你斩了这四个杂碎 赵韩俊虽然也被魔修的话 挑动了心中怒火 但也知道自己此时 是刚刚重新回到助击七 的确不能动摇了根基 于是只得点了点头 放心吧 我一定让这四个人 死得连爹妈都不认识 因为时间紧迫 林依也没功夫和这些魔修莫及 在四柄血光滔天的魔器 即将降临之时 瞬间解开一部分的上古灵引数 哄 就像是变戏法似的 灵依助击初期的 修为秒变助击中期 不好 此子竟然隐藏了真实修为 速撤 魔修三师兄在后面大声呼喊 同级别之中 魔修的战力的确是普遍稍高一筹 但若是直接跨越了三个小境界 那可就不能立抗了 晚了 今日就先拿你们四个计气 灵依冷冷一笑 体内磅礴雄厚的真元涌动 很快就在双手指尖 各自凝聚了一方奥妙无穷的小印 这 随着一声怒吓 两方小印犹如万君一般 被灵依重重推出 师兄放心 助击中期又如何 我等四人联手 足以应 四名魔修之中 有一个魔修 看见两方袖真小印 刚想嘲笑 谁知那两方小印 竟然肉眼可见的迎风便掌 只是一眨眼的功夫 就化为两方三丈巨印 扑扑扑扑 四剑魔器 与两方大印相撞之后 只是发出四声闷响 随后 魔器上面的血光 就直接背负地印强势崩灭 原本威士滔滔的杀伐之气 也只剩下了不到一成 这个正到修士扎手 师兄速速来做 四名魔修满目骇然地看着灵依 察觉到情况不妙 立即就要摇人 师弟们别慌 师兄这就过来 注击三层的魔修嘴上说得好听 但是脚下却是因为忌惮 并没有半分的动作 看得灵依暗暗腹匪 魔修果然都是自私自利的小人 不过 魔修上下不齐心 倒也给了灵依 更加快速地结束战斗的机会 你们的师兄 既然已经抛弃了你们 那我就不客气了 副第一 再起 注击四层拥有的真元 足以支持灵依 连续不断地施展许多次副地印 于是灵依很是慷慨地 又赠送了两击三丈大印 给那四个魔修 师兄救我 看见又是两击大印横空推来 魔器未能大损的四个魔修 均是无力抵挡 只能边用法术 抵消些许副地印的压力 边向后方求援 但是很明显 三师兄虽然够强 但是也被灵依的境界和手段给震住了 他不是没见过注击中期的正道修士 但如此强横的 却还是守剑 所以他非但没有帮忙的打算 甚至脚底抹油 掉头就跑 对不住了师弟们 此次手段堪比注击六七层的修士 师兄也飞弃敌手 这就回去搬救兵 师兄别走 我们联手定然不拒他 三师兄 破 严西诺你不得好死 亏我们一直还为你办事 信严的 你竟然见死不救 不管是魔道修士还是正道修士 其实许多的手段都在法器上面 正道修士还好 其中尤其以喜欢杀生炼制大威力魔器的魔道修士为罪 魔修若是没了精心炮制的魔器 就像是自断了一臂 战力大多会锐减 如今灵依面前的四个魔修 面临的就是如此窘境 他们的魔器普遍都在顶尖上品法器的级别 与同级别的助击初期修士使用的上品法器比起来 往往威力都会更胜一筹 但很不幸 他们今日遇到了灵依 助击中期的境界 加上神通级别的前置法术 别说他们只操持着相当于顶尖上品法器的魔器了 就算是他们拥有堪比下品灵器的强大魔器 同样也远不是灵依的对手 如今 魔器被镇压削弱 只凭他们平日里属于练习的各种小法术 根本就奈何不了两极附地印 而更令四人绝望 雪上加霜的是 明明可以救援他们的三师兄严希诺 却是因为惧怕对方 选择了直接抛弃他们 由于严希诺的背叛 直接导致四名魔修被腹地印 镇压到骨骼碎裂 五脏剧面 而令人更加唏嘘的是 四人临死前 最恨的并不是残忍杀害他们的灵依 反而是同门三师兄严希诺 我尼玛 操 这还打个屁啊 快跑 说起来很慢 但其实也就一瞬间的功夫 在严希诺脚底抹油之时 另外一边和灵玄心灵玄兵 打得有来有回的两名魔修 也看见了四名师兄弟 被灵依两招进阶绞杀的惨状 两人一看这情况 顿时吓得魂不附体 哪里还敢继续再打下去 骂骂咧咧一句 逼开各自的对手 就准备跟着严希诺一起跑路 而在这两人之前 被削断了一只手掌的那名魔修 早已经踏上魔器第二个跑路了 琳琅 看见魔修逃顿 一直观战的赵寒俊立即提醒道 放心吧 他们跑不掉 轻笑一声 灵依抬手指天 万里晴空忽然有一块聚起了黑云 雷来 来 再来 咔嚓嚓嚓 一声怒斥 便是一道紫色雷霆 从天而降 三声怒斥 便是三道黄黄天雷 道道天雷都不落空 除了跑得最快的严希诺以外 其余三个魔修全都躲无可躲 于刹那之间被劈成一坨交叹 随着灵依的境界不断跨升 遗弃天刚神类的威力也越来越强 虽然此时 显著的效果便是三名驻击初期的 魔修全部都死得很熟 没有半点加生 你们三个收拾一下这几个魔修的除物袋 看看有没有什么咱们能用的东西 我去追那个领头的魔修 丢下一句话 灵依照出风银剑就腾空而起 眨眼之间就只剩下一个背影 百丈高空之上 已经顿出二里地的严希诺 突然察觉到头顶的天空风云变色 还没等他有所反应 三道紫色的天雷便对着他悍然落下 无命休矣 他甚至都来不及惊叫一声 就任命般地闭上了眼睛 三息过后 五息过后 十息过后 嗯 我竟然没死 严希诺不可置信地睁开眼睛 倒也巧了 刚刚好就看见三具已经变成了焦炭的尸体 在数百丈之外缓缓坠落 在这三具焦炭之后 还有一道顿光正在急速接近 我的娘啊 严希诺本来看见死的是自己三个尸体之时 还暗自庆幸了一下 只是眼角的余光突然看见 灵依驾驭着剑光正凶猛地追击而来之时 头皮瞬间一炸 肩吼一声扭头就跑 跑 就你一个助击出气的小魔头 还想从我手里跑掉 灵依在后面忍不住吃笑道 严希诺在前面一声不吭地继续跑 他此时距离血灵神宫和苍渊宗交战的地方 已经不足十五里了 只要跑得足够快 后面的死神就追不上他 真是该死 这家伙居然还会雷系法术 魔道修士最讨厌的就是灵依这种人了 雷法最是克制他们 其次才是纯阳火之道等等等等 十五里的距离 对于全力飞行助击7修士来说 根本用不了多久 严希诺很快便看到了天际镜头 隐隐绰绰的各色光滑 尤其是其中一道 占据了大半边的血光 更是映射的半边天都沦陷了 哼 等我接近师父 必然留下你的狗面 无边的血色光滑 给严希诺注入了很多安全感 一时间竟然觉得自己 也不是那么畏惧身后那人了 天空之上 两道顿光先后穿梭而过 由于速度太快 给无边的长空 都留下了两道非常明显的白色伪迹 就在严希诺 已经可以隐约听到喊沙之声 面露喜悦之色的时候 耳边忽然响起灵异的声音 道友 阎王叫你去报道了 严希诺笑容一致 紧接着非常僵硬的 缓缓转过脑袋 迎接她的是一道雪白雪白 横灌了十丈天空的犀利剑光 小半炙香后 灵异拎着十几个储物袋 重新回到苍渊宗的山脚之下 灵狼 大哥 你回来了 看见灵异的剑光落下 赵寒俊三人 立即捧着一个储物袋迎了过来 嗯 夫人 那个胆敢觊觎 你的魔崽子 已经被我一剑消首了 灵异抖了斗手上的储物袋 其中有五只都是严希诺的 剩下的 才是那三个焦炭魔修的 谢了琳琅 我们也已经把这几个魔修留下的储物袋 都收拾了一遍 魔修到底和我们不一样 储物袋里的许多东西 很多我们都用不了 所以我干脆直接毁了这些储物袋 只留下了一些 有可能是 他们抢来的丹药和法器 以及少量的零食 赵寒俊帝国那只唯一留下的储物袋 好玄冰 去把那个丫头 手里攥着的宝镜拽下来 咱们也该走了 灵异看了看远处 已经完全被雪光占据的天空 语速极快地吩咐到 千丈高空 渊溪灵州之上 赵寒俊和灵弦星两女 在船舱里整理魔修的储物袋 而灵异却是和灵弦立于船头 灵弦兵手里攥着一方宝镜 有些愁愁地站在灵异身后 看齐的状态 似乎是有话要说 但却一直又张不开嘴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你是不是想说 我拿了那小丫头的东西 是不对的 等了好久都没等来灵弦兵的生命 灵异摇了摇头 侧身问道 大哥 我们这样 岂不是和魔道修士也无两样了 灵弦憋了半天 还是在灵异的引导之下 才蹦出这么一句话 你错了三弟 你的心太善了 你需要明白 修仙界是残酷的 魔修并不是指单独的一个人 或是一群人 魔修可以洗心革面 变成正道修士 而正道修士 随时也有可能 走入犄角黑化 变成魔修 就如今日 我们的到来 已经相当于拯救了 那个丫头一条性命 如果没有我们相助 别说她的这条性命了 就是这宝镜 也一样已经落入魔修之手 这宝镜本就已经落于魔修之手 只是他们还没来得及取而已 而我们恰好粉碎了魔修的阴谋 从严格意义上来讲 这宝镜本就应该是我们的战利品 我们拿自己的东西 怎么能和魔修强取豪夺一样呢 况且 我们还拯救了一条鲜活的生命 他应该反过来感谢我们不是吗 灵一站在前面侃侃而谈 把个林玄冰说得一愣一愣的 细细想了百戏之后 林玄冰宛如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一样 恍然大悟地惊叹道 大哥说得有道理 是吧 来 想通了就把这宝镜给大哥看看 我倒要瞧瞧 是什么样的宝贝 引得进千名魔道修士 甚至还有一名子斧镜魔修 如此大动干戈 灵一勾了勾手指 林玄冰立即双手将宝镜奉上 虚天镜 虚天宝镜 这不就是一块残破不堪的普通镜子吗 灵一那会儿潜伏在魔修之侧的时候 听到过 有魔修称呼这方宝镜为虚天镜 乃是一件法宝级别的宝镜 只是此时得手之后却发现 这宝镜实在太过普通了 甚至外表的镜面上 还有几个缺口 除了一些古朴的花纹 依旧还保存的挺完整以外 剩下的就全是残破之一 难道高端的法宝 往往都是这么朴素的造型 灵一研究了好一会儿 又是输入真元包裹着祭练 又是滴入先谢仕途认主 均是没有半点反应 难不成这是神识之力 才能催动的法宝 灵一狐一地举起虚天镜 缓缓地将神识之力探了进去 哄 神识之力刚刚接触到镜面 一股针对神识的超强犀利 便突然滋生 拖拽着灵一的神识 直接撞入一片陌生的空间之中 什么情况 灵一的神识之力 化作一个虚幻的袖珍小人 上下打量着四周昏暗的环境 只是还没等他看清楚什么 一股陌生的信息 就瞒不讲理 灌输进他的神识体之中 随后他就直接被一脚 踢出了黑暗空间 死 要不要这么疼 灵一扔掉虚天镜 抱着脑袋疯晓晃 足足好伴想之后 这才缓缓停下 而他的这番异常动静 也早已把其余三人 都吸引了过来 怎么了 琳琅 大哥 三人都是非常焦急地 看着面色痛苦的灵一 无妨 无妨 容我缓一缓先 灵一摆摆手 示意三人别担心 随后便闭上了眼睛 他的神识之中 刚刚被强行塞了一堆信息 里面详细地记载了一段 可以驱使宝镜的法觉 以及介绍了这件下品法宝 徐天靜的功用 这股信息 虽说并不算很大 但因为是强行塞入的原因 神识还没有破入 刚刚轻则变成吃傻之人 重则脑袋直接炸脸 其实 法器到了法宝 这个境界 都已经诞生了气灵 若是有气灵存在 这种事情 基本是不会发生的 但这件虚天静却是不同 这是一件残破的法宝 残破的 也不是法宝本体 而是存于法宝被内部的气灵 被拘了出来 所以就造成了如今的局面 连法宝的本身信息 都变成了非常粗鲁暴力的灌输模式 没了气灵的法宝 充其量 也就是介于上品灵器 和下品法宝之间 算是半个法宝 魔修耗费这么大的心思 谋夺他干什么呢 灵异有些不解地睁开眼睛 这虚天宝镜虽然珍贵 但却也没珍贵到 一名子府进魔修 带着上千名魔修 直接要涂了苍渊宗的程度 没事吧大哥 看见灵异睁开眼睛 立即又陷入了沉思 灵玄星忍不住追问 嗯 没事 不过今天也算是没白打 这面虚天静 虽然已经从下品法宝的等级上掉了下来 但是顶级上品灵器的份 却是跑不掉的 灵异把虚天静收进除无带 这件残破法宝 失去了本源气灵 虽然可以使用 但却已经不能像正常的灵器和法宝一样 祭练并收入丹田之中酝养了 则则则 这还是我生平第一次见到法宝呢 大哥 我曾听闻凡是法宝之尊 都会有些奇异之处 或是特殊能力 你给我们说说他 厉害在什么地方呗 灵玄星靠在灵玄兵的身上 手托相塞 眨巴着眼睛做灵听状 不只是他 灵玄兵 以及贵为皇室四公主 从小见多识广的赵寒俊 也都露出一副非常感兴趣的模样 那可是法宝啊 就算已经半残了 依然是渴望而不可得的宝物 这虚天静里面 还真刻印着两个颇为强悍的神通 而且现在就算跌落下品法宝的级别了 也依然还有一道可以使用 一提到这个 灵一也是来了精神 什么神通 三人立即睁大了眼睛 此境共刻印了两道神通法术 其一为射魂 其二为剑魔 如今可以使用的 乃是剑魔神通 剑魔 剑茶妖魔 怪不得这件法宝 会被放在那苍渊宗山脚之下的 入宗排北之上呢 四人对视一眼 瞬间大悟 因为在苍渊宗附近 坏了大批魔修的好事 所以 灵一四人一路之上再无停留 哪怕是遇到在兽朝的逼迫下 依然还战火纷飞的那些仙城 灵一都没有在停下渊息灵舟 完全杜绝了一切意外的发生 就这样 在千丈高空之上 即行了数日之后 前方数十里之外 终于看到了熟悉的仙城轮廓 飘雪仙城 到了 石家府邸 密室之中 石松年缓缓退出了修炼状态 忽秀为突破到筑基四层之后 这增原丹的药效 果然是有些跟不上了 吐出一口浊气 石松年喃喃自语道 对他这样的普通三菱根修饰来说 筑基境界之上 一层便是一道砍 要是没有选择一副效忠灵一 他此刻多半还在筑基初期待着呢 不过人倒也不能太过贪心 就算是这增原丹 也不是小小的一个石家 可以随意买来供我服用的 林公子对我等来说 也已经算是很慷慨了 石室先足现在的高层 基本上对灵一都很是感激 正是因为有了他赐下的资源 整体实力大大增加的石家 在这次受潮浩劫之中 才没有别的家族损失得那么惨重 在心里又默念了几句灵一的好之后 石松年便抖了抖 因为长时间躲在密室之中 修炼身上积攒的灰尘 随后便撤去守护密室的阵法 嘎吱一声推开了密室的石门 啊 是灵 灵公子 只是他推开门的一瞬间 就看见了正忧灾忧灾 坐在他密室之外的石凳之上 自针自引的灵一 别来无恙啊 石家主 灵一举杯 摇摇一静 公子可别说笑了 如今整个石家都是您的附庸 老夫可不敢当公子这一声家主之称 石松年连忙擦了擦额头 渗出来的戏汗 非常谦卑地说道 只是刚刚说完 他又立即捂住了嘴巴 看向灵一身后的三个人 敢问公子 这三位是 咦 您是 韩俊仙子 石松年并没有修炼糊涂 他扫了一眼灵一身后 静静站着的两女一男 其中一男一女他并不认识 但是赵韩俊的容貌 却是太过显眼 竟是让石松年 近乎脱口而出 都是自己人 我也就不满你了 那日在你右侧手上的 三个斗笠修士 就是我们三人 这位 也正是韩俊仙子 灵一指了指身后的三人 悠悠说道 怪不得 怪不得 怪不得那几日在城墙上 原来都是公子与两位 道友故意为之 三位大恩 石家无以为报 请先受老夫一拜 石松年先是一政 随后立即恍然大悟 紧接着就要对着三人 行使大礼 好了 这些梵文入节 少说少做 我们不爱看这些 此番过来石家 是有些事情要你去做 灵一用真缘 直接托起石松年 不耐烦地摆了摆手 石松年满脸惊骇地 被灵一强行托起 对灵一是斗力修士的说法 确信不疑 要知道 他可是货真价实的 助击四层修士 但刚刚灵一竟然随手 就让他毫无反抗之力地 站直了身体 只是十年没见 公子究竟是何等妖念 石松年强行压住 内心的震惊与狂喜 恭恭敬敬地扶手说道 公子请讲 只要是石家可以做到的事情 必不负所托 嗯 这件事对你石家来说 倒也不算太难 只是我需要一些中平法器 和上平法器罢了 数量越多越好 灵一抵达飘雪仙城之后 之所以第一站 没有先去集结全城修士 分配从肇氏皇族那里 带回来的资源 而是来到石家 就是因为 想着灵氏先族的第二代幼年族人 也该到了测试灵根的时候了 为了培养多一些 拥有灵根资质的第二代族人 壮大灵氏先族 灵一等十兄弟姐妹 可谓煞费苦心 耗费了不少资源和心血 靠近腾龙岛这个风水宝地 又有二阶阵法 以及各种水中妖兽 和岛上灵果灵药的滋补 他相信 一百多对灵氏族人 诞下的婴儿之中 拥有灵根的几率 必然会大大增加 他来石家 便是想要取一些 适合炼气器 修士使用的中上平的法器 什么 你说下平法器 不好意思 下平法器 从来就没在过 他的考虑范围之内 作为先富起来的 第一代灵家修士 他怎么可能让第二代的修士 去用下平法器 起步最起码 也得是中平法器的级别才行 公子想要中上平的法器 石松年一听 顿时有些犯了难 因为之前灵依 已经在石家购买过一批 中上平法器了 中平法器还好 炼制难度不高 石家还有一些存货 但是上平法器就很稀少了 你不用想那些 你就直接说 这两种法器 现在还有多少库存就行了 灵依直接打断了石松年的犹豫 呃 上平法器 目前足中总共还剩下三件 中平法器 还有二十几件 石松年如实说道 暂时也够了 那就全丢 打包拿过来 灵依眼都不眨得挥挥手 我这就去 得到命令 石松年二话不说 就掏出法器冲天气 看上去比年轻修士 还要灵活多动 灵郎 你和这十家结识也没多久吧 没想到 竟然就已经收编了人家整个家族 等石松年走后 赵韩君立即笑着说道 我的本意是不想收他们的 是他们自己哭着求着 要跟着我后面混的 我一瞧他们的诚意 也算还可以 又善于练气 于是 这才勉为其勉 说了他们做附庸 灵依探了贪手 很是无奈地说道 他倒也没说假话 当初他确实是连番拒绝的 只是石家的确是真心想要衣服 最后他才不得不收下 一个多时辰后 石松年风风火火地降下顿光 恭恭敬敬地给灵依帝国一个 装满了法器的储物袋 公子 石家目前所有未出售的中上品法器 都在这里了 一共是25件中品法器 三件上品法器 您点点 中上品法器 在飘雪仙城这个偏僻的地方来说 也算是奢侈品了 这将近三十件中上品法器 要是全部兑现 最起码价值上万块下 零食 零一接过储物袋看也没看 直接系在腰间 随后又取出一个早就准备好的玉瓶 塞到石松年的手上道 我也不占你的便宜 这瓶子里 有三粒二阶上品紫运单 总价值绝对远超这些法器 你全部服下后 应该也差不多快出级5层了 紫运 这是紫运单 紧紧地握住玉瓶 石松年激动万分 尽管他知道 零一不会亏待自己 亏待石家 但也没想到 零一居然赏赐了他三粒子运单 这可是住击后期 大修士都垂涎 却难以买到的宝单 收好吧 有了他 你的修为更加精进一些 只要修为高了 各种资源还不是随手可得 零一目的已经完成 说完这句话后 也就直接起身准备走人了 公子慢走 看见零一几人起身 石松年立即弯腰攻颂 再过两个时辰 拍卖航剑 丢下这句话后 四道顿光 立即从石家府邸之中 升腾而起 石松年仰头 看着四道顿光 慢慢消失在视线之中 心中除了庆幸 还是庆幸 真好啊 若是没有那日的坚持 怎么会有今天的石家 换做以前 打死他也不敢想 自己可以这么快 触摸到住击五层的门槛 看来得抓紧 把公子赏赐的那粒住击单 给用掉了 家族里再多增加一位 住击七修士 对公子的帮助 石松年的心理 顿时产生了一种危机感 两个时辰后 赵氏拍卖行 得到了赵氏拍卖行 通知的各大仙族 散修 此时都已经挤挤一堂 一楼 包括全是包厢的二楼 此刻也都全部装满了 陆陆续续到来的修士 好啊 韩俊仙子和目前辈 他们终于回来了 韩俊仙子和目前辈 果然是信任 之前我还担心 他们卷了收获跑路呢 咦 你怎么能有这种想法呢 也不知道 他们此行顺不顺理 换没换到我所需要的丹药 道友此言诧异 那两位既然能回来 肯定就已经把事情办成了 不必担忧 希望如此吧 助击七修士和练器七修士 在那边扎堆一轮 二楼最前方的一号包厢外面 十一名助击后期大修士 同样也扎堆并肩站在了一起 诸位道友 你们说木道友和韩俊仙子 能搞到那么多紫运单吗 这可是在二阶上品之中 都颇为珍贵的灵感 学家的助击老祖 有些患得患失的问道 别看他们是助击后期的大修士 但是一旦是关自己 同样也会六神无主 这一粒子运单 最起码可以省却他们三年苦修 还可以夯实他们的基础 为将来晋升更高的境界 增多一分把握 别说是徐家的助击老祖了 剩下的十名大修士 心里同样也是七上八下的 没办法 主要是这丹药 实在是属于那种有灵食 人家也不一定愿意卖给你的战略性资源 如果不是凑巧遇到百年一次的寿朝浩劫 他们根本就没地方买去 我等于徐道友的心境差不太多 但是现在也没办法 只能且等着吧 希望 希望那两位可以带来惊喜 一位张氏老祖微微叹气 只是他还没叹完 散修住方便指着门外道 他们来了 嗖嗖嗖嗖 话音刚落 七八道顿光便先后飞跃上万名修士的头顶 缓缓地飘落在拍卖行一楼大厅的拍卖台之上 赶在一万多名修士头顶纵横来去的 来者当然是赵韩俊和灵一等人 让诸位久等了 韩俊非常抱歉 这次的聚会 主持者自然是已经重回住击期的赵韩俊 至于灵一 他依旧延续木道友的打扮 一身白袍 一只斗笠 灵玄星和灵玄兵自然也是如此 在这全场之中 或许也就只有站在二楼的石松年 知晓三人的真实身份了 见过仙子 见过木前辈 韩俊仙子太客气了 我们也是刚来 外界到处都是受潮 特别的不安全 看见仙子与木道友安然返回 在下心中很是松了一口气啊 不知仙子和木道友 此行可有收获 诸位道友稍安勿躁 我们理解大家的忧虑 不过还请大家放心 这次我们的收获满满 基本上算是全部满足了大家的条件 如果大家没意见的话 接下来我们就直奔主题 各凭战功到我们这里来兑换想要的各种宝物 赵韩俊很有控场能力 一句话就给所有修士 吃了一颗定心丸 随着这句话落下 以赵韩俊和灵一为首 林玄冰林玄星赵磊 以及两名隶属拍卖行的驻机修士为辅 七个人分别以七个方向 开始一一核对 并派发起了海量的资源 一直过去了小半天 这场饕贴盛宴才算是功成圆满 每个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的人 均是会对着七人道一声谢 或是干脆直接居上一躬 一直到最后一个练气期 小修士千恩万谢 捧着两粒一接中品的丹药走后 林一这才得空对着二楼之上 一直安静等待着的 十一名驻机后七大修士 拱了拱手 随后取出一个玉瓶道 让诸位道友久等了 在下信不辱命 这里是答应大家的东西 一共是十一粒紫运丹 请收好 紫运丹 十一个驻机后七大修士 看到林一手里的玉瓶 眼睛顿时全亮了 在飘雪仙城逗留了大半日之后 林一四人拒绝了无数的邀约和论道 趁着夜色登上冤夕灵舟 就逃之夭夭了 如今 白跑斗笠木道人这个马甲 已经和赵韩俊一样 成为了整个飘雪仙城的顶级新贵 要是再不跑路 恐怕得被那些借着感激之名 上门来拜访结交的修士们给烦死 迎着月光 灵舟之上 林一与赵韩俊两人正相互依偎 说着甜甜的情话 而两人的身后船舱里 林玄星和林玄斌 却是满脸的忧愁 许是憋了许久了 林玄星终于憋不住了 冲着林玄斌嚷嚷道 三哥 你说咱们都快到家了 大哥怎么做到 还可以这么镇定的 他难道不知道 家里还有两位小嫂子吗 嗨嗨嗨嗨 七妹 慎言 慎言啊 林玄斌连忙用咳嗽眼带声音 避免舱外正粘在一起的两人听见 不过很显然 他明显事事多虑了 林一和赵韩俊正忙着轻轻握握呢 哪有空关注船舱里的情况 七 有什么好紧张的 林玄星撇撇嘴 俏脸上担忧之色愈来愈浓 哎 不过你说的也有几分道理 家里面那两位的心意 我们都清楚 只是碍于姐妹关系 这么多年了 进水楼台都没有和大哥确定关系 大哥可能是等不及了 这才和大嫂好上吧 林玄斌感叹着说道 你竟瞎扯 明明是大嫂先扑倒大哥的 哪里是 大哥等不及 你忘了 林玄星一听林玄斌的话 只反对意见反驳道 现在说这些也没什么意义 反正大哥 要是真带着大嫂回去了 估计直接就会面对修罗厂 三女争风 死 想想就觉得恐怖 林玄斌发现自己说不过林玄星 立即岔开了话题 是啊 咱们得想个办法帮帮大哥 林玄星果然被成功忽悠 又开始拖着香塞 哀声叹气了起来 不过锦囊妙计 岂是那么好想的 两人本就经历得太少 说起来可能连臭皮匠都比不上 所以一直到林州穿过大荒 抵达玄武湖畔的时候 脸上也依然还是愁眉苦脸的模样 完了 两人哀嚎着对视一眼 林州之上 林一搂着赵韩俊 一会儿直指百里玄武湖 一会儿直指脚下的林氏普通族人 聚集建造的小型村镇 脸上并无半点异样 他确实是没什么可心虚的 本来他和石烟烟石云云 两姐妹任何一人 就都不是情侣关系 了不起算是关系好一点 互相之间比普通朋友更亲密一些 所以他无所畏惧 当然了 他也知道 家里那两位很有可能 因为他出去一趟 就带回来一个道旅 转而情绪发生变化 但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谁让他阴差阳错 第一个和赵韩俊发生关系了呢 夫人 我先带你入岛 那里才是我们林氏仙族 真正的核心所在 用神识扫视了一番 普通族人聚集的村镇 发现村镇附近 虽有近期战斗过的痕迹 但却不算太过猛烈 而且 镇法之中的族人们 看上去 也都与之前离开之时别无二样 放下了心的灵仪 就直接驾驭着灵州 离开玄武湖畔 驶向腾龙岛 没想到 世间竟然还有开辟在 大荒之中的仙族 纵然只是大荒的外围 但也绝对算是惊世害俗了 赵韩俊欣赏着湖上夜景 又搭手眺望了一下 远方隐约可见轮廓的漆黑小岛 忍不住赞叹道 可是灵仪却没有多开心 反而是摇头苦笑着道 要是有选择 谁又会把家族 搬到危机无限的大荒之中 还好这腾龙岛绝对算是一方宝地 有百里玄武湖作为天险 等闲妖兽却是不会冒犯 也算是勉强让灵氏仙族扎根了下来 赵韩俊是知道灵氏仙族被灭的事情的 所以看见灵依有些感伤之后 也是无声地抓住了他的大手 仿佛是要用行动来告诉灵依 他会一直在他身边 放心吧 我没事 两人寒情默默了没多久 百里波光一闪而过 渊溪灵州也正式破开了三重护岛大阵 拾进了腾龙岛的领空 天哪 这岛上好浓厚的灵气 简直比赵氏皇族的藏宝洞天 还要浓郁 刚一入岛 赵韩俊就非常陶醉地 深吸了一口气 那是当然 没点资本为夫 又怎么好意思让你来灵氏 看见赵韩俊惊讶的神态 灵依颇为自豪 就在他刚想要给赵韩俊说说 这灵气的来源 是一条四阶下品灵脉之时 岛屿中心忽然升起一道灼灼见光 跟随在见光之后的 还有几个在地上急迟的身影 大哥 三弟 七妹 你们回来了 来者正是老二灵玄灵 和老四灵玄镇 老五灵玄斗等几人 二哥四哥 怎么救你们来了 还有人呢 灵玄星本以为进倒之后 立即就要迎来三位女人 卷起来的修罗场 可谁知 预想太过丰满 真实情况 却压根就不是他所想象的那样 我刚想说 你们回来得太不巧了 燕燕姐 还有云云姐 他们两个人 在大哥你们离去之后 就领了零食零果 还有助击丹 先后毕了死关 说是不迫助击不出关 华伯母和小虎 因为担忧两人 所以也都搬到了 他们附近 一边闭关修炼 一边护法 灵玄灵解释道 必死关 刚好不在 这不是巧了吗 灵玄星忍不住 和灵玄兵敲咪咪的对视了一眼 心中军事暗道万幸 看来大哥果然是 红服七天之人 灵玄兵暗中传音给灵玄星 谁说不是呢 我们耗尽了脑瓜汁 都没想到一个 可以避免修罗场的办法 谁知道 他竟然自己完美实现了 灵玄星 也是被自家老哥的好运 给震住了 既然他们既然 闭关的闭关 护法的护法 那这次 我回来的事情 就先不惊动他们四人了 咦 不对 玄宇怎么也不在 灵玉细细一数 发现除去石云云 一家四口以外 妖媚灵玄宇的身影 竟然也不在 耀哥以往他从外面回来 虽然灵玄宇年龄最小 修为最低 可也总会气喘吁吁地跑过来 今次却还是 灵玉首次没看见他 玄宇 他白天就骑着闪电 出去风浪 灵玄灵无奈地摇着头 这些弟弟妹妹们 小时候还好 长大了之后 性格特征就开始逐渐显现 十个兄弟姐妹之中 大哥灵一 胆大心系有大局观 他自己的性格 则是沉稳有余 开拓不足 适合守成 老三灵玄兵稍显胆小 但骨子里 却是有一股不屈之意 老五灵玄阵 独外沉默 但却面冷心热 老四灵玄斗 和老六灵玄烈 都偏向于好勇斗狠 脾气略微有些暴躁的那一类 小七灵玄星 嗯 属于女中英豪 性格偏外相 刀子的嘴 感伤的心 是族中的灵对对 八抵灵玄前 就像是她的名字一样 各方面都算是重规重矩 唯独一个爱好 是她的弱点 特喜欢零食 九妹灵玄夜算是活泼 但却没有灵玄星那么外相 在十兄弟姐妹之中 是最正常最中和的那一类 至于最小的妹妹灵玄宇 长大后 就仿佛有双面人格一样 时而乖巧可爱 时而跳脱欢快 出去玩啦 那行吧 如今 距离那些族人 安家落户在玄武湖畔已有十年 我看了 第二代族人之中 最大的都已经七岁了 也是时候该把他们召集起来 测试有无灵根了 因为有闪电在 灵异也不是很担心灵玄宇的安危 所以转而说起了 给灵世第二代族人灵根测试的事情 当然了 现在这些幼童都还只是准第二代 只有测试出拥有灵根 才会被真正的赐予 灵世仙族的传承辈分 如果没有灵根 那很遗憾 不管你多优秀 都只能算是灵世仙族的普通族人 进不了灵世仙族真正的核心之处 大哥说的在里 那些孩子们测试灵根的事情 前段时间 因为受潮之士耽误了一段时间 如今也该捡起来了 毕竟是官家族传承 其实 若是大哥 你再晚些日子回来 我可能就自己做主给他们进行测试了 灵弦灵点点头 你的想法没错 我不在 族里的事情 你就要担待起来 不过既然我与三弟七妹回来了 那就择日不如撞人 明天 咱们就一起出斗 我要亲自给他们摸骨测灵 灵一拍了拍灵玄灵的肩膀 测试灵根很简单 甚至都不需要什么工具法器 唯一的需求 就是要有一位助击七修士在场 若是没有助击七修士的真元贯体 根本就引导不出来 志同体内隐藏的灵根 这种活计 普通的助击初七 修士来说 还是挺费力气的 不过对灵一这样的助击后期 大修士来说 就很轻松了 那明日就辛苦大哥了 嗯 下 大哥 你身后这位是 赵寒俊突然从灵一身后站出来 立即下了灵玄灵 以及其他几人一大跳 刚刚赵寒俊一直站在灵一 以及灵玄兵灵玄星三人的后面 所以 灵玄灵几人还真没看见 嗨嗨 二哥 这位乃是赵氏先国的皇族公主 金丹大势力的嫡系子弟 也是咱们的大嫂 快叫大嫂 修罗场危机解除 灵玄星立即活泛起来了 大嫂 看见灵一没有反驳 灵玄灵与身后的弟弟妹妹们 非常诧异地对视了几眼 随后立即鼓鼓怪怪地 对着赵寒俊行李道 见过大嫂 赵寒俊也是早有准备 惊弃一笑 拍了拍储物袋 就取出一叠福禄 初次相见 我也不知道要送你们什么 不过你们大哥曾经和我说过 你们不缺灵食和丹药 所以我就从父皇那里 求了些二届中品的金翅神行福 此福虽是辅助福禄 但却能充能跑 妙用无穷 你们一人一张分了吧 灵玄灵等人的心理 虽然很是复杂 但脸上却是不动分毫 非常自然地接过了这一叠福禄 嘴里同呼 多谢大嫂 都是一家人了 以后记得千万别再这么客气了 谢来谢去的 显身份 赵寒俊对外人很是高冷 但是对自己人 却是换了一副面孔 不说如沐春风 最起码看上去 也的确有个长兄长嫂的模样 好了 大嫂也见了 一人一个凌厉的眼神 就搂着赵寒俊 乘着灵州 破开虚空远去 灵依与赵寒俊离去之后 灵玄灵灵玄斗等人 立即一拥而上 将灵玄兵和灵玄星团团围住 虽然几人都没说话 但灵玄兵和灵玄星 都很清楚他们要问什么 只是 一想到灵依临走之前的那回眸一瞥 那警告的凶悍眼神 俩人又哪里敢多说什么 只能无语宁爷地 给几个兄弟姐妹 掠过了最精彩的那一部分 简单地说明了一下 两人结成道理的经过 第二日 一大早 在岛上的木屋修炼了一夜的灵依 唤醒了还在勤奋努力的赵寒俊 略微整理了一下仪容之后 两人便携手共成一柄飞剑 破开三重护岛大阵 不急不缓地 一边欣赏着玄武湖的沉溪景光 一边悠哉悠哉地 朝着玄武湖畔飞了过去 见上 灵依也曾询问赵寒俊 习不习惯这种荒野孤岛的生活 而赵寒俊却是反驳说 这里压根就不是荒野孤岛 而是世外桃源 半生都在皇室之中度过的赵寒俊 尤其喜欢这种安静祥和的氛围 当然了 这和岛上有一条四阶下品的灵脉也有关系 有这样的高阶灵脉存在 对他的修为恢复 无疑大有必义 如果不是还有很多事没有做完 他是很乐意在这里久居常住的 不过赵寒俊也提出了一个 有关于灵氏的弱点 那就是 有关于灵氏普通族人聚集地的安危问题 普通族人虽然没有灵根 不能修炼 但他们的繁衍能力 也可以给仙族源源不断地带来有生力量 所以他们的安全问题 自然也是灵氏仙族的重中之重 赵寒俊忧心忡忡地指出 一套二阶阵法的笼罩 根本就不足以让这些普通族人们 安居乐业 繁衍生息 这些普通族人居住的地方 就算不能像腾龙岛那样 被三到三阶大阵庇护 最起码也得要有数到二阶阵法 或是一到三阶阵法 才能有效地保证 灵氏仙族的根基不被动摇 你说的问题我有考虑过 所以我从你们家的宝库之中 兑换了一套二阶阵法传承 等忙完灵根测试之后 我就准备问问几个弟弟妹妹之中 可有人想要钻研阵法一道的 毕竟日后灵氏仙族的势力范围 肯定要随着人数的增长 开始剧烈扩张 总不能一直靠买阵盘图方便 灵依汉首道 你要打算就好 赵寒俊刚刚说完这句话 玄武湖畔也到了 打开守护阵法 两人降下剑光之后 才发现灵玄灵几人早就提前到了 此时正和灵超贤 灵超父二人闲聊 在他们的身后 一百多个小家庭都已经列好阵容 静静等待着了 大哥大嫂 你们来了 看见灵依与赵寒俊 灵玄灵立即带着众人围了过来 已经逼近中年的灵超贤和灵超父 则是有些呆滞地看着气质出尘 茂盛天仙的赵寒俊 最靠近两人的灵玄烈看不过去了 直接蹦起来 敲了敲二者的脑壳道 看啥看呢 家里有两个老婆 还不够你们俩看的 这是我大哥的道理 我们的嫂子 哦 大嫂 嗨嗨小的 见过上仙 见过仙子 两人语不择言地一通乱说 看得灵玄烈 顿时又想谈他们两个脑瓜崩 好了六点 先办正式要件 灵依虽然也不喜自己的女人 被人这么看 不过灵超父和灵超贤 都是普通人 见到赵寒俊这样的人间角色 天上仙子 一时之间有些失态 倒也纯属正常 他不舒服 但能理解 好吧 灵依都开口了 灵玄烈也就没再说什么 邓为妍两人之后 立即对着后面招招手喊道 六岁以上的幼童 全部都一个一个过来排好队 父母亲人允许在旁陪伴 但不许大声喧哗 灵依等十个兄弟姐妹 都是经历过灵根测试的 所以对这一套流程而亲 趁着灵玄烈几人 在那边组织幼童的时候 灵玄灵也凑到灵依旁边说道 大哥 我刚刚已经统计过了 咱们灵氏先祖 本次灵根测试逝灵的幼童 一共是228人 我看你今天一天 恐怕是难以忙得完 要不我们还是搭把手吧 228人 这么多 这不就相当于 平均一家差不多都生了两个娃娃 灵依还真就没数过 这一届灵氏先祖 普通人幼童的数量 所以顿时有些惊讶 原本他以为 最多也就150个了不得了 谁知道突然蹦出来这么多 大哥你忘了 你从外面带回来的那些氏灵女子 都够咱们家这些普通族人 各分两位 还绰绰有余呢 而且 这还只是氏灵的六岁 包括六岁以上的幼童数量 你可以用神石之力扫一下 那些六岁以下的 还有将近一百个呢 灵玄烈忙完过来接话道 啊 灵依用神石一扫 发现果然如此 有些家庭人数较多的 都已经三胎四胎了 算了算了 你们也来帮忙吧 两百多号人 只靠我一个 不得测到明天早上 灵依立即同意了灵玄灵的提议 这样加上他自己还有赵韩俊 那就是 五个人同时测灵 虽然其余四个人的速度 可能远不如他 但总也比没有帮手要强啊 那咱们就开始 灵玄烈看着数百个纯红齿白 活泼可爱的质子 已经搓着手 有些迫不及待了 开始吧 灵依对着排在第一名的小男孩 招招手手 也没有讲什么心灵鸡汤 和道可道非常棒 没有灵根 一切都是空谈 半个时辰之后 接连测试了五名幼童 都没有灵根的灵依脸色 已经越来越不好看了 而且不只是他 赵韩俊四人那边也不顺利 四人加起来测了七八个孩童 也同样是毫无动静 不过在看到下一个 粉雕玉拙的小女孩之时 灵依还是耐着性子 强颜欢笑着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灵 灵可星 名字很不错 哎 不用紧张 咱们就当玩个游戏 你摊开手掌 叔叔给你施展一道仙法 让你变得更可爱好不好 灵依其实与这小女孩 有过庶面之缘 因为她的母亲 正是被灵依从九龙山矿洞之中 救出来的灵源 而此时的灵源 正与一位普通的灵氏族人 站在一起 紧张地看着灵可星与灵依 主人 看见灵可星伸出小手的灵源 下意识地看向灵依 她与灵雅 本是不想成亲生子的 但在玄武湖畔 生活了两年之后 突然就悟了 她们要生一个孩子 一个拥有灵根的孩子 来继承她们原先的大道之梦 纵使我身已残 但我希望我的后辈 可以拥有 会当灵绝顶的那一天 于是 她们俩就先后找了一位 符合心意的灵氏族人嫁了 哪怕是与别人共事一夫 她们也毫无怨言 毫无疑问 灵可星便是灵源的希望 是她努力活下去的动力 你也别紧张 你是拥有灵根的 虽然丹田被废法力全失 但也抹不掉 你曾经拥有灵根的事实 修士的子女 再加上那些灵药灵果 以及玄武湖中妖兽的滋补 别人不行 但是你的孩子 一定有很大的几率诞生灵根 灵依像是给灵源打气 又像是给自己打气 城主人吉言 我只希望 希儿有灵根即可 哪怕只是最弱的五行砸灵根 灵源的眼眸之中 全是期盼之色 她真的不贪心 多说无意 就让我来看看吧 灵依不是仙神 虽然很同情灵源曾经的遭遇 但有无灵根这种事 她说了也不算 只能凭手中的灵源说话 灵可心还小 远远不懂她的母亲和灵依在说些什么 只知道 娘亲在和面前的叔叔 说了几句话之后 一团极其耀眼的金色光芒 就从眼前的白衣叔叔手上升腾而起 随后又缓缓地 从自己的手掌之中 进入她的身体 爹 娘 我的身体竟然在慢慢变热 金色灵源入体之后 灵可心并不像其他孩童那样 没有半点反应 反而是浑身散发着和红 青 白三色光芒 热 有反应 有灵光 希儿有灵根 她真的有灵根 哈哈哈哈 在听到灵可心的话之后 灵源瞬间抛弃了 以往人前柔柔弱弱的形象 竟然毫无形态地仰天大笑了起来 一时引得全场注目 风 火 木三灵根 风为主 火木为辅 不错不错 这灵根在三灵根中 也算是小极品了 全力培养 日后助击绝对是板上钉钉 子府同样可期 灵依收回真元 同样也是连连夸赞 什么 顶级三灵根 大哥快让我瞅瞅 恭喜琳琅 哈哈哈哈 我灵氏先祖第二代 终于后继有人了 开张了 终于开张了 还得是大哥的手气好啊 看见灵依这里爆红 测出一名极品三灵根幼童 其余几个帮忙维持秩序 以及几个测试的兄弟姐妹 立即一窝风地冲了过来 灵依没有搭理这几个 看热闹的家伙 转而亲切地 对着灵可星嘱咐道 按照灵氏先祖的辈分 从今日起 你便不叫灵可星了 叫灵黄星 记住了吗 为什么啊 娘亲和父亲 一直叫我可星的 灵可星咬着手指 有些不愿 仙儿不许胡说 以后你就是修仙者了 是我们灵氏先祖第二代族人 主人乃是灵氏族长 同管家族的上下一切 他说什么你就做什么 不得为你反抗 清楚了吗 此时的灵源虽然很是激动 但却依然还是没忘了 要叮嘱灵可星 哦好吧 我听娘亲的 灵可星呆萌一笑 看见灵可星笑了 灵依也笑着 对灵源夫妇说道 这孩子的天赋不错 也听陶我喜欢的 入岛之后 当得我们亲自教导 你们俩就放心吧 灵源透谢主人 听到灵依的保证 灵源二话不说 便要直接跪地磕头 还好灵依的速度快 在她还没跪下之时 立即就拖住了她的膝盖 身为灵氏族长 为了振兴灵氏 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 你这样就有些过了 黄星留下 你且下去吧 虽然被灵依吃退了 但灵源却是留着 欢欣喜悦的泪水离开的 灵可星终究 还是没有辜负她的期望 竟然测出了 顶级三灵根的天赋 灵源退下之后 灵根测试继续进行 也不知道是不是 灵黄星的出现 带来了好运 接下来的一个时辰之内 赵寒俊灵玄冰四人那里 虽然依旧还是颗粒无收 但是灵依这里 却又是接连摸出 两个四灵根的幼童 真是斜了门了 大哥都测出三个了 我们却还是空空如也 接近两个时辰 一无所获 灵玄星多少带着些小性子 奇妹 不是二哥说你 你如今也算是为人长辈了 说话做事 都要成熟稳重一些 这回没要灵依训斥 灵玄灵就代劳了 不过她确实也有这个资格和实力 去教训灵玄星 同样是一个半时辰 颗粒无收 但灵玄灵却是半点急躁也无 对待每个幼童 更是一致的和蔼可亲 相比灵玄星的毛毛躁躁 稳当了不知多少倍 二哥 不是我发牢骚 主要是这么一会儿 都测了四分之一了 咱们还是一个都没测到 我这心里难受啊 灵玄星挥手打发走一个幼童 略微有些急躁 你要是累了就休息休息 说不定休息一会儿就实来运 有了 有了 土 水 木 三菱根 这是三菱根 灵玄灵化刚说到一半 身前的一个蹲厚男童身上 就突然散发出了浓烈的三色光芒 不可能吧 灵玄星呆滞的扭头 果然看见了一个胖乎乎的小男孩身上 正闪耀着三色之光 又是一个三菱根 哪呢哪呢 哇 二哥好运到 四个了 加上大哥那边的 就已经测出四个拥有菱根的幼童了 嘖嘖嘖 这不是老天都在必有我林氏先祖吗 老二干得不错 呀 金 木 水 兔 四菱根 我也开张了 几人聊得正欢快之时 赵寒俊那边也忽然惊叫一声 众人转身 一眼就看到了 旁边四色之光娇香灰映 果不其然 又是一个拥有菱根的女娲 这这这 不行 我受不了了 我也要开张 林玄星就像是受了刺激 也不顾体内真元的急剧消耗 立即埋头苦干了起来 不只是她 因为庸 有菱根的幼童接连出现之后 在场的所有人也都效率大增 测零三个时辰之后 五人测出了两名三菱根幼童 三名四菱根幼童 一名五行砸零根幼童 测零五个时辰之后 五人测出了两名三菱根幼童 四名四菱根幼童 两名五行砸零根幼童 测零七个时辰之后 四菱根修士测出了四名 五行砸零根修士测出了三名 赵寒俊更是又测出了一名三菱根幼童 至此 三菱根幼童增加到了三名 八个时辰之后 夜幕早已降临 赵寒俊和林玄林等 四个助击初期早已支撑不住 各自找了个地方打坐恢复真元 只剩下林玄还在继续主持测零 而此时 场上也只剩下了三名幼童 你们三个都一起过来吧 林玄笑着 被剩下的两男一女三个幼童招招手 因为已经测出 十个拥有零根幼童的原因 所以 尽管此时林玄的真元也损耗了大半 但精神状态却是出奇的好 三个幼童很快就在父母双亲的带领下 来到了林玄的身前 其中一个熟面孔也赫然在脸 看见此人的身影 林玄忍不住皱着眉头多问了一句 你怎么排到最后面来了 来人正是和林玄一起被林玄救下的 被废女修林雅 据她了解 林雅的性格绝对属于那种不甘仁厚的 不说和林玄一样排在最前面 最起码也不至于排到最后面来吧 主人 我实在太紧张了 所以就 林雅张了张嘴 半想才艰难地吐出几个阴词 她的性格要比林玄要强得多 所以尤其害怕失败 得知你性 失知你命 不行再生一个不就得了 这是你的孩子吧 看着还挺机灵的 两百多名幼童 拥有林根的概率竟然高达二十分之一 今天测灵的结果已经远超林一的预期 所以 此刻的她也轻松了不守 对林雅说出的话 也远没有对林渊神那么凝重 是啊林雅 你把心态放宽一些 你与我一样都拥有林根 生下来的孩子 都是有一定几率诞生林根的 旁边一直陪着林黄兴 没有离去的林渊说道 其实不只是林渊一人如此 所有测出了林根的幼童双亲 今日都没有在忙活什么事情 都是一直干巴巴地陪着自己的孩子 他们都清楚 日后自家的孩子成为了修仙者之后 纵然会光耀门妹 让他们脸面大胀 但是相应的 日后相见的机会和时间 也会大大减少 不趁此时间多陪陪自家的孩子 有先繁殖别以后 可能就没多少次面可见了 多谢主人开导 她是我的孩子小生 林生 快跪下 林雅冲着林渊感激地点了点头 随后按着小男孩 就要给林一磕头 看见如此场景 林一也是无语极了 这姐妹俩 像是伤样好的一样 连路子都一模一样 好了你先让开 我要给她测灵根了 打出一道真缘柔和地推开林雅 林一伸手一抓 就擒住了小男孩的手 林生 倒是个好寓意的好名字 林一静静地看着这个身材轻瘦 个子高挑的小男孩 让她颇有些意外的事 小男孩竟然也在静静地抬头注视着她 这还是她测试了一百多个幼童里面 遇到的第一个敢与她如此对视的幼童 有心想要逗一逗 于是林一就盯着小男孩的眼睛问道 林生 你从我的眼睛里看到了什么 希望与未来 毫无迟疑 毫无犹豫 就仿佛是早就想好了似的 六岁的林生张口便道 希望与未来 林一的神色陡然认真了起来 她先是瞟了一眼 旁边死死攥着一脚的林雅 然后又低下头 看了一眼满脸坚定之色的小林生 想说最后却没说什么 只是在心底暗暗叹息了一声 便举起了手掌 朝着林生的掌心打出一道金色真缘 小林生看见金色光滑 注入自己身体之内的一瞬间 脸上的从容不在 竟然比林雅还要紧张地闭上了眼睛 她想要林根 想要修宪 想要变强 想要替母亲寻道 可以恢复丹田 重新踏上大道之徒的天才地宝 而这一切 如果没有林根 就将只是水中花 锦中月 她经不起失败 就在小林生闭上眼睛的那刻 夜幕之下 忽然传来了一道 女子激荡九霄的尖声鸣叫 小林生觉得这声音隐约有些熟悉 似乎像是她的娘亲 还没等她睁开眼睛 她的身上就突然开始慢慢地变得燥热起来 嗯 我真的有林根 小林生自幼聪慧 也曾听过林雅讲起过测试林根之时 如何第一时间判断 自己拥有林根的方法 所以 在身体发热的那一瞬间 她几乎断定了 自己是拥有林根的 呼 接下来就是揭晓 自己身上到底有几道光芒了 一道光芒为最浓 也是最佳 五道最杂 也是最差 只希望别是五道的杂林根就行 小林生于一片寂静之中 缓缓睁开了双眼 只是她睁开眼睛的一瞬间 看到的 却不是自己想要看到的各色光芒 而是一群人凑近了之后 难以置信的脸 大家怎么了 这是 她有些猛 咳咳咳 这样的情况 一直到随着林雅的几声咳嗽之后 才发生了缓解 等众人散开之后 小林生这才看见了 自己身上被遮挡住的光芒 一紫 一红 仅有两道 看见这两道林根之光 小林生的一双眼球 几乎都蹦出了眼眶 娘 她忍不住转了一圈身体 看向了一旁 那里 林雅早已经留下了 满面都是喜悦的泪水 我儿是双林根的天才 我儿竟然是双林根的天才 半个时辰之后 终于平复了心中喜悦的林玄玲等人 将陪伴孩子们的家长遣散 原地只留下了十一个 测出了林根的幼童 这十一个拥有林根的幼童 共是七男四女 改名之后 按照林根高低排名 分别叫做 林黄生 林黄兴 林黄炎 林黄舟 林黄烟 林黄鱼 林黄金 林黄桃 林黄业 林黄锦 林黄义 林一作为林氏先祖的组长 当人不让地发表了讲话 从今天开始 你们十一人 便是我林氏先祖第二代 皇子被修饰了 限于你们还小 所以我现在只嘱咐你们一句话 那便是努力修炼 增强自身 撞我林氏 这次的林根测试 收获甚至比林氏先祖 玄自备那一届 还要巨大 五行砸林根右童三个 四林根四个 三林根三个 雷火双林根一个 这样的结果是 林一等人来之前 想都不敢想的 连续两届 都出了双林根天才修饰的林家 简直堪称是天道眷顾 只是这一切 天自备和地自备的林家先辈 却是再也看不到了 唉 夜色之下 林一站在渊溪灵州的船尾 遥望着林氏先祖的祖地 也就是姚玉先成的方向 轻声叹息不已 林郎可是想到了 什么不开心的事 要我说啊 如今咱们林氏家族的 崛起之势 已经出现端倪 有你们玄自备的十人 再加上皇自备的十一人 现在的林氏先祖 已经算是传承有序的 顶级驻基先祖 若是你能够突破子府 那便是子府先祖 家族潜力与后劲都很足 你应该开心才是 赵寒俊发现了林一的异状 立即宽慰道 多谢夫人 我没事 只是偶有感伤罢了 不谈这些了 如今第二代族人的林根侧氏 已成 那套阵法传承 以及黄金灵力 也该分配下去了 林一跳过这一话题 对着船头的方向挥了挥手 林舟船舱都让给了 十一个皇自备孩童 所以 众人只能站在船头船尾 欣赏夜景 看见林一挥手 林玄林立即招呼着 所有人都聚了过来 大哥 这都快上岛了 什么事啊 林玄星大大咧咧咧地问道 其余人兄弟姐妹 也都好奇地看着林一 当然是好事 你们看这是什么 林一直接取出玉镜瓶 拔开瓶塞 往下微微一倾倒 一团水流 混着一只通体金黄 神灵活现的鲤鱼凭空出现 这是何种灵物 黄金灵力的种类过于珍惜 林玄林灵玄烈他们 还真就两眼一抹黑 不认的 这是肇事皇族独有的一种灵力 功效非凡 修士有幸得知 服下便可以改善林根 但具体有多少效果 我就不清楚了 林玄星在旁边解释道 他和林玄兵 可是亲自见证了 大哥林一用价值 二十几万下品 零食的宝库兑换额度 来换来的这一位黄金灵力 改善林根资质 这么夸张 在场的众人 无异不是练弃后期以上的修士 实在是太清楚 林根对于修士的重要性了 陡然听说 有这么一位黄金灵力可以改善 并且还就在自己的眼前 顿时都是又惊又喜 但很快 新的烦恼又出现了 老四林玄斗忽然插嘴道 可是石妹和烟 闭关的闭关 鬼混的鬼混 他们该怎么办 林玄斗悄悄地瞄了一眼赵韩俊 发现赵韩俊 好像并没有在他的话里 听出什么端倪之后 立即脱摸 擦了一把额头上的虚汗 这简单 把鱼弄熟了 给他们留几分不就得了 反正放在储物袋里东西 又不会变质 老六林玄烈 随口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好主意 那这条鱼 就交给我们去处理吧 保证你们在入岛之前 都吃上香喷喷的烧烤灵力 林玄星自告奋勇地 拉着老九林玄烈说道 在林氏仙祖几个兄弟姐妹之中 他们俩一直是 最为热爱烹饪食物的 虽然搞出来的东西 味道一般般 但最起码能吃 行 这林玄就交给你们俩了 动作麻利点 林玄一挥挥手 水流与黄金林玲 就都飘向了两女的方向 俩人的确也没吹牛 抓住林玲 拖到林州的边缘好一通古道 在进入腾龙岛之前 还真就倒过出了一阵阵香味 等林依刚刚打开 三重护岛大阵的时候 林玄星和林玄夜 立即蹦蹦跳跳地 用真圆拖着一条 烤得更加金黄发亮的鲤鱼 跑了过来 大哥大嫂 你们俩你先尝尝 林玄星把烤鱼 直接对到了林依和赵韩俊的嘴边 我是双灵根 就不用吃了 夫人你倒是可以尝一尝 微微摆了摆手 林依把烤鱼 推到了赵韩俊的身前 他知道 赵韩俊也只是三灵根的资质罢了 在亿万修士之中 算得了忠上之资 但却算不了优秀 一身的修为 半是自身努力 半是依靠的赵氏皇族 我就不用了吧 给玄灵他们吃就好了 赵韩俊明显是没想到 林玄星和林依两人 竟然直接就把黄金灵里 递到了自己的跟前 顿时有些猝不及防 怎么不用了呀大嫂 你看大哥都把他的那份省给你了 你再不是哪能行 林玄星也不知道抱着什么目的 反正就是一个劲的讨好赵韩俊 关键吧 他说的还挺有道理 那要是赵韩俊不吃 别人怎么又能吃得心安理得 是啊 大嫂你就先吃一口呗 瞎说 那怎么能叫一口 大嫂别听她的 你多吃点 全吃完也不打紧 没量咱们再让大哥去弄哈哈 乱起哄 大嫂 快尝尝吧 你吃完我们再吃 看着众人的阴阴目光 赵韩俊也是没了办法 只能妥协地伸出千千玉指 对着黄金灵里的腹部 小小地捏下来一块鱼肉 这黄金灵里 不愧是可以改善 灵根的天生地养的灵物 赵韩俊只是捏下了一小块 外表金黄那里血白的鱼肉 一股沁人心脾的超级清香 就那么直接地溢满了灵州之上 快 都别愣着了 各自抓一块服下打坐 赵韩俊撕下一小块鱼肉之后 灵依立即提醒到 他有些担心 鱼肉撕开在空气中暴露久了之后 会影响黄金灵里 对灵根的改善效果 快快快 看见赵韩俊终于捏下一块鱼肉 又得灵依提醒 灵玄星立即招呼着兄弟姐妹们 一人一块瓜分了大半条黄金灵里 好 都坐下练花吧 剩下的这小半只 就留给玄宇他们 灵依满意的点点头 将剩下的小半只烤鱼 收尽储物带中保管 灵玄星等人 胡伦吞下一块灵里肉之后 二话不说 立即盘膝坐下 开始练花 相较而言 赵韩俊无疑就斯文多了 到底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势力子弟 只见他用两只玉指 捏着一半金黄一半雪白的鱼肉 极为淑女的 用背齿轻轻咬下一小块 尝了尝味道之后 可能是发现味道不错 又分了几次 这才彻底服下这块鱼肉 清香细腻 入口竟有丝丝甜意 琳琅 这黄金灵里的味道很不错呢 赵韩俊虽然生在赵氏皇族 但还真就没吃过黄金灵里 要不是今日脱了灵依的福 根本也不知道黄金灵里是什么味道 好了 你少说一些吧 还不抓紧坐下练花 灵依瞪了赵韩俊一眼 痴人嘴短 涉于灵依的淫威 赵韩俊只能乖乖听话的原地坐下 运转功法 炼化黄金灵里的造化之力 如此 整座灵州之上还能活动的 就只剩下了灵依 还有在船舱里面探头探脑的 十几个小鬼了 此时的渊溪灵州 已经破开护岛大阵 飞灵腾龙岛之上 只是因为赵韩俊等人 正在炼化灵里的原因 所以灵依并没有控制着灵州降落 灵依就让他们先休息一晚 毕竟都还是六七岁的普通孩子 测灵一天也都累了 忙活好这一切之后 他又 到了灵州之上 静静地等待众人苏醒的同时 未免无聊 他又取出了一枚玉剪 贴在额头之上 开始参想起来 月滑如水 寒夜无风 大半个时辰之后 灵依脸色有些难看地垂下手臂 想修炼这万象灵谋 居然还需要一种三阶下品 花明不惊的露珠作影子 否则根本就无法修炼 三阶下品 不惊花 我特么现在到哪去找这玩意儿 灵依无语地收起玉剪 他已经把这枚玉剪给从头到尾 来来回回研究了好几遍 但越是了解这门灵谋秘法 他就越是无奈 狗屋到这小子 肯定还是留了一手 算了 暂时修炼不成 就先放着吧 等日有功夫后 再去寻这不惊花 在他研究完万象灵谋的时候 最后一个打坐 炼花黄金灵里的赵寒俊 竟然第一个苏醒了 感觉怎么样 灵依并无意外 凑过去小声问 毕竟赵寒俊吃的最少 醒得早也实属正常 非常好 自从我修为被废以后 就连重回助击之时 都没这么舒服过 炼花这一小块黄金灵里肉之后 整个人都像是轻了好几斤 赵寒俊舒展着玉璧 仰望星空 脸上竟是轻松愉悦之色 那就好 灵根之处可有什么异样 赵寒俊的三灵根 也算是上等三灵根 不过想要紧靠 这一口黄金灵里 将三灵根晋升到双灵根 显然是不可能的 这种情况 就算是一个人吃一条 都没可能 必须还要搭配 其他的天才地宝 方有那个可能 可能是太少了 没感觉到灵根 有什么显着的变化 不过也不是全无效果 我还是能够隐约感受到 体内真元运转吸纳的速度 变快了一些 赵寒俊细细地回想了一番 如是说道 你本便是上等三灵根 一块黄金灵里肉 自然不会带来 特别明显的效果 能够由此变化 已经实属不易 倒是我这几位弟弟妹妹们 他们的天赋 基本上都没你好 又加上吃的又比较多 估计这次 应该可以得到不小的造化 灵仪看着苍板上 还在打坐练花的众人 非常笃定地说道 灵家玄自被这一代的修饰 除了灵仪以外 都是一些三灵根 四灵根的普通资质 甚至连一个像赵寒俊 这样的上等三灵根都没有 所以进步的空间再差 也不会比赵寒俊更差了 赵寒俊听着听着 神色就开始发震 就像是突然想到了 什么事的说道 琳琅 若是六国大笔 我们真的拿下了 前三名之一 得到可以进入 紫阳秘境的资格 这黄金灵里 说不定还能再弄一些出来 一些 灵仪有些愕然 什么时候 连黄金灵里这样的灵物 都可以用一些这个词语 来衡量了 之前都被紫阳葫芦 给遮蔽了双眼 这黄金灵里 足足有一个族群 生存在紫阳秘境里面 只要操作得好 抓上几条不难 当然了 这个前提 就是要先帮父皇 拿到一地生仙丹的购置权 看着赵寒俊信誓旦旦的模样 灵仪刚准备有所表态 灵玄星和灵玄冰二人 就双双睁开了眼睛 紧随二人身后的 还有灵玄灵 灵玄斗 灵玄夜等 前后也就百息的时间 几人全都炼化完毕 站起了身子 灵依甚至都不用问 看着每个人 浑身轻松满脸舒适的表情 就知道 这黄金灵里的效用果然不凡 好了 都站好 除了这黄金灵里之外 我还有一件事情要问你们 灵依拍拍储物袋 取出一枚玉剪 扫射着众人 大哥 这里面刻鲁的啥玩意 你就直说吧 灵玄烈恋化灵里之后 只觉得浑身飘飘欲仙 嚷嚷着问道 那我就直说了 这里面装着一套 可以直到二阶阵法式的传承 你们几人谁有兴趣 学习阵法一道的 灵依摇了摇手中的预检 发现众人一听 是阵法传承之后 立即有大半都低下了头 显然 他们对阵法式 真的一点都不感兴趣 不过也有例外 老五灵玄阵 原本是沉默不发一言的 结果听到灵依说 这块预检里 很有可能装着二阶阵 到传承之时 毛子里的光亮立即大胜 他名灵玄阵 可能是因为名字 比较特殊的原因 从小就对阵法 一道非常的好奇 虽然姚玉仙城的规模不大 但久而久之 还是让他接触了不少 关于阵法一道的东西 而越是接触 也越是让他 对阵法这一门虽然冷门 但依旧难掩 精深博大的路途 越发憧憬 只是奈何原先的灵氏先祖 根本就没有实力 也没有心思 花费大代价 去培养一名 根本不知道前路如何的阵法师 再加上半路之上 家族更是遭遇横祸 直接崩促 所以灵玄阵 想要参悟阵法一道的事情 就这么一直耽搁了下来 大哥 我想要学习阵法 几乎很少说话的灵玄阵 这次竟然破天荒地说话了 而且他的语气听起来 也是非常的严肃认真 铿锵有力 哦 老五你想要走阵法一道 灵依扫了一眼 对阵法传承 没有丝毫兴趣的 其余几个弟弟妹妹 很是诧异地看着灵玄阵 那么多兄弟姐妹 竟然就灵玄阵 对阵法一道感兴趣 我很喜欢研究阵法 这套二阵阵法的传承 对我来说 一定可以获益良多 若是有朝一日 严习有成 灵侍先族上下的一切阵法 也不需要再麻烦别人 以及购买那些阵盘了 恳请大哥赐我 灵玄阵目光灼灼地 盯着灵依手中的御检 再次确认道 好 那这道传承就给你了 希望你能学以致用 帮到家族 左右这些兄弟姐妹之中 也没愿意走这条路 灵依也就没有再多说什么 直接将二阵阵法的传承御检 爽快地扔给了灵玄阵 谢了 大哥 灵玄阵捧着御检 看上去很是激动 都是一家人 说谢就见外了 真要谢的话 那你就听歌一句 劝 灵依摆摆手 大哥要说什么 玄阵都必会牢记于心 灵玄阵很郑重地保证道 大哥就一个条件 阵法一道醉事晦涩高深 练气气参悟 恐会耽误修行 所以 你最起码也得等突破助击之后 待兽至五百之时 才可以正式开始研习 灵依这会儿也看出来了 他这个五帝 可能是真的热爱阵法 他虽然也想要灵氏先祖 早日拥有自己的阵法师 但也害怕影响了 灵玄阵的日常静静 所以 这才提出了这么一个条件 原以为灵玄阵会犹豫一番 谁知道 他却好像早有准备似的 快速答应道 好 我保证 会等突破助击 再研习阵法一道 看见灵玄阵如此 灵依立即就放心了 他这个几个弟弟妹妹之中 五帝灵玄阵 虽然常常寡言少语 不爱说话 但那是属于心中 有静气的表现 论起性格来说 稳重仅在老二灵玄灵之下 他说的话 灵依系 好了 既然阵法 传承一事 已经安排妥善了 那你们就讲讲 伏下黄金灵力之后 各自的变化吧 解决了一件事情之后 灵依刚想问众人的 灵根天赋提升了多少 速度最快的灵玄星 也都笑嘻嘻地 准备回答灵依了 可就在此时 众人头顶上的 三重护导大阵 突然一阵晃动 怎么回事 众人脸色急变 立即朝着 发出动静的入导口看去 灰二 西绿绿 二哥四哥 五哥六哥 大事不 咦 大哥三哥七姐 你们也回来了 只见一匹头顶紫色独角 脚踏祥云花纹 矫健无双 气势轩昂的白色骏马 静止破开三层大阵 宛如一道白色流星 自导外踏空而来 在他的背上 还夸坐着一个气质空灵 面向娇憨的彩衣少女 玄宇 闪电 众人显然是没想到 能在这个时候 遇到完封了 刚刚回岛的灵玄宇 发生什么事了 看你这形色匆匆的模样 灵一俯了服 闪电凑过来的大脑袋 问向气喘吁吁的灵玄宇 或许是真的有急事 灵玄宇甚至没有注意到 灵一的侧后方 竟然多了一名陌生的女子 反而是直接一番手掌 直接从储物袋里 取出了一枚符露 传音符 灵一一眼就认出了 这是张什么类型的符 这张符露是我和闪电 在回岛途中截获的 遇到时 这张符露上面的真元 几乎快要消耗殆尽 我看它是飞向腾龙岛的 所以就收了下来 然后一听内容 立马就赶回来了 灵玄宇递过传音符 示意众人听听 我来 灵一自从和赵寒俊 结为道理之后 闲暇之时 瞎聊也摸懂了一些 俘虏的妙用之处 其中就有着传音符在内 只见他用右手梁指 捏住传音符 随后在梁指之内 灌入真元 轻轻一震 传音符就直接爆开 爆开的传音符更显神奇 竟然将里面 原本藏着的信息 直接无差别 传输进十丈之内 每一个人的尸海之中 姚玉仙城突遭 寿朝攻城 损失惨重 梁氏仙族联合摩修 被刺了姚玉仙城 重修一刀 不好 闭眼十几夕之后 灵依豁然睁大了双眼 大哥 那兰家族有难 姚玉仙城那么偏僻 怎么可能会有兽朝出现 还用想 指定是那摩修 和梁氏仙族搞的鬼 大哥 怎么说 传音符爆开时候 信息同一时间 都传到了众人的尸海之中 一时间 冤析灵州之上 除了有些不明真相的 赵寒俊以外 其他人全都炸了锅 看样子 此事不简单 不到万不得已之境 那兰家族 不会主动向我们求援的 我老早就和青年奶奶 他们说过 近些年姚玉仙城 恐怖会太平 可是他们 都没太当一回事 现在果然应念了 灵依先是微微感叹了一句 随后立即对着 跃跃欲试的林玄灵 林玄星等人说道 池元那兰家的事情 就交给我一个人就行了 你们别想也不能去 为什么啊 林玄星等人 很是不甘 第一 家族之中 尚且有两人正在闭关 突破助机乃是大事 只有华伯母 一个助机在家 我不放心 可是我们 你们先血液 需要人手教导 你们离开不得 第三 我现在 已是助机八层的大修士 若是连我都解决不了的事情 再多你们几个助机一层修士 同样也是无济于事 综上三点所述 你们谁都去不了 去了也没用 不如在家老实待着 这 林玉每逢大事有静气 脑筋转得飞快 很轻易地 就把林氏众人说得哑口无言 不过他 还是忽略了一个人 只见赵寒俊忽然脆声道 他们去不了 但我必须和你一起去 深夜 一艘树丈长宽的林舟 横行在大荒丛林之中 尽管这期间 有无数的妖兽看见了 但却没有一直有胆子 冲出去袭击哪怕一下 不为别的 只因那艘林舟之上 站着的男人 身上释放的恐怖威亚 林玉终究 还是没斗得过赵寒俊 不论他如何去劝赵寒俊 留在腾龙岛上 赵寒俊都只会用一句话 完美地毒死他 林玉 我这次去的地方很危险呢 光有妖兽也就算了 还有心怀鬼胎的魔修 和人足魔奸 你就不要去了好不好 赵寒俊 我是你的大盗之旅 你去拿我就去啊 林玉 我是去一座即将沦陷的仙城 我自己都尚且不一定可以自保 你去了 我就更加难以行动啊 赵寒俊 我是你的大盗之旅 你去拿我就去啊 林玉 你但凡是一名 住击中期的修士 我都不会拦着你 可你现在才恢复到住击一层 真的不可以 赵寒俊 我是你的大盗之旅 你去拿我就去啊 林玉 就这样 林玉最后只能妥协了 无奈地把赵寒俊带在了身边 赵寒俊倒也不是真的想添乱 或是不知轻重 毕竟他身上也有好几道保命手段 尤其是那张三阶上品的 翻江倒海符 以及那枚金丹福宝 如果用得好 足以对林玉提供极大的避主 再加上 他的确也是一刻都不想与林玉分开 所以才有了他倔强跟随的事情发生 在林玉带着赵寒俊 驾驭着渊溪灵州 急速赶来的时候 同一时间 姚玉仙城的领空 一道迅疾无比的流光 穿过浓密的兽巢 掀起阵阵腥风血雨 随后在姚玉仙城 如今仅剩的二十几名 驻鸡七修士的拼死接应之下 重重地跌落城墙之上 若是林玉此刻在这里 定是可以认出 这个浑身浴血 毫无形象灾落在地的 可不就是纳兰家族的 驻鸡老祖纳兰青岩吗 纳兰道有 事情可还顺利 纳兰青岩 破开重重重受浪 侥幸回到姚玉仙城的城墙之上后 数十名驻鸡七修士 顿时全都急切无比地围了过来 由不得他们不急 自从梁氏突然爆起 悄悄涂光了 以九世仙族和长世仙族为首的 几大驻鸡仙族 判出姚玉仙城之后 姚玉仙城就一直处于 岌岌可危之境 举足逃出姚玉仙城的梁氏仙族上下 可能是早有预谋 在离开姚玉仙城没多久之后 便再次卷土重新杀来了 而这次 他们带来的 则是数以万计的妖兽之朝 以及手段诡异强横的魔道修士 仙士釜底抽薪 悄悄涂杀了姚玉仙城之许多驻鸡仙族 然后又引来了大批兽朝和魔修 梁家修士司马昭之心 已然人尽皆知 他们想要屠城 想要独霸一座仙城 这让姚玉仙城剩下的这些修士们 全都恐慌极了 有心想跑吧 但已经来不及了 兽朝早已经将姚玉仙城四面全部包围 想要顽强守城对战吧 虽然很不想承认 但失去了九世常世 等几个助击大族的姚玉仙城重修士 战力实在太差了 只是几个回合下来 最强者只是几个助击中期修士的姚 仙城差点没被邀 兽朝 磨 磨到修士 叛变的梁氏仙族 三者联合 把屎都打出来 最后还是牺牲了十几个助击七修士 以及上千名练气境修士 这才抗住了这几波 万幸没有城破人亡 但这终究也不是长久之计 因为如果再来那么几下的话 城里这些修士早晚也该拼光了 于是姚玉仙城困守的这二十几名助击修士 立即抛弃平日之间的嫌隙 开了一场制成志工的大会 会议的宗旨就一条 从头到尾一直就只有一条 那就是 谁能有本事从外界搬来援兵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 如今姚玉仙城剩下的二十几位助击七修士之中 仅纳兰仙族一家 便占据了六个名额 十年前 在01离开纳兰仙族之时 曾留下了一瓶助击丹 凭着那瓶助击丹 人手两立助击丹的纳兰五虎 全部在十年之内 踏破了炼器九层的瓶颈 逾越龙门 晋升助击之境 本来五人齐其晋升助击之事 已经被列为纳兰仙族的最后一道底牌 但如今姚玉仙城覆灭在即 纳兰青岩也就没有再隐藏下去 直接让纳兰云起纳兰云落等人 作为一支骑兵 在姚玉仙城 即将被攻下之时杀了出来 其实 要不是有纳兰五虎的 这支骑兵的出现 刚开始的那几个回合 就算是牺牲了十几个助击 和千名炼器 也不一定可以射退人魔妖 三族联军 五人乃是同父同母的亲生兄弟 多年相处下来 本就默契无比 再加上 如今又一起突破到助击七 联手之下 实力几乎不逊色于 两名助击中期修士 在纳兰青岩冒死 突围出去传信 又返回姚玉仙城之前一日 姚玉仙城一个临时会议大殿之中 诸位 事关我们一城修士的生死存亡 还请大家集思广策 速速想想办法啊 姚玉仙城 如今仅存的三名助击中期修士之一 岩氏仙族的老祖岩如海 揪着有些花白的胡须 十分焦急地 在会议大殿之中走来走去 如今局势紧迫 仙城遥遥欲坠 大家要是有什么厉害的亲朋好友 还请务必通知池元 三名助击中期的之中 唯一的散修怪猎老人 也倾着一根木杖 苦着满是皱纹的老脸说道 他是真的苦 他原本只是个喜好四处云游的散修 十指百年寿巢 天下纷乱 他虽然是助击中期的散修 但却也不敢再瞎跑乱逛了 恰巧偶然之间游历到姚玉仙城附近 打听到姚玉仙城偏安逸于多年 几乎就没怎么受过寿巢战乱 于是想也不想的 就一头扎进了姚玉仙城 这让怪猎老人心中直欲骂娘 两人说完之后 场中一片寂静并无半点反响 许多人心里更是暗暗付费 你们俩都是助击中期修士 尚且没有圆兵可拉 我们这些助击出气的就有了 本来姚玉仙城所在之处就很偏僻 许多修士甚至一辈子 都没有走出姚玉仙城万里之内 更何谈可以结交到一些 强烈的朋友和道友 就算是有 他们最多也就是认识一些同级的修士 花费大代价喊来了 莫非是请人家一起来送死 所以对于颜如海 以及怪猎老人的话 所有人全都没有理睬 其中第三个助击中期修士 本想张口预言 但是却很快又憋了回去 原因便是 他确实恰好认识一位助击后期 可以给战争带来些许转机的 助击后期大修士 可转念一想 他似乎跟人家也不熟 就算冲出去了 人家也不一定会给他面子 前来支援姚玉仙城 故而 他就直接放弃了这个想法 三名助击中期的修士都蔫了 可想而知 场中是个什么情况 场中修为最高的是颜如海 他是助击五层的境界 在停下脚步意外注意到这一幕之后 他越发的心烦气躁 不过正是这一停 也恰好就让他注意到了 于逆境之中崛起 一下子要子翻身 直接从一族一助击 变成一门六助击的纳兰仙族 回想起纳兰仙族 突然蹦出来五个助击战斗力 抵挡兽巢之时 全程修士的震撼之色 颜如海心中一动 立即三两步奔至纳兰青年的身前 颜道有你 纳兰青年和纳兰五虎 有些警惕不解地盯着颜如海 其他人也被颜如海的异常动作惊动了 纷纷诧异地看向这边 诸位纳兰家的道友不必惊慌 我没有恶意 我只是想问问纳兰青年道友 纳兰家可有认识的亲朋好友 可以与我们提供支援 如今的纳兰仙族 可不是以前的纳兰仙族了 就连颜如海这样的助击中期修士 在面对纳兰青年这样的助击三层修士之时 预期也是客客气气的礼貌非常 谁能想到 一向低调识人的纳兰仙族 竟然闷不作声地 一下子又跳出来 足足五名助击七修士呢 一门六助击 即便没有助击中期以上的修士压阵 那也是姚玉仙城首屈一指的大势力了 我们纳兰一族 哪里认识什么 看见全场的目光都聚焦在这里 纳兰兰起下意识 就想要反驳 但是纳兰青年 却是挥挥手拦下了他 颜道友何以觉得 我纳兰家会有强缘 要知道 就连你们三位助击中期的道友 都束手无措 我纳兰家底蕴薄弱 交友浅薄 那就更加无能为力了 诶 纳兰道友 此言差也 现在 整座姚玉仙城 无人不知你纳兰仙族隐藏颇深 一招崛起 便是六位助击同台 颜某也曾拿身后的颜家对比了一下 发现真是自愧俘孺 差得太远 要不你们几位努力再想想 看看有无输漏掉的厉害朋友 颜如海 似乎是把纳兰仙族 给当做了最后一根救命的稻草了 一直站在那边续道个不停 其余的助击七修士 也明白了颜如海的意思 同样也抱着期望的眼神 看向纳兰家六人端坐的地方 不怪他们如此 实在是纳兰仙族 最近确实是出了不少风头 五名炼器大圆满的修士 一下子变成了五名助击初期的修士 换做谁听了 也会吓一大跳 暗自感叹 纳兰仙族真的能藏 反过来一想 既然有本事 造出这么多助击修士 那纳兰仙族的手段 必然不可小看 指不定就会认识什么大人物 或是拥有什么杀手锏呢 正是考虑到这些 颜如海之财巴巴地 凑到纳兰青年面前 用近乎讨好的语气 来提醒纳兰仙族的众人 还别说 他这么一搞 还真就把纳兰青年 给搞得陷入了沉思 娘 这有什么啥可想的 咱们家从来也没有认识过 什么厉害的修士 看见纳兰青年低头思考 五虎之中的老五纳兰云也 很是不解 你们说 悬一算不算是我们 认识的厉害修士 纳兰青年想了半想 非常艰难且犹豫的传音 给纳兰五虎道 悬一 纳兰云七等人 当即愣住了 他们至今还记得 灵一离去之时 站在灵州之上 扔下一瓶助击丹的潇洒模样 如果没有灵一 他们纳兰仙族 至今也还是一个 真正弱小低调的 的筑基小族罢了 悬一当初离去之时 好像也才筑基初期吧 纳兰云也想了一会儿 突然有些不确定地说道 悬一天赋超群 战力非凡 如今十年过去 以他的灵根天赋 筑基中期 估计不是问题 但筑基后期 却是万万不可能 娘 咱们自己死了不打紧 可不能坑害悬一啊 老四 你乱说什么呢 娘怎么会害悬一 纳兰云起先是呵斥了 老四纳兰云见一句 随后又看着纳兰青年道 娘 我不否认 悬一那孩子的实力 肯定要比我们六人 都要强一些 但他就一个人 就算是这十年里 他奇遇连连 绞天之幸 修到了筑基后期之境 但恐怕同样也是 奈何不得梁家和那摩修 一起引来的数万妖兽大军啊 大哥说的没错 娘 咱们就不谈悬一了 那妖兽要是再杀过来 我和哥哥弟弟们 就再教他们做一次人 老三纳兰云涛 也附和着纳兰云起 几兄弟一通劝下来 原以为纳兰青年 会放弃这个想法 但是谁知道 脸上一阵青红变换之后 纳兰青年竟然摇了摇头 否定了几人 不 若要只是我一人死 那自然是不打紧 但你们五兄弟 刚刚突破助击 明珠他们 也都刚刚成年 前途无量 我却是不忍心 就让你们陪我这把老骨头 一起去死 再说了 你们恐怕也大大 低估了悬一的能耐 别的不说 只说 他那艘最差 也是下品灵器级别的灵舟 若是开来 我们必能再多几分生机 而且 玄一那孩子 早前曾经推测过 说姚玉仙城 近期之内必有祸端 现在想想 真是懊悔 懊悔当初 为何不听这孩子所言 他离去之时 也说过 若是有难 可在大荒之外 打出一刀六百里传音符 他收到传音符 必然会出山迟远 既然他早就算到了 我们会有惊认 那就代表了 他也有极大的把握 可以破开此剑 如果仅仅是关一城 百族 万修的生死 纳兰青岩 甚至可能会因为 自身的实力 不足而理都不理 但若是这里面 还包括自己的家族 那么多条先活 亲近的生命 由不得纳兰青岩 不去想方设法 绞尽脑汁地去拼一把 这真的可以吗 能活谁又想死呢 纳兰五虎听了 纳兰青岩的话 也意识到了 他们可能真的 有些小看灵异了 不试试 又怎么能知道 你们不用再说了 我已经决定了 冲出重围 去大荒外围走一走 纳兰青岩结束传音 突然从座位之上起身 下了炎如海 以及其他二十位助击 休士一跳 娘 纳兰云奇等人 忍不住轻呼 他们都很清楚 如今想要冲出重围 会有多难 纳兰青岩此举 甚至比在姚玉仙城里面 守着还要危险 还要可能死得更快 不过纳兰青岩 竟然会决定 如此冒险行事 当然是在心里 已经有了复稿 想出了一个 借力打力的计划 只见他冷眉横扫 将大殿之中 每一个人的表情 全部都射入心中 之后 这才在众修疑惑的 眼神之中开口说道 我刚刚思前想后 在脑中搜刮了半天 还真就像严道友说的那样 遗漏了一个 不但手段相当厉害 同样也会很愿意 帮助我们的朋友 什么 这可是真的 靠得最近的严如海 立即惊声反问 他有点不敢相信 自己瞎搂了一杆子 还真就搂到了一根 真的救命稻草 真有 哎呀 我们有救了 有救了 若是我等因此得救 蓝某必报大恩 多谢纳兰道友 是啊是啊 纳兰明珠扫了一眼 言如海淡淡地说道 我没必要骗你们 但想要搬来那位救兵 只我一人 肯定是万万不行的 我需要大家帮我 开辟出一条道路 只有我冲出去了 才有希望联系上 我那位朋友 啊 这 一听到纳兰青年的话 众人又立即开始 微微诺诺了起来 这倒也不能怪这些人 如今他们的境地 连守城都难 还能坚持多久全凭天意 想要让这些人 帮忙清理出一条安全通道 想想也知道 其中的难度和艰险 不过那蓝青岩 既然已经说了出来 自然是不怕众人不答应 因为 这已经是目前唯一的一条路 他看见众人无甚反应 也不着急 胆了胆衣服 好争以侠的 又重新坐了下去 半想后 一直没说话 保持沉默的那位 助击中期修士 忽然轻轻咳嗽了一声 引得众人注目 嗨嗨 我觉得此法可行 这名助击中期的修士 买是姚玉仙城之中 马氏仙族的老祖马甲带 也是在场众人之中 年龄和声望最大最高的那个 所以他 要么不说话 要么一说话 就很有分量 再加上这些人 最后也都想通了 与其困守城中 在消耗之中等待死亡 还不如拼他一把 于是 二十几位助击修士 很快就商议完毕 达成了一个共识 不惜一切代价 给那蓝青岩 杀出一条血路 当然 他们最后也成功了 如果不成功 那一道传音符 也不会落入林玄宇的手上 转而通知到林依 只不过在那蓝青岩 突破人魔兽 三重联合防御 抵达大荒之外 打出传音符之后 他并没有选择在大荒之外 多待等待援兵的出现 反而是马不停蹄地 向着姚玉仙城的方向 再次义无反顾地杀了回去 那蓝青岩 从来都不是甘愿狗活之人 姚玉仙城里有他的家人 有他的一切 既然传音符已经成功打出 那他也不能浪费 一丝一毫干等的时间 反正要说的话 福中都已经交代完毕 他也已经算是尽力了 所以这才会出现 一开始 那蓝青岩忽然从 姚玉仙城之外的兽朝后方 又重新掀起一片腥风血雨 然后在守城的修士 合力帮助之下 欲血跌落城墙之势 那蓝道有 事情可还算顺利 同样也是 一身血迹的颜如海 哼哧哼哧地俯身问道 他不清楚 为什么那蓝青岩 为什么会这么快就单独返回 但刚刚为了接应那蓝青岩 他不惜动用了一招杀手锏 真缘损耗甚至 除了颜如海以外 其余的助击器修士 也都纷纷聚了过来 尤其是那蓝云起那蓝云落五人 此时更是眼眶泛红地 挤在那蓝青年的身边 可可可 嗨嗨泼 那蓝青岩强行冲阵 虽然斩杀了不少妖兽 但同样也被几个愤怒的长家修士 和两只二阶妖兽集火 给打成了重伤 此时虽勉力杀了出来 但也连连可学不止 不过纵然如此 他还是强行挤出一丝笑容 对着重修笑着说道 在下信不如命 消息已然成功送到 好 好啊 此次真是辛苦那蓝道友了 是啊是啊 若是我等可以苟活下来 那蓝道友公布 没 那蓝青岩道友受伤颇重 我这里有一粒 珍藏了许久的一届上品疗伤丹药 这就赠予道友疗伤 李道友快快收起你兜里那破烂玩意 那蓝先祖以炼丹起家 会稀罕你那一粒都快藏到发售的丹药 忘了忘了 诸位勿怪 勿怪 就在那蓝青岩说 消息已经传出之后 场中所有的修饰 顿时就像是看到了生存的希望一样 忍不住好一通赞叹夸奖 嘘寒问满 只不过严如海却还是有些疑问 只见他下意识地问道 那蓝道友 不知道你邀请的那位强者 大概几时会到场支援 随着严如海这句话落下 场中一时也安静了下来 毕竟口说无凭 眼见为实 那蓝明珠都不知道 那蓝青岩去搬了哪位前来持援 也不知道 这人到底什么时候到 如果恰巧来是来了 可姚玉仙城也早破了 那岂不是白费功夫 人 那蓝青岩还真没考虑过这一块 林一曾跟他说过 见到传音符便会火速支援 但到底能有多快 他也不清楚 甚至在他的心里 其实还有一丝担忧 担忧林一万一刚好有事耽搁了不再 那就更惨了 想得越多 那蓝青岩面对严如海的时候 就越是支支吾吾 你不会也不知道 或者说 不确定你那位朋友几时来吧 严如海的脸色 渐渐变得有些不好看了 他感觉那蓝青岩现在的状况 很像是被他说中了 不可能吧 仲修也有点傻眼 不清楚援军几时到达 他们怎么会有心思 继续守城抗争 以他们目前的能力 最多再守半天 现在的天色 买是晨曦之前 也就是说 他们最多撑到中午 过了中午 如果寿巢和粮食那些人 还在继续围攻的话 这姚玉仙城 大概是难以保全了 城中的万千修士 除了个别驻击七劳族以外 将不会有任何的意外 结局肯定是死亡意图 纳兰道友 你莫不是在耍 给我杀 好好好 就在严如海拉着脸 准备质问纳兰青岩之时 城外的妖兽大军之中 忽然响起震天的喊杀之声 刚刚停下没多久的战争 再度开启了 哼 等打退了敌军 我们再来与你分说清楚 严如海瞪着纳兰 青岩恨恨地一甩大袖 操起法器 其上保管 能把他的门牙都给打掉下来 纳兰云也盯着严如海的背影 不懈地骂道 好了 此事本就是我做得不够稳妥 勿要责怪他人 你们也速速前去守城吧 我自己待在这休息会儿 纳兰青岩挥退了纳兰云起舞兄弟 也把刚刚助机修士 散去后才挤进来的纳兰明珠 也推去防御城墙了 他其实对严如海等人 突然变换的脸色 并无多少怒气 这件事的确是他考虑得不够周到 那时候的他 自从他掳走梁絮之后 这个计划就已经开始实施了 没办法 灵依杀了他本来挑好的合作者常乐康 常乐康死了 他就只能重新换一个人合作 当初劫走梁絮 便是存了这个想法 妖兽是他弄来的 梁家 也是他通过梁絮策反的 无疑 他才是那个幕后黑手 而如今 大战已经发生了数次 每一次都能给他带来巨量的人血受血 甚至更是直接凝聚出了一条血河 有了这条血河 楚雄近身子府之境 已是板上钉钉之势 他怎能不笑 怎能不狂 杀吧 尽情地杀吧 你们杀得越激烈 我就越开心 楚雄一个飞跃 跳入血河之中 先是舒舒服服地伸了个懒腰泡了个澡 紧接着 便运起筑基九层大圆满之境的滔天魔源 开始炼化起了这条充满了无数最和恶的血河 子府静 我来了 喷喷喷喷喷喷 楚雄只是惬意地嚎叫一声 血河之中 就乍气血花一朵朵 这些血色浪花一经浮现 就被庞大的魔源操控着 开始剧烈翻滚 压缩练化为一团团拇指大小的血色精华 这些血色精华 便是楚雄突破子府之境的依托 只要将这条血河全部炼制完毕 就足以凝聚数千颗精华血珠 届时 只需要把这些已经提炼过一遍的精华血珠 再用地火或是魔火二次融合炼制一番 就可以炼出一粒 真真正正可以助力它开辟子府 突破桎梏的血神丹 血神丹造化万千 来是魔道修士 人人都垂涎的宝丹 只要最终可以炼出来 楚雄定然可以挤身血灵神宫高层长老之位 不再是弟子这般的卑微身份 无尽的硝烟笼罩了整片天空 无数的法器横贯东西 搅乱了漫天灵气 无数的法术前后交汇 打得虚空隐隐都在摇晃 以姚玉仙城低矮的城墙为解 双方人马杀得如火如荼 不可开交 除了被策反的梁氏三位助击以外 此次楚雄引来的兽潮数量在五万上下 其中最强的是六支二阶中品 十八支二阶下品的妖兽 这也是姚玉仙城重修 在长氏九世等仙族覆灭之后 依然可以抵挡数次城池不限的原因之一 这次的袭击姚玉仙城的兽潮虽然凶猛 但比之飘雪仙城那边 还是不在一个层次上面 如果不是楚雄联合梁氏的三位助击七修氏 先是设计坑杀了长氏九世等助击大仙族 这等规模的兽潮 对于姚玉仙城来说 就算不能轻松抵挡 但也不会太过吃力 不过那一切都是幻想了 现在真实的情况便是 五万妖兽大军 已经把整座姚玉仙城都给包围了起来 并且在梁氏仙族三位助击七修氏的指挥下 为三攻一 最大限度地牵制了姚玉仙城之内的防守力量 如果按照这个程度猛攻下去 甚至根本用不着楚雄和梁氏的助击出手 六支二阶中品的妖兽 和十几支二阶下品的妖兽 就可以在半日之内 彻底肃清阎如海等高层战力 彻底攻下这座城池 在助击七级别的高层战力 被妖兽一方压着打的情况之下 练气七级别的姚玉仙城修氏 同样也被多余几方数倍的兽巢 给杀得完全抬不起头来 十年之后 已经突破练气九层的那蓝明珠 就是这么的例子 以他练气九层出气的修为 除去头部的那些助击七修氏以外 在守城的这些练气性修氏之中 绝对算是一个小高手了 但就是这么一个小高手 此刻也早已经被三支一阶上品的妖兽 给急火围攻的灰头土脸 要不是这姚玉仙城的城墙虽然低矮 但到底还有些防御的作用 此刻的那蓝明珠早就已经受伤了 炼气九层的他尚且如此 这一面城墙之上 守城的三千四百多名炼气竟修氏 那就更加凄惨了 这一轮交战刚刚过去一炷香的时间左右 三千四百后面的四百 直接就无了 几乎每时每分都有无数的修氏 惨死在妖兽的攻击之下 就连剩下这三千名修氏 也有小半的人身上 都负了不同程度的上 只要他们坚守的这面城墙一败 剩下的三面自然也就守不住了 局势急转直下 胜负仅在半日之间 姚玉仙城唯一受到寿朝强攻的是北门 此时的城墙之上 也有无数的修氏 看出了情势严峻之处 他们都得到了通知 知道那蓝仙族的族长那蓝青岩 已经出去搬了救兵 为了拖延时间等待援兵的到来 争取那一线生机 已经有无数人流着眼泪嘶吼着 朝寿朝扔下了自己珍藏许久 舍不得轻易动用的底牌了 当然 也并不是所有人都有杀手锏的 但当三千人中有七八百号人 打出各种压箱底的法术和法器 甚至是俘虏之后 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各种光滑覆盖之下 寿朝之中肉眼可见的 倒下了近千只一阶妖兽 甚至也不知道 是谁才大气粗 打出了一张二阶俘虏 一只正在和那蓝云起激战的 二阶下品锯齿鼠妖兽 猝不及防之下 更是直接被俘虏所化的 金色大刀腰斩当场 一只二阶妖兽 和近千只一阶妖兽的死亡 大大减缓了城墙之上 重修的压力 在局势暂缓之后 纳蓝明珠便悄悄地收起了 捏在手中的另外两张二阶俘虏 没错 那只和那蓝云起激战的锯齿鼠 就是死在她的手中 灵依曾经送了她三张二阶俘虏 用来防身 这三张俘虏分别是一张 二阶下品的猎羊火胶服 一张二阶下品的水形龟甲服 以及这最后一张 也是偷袭锯齿鼠 致其直接死亡的金刀破甲服 干得不错 这张俘虏是悬疑 留给你的保命手段吧 别人不知道 身为受益当事人的奈兰云起 当然是发现了 这张二阶俘虏是从哪里打出来的 于是就扭头传音 夸奖了一番自家闺女 这道俘虏来的恰到好处 正是她和这锯齿鼠战的 男姐难分之时 而且一张二阶下品的俘虏 换一条二阶下品妖兽的命 堪称谢传 是的爹 除了这一张金刀破甲服 我身上还有两张二阶服录 都是林选一给的 面对自己的亲生父亲 那蓝明珠自然是不会有任何隐瞒 嗯 不错 那小子对你也算是用心 如果这次能活下来见到他 为父就帮你们俩撮合撮合吧 毕竟也都老大不小了 那蓝云起突然说了一句 让那蓝明珠双颊泛红的话 爹你乱说什么啊 我和他什么都没 哼 终于让我找到你了 捣乱的臭丫头 明珠快闪开 梁旭儿敢 那蓝明珠刚想反驳那蓝云起 但一声冷笑忽然在耳边乍响 紧接着就是远处的那蓝云起 还有最靠近他 在地砖上打坐疗伤那蓝青岩 忽然吐出一口溺血 睁开眼睛 尖声嘶吼道 怎么了 那蓝明珠听到父亲和奶奶的惊呼 虽然不明所以 但还是下意识地 从储物代理取出剩下的那两张二阶服录 并且非常果断地捏碎了 其中那张唯一的防御类水形龟甲符 而就在水形龟甲符的球形灵光护照 刚刚升起一半之时 一柄飞剑也穿过了重重阻碍 从一个那蓝明珠根本意想不到的角度 狠狠地捅在了水形龟甲符的灵光照之上 噗 仿佛是被真戳破了一层水炮的声音 处在半激发状态的二阶下品防御符录 碰到了梁旭的叙事一击 没有任何意外地直接破碎了 不过二阶服录到底是二阶服录 虽然没有完全挡住梁旭的偷袭 但还是让飞剑在半空中微微一顿 阻挡了那么半戏的时间 而这半戏的宝贵时间 也渐渐让那蓝明珠测了测身体 躲过了梁旭的必杀一击 飞剑瞄准的原是左胸心脏之地 这一歪 直接就脱离了原本的目标 只是从胳膊和左胸之间的缝隙中 带起一片血雨擦身而过 明珠 明珠 梁旭 你给我拿命来 梁旭的突然偷袭 而且偷袭的对象 还是一个练气劲的小辈 这是那蓝家众人万万没想到的事情 纵然是那蓝明珠 侥幸打杀了一头二阶妖兽 也不至于让梁旭堂堂一个 助击七的修士 如此针对吧 正常的正道修士 当然不会这么去做 可是跟了楚雄十年 早就被弃谋到星星影响的梁旭 当然不在此脸 他只看到了那蓝明珠 挥手打出一张二阶服录 偷袭巧杀了 自己这一方的 一头二阶下品妖兽 你能偷袭 我就不能偷袭了 助击七修士 凭什么不能以大七小强 杀练七净的修士 妙论 统统都是妙论 只不过 他也同样低估了 练七净小修的手段 没想到那蓝明珠 居然还有二阶服录护身 这就导致他权力的一剑 看上去竟然只是擦破了 那蓝明珠的两块皮肉 连重伤都不算 更别提他的预设 是直接斩杀了这个 胆敢致使一只 二阶下品妖兽陨落的 练七净小修了 看着父亲那蓝云起提见 直接杀相偷袭 他的助击七修士 那蓝明珠忍着剧痛 咬着银牙 碾碎两粒疗伤丹药 撒在叶下伤口 这才一抹光洁的额头上 渗出来的香汗 给了不知何时 来到他身后的那蓝青年 一个微笑道 奶奶我没事 就是两块擦伤而言 这次真是多亏你机灵 还有悬疑的服务 要不然 那蓝青年说到卡顿 心中忍不住一阵后怕 奶奶 这些个梁家修士 形势几乎以与魔道修士无异 实在是卑鄙无耻 要不是我还未助击 否则必定灭了他们 那蓝明珠 看着半空中 压着父亲那蓝云起打的梁絮 心里一阵纠动 那蓝云起刚刚助击一层 分明不是已经助击二层的梁絮对手 除了刚开始 凭着一枪怒火 占据了一些上风 再之后 随着时间的推迟 就渐渐开始有不敌之向了 可惜我身受重伤 否则倒是可以助云起 斩了那魔头 那蓝青年也看到了 那蓝云起的现状 但是他没办法 之前的两次冲阵没死 已是算他造化大了 想要参战 即便是有一阶上品的灵丹相助 没有十天半个月的休养 也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奶奶 我这里还有一张灵玄一之前 给的二阶下品符禄 正当那蓝青年哀声叹气之时 那蓝明珠变系法式的 又掏出一张符禄递了过来 正是灵依所赠的 最后一张猎羊火交服 悬疑给了你这么多二阶符禄 那蓝明珠并没有将这件事 提前告诉过任何人 所以那蓝青年也是刚知道 奶奶你先别管这个 你看看这张符禄 能不能帮助父亲 干掉那个粮血 为了帮那蓝云起 也为了给自己报那一件之仇 那蓝明珠拼了 直接掏出了最后一张 压箱底的符禄 二阶下品符禄虽然威力可观 但对付灵活机制的人族修士 可不比对付纯笨蛮横的妖兽 这张符禄要是实际运用的好 或许可以伤到那梁家修士 但想要像刚刚那只 二阶下品锯齿鼠一样 直接斩杀 却是不大可能 那蓝青年比梁旭还要高上一层境界 所以很轻松的 就模拟出了这张符禄 有可能造成的效果 只是伤到 那也不错了 最起码 父亲可以搬回劣势 不至于有危险 奶奶 用吧 虽然和自己的预想相差甚远 但只要能帮到父亲 那蓝明珠自然是舍得的 也罢 左右符禄只是死物 人才是最重要的 那我就挑个时机 用它助你父亲一臂之力 那蓝青年悄悄地把符禄 纳入袖袍之中 印下了此事 至于为什么是他操控符禄 而不是受伤更轻的那蓝明珠操控 激发符禄本身就不需要什么难度 一丝法力 一丝真元 皆可轻松打出 而那蓝青年注击三层的神石之力 可比那蓝明珠练气九层出七 强大不知道多少倍 可以拿捏掌握的时机 自然也不是那蓝明珠可以比你的 所以此事当然是非它不可 那蓝明珠与那蓝青年 在那边暗暗谋划之时 城外半空中 那蓝云起 已经和梁旭双双杀红了眼 一门六柱击 那蓝先足 没想到啊没想到 要不是寿朝攻城逼出了你们 我还不知道 姚玉仙城里面 居然还藏着你们这几个 藏在阴暗之处的老鼠 两人的法器 在空中互相搅拌纠缠 手上的各式法术 也一直没有停止过对轰 不过由于晋升的时间和修为境界 都差上一节的缘故 所以局面明显是那蓝云起 更加艰难一些 最直接的表现就是 梁旭还有空闲在那边打边嘲讽 但那蓝云起的精力 却是都已经全部用来抵挡梁旭的攻击了 没用的 束手就擒吧 一层的修为之差 足以定下你我之间的胜负了 五十个回合之内 你必死 你也别指望 有人可以出手帮忙 他们自身都难保 没人可以就得了你 善谋者 功心未尚 那蓝云起本就是含着一枪怒气 冲上来与梁旭交战的 但如今却是技不如人 反被憋屈地压着打反被梁旭嘲讽 这再能忍的人都扛不住了 只见那蓝云起愤怒地仰天长笑一声 竟然一改首饰 用同归于尽的打法 直接破开面前层层叠叠的无数法术 凭着重伤吐血的情况杀向梁旭 等的就是你 是我一颗天雷子 梁旭看着抛弃一切疯狂接近的 自己的那蓝云起不禁反喜 似是早有准备地 翻手取出一颗拳头大小的黑色铁球 朝着那蓝云起冲杀而来的方向丢了出去 不好 云起威夷 那蓝青岩阅历丰富 见多识广 一眼就认出了 梁旭手中丢出的黑色大铁球 是什么东西 害怕那蓝云起中招惊呼一声 直接将袖中原本准备用来偷袭梁旭的烈阳火胶服 给多手甩了出去 二阶浮路就是二阶浮路 纵然只是二阶下品 其声势也是非凡 猎羊火胶服 在脱离那蓝青岩的袖手之后 立即就在真原的控制下 自动分解 化作一条烈焰缠身的十丈火胶 冲向并非常及时地 一口叼住了天蕾子 哄 蛟龙叼住天蕾子的那一瞬间 一朵拨及了一百多丈的小型火焰蘑菇云 顿时在瑶豫仙城之外的半空中 升腾而起 巨大的动静 甚至让交战的妖兽和修饰双方手上的动作 同时都非常短暂地停滞了那么一瞬 扑 扑 紧随黑色蘑菇云爆炸之后 两个身影也像两条破麻袋一样 喷着浓稠的鲜血倒射出去数百丈远 作为最靠近爆炸源的两个人类 纳兰云起和梁旭必无可避 几乎同时被震伤了 尤其是纳兰云起 强行逆杀梁旭本就受了重伤 如今更是伤上加伤 爹 老三 在两人重伤抛飞的时候 纳兰明珠和一个不知道 从哪里冒出来的白发筑基七修饰 同时扑了出去 白发修饰欲见飞行 轻松接住粮续 纳兰明珠未到筑基 只能来回跳跃界里 这才堪堪把已经奄奄一息的纳兰云起 拽回城墙之上 爹 云起 纳兰明珠和纳兰青岩 看着躺在地上双眸暗淡 气弱油丝的纳兰云起 哽咽到几乎无法呼吸 我没事 那那贼子竟敢打打伤明珠 我便便是欲她同归于尽 可破 纳兰云起突地呕出一块红褐色的内脏碎块 爹 云起 纳兰青岩和纳兰明珠 均是大惊失色地 搂住纳兰云起 眼神惊恐地看着她 可还没等两人再说什么 那边救下梁绪的白发筑基修饰 就怒吼一声 驾驭飞剑手持法器长边 向着城墙之上杀了过来 白发修饰梁山乃是梁家三位筑基之一 修为与全盛时期的纳兰青岩同级 都是筑基三层 本来梁家三位筑基一直是没有参战的 毕竟只是二十几只二阶妖兽 就足够压制 姚玉仙城的这些筑基七修饰了 是梁绪注意到了纳兰明珠的小动作 这才忍不住动了手 间接导致了最后两败俱伤的结局 梁山一直在旁观注着战局 本来他都以为梁绪胜券在握了 谁知道纳兰明珠手里 居然还有一张猎羊火交服 而且还被纳兰青岩早早就准备好了 就准备施以暗手 结果却阴差阳错地拦下了天雷子 雷与火相撞 这不就是正版的天雷 直接勾动了地火 救援不及的梁山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梁绪 直接被炸得重伤抛飞 梁绪此举就好像 是被困在笼子里的球鸟 啄瞎了眼睛 纯纯是不该发生的冤枉事情 而等胆敢伤我梁家修士 老夫这就送你们上路 给重伤昏迷的梁绪 扶下灵丹之后 梁山立即就操着一只上瓶法器长边 一路毫无阻挡地 冲着纳兰明珠三人的方向杀来 此时所有守城的助击修士 都被拖住了 甚至有一大半 都是处在自顾不暇的下风之境 所以梁山擒着法器 几乎如入无人之境 三百丈 一百丈 五十丈 二十丈 不 大哥 娘 梁山你找死啊呀 我纳兰云野今日起誓 来日必斩耳 眼看着梁山越来越近 沿途甚至还随手打抱了几个仕途阻拦的练气境修士 纳兰青岩搂紧了怀中的纳兰云起 和纳兰明珠绝望地闭上了眼睛 玄耶 奶奶可能等不到你了 已经降临城墙之上 距离纳兰明珠等人 还剩下十丈距离的梁山 凝笑着挥出手中的法器长边 劈啪 这一边 足以利汗千军 这一边 足以降妖伏魔 这一边 足以震慑万灵 如果打在已经毫无还手之力的那蓝明珠三人身上 梁山相信 三人必然会被直接抽爆 敢杀我三殿 死 长边未知 但梁山似乎都已经看到了 三人全都被他分尸的凄惨死状了 就在梁山的 嘴角里的越来大的时候 异状突发 原本非常坚固 绵延千丈的姚玉仙城墙体 忽然剧烈地颤动了一下 并且很快就连百里虚空 也跟着非常不规则地抖动了一下 就好像有什么庞然大物 极其凶悍地闯入此地一样 什么情况 无数人都发现了这般异状 就连梁山也隐约察觉到一丝不对劲 不过此刻他的箭矢已经射出 替梁旭报仇近在眼前 惊异了一下之后 却是没再关注这些 不管是什么什么情况 你们反正是死定了 没人可以救得了你们 梁山盯着距离那蓝青年三人 越来越近的边尾 脸上的笑意愈发浓厚 是吗 可我要是把他们都救下了呢 一个男子清澈的嗓音 突然在整座 姚豫仙城的上空响起 紧随这个声音后面的 还有一道好似流星坠落 拖着长长白色伟艳的浩荡剑光 谁 梁山惊鹤 煞 回答他的 却是一道数十丈长的剑气洪流 吃 剑光扫过法器长边 长边瞬间断为两劫 破 剑光于是不检 直接透过梁山的胸口 梁山一声不吭 瞬间毙命 嗖 剑光插着几个储物袋 开始返回 哼 剑光开始返回的刹那 悍然降临这片战场 玄一 在无匹的剑光透过梁山 直接泯灭了 这位助击三层修饰体内 全部的生机之时 纳兰青岩和纳兰明珠 也睁开了双眼 没有让他们失望 他们第一眼就看到了 收起风银剑 从冤析灵州纵身而下的灵衣 奶奶 明珠 我来晚了 不晚 不晚 你能来 多久都不算晚 纳兰青岩抓着灵衣的手掌 留下了欣慰至极的泪水 呜呜 林玄一 你快救救我爹 他快不行了 呜呜 纳兰明珠 搂着几乎已经没有了多少气息的 纳兰云起 在旁边哭成了泪人 这一幕看得灵衣同样也是揪心无比 印象当中 这还是他这个青梅 有史以来第一次用球的语气和他说话 放心吧 有我在 大伯死不了 人命关天 灵衣也没磨及 右手一拍腰间储物袋 取出整整一瓶百花玉露丹打开 直接往纳兰云起的嘴里 倒了三粒 灵丹都是入口即化 所以也不用担心 纳兰云起会咽不下去 二阶下品的疗伤灵丹百花玉露丹 最是适用于助击出气的修饰 再加上三粒一口吞下的原因 药效非常显着 只是十几个呼吸的功夫 纳兰云起原本毫无血色的脸庞 竟然开始缓缓回温 呼吸也从刚刚的若有若无 变得平缓了不少 看见这明显变好的情况 纳兰明珠和纳兰青年 立即重重地松了一口气 玄一 多亏有你 灵玄一 谢谢你 灵玉将剩下的大半瓶百花玉露丹 递给纳兰青年摆着手说道 先不说这些了 大伯的性命虽然暂时是保住了 但想要彻底恢复完好 恐怕还要一年半载的敬仰 这里的战况太过激烈 不宜敬仰 我看奶奶你和青年 同样也有伤在身 这剩下的丹药 你们一人也服下一粒后 你们就到我的灵州上去 那上面有三阶阵法守护 足以保你们三人不受任何打扰 好 我们都听你的 纳兰青年非常果断地答应了 他和纳兰云起 纳兰明珠三人 一个重伤 一个重伤垂死 一个轻伤 但却只有炼气九层 基本上也都属于可有可无的战力了 只是在纳兰青年与纳兰明珠 合力扶起纳兰云起 刚刚踏上降临城头的灵州之时 灵州之上 一袭纯白衣裙 经着淡淡笑容的赵寒俊 却是让二人同时惊恶地停下了步伐 纳兰青年和纳兰明珠的容貌都不差 甚至可以说是娇好 但当两人突然看见赵寒俊之时 还是下意识地产生了一种自残行窥的感觉 悬一 这位是 正当纳兰青年扭头想要询问灵一的时候 却发现 灵一早已经一声不吭地埋头冲进了战场 没错 灵一也没想到 要怎么去面对纳兰青年和纳兰明珠两人的询问 尤其是纳兰明珠 他完全不敢去想 纳兰明珠和赵寒俊认识之后 会发生什么事情 赵寒俊是他的道理 纳兰明珠是他的青梅竹马 他不否认他与纳兰明珠之间的关系 就是友情之上 恋人未满 甚至 如果灵氏仙族十年前未曾覆灭的话 两人可能已经在某个时间某个地点 踏出了那关键的一步 但很可惜 就像是与他朝夕相处了十年的石烟烟 和石云云两姐妹一样 慢了一步就是慢了一步 有缘无分就是有缘无分 为了避免尴尬境地 他只能把目标放在了城池之外的战场之上 梁氏仙族 联手摩修和妖兽 看来刚刚被我秒杀的那个筑基七修士 应该就是梁氏的筑基了 看着腰间刚刚缴获的几个储物袋 灵依展开神石一扫 立马就在兽巢之中 寻到了几十名被保护的非常隐蔽的 练气劲后期的梁家修士 其中两道一强一弱的筑基七七 也被他很轻松地捕捉到了 既然如此 那便擎贼仙擎王 稍稍思量了一番后 灵依就直接丢出了 现在专门用来给他代步飞行的 上瓶法器飞剑 随后又将封银剑扣于掌心 脚下针缘稍微一催动 上瓶法器飞剑 立即就化作一道流光 带着他消失在原地 另一边 留守在梁家大部队之中的梁家大祖 助击中期的梁鹤 在亲眼见证了梁旭重伤 梁山被神秘剑光秒杀的惨状之后 尽管心中悲愤无比 但老成持重的心态 还是让他选择了隐忍 老二虽然死了 梁鹤是一场毫无悬念的战争 这才带着二十几个族中的 练气静后气的后背修士 过来见见世面的 哪里想到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只不过他撤得却是晚了一步 他根本就不知道 灵一的神识 已经完完全全地锁定了他 想跑路 梁道友请留步 灵一看着梁氏重修 开始向着寿朝后方转移 立即大声呼喊了起来 谁 谁在喊我 梁鹤下意识地转过脑袋 往后看了看 So 迎接她的是 一道灵光闪耀的凶猛剑光 你 baby 梁鹤背着梁旭 不便躲闪 只能仓皇寄出一杆 银色长枪法器 正面抵挡 可灵一耀的 就是这种效果 咔嚓 论境界 比敌人还要强出 四层的情况下 要让上品灵气 碰到敌人的上品法器 会发生是什么情况 银色长枪 很快就给出了答案 直接从枪头处 就被封银剑 给劈成了两半 并且分裂出光滑无比 没有一点毛刺 我的法器 梁鹤瞪大了眼睛 不敢置信地看着地上 已经一分为二的银色长枪 要不是背上还有人 他估计得心疼地直接跪下来 这柄银枪法器 乃是他二十年前用了 无数珍稀的材料 找到一名炼器师 花了大代价 这才炼制而成的顶尖上品法器 比之普通的上品法器 威力更胜三分 如果要是搞个法器榜 整个姚玉仙城里面 这柄银枪法器 也足以排入榜上前十 这样的一柄顶尖法器 价值最起码 也得三五千块下品零食 就这样说没就没了 愣归愣 金归金 梁鹤虽然不知道 姚玉仙城从哪里 突然搬来这么一位强员 但是 作为梁氏仙族 唯一的一位住击中期的老祖 他早已人老成精 看见灵依如此凶猛 得知情况不妙的他 反应过来后 立即冲着梁氏仙族之中的 数十个炼器 进后期的修士吼道 分开跑 快点 都给我分开跑 吼完之后 他马上又从储物袋里 取出一张储雄 交给他们梁氏三位住击 专门用来调动 控制住击七妖兽的福禄 一把捏爆 好好好 福禄捏爆的一瞬间 场中正在与姚玉仙城一方 守城修士激战的 二十几只二阶妖兽 立即陷入了癫狂之中 这些进入癫狂状态的妖兽 就像是换了一个性格 不怕疼 也不再畏惧 战斗力瞬间大涨 原本二十几只妖兽 就足以压着 二十几个姚玉仙城的 助击修士打了 这一狂暴 更是杀得姚玉仙城 一方节节败退 尤其是如纳兰云落 纳兰云爷等 刚刚晋升助击一层的修士 最是不堪 在妖兽狂暴之后 每过几夕 他们的身上 几乎都要再增添一两道伤口 眼看着 要是再无人救援 百戏之内 必定就要葬身 妖兽的着口之中 混账 看着纳兰云落 纳兰云剑等人 狼狈凄惨的模样 刚刚才斩断 梁鹤法器的灵一 立于虚空之中 大发雷霆 道友 我承认你很强 但你今日想要杀我 却也需要放弃 一些东西才行 梁鹤从储物袋中 重新取出一柄 普通的上瓶法器 飞剑做防御状 站在大地之上 很是紧张的地盯着灵一 他的背上 早就空无一物 刚刚趁乱 他就已经把重伤的梁旭 扔给其中一个家族 后被修士带走了 灵一深深地寡了一眼 梁鹤的沟壑 从生的苍老面孔 虽然心中很是不甘心 放走这个成了精的老东西 但形势逼人 那蓝云落等人那边 已经快要支撑不住了 你躲得过初一 但躲不过十五 早晚还会落在我手里的 挥手招来 一道天罡神雷轰向梁鹤 灵一冷冷地留下一句话后 就转身杀向一只 正在四处逞威的 二阶中期火云雀妖兽 吃 碰 破 哪怕只是随手 一记大法术 梁鹤强行接下之后 也是不可避免地 直接呕出了一口老血 慈子的实力 断然不在模式之下 梁鹤惊恐至极地看着 灵一遁去的背影 心中大呼侥幸 要不是他集中生智 用唯未救赵之法 调走了此人 他恐怕连慈子的 三道天雷都接不住 就得受到重创 二叔三叔 四叔五叔坚持住 我来演 放弃追杀梁鹤之后 灵一踩着飞剑扶摇直上 沿途路过一只 二阶中品飞禽妖兽的背后 兜手就赏了 他一记天罡神雷 咔嚓 哄 唧唧唧 扑通 堂堂飞禽妖兽 五万兽巢之中的六大王者之一 足以力战人族 驻击后期的火云雀 挨了一记天罡神雷之后 顿时浑身冒着黑烟 打着旋 从半空之中坠落 玄义来了 好 来得好 我们果然大大的低过了你小子 这雷法 竟已被你运用的 如此炉火纯青 诸位 这位便是我纳兰仙族青岩老祖 拼死搬来的强员 我们有救了 杀 玄一 待我们杀光 这群畜生 纳兰云洛等四人 因为被妖兽压制的死死的原因 对后方城墙上发生的事情 也只是一知半解 不过灵一降临 并且追击梁鹤 随后又返回 直接轰杀一只二阶中品妖兽的壮举 他们却是看见了的 纳兰云洛等人看见了的 其他瑶玉仙城一方的筑基七修士 自然也看到了 甚至就连北门上的两千多名炼器进修士 也看见了大半 追杀筑基中期的梁鹤 轰杀二阶中品的火云雀 虽然他们所有人都看不透灵一的境界 但只看战力而言 来者必试筑基后期级别的大修士无疑 纳兰仙族的底蕴果然深厚 竟然连这种强者都可以请来 诸位道友 翻身的时刻到了 随我杀 看见纳兰青岩真的请来了如此高手 严如海再次变脸 重新又捧起了纳兰仙族的大腿 沙沙沙 看见有援兵出现 所有的修士也都一改为米的态势 各种手段齐出 竟然真的在短时间内扳回了一些劣势 不过他们明显 还是低估了灵一 灵一刚刚对纳兰云洛等人所说的撑住 还真就是字面上的意思 让他们稍微撑一下子就好了 在姚玉仙城一方重修奋起反抗的时候 他也正式地接近了大战中心 区区二十几只二阶妖兽 也敢涂炭一成生灵 统统给我死 接近战场中心后 灵一瞬间化身人形杀气 只见他脚踏逍遥游 左手连掐覆地印 右手挥洒天罡神雷 风银剑在周身环绕 剑芒吞吐 肆意散射 所过之处受血喷涌 哀红震震 二阶下屏的妖兽 根本就不是他的意合之敌 只要被他盯上 下一息要么被一剑穿星 要么被天雷轰顶 再也不然 就是直接被腹地印 给压成碎肉饼 插入战场不过短短数十息 二阶妖兽 就已经陨落了七八头 灵一凶悍无敌的手段 直接将人 腰两方全部震射当场 这这这 姚玉仙城这边 因为灵一的参战 大半的助击器 休士休士都直接失去了对手 此时只能在旁边 目瞪口袋的观战 个别休士 还想要搭把手帮帮忙 却发现自己的手 压根就插不进去 一丝一毫 而对面的二阶妖 一方 不知道是不是连续挂了七八只同伴 还是梁鹤捏爆的 那张俘虏已经失效的原因 他们早已经没有了 伴住箱之前的那股风劲 被灵一惨无人道地 涂了小半之后 此刻仅剩的十几只二阶妖兽 也全部抱团挤在了一起 瞪着各式各样的眼神 紧张兮兮地盯着灵一 哼 妖兽清醒过来抱团后 灵一的屠杀行动 也没了一开始那么顺畅 只能冷哼一声 收起刚刚从一只 酷似穿山甲的二阶下品 灵甲兽身上掏出来的腰单 随后顿光一转 来到了纳兰云洛等人的面前 玄一见过四位叔叔 一般像这种面见长辈的时候 灵一都会加上 灵氏仙族的自卑 以表尊重 好孩子 快起来 纳兰云起不在 五虎之中的老二那 蓝云洛便是最大 所以他直接踏前一步 扶起了正在失礼的灵一 一晃眼十年不见 你长大了 也变得更强了 老五纳兰云也 重重地在灵一的肩膀上拍了几下 一脸的欢喜 玄一同样祝贺猎猎位叔叔 突破助击 大道可欺 面对纳兰云也的夸奖 灵一虚心接受之后 直接反夸了过去 你小子 这是在公为我们 还是在挖苦我们 如果没有你当年 留下的那一瓶助击单 再给我们一百年 也未必可以晋升助击 老三纳 蓝云涛笑骂道 他们现在可以这般笑容满面的原因 当然是在刚刚灵一 大开杀戒的时候 看到了纳兰起 和纳兰亲眼等人 已经安然无恙 待在灵州之上疗伤的事情 玄一可不敢挖苦嘲笑几位叔叔 你呀 你 嘿嘿 在纳兰家四兄弟 在那边和灵一嘀嘀咕咕的时候 姚玉仙城剩下的十八位助击七修士 也在炎如海和怪猎老人 马甲戴等三位助击中期修士的带领下 低眉顺眼地凑了过来 灵一的实力太强 已经强到一人 便可以主宰一场大型战争 主宰一城修士生死的地步 这样的强者 在搭配上他那年轻的 有些过分的容貌 由不得他们不恭敬 本来除去纳兰家族的六个助击 还有整整二十位助击七修士的 但是这一场大战下来 难免又牺牲了两个 所以就只剩下了这十八人 我等拜见千恶 凑过来之后 这些人原本下意识 想要称呼灵一为前辈来着 只是一看到 灵一清秀俊朗的脸庞 这前辈二字就像是一口痰 直接卡在了喉咙口 怎么说也说不出来了 不用多脸 我姓灵 诸位直接换到有即可 灵一刚刚已经从 纳兰云洛等人的口中 大致知晓了 姚玉仙城目前的情况 当得知常事 九世等当年围攻过 灵氏仙族的仇人 几乎都已经被 梁氏仙族三名 助击联合魔修设计 全部坑害之后 他对眼前剩下的这些助击修士 也没了多少敌视之意 只是这些仇家 没有全部死在自己的手里 还是让灵一心中 很是有些遗憾 原来是灵道友当面 在下严是严如海 见过道友 道友古相如此年轻 神通却如此广大 真是令我等前人汗颜至极 羞愧难当啊 看见灵一的态度 也不太像是 难以接近的人之后 排在最前面的严如海 当即第一个拍起了马屁 严如海拍完之后 眼看着剩下的人 也要张嘴开始捧他 灵一立即摆摆手 打断了这些人 诸位 兽朝未退 粮食未灭 魔修也还躲在暗处 不知道在谋划些什么 咱们还是闲话少说 先一点点地 把眼前的麻烦 一点点地解决再说 灵一此来姚玉仙城 第一目标便是那魔修 他有一种预感 这次在姚玉仙城 掀起血雨腥风的八成 就是十年前 从他手中逃掉的那个 戴着铁面具的筑击魔修 此人当初当着他的面 卷走了梁旭 现如今 梁旭带着梁氏先祖 又判出了姚玉仙城 理由合情合理 也对得上 领导友所言 我们也清楚 只是这十几只妖兽 现在都被盗友的雷霆手段 给吓破了胆 全都聚成一团了 我们也没法子对付他们 颜如海说这话的时候 其实挺骚的 没办法 人家大佬都帮你 直接砍死了一小半的妖兽了 结果就是 剩下的这一半 他们都没法子应付 他们耸了 那岂不是更好 这样 从现在开始 你们便全部听我号令 这十几只妖兽我看着 他们绝对不敢轻举妄动 你们二十几人全部下去 帮助练气性修士 扫荡那些一阶妖兽 有了你们的帮忙 一阶妖兽轻松可除 届时 如果没了这些小兵 他们这些二阶的将孤军难鸣 想要破城 也只是妄想 林一非常自如地 接过了指挥拳 吩咐道 对林一拿下指挥拳 严如海等人 没有任何反应 甚至大多人脸上 还都是一副理应如此的模样 修仙界的潜规则 强者的福利 林一这才算是 真真切切地体验了一把 之前在飘雪仙城 充其量只能算是 仗着赵韩俊的身份 狐假虎威罢了 林道友词法身好 诸位 我先去替你们开路 严如海第一个响应 驾着顿光极吼吼的 就杀向了脚下的低阶兽巢 老朽 也愿遵林道友之令 定杀这群畜生们 一个片甲不留 林道友 有劳你看着这群畜生了 在下也去了 林道友 多谢 林道友 某去眼 对手从凶残的二阶妖兽 换成了可以随手拿捏的一阶妖兽 林一的这条命令 让仲修完全没有拒绝的能力 所以 仅仅是一眨眼的功夫 除了纳兰云落四兄弟以外 所有的驻击七修士 全都听从了林一的号令 争先恐后地 驾着各色顿光 一头栽落兽巢之中 开始了大杀特杀 十八位驻击七修士突然降临 对还剩下四万多的妖兽大军来说 无异于降维打击 他们就像是十八道战场收割机 一经出现 就直接在妖兽大军之中 掀起了一片残之血雨 破坏力 杀伤力堪称恐怖 在没有任何掣肘的情况下 短短一斩查的时间 就已经有数百只一阶妖兽 惨死在他们的法器法术之下 这让姚玉先成北城门上 苦战了半天的炼器 竟守城修士们压力瞬间大减 看见深周不断减少 不断倒下的一阶妖兽 十几只二阶妖兽 却是不动如山 大多妖兽 甚至连眼睛都不眨一下 他们倒不是真那么绝情 见死而不救 实在是对面有一尊 杀神正在盯着他们 能自保就算不错了 救 谁来救救他们先 哼 我看你们能撑到什么时候 灵仪扫了眼下 方一片大好的形势 心中暗暗冷笑 姚玉先成现在有四个麻烦 第一 也是四个之中 最摸不透最危险的 那魔修哪去了 他在暗中搞些什么 第二 那就是眼前的十几只 耸成一团的二阶妖兽 当然了 之前是二十几只 他们的危险性仅次于魔修 毕竟是二十几个 可以媲美助基七修士 甚至更强于普通 驻基七修士的妖兽 第三 乃是梁氏先祖那群人 三名驻基 和几十个炼气 进后期的战力 同样不容小觑 第四 才是这五万妖兽大军 这些妖兽 如果没有梁赫梁旭等人的指挥 和一群二阶妖兽的 整合威慑 根本就是一盘散杀 哪怕是姚玉先成的城墙 再矮十丈 再薄三丈 一样可以轻松 将这些散兵游勇拒之门外 如今这四个威胁 第二已被他杀得 畏畏缩缩动也不敢动一下 第三也被他打残了剑制 目前是一死一残一受伤 第四也正在解决 目前情况看好 也就剩下了第一条 还剩点隐患 还没寻到那魔修的踪迹 魔修多少心狠手辣 诡计多端之辈 突然策反梁氏 带着五万妖兽来 攻打姚玉必有所谋 可他到底在谋划些什么呢 灵依驾驭着飞剑 就这么立于十几只妖兽头顶百丈 一边镇压着这些二阶妖兽 一边脑筋飞快转动 开始推算起了魔修的动机 就在他想的入神 那蓝云落四人 看十八个蛛鸡沙的欢快 也想下去活动活动筋骨的时候 姚玉先城的北门之下 忽然发生巨变 一道足有数百丈方圆的血色名纹 毫无征兆地突然浮现 名纹之中更是隐约可见 一条血色长河在怒笑奔流 血河不假似真 越来越清晰 很快就又引动了地裂山崩 在血河周围千丈 无数的裂纹 像蜘蛛网一样密密麻麻地出现 就连姚玉先城的城墙 都开始摇摇欲坠 有分崩瓦解的迹象 这突如其来的末世一幕 惊呆了人族修士 也吓傻了妖兽大军 不管是人 还是妖兽 随着天地剧烈的震动 全部都非常默契地 选择了暂时休战 林郎小心 这定是那魔修搞出来的动静 灵州之上 赵寒俊也被这天崩地裂一般的动静 作为场中修为最高的人 别人或许不清楚 但他却很清晰地察觉到了 血色明文和血色长河之中 蕴含的恐怖之力 造出这股能量波动的人 应该就是那魔修了 难不成 这魔修如今已经超越了注击之境 破入子府了 灵依越想 脸色就越发地难看 不管你有没有突破 先吃我一记负第一 左右也不能就这么干看着 所以灵依单脆一番手掌 照着血河打出一记三丈巨印 不 巨印接触百丈血河的一瞬间 并没有灵依想象之中的那种大动静传开 反而是毫无波澜地 直接沉了下去 不可能 看见这一幕 灵依顿时面露金色 他这一击虽没有用尽全力 但也使出了六七成 等先驻击后期修饰 都得慎重对待 怎么可能就这么轻松无果地 被血河吞了进去 是不是很惊讶 是不是很慌张 本作记得你的气息 曾经逼得本作损耗修为 使用血魔盾空大法 逃命的蒙面修饰 好巧啊 我们又见面了呢 随着略带沙哑的男子声音悠悠响起 一个身披血色大灰 戴着铁织面具 脚踏血色长刀的中年修饰 从血河之中缓缓攀升 果然是你 看见楚雄的刹那 灵依瞬间了然 他猜得没错 眼前的一切 就是十年前从他手里逃脱的那个魔修 一手造成 肯定是本作呀 不是本作还能是谁 不过这次 可能咱们俩的角色 就要互相调换一下了 本作 已经突破子府 楚雄外表嚣张桀骜 心里却是把梁氏三兄弟 给喷了个狗血淋头 自己给了他们一个完美开局 结果却搞成了这副样子 还好自己福大命大 终于在关键时刻 将血神丹练出并服下 一举破开肢骨 晋升子府 这才算没有白忙活一场 其实 这也是魔修的特性使然 正常的修饰 大多都是一步步稳重前进 等夯实了基础之后 才会非常谨慎地选择突破原有的境界 而魔修却是反其道而行之 走的是有伤天河 损人利己 快速晋升的路子 所以 楚雄才会这么快地突破子府境 对他来说 只要有足够的鲜血 如果这些血的质量也足够高的话 他就可以完全不用顾忌 直接突破突破再突破 如果换作是正道修饰 闭关突破子府 就算是再天才 天赋再高 一套操作下来 最起码也得要三五个月 子府境 子府境 他果然已经得手了 灵依皱着眉头 看着昂着头颅 身上磨气磅礴浩荡的楚雄 心中按到棘手 如果楚雄没有晋升子府 那今日 他说什么 也不会再放过此人 可他偏偏就成了 这就让灵依很是头疼 纵然对面 只是个刚刚晋升的子府境魔修 那他也是子府境 以他目前的手段 虽然可以勉强抵挡个十几个回合 但想要获胜 却是基本上没这个可能 当然 有冤熙灵州这条后路在 灵依也不至于畏惧楚雄也就是了 小子 有没有做好受死的觉悟了 你放心 为了报答你 曾经赋予本作的耻辱 本作一定让你走得非常痛快 不会让你在死前太过难熬的 楚雄突破子府之后 自觉一切皆在掌控之中 所以慢悠悠地说了两句话之后 这才掏出了已经他吃饭的家伙 血灵魔藩 十年之前的血灵魔藩 也就勉强可以和普通的下品灵器比你罢了 但是十年之后 吸收了更多血液精华的血灵魔藩 却是堪比下品灵器的巅峰 他取出血灵魔藩的目的 就是要将灵依的一身精血 那为己有 给他宝贝魔藩的晋升之路 再添一把火 看着楚雄步步逼近 猖狂嚣张的模样 灵依实在看不过去 刚想上前与其斗一斗法 杀杀他的锐气 结果儿里就传来了赵韩俊的声音 琳琅 两张风卷残云符 我已扣于掌心 你尽管与他交战便是 我自会寻找战机 死 对啊 灵依突然拍了拍脑袋 他差点忘了 赵韩俊的身上 底牌多多 三接下品的风卷残云符两张 三接上品的翻江倒海符一张 毕竟楚雄此时 也只是个新进子府的魔道修士而已 许多子府境的手段 肯定还没有融会贯通 有夫人这句话 我就可以放心 去试一试 这魔秀的深浅了 灵依得知 身后拥有强缘之时 在楚雄极度差异的目光里 主动遇见杀了过来 好胆 你的眼里 还有没有本作 该死 看着灵依竟然敢主动挑衅自己 楚雄真的怒了 只见他一把薅住血灵魔藩 用力地挥舞了几下 一舞 飞杀走石 二舞 黑云压城 三舞 天地直接变色 哈哈哈哈 小子 让你尝尝 本作宝贝的厉害 三舞之后 姚玉仙城北城门 仿佛直接陷入魔狱之中 练气劲的修士 身手不见 只 注击后期以下的修士 依靠神石之力 也只可探查出数十丈的范围 就连灵依子附近二层 比楚雄 还要强上一筹的神石之力 都被影响到了一些 有点意思 灵依仰头 看着头顶无尽的黑幕 感觉自己就好像陷入了某个领域之中了一般 在这里 境界低于楚雄的人身上 就像被套上了无形的枷锁 一旦开战 实力便会被大大削弱 可惜 你打错了算盘 这里 对我来说 影响并不大 灵依俯身握住风银剑 对着天空之上 刷刷刷 奋力斩出三道剑气 这三剑 乃是他全力所为 剑气通体金黄 就如他丹田之中的真元之夜一般 并且倒到超出十丈 还不够 剑气交叉射出之后 灵依又开始非常正式地掐绝念咒 数个呼吸之后 扑得单手指天沉声连续喝道 雷来 来 再来 咔嚓 轰轰轰 三道子中泛黑的天罡神雷 从天而降 直接破开黑云和三道金色剑光 汇聚河流 两者相遇的那一刹那 似是掀起了无声的爆炸浪潮 黑幕直接被撕开了一条大口子 什么 你竟然可以破我法术 黑幕被撕开之后 无边的黑云很快也都散去了 独留楚雄无法相信的利于虚空 他确实没法相信 这黑幕虽然只是一个 类似于县之类的困阵法术 杀伤力不强 但终究还是子斧尽修士的手段 一个助击修士 什么时候可以这么快破掉了 莫非 你在伴猪吃虎 你也晋升子斧了 楚雄狐疑地看着灵依 谁愿意和你废话 来战 灵依不答 反而直接甩出 风银剑杀向楚雄 也好 事与不是战一场 也就知道了 楚雄刚刚突破 正是星气暴涨之时 纵然是心里对灵依的雷法倒数 依然心有戚戚 但心中狂热的战斗欲望 依然还是将那一丝惶恐与担忧 给压了下去 两人一阵一魔 一个驾驭长刀 一个控制着飞剑 一个裹着血袍 一个一袭白衣 就像火星与地球 狠狠地撞在了一起 血飞术 副地叶 一团蟹芒和一方大印 从两人掌中各自飞出 化作一红一白两团光芒搅合在一起 很快就不相上下地各自散去 真元还会化成灵气 你还是助击气 交手之后 楚雄立即就查探到了灵一的部分底细 你化真多 再战 灵一为了给赵寒俊寻找出手良机 不予多说 硬着头皮又一次主动攻了上去 忽不是子府就好 楚雄最担心的就是 灵一和他一样已经突破子府之境了 要真是那样 凭着灵一子府境的修为操控天罡神雷 他指定要被打得魂飞魄散 心中的担忧彻底放下之后 楚雄也不在那般谨慎 和灵一从天上打到地下 又从城外打到城内 一连对了十几个回合 两人战力高绝 所到之处 虚空进阶阵战 灵气席卷逆流 空暴震震 残影连连 最后还是灵一的真元略训一筹 比不上楚雄突破子府之后 体内的魔灵力精纯 吐着血败下阵来 你也有惊天 受死吧 眼看灵一终于不敌 觉得大仇可报的楚雄 顿时激动地仰天大笑 终于等到你了 就是现在 灵州之上 赵寒俊眼中金光一闪 抓住楚雄露出破绽的那一刻 立即甩出手里 紧紧扣着的两张 三阶下品封卷残云符 三阶下品的符录 品质最差劲的 都相当于 子府进一层修士的全力一击 稍好一点的 也有子府一层巅峰 或是子府二层修士的水准 而拥有至少四名 金丹镜大能的赵氏皇族 自然不可能赏赐一些残次品 来给嫡系族人 所以这两张 风卷残云符 全是三阶下品中的精品 打出一张 就相当于 子府进三层修士的 轻力一击 两张一起下去 就连真正的子府进三层修士 都要应付得手忙脚乱 这两张符录 被赵寒俊都手打出之后 立即就化作两道 将近二十丈大小的 巨型龙卷风 脚乱风云 卷起数百丈的血色 黄沙冲向楚雄 甚至由于威能太强 范围太广 城墙之下的妖兽大军 还有数百只 受到了不小的波及 直接被绞杀成一地血沫 呵 哥 察觉到异常的楚雄 立即停止了肆意狂笑 三阶俘禄 还是两张 你们居然还有如此手段 楚雄惊叫一声 仓促之间 来不及做出什么应对 只能下意识地 将血灵魔藩挡在身前 试图凭见魔忌之间 抵挡风暴凶威 吃吃吃吃 吃辣 就是现在 不要留守 全都给我打 虽然被楚雄 被无尽的风暴给包裹住了 但灵依还是很清晰地听到了 魔藩被撕裂的声音 于是他立即大吼一声 让刚刚暗中传音联系好的 二十几个助击器修士 对着楚雄挤火围攻 修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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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 得到灵依的命令 早就准备就绪的 二十几位助击修士 只是一瞬间 便打出来二十几道 威力强劲的法术 和数十件各式各样的法器 灵依和赵寒俊 也没有例外 同样狠狠地贡献了一份 自己的力量 这种情况最后造成的结果就是 楚雄好不容易 拼着血灵魔藩受损 他自己也受伤的代价 破开了风暴 但迎接他的 并不是自由的空气 却是铺天盖地的法器和法术 术子赢我 看见像他当头砸下的 各色光滑 楚雄忍不住气怒地咆哮一声 砰砰砰砰砰 一连串惊天动地的 炸响过后 楚雄扔掉 已经只剩下半截期干的 血灵魔藩 利用刚刚狂呕出来的鲜血 疯狂结印 不好 他又想跑 夫人 一看这熟悉的手法 灵依就知道 楚雄肯定是受伤严重 又想使用血魔 遁空大法跑路 琳琅 收到灵依的呼唤 赵寒骏立即控制着灵州 飞了过来 我去追击受伤的魔修 而等速速速清残敌 在天空之上丢下这句话 灵依立即驾驭着 冤熙灵州 追着已经化为一道血光 消失在天边的楚雄而去 这次我早有准备 你跑不掉 该死 该死 别让我抓到你 让我抓到你 一定要将你抽筋包屁 炼成血奴 无尽的虚空之上 一团血色光滑之中 楚雄正在愤怒地咒骂着灵依 不怪他如此愤怒 他才刚刚晋升子府没多久 谁知道 立马又被灵依打成了重伤 他已经有所感觉 刚刚提升上来的境界非常不稳 随时都有跌落珠基九层的可能 换做谁 苦心谋划十年 好不容易侥幸突破了一个大境界 一个时辰还没到 又快要被打下去了 也会崩溃的 看样子 要先找个地方落脚 寻些修饰 或是凡人宰杀了 吸取一些精血恢复一下 血魔盾空大法速度极快 再加上它 如今大小 也算是个子斧镜魔修 血液之中蕴含的能量 更为庞大精纯 所以 只是一炷香的功夫 就裹着楚雄 盾出了三四百里之窑 嗯 前方有个村落 或许也是命不该绝 血魔盾空大法的时效刚刚过去 楚雄就在脚下发现了一个 冒着冉冉吹烟的凡人村落 嘎嘎嘎 看来贼老天 今天也打盾了 楚雄看着 足有数十户房屋的野外村落 兴奋地直挫手掌 有了这些人身上提炼出来的精血 自己的境界 很有可能就不再下滑了 老天打盾了 可我没打盾 只是还没等他来得及行动 灵一和赵寒俊 就已经乘着灵州赶爆 你竟然追上来了 这是 上等的飞顿灵气 看见灵一居然紧随他后 楚雄明显是有些发愣 不过 当他细细地观察了一番冤析灵州之后 立即恍然大悟 一开始 灵州停靠在姚玉仙城上空的时候 他并没有多注意 只以为是谁的代步法器罢了 如今灵州速度全开 竟然追上了使用血魔 盾空大法的他 这就让他不得不注意了 好了 闲话少说 你也该上路了 为了追上这丝 灵一全速催动冤析灵州 难免又消耗了一笔灵石 这让他心疼不已 如今追上了 也就懒得再与楚雄多说什么了 邪杂摩修 人人进而诛之 就在他掏出封银剑 准备打杀出去 身后的赵韩俊 也取出三阶上品 翻将倒海服 扣与掌心 随时准备支援的时候 楚雄眼皮一跳 连忙伸手摇晃 等等等等 两位稍等 等锤子等 受死 灵一眸子一瞪 压根就不买楚雄的账 饶命 倒有饶命啊 我有用 我是血灵神宫的核心弟子 如今更是可以晋升 我可以发心魔大事 永生永世 效忠于你啊 眼看封银剑 就要脱手而出之际 楚雄再也撑不住了 直接在血色长刀之上 跪下啼哭嚎丧道 他本就已经重伤 根本就不是灵一的对手 有灵周在 想跑也跑不掉 再加上赵韩俊手里 捏着的那枚灵光闪耀 一看就知道 不是凡品的高阶服录 更是直接击碎了 他心里最后一丝侥幸之意 求饶 为奴 灵一手持灵气飞剑 上上下下地审视着楚雄 似乎在考虑着什么 对对对 我如今已是子斧镜 留着我办事比 直接杀了我 价值肯定会高 很多很多 看见灵一貌似有所异动的样子 楚雄直接抛弃了 身为子斧镜魔修的尊严 跪在血色长刀之上 连连磕头 他天赋一般 一路修行至今 堪称经历了千难万足 但凡能活他 绝对不会选择去死 而且魔修之中 也不存在什么 求饶会不会难为情的事情 只要可以存活 可以继续修炼下去 他们之中大部分人 是什么都可以做的 为了小命 楚雄可怜巴巴地 磕了几十个想头 但是很可惜 纵然如此 依旧只是等来了灵一的一句 对不起 我不需要 随后灵一就直接面无表情地 举起了屠刀 他的确是不需要 虽然星魔大士对魔道修士 同样也有约束作用 但魔修经常行走于 阴暗与血色之中 本就是一个非常不安定的因素 化为真正的魔头 可能也就在一念之间 一步之遥 在这种情况之下 什么行魔大士的 通通都是唬人的东西 灵一又不傻 会拿这种对付正道修士的办法 去衡量楚雄这种真正的魔修 死到灵头 还妄图忽悠我 既然你不是成心想活 那我 这就送你上落 是 风银剑剑气喷吐 剑光凌然 在灵一的操控下 直接对着楚雄的脑袋 急射而去 我错了 我错了 道友息怒 道友饶命 我愿意主动献上一缕神魂 擦 听到这句话 飞剑微微一偏 立即从楚雄的发烧处划过 呼呼 察觉到脑侧刚刚掠过的凉风 以及空中缓缓飘落的几根血色发丝 楚雄跪雪刀之上 大口大口地喘息着 早这样不就得了 你说你装什么装 零一无语地召回飞剑 一脸不屑地看着楚雄 多谢道友不杀之恩 多谢道友不杀之恩 楚雄也没想过自己有朝一日 会沦落到如此境地 往日就算是在竞争激烈的血灵神宫之中 他也一直混得有声有色 游刃有余 没想到 只是为了突破子斧 却是在一个人的手上连栽两次 这次甚至直接把自己都给搞没了 行了 我要你一个魔修的感谢 有屁用 少废话 抓紧拿来 零一伸手 修士的神识之力 乃是每个人的重中之重 而其中最精华的一小部分 被称之为神魂 神魂可以被外力分割 也可以主动分离 但被外力分割的神魂之力 和被自己主动分离的 完全不一样 零一所讨要的 就是楚雄自己分割出来的一缕神魂之力 他小时候在书上曾经看到过 掌控了一缕 别人主动分割下来的神魂之力 几乎等同于直接掌控了这个人的生与死 只要他想 随时可以引爆这一缕神魂之力 而引爆之后 被控制者轻则神魂受到重创 变成吃傻智障 严重点地直接神消身语 真灵不存 转世无望 给 我给 死里逃生的楚雄 再也不想经历刚刚那种感觉了 连忙急生硬道 不过分割神魂 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 凶悍如楚雄 也是好一阵犹豫 未敢下手 直到灵一把飞剑架到他脖子上之后 这才一狠心一跺脚 咬牙从子府之中 割下一缕神魂 死 痛 痛啊 痛煞我眼 奋出一缕神魂之后的楚雄 就像是被人砸开脑袋 伸手扯住里面的神经系统一样 脸上的五官扭曲到 简直不像是个人形生物 夫人 扯下一缕神魂 真的有这么疼吗 看着楚雄的惨状 灵一突然有点渗得慌 于是就扭头和赵韩俊搭话 试图分开一些注意力 你有空试试不就知道了 赵韩俊听了无语 直接翻了个风情万种的大白眼 我又不傻 灵一撇嘴 足足好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嚎之后 楚雄这才慢慢恢复了平静 双手托举着自己的一缕神魂 满脸讨好的献给了灵一 行 不错 算你识相 以后你该怎么就怎么样 继续在血灵魔宗之内修炼便是 少杀人 要实在忍不住 就去多杀点妖兽 若是有事 我自会通过这旅神魂通知你 收下神魂之后 灵一看着经过这么一通折腾 此刻显得脸色苍白 冷汗勤勤的楚雄 非常满意地点了点头 灵狼 你让他稍微注意点思理里 万一他没死 一旁的赵韩俊 拉着灵一的衣袖提醒道 他还是一直惦记着这个老对手 听见没有 思理里认识吧 等你伤势恢复了 给我回踪去 探打探 看看此女的现状 成功收服楚雄之后 灵一拍了拍储物袋 取出一粒三阶下瓶紫霞丹 扔了过去说道 属下遵命 楚雄接过紫霞丹 直接服下 一脸谄媚地回道 这紫霞丹 虽是适用于正道修士的灵丹 但毕竟是三阶宝丹 对于他这个魔修 也算是拥有不小的效用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治疗他的伤势 很好 好好跟着我干 我不会亏待你的 灵一摆摆手 示意楚雄可以滚了 但没走 反而还一脸愈言愈止的 立于原地 主人 我想 这个东西对你或许有用 楚雄戚戚爱爱地 递过了一块圆形小玉球 这是啥 灵一虚空一抓 玉球就出现在他的掌中 咦 这是一缕神魂 谁的 灵一看着玉球之中 封印着的残魂 问向楚雄 呃 是梁旭的 面对灵一 楚雄当然是有问必答 梁旭 真是得来全部费功夫 好 你做得非常好 灵一先是大笑着 夸奖了楚雄几句 随后二话不说 直接捏爆了手中的玉球 胆胆打伤明珠 又妄想用天雷子 炸死云起大伯 你 罪不可赦 纳兰明珠 纳兰清延 纳兰云起三人 一直在船舱之内疗伤 在驾驭渊戏灵州 追杀楚雄的路上 灵一自然是从 只受了轻伤的 纳兰明珠口中 得知了梁旭的所作所为 所以他没有丝毫迟疑 直接一把 捏爆了梁旭的神魂 距离姚玉仙城 西北方150里之外的 一条小溪旁 梁氏仙族的 二十几名练气后期修士 正在休气 而身受重伤昏迷不醒的梁旭 则是被这些人 保护在最中央 一路全速奔行百多里 这些练气境的梁氏修士 都已经累到不行了 一个梁氏修士 刚想打个哈气 闭上眼睛眯一会儿 一道略显亮枪的顿光 就非常突兀地从天而降 谁 嫡妻 速速备战 这修士先是愣了一下 但是犯困的脑袋 根本看不清来者何人 随后 只能立即狂笑一声 惊动了所有人 什么人 唯他 保护好续族 听到有敌人 梁氏仙族仲修 立即炸了锅 说起来 梁氏最近也算是命运多舛 不过总的来说 还是倒霉得多 就比如现在 梁氏排名第二的 助击老祖梁山已经陨落 排名第三的老祖梁旭 更是重伤昏迷到现在还没醒 所以 此刻的梁氏仲修虽然疲惫 但在警戒的方面 却是丝毫不逊色于全盛时期 是我 可嗨嗨 都别紧张 梁鹤落下顿光转过身体 捂着嘴咳嗽道 老祖 是和老祖回来了 原来是虚惊一场 老祖你这是怎么了 看见梁鹤安全回反 有人高兴 有人激动 也有人注意到了梁鹤的意状 我没事 带上你们的续组 我们继续赶路 梁鹤将嘴里咳出来的血迹 捂在手心里藏好 尽量不让族人们发觉 他受了伤 如今梁氏三驻鸡 一死一重伤 他不能再打击族人们的士气了 只是 有时候你越不想的事情 它就越会发生 在梁鹤吩咐梁氏二十几位 练气后期休士 刚准备继续赶路 返回临时老巢之时 原本被平放在地上 还在昏迷之中的梁氏三组梁旭 忽然睁开眼睛 吐得向着天上 呕出一口血剑 老三 老三你怎么了 梁鹤脸色煞食大变 梁旭空之中连抓树下 我在 大哥在 梁鹤一把握住梁旭的手 异常紧张地看着梁旭 呵 握住梁鹤的手掌后 梁旭的情况并未好转 尤其是原本还有些神采的眼睛 此时也是遇见浑浊 这是神魂兽创的征兆 魔使楚雄 竟敢坑害老三 楚雄 我梁鹤再次立誓 此生必杀你 破 梁旭变成白痴之后 本就有伤在身 又气急攻心的梁鹤 终于扛不住了 仰天喷出一口艳红的鲜血 续族 贺族 渊戏灵舟的苍板之上 灵异脸色非常古怪的 假装盘膝修炼 实则神识之力 却一直放在船舱之中的两个 看上去关系好的不得了的女人身上 韩俊姐姐 怪不得你能制住她 你生得好美啊 那蓝明珠痴痴地看着 赵韩俊的绝世容颜 忍不住脱腮赞叹道 哪有 明珠你才是我见犹怜的大美女 尤其是你的这里 当真是让解救我叹为观止 赵韩俊指着那蓝明珠 鼓鼓囊囊的胸脯 自叹服辱 韩俊姐姐 被调戏了的那蓝明珠 忍不住娇称一声 她的这里 的确是天赋异禀 但就算再天赋异禀 不还是一样没人喜欢 那蓝明珠不知道想到了什么 突然有些失落地低下了头 说起来 倒还是我占了便宜 你与琳琅乃是货真价实的青梅竹马 按理说 你们才是最合适的一对 赵韩俊忽然间说出来的一句话 不但让原本有些不开心的那蓝明珠 突然抬起了脑袋 还让外面偷听的灵依背后 开始狂流冷汗 姐姐你 那蓝明珠急忙想要解释 妹妹不必多言 我又不是瞎子 哪里看不出来 你和琳琅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不怕告诉你 从你登上灵州 惊讶地看着我的那一刻起 我就已经大致猜到了 你心中是有她的 青梅竹马 多让人羡慕的感情啊 如果没有我横插一脚 你们大概率是可以成的 你放心 你们既然已成道理 那我便不会再惦记她了 以后我一定会离她远远的 不让你难做 反正她心里也没我 上一句话 是那蓝明珠对赵韩俊说的 下一句 则是她在心里暗暗地叹息 不 不行 赵韩俊却是非常果断地摆了摆手 为什么 韩俊姐姐 我都答应你 不再惦 那蓝明珠有些生气了 她都已经当面保证了 这还不行吗 难不成要她在世界上消失才行 你误会我了 妹妹 我摇手的意思 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意思 我并不抵触多一个人喜欢琳琅 毕竟这样只会证明我的眼光好不是吗 我的意思是 以后你就跟着我们吧 姚玉仙城这个地方实在太小了 你的天赋不错 不该把青春年华都浪费在这种小地方 赵韩俊非常严肃诚恳地看着那蓝明珠 说出了一句 让灵依和那蓝明珠差点全部惊爆的话